穿越到斗罗世界,开局成了圣魂村一个小屁孩,奈何没有系统,知道剧情的叶峰本想抱天命之子唐三的大腿,结果没有想到被惨遭唐三唾弃,鄙视。 后又想拜大师为师,一句你不配我玉小刚叫道,滚! 直接将叶峰轰出了阁楼,接二连三碰壁,长静世间白眼沧桑,终于最强进化系统觉醒。 唐三?玉小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日的我你瞧不起,明日的我,你高攀不起。 虐唐三?如大师?甘史莱克,执掌武魂殿,一统斗罗世界。 这是哪?卧槽,我变成了一个六岁的孩子。 看着缩小版的双手,叶峰惊呆了。 叶峰,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觉醒武魂。 只看到此刻,一个老头没好气地对着叶峰喊道。 啊?觉醒武魂?叶峰猛了?觉醒什么武魂? 一分钟前,自己正戴着耳机,看斗罗大陆刚更新的动漫,忽然绊到个石头摔了一跤, 怎么醒来就出现在了这里?村长我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很面熟的小孩从面前跑过。 小三来了就好,赶紧过来集中给武魂大师觉醒武魂吧。 老杰克看到唐三过来,刚刚还带着微怒的脸立即满怀笑意。 虽然在村里唐三与同龄的孩子关系不怎么样, 但在大人面前,唐三可是个乖小孩,老杰克对他的印象一直很好。 唐?唐三?卧槽! 难怪觉得这个小孩这么眼熟。 原来是唐三? 就跟动漫里几乎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我胎压不会是穿越到斗罗世界里了吧? 叶峰,你愣着当门神吗?快点过来。 老杰克看着正在发愣的叶峰,扯子嗓子喊道。 哦,叶峰跑到了老杰克的旁边。 这下他终于明白了,原来自己真穿越到了斗罗世界, 还成为了圣魂村的一个小屁孩, 而且似乎是一个很没有地位的小屁孩。 要觉醒武魂了,按照剧情圣魂村的孩子可都没有什么魂力, 而且武魂气差无比。 一会儿我不会是觉醒个镰刀或者赶面杖吧? 四,人家开局都是各种神级武魂, 我他妈就这儿。 系统呢? 正常不都是有个系统? 孩子们这位就是来自诺丁城的素云涛大师, 接下来他将引领你们开启自己的武魂, 爷爷期待你们中能有成为魂师的人。 就在叶峰猛逼间老杰克的声音响起。 好了,你去年也是这几句, 能成为魂师哪有这么容易? 我觉醒了这么多的村庄, 连一个拥有魂力的人都没有, 也没有合适的武魂。 素云涛撇了一眼老杰克不耐烦地说道, 好了好了, 那一切就麻烦素云涛大师您了。 老杰克似乎感觉到了对方的不耐烦顿时陪笑道, 战魂大师没有理会老杰克, 直接推门而入来到了礼堂中。 大家便跟着他进去了, 老杰克留在了外边。 二十六级武魂大师, 同时是你们的领路人, 我将逐一对你们进行武魂觉醒, 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害怕。 素云涛简单地介绍了一遍, 你先来, 不用害怕闭上眼睛仔细感受。 他指着左边第一个孩子说道, 同时素云涛独狼附体, 现场的魂力竟然掀起一阵狂风, 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 那第一个小孩在气质影下伸出了左手, 居然是一把锄头, 属于气武魂, 如果有魂力的话就可以成为魂师了。 把手放上去吧。 素云涛说道, 很快, 在对方的指引之下, 那小孩再度将手放在了水晶球上。 你没有魂力不能成为魂师, 到一边去吧。 素云涛看到那水晶球暗淡无光, 顿时那双眸子冷了下来, 这么多年已经习惯了, 这些野鸡窝里哪里可能飞出金凤凰。 接下来素云涛又测试了几个, 结果要么是一些没有用的植物武魂, 要么是一些农具武魂。 整个礼堂之中, 还剩下两个人没有测试, 一个是叶峰, 一个是唐三。 你们两个快些, 我赶时间。 素云涛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按照以往的经验, 这两个孩子基本上也是飞武魂的多, 但奈何武魂殿有规矩, 要给他们觉醒, 所以他不得不这么完成任务。 要不然, 谁会来这些穷乡僻壤的地方, 给这些穷酸孩子觉醒武魂? 哦, 因为叶峰在左边, 所以先站了出来。 他的心忐忑得一批, 只见他微微闭上双眸, 那是一把小小的镰刀, 铜体黑色, 刀柄修长, 刀刃弯弯而又锋利。 作为一个地球来者, 他发现自己竟然跟这小小的武魂 有一种莫名的血脉联系, 这是此前无论看小说, 还是看动漫都体验不到的。 真的很奇妙, 又是一把镰刀, 来测试魂力吧。 素云涛打了个哈欠, 虽然这镰刀形状有点怪异, 但依旧是一把镰刀, 大概率是零魂力。 总的来说, 今天又白忙活了, 素云涛大师是直接将手放在上面就可以了吗? 叶峰对着问道, 他忐忑的不行, 要是没魂力, 自己不就成最悲催的穿越者, 可千万别啊。 你放上去。 就像是抓东西一样施展出一股劲就行。 素云涛回答道, 就这样叶峰将手放在了上面, 刹那他感觉到自己身体里好像有一股力 缓缓地流向那水晶球。 亮了, 叶峰发现水晶球亮了, 顿时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 居然是两极魂力, 勉强还行, 下一个吧。 素云涛看到水晶球亮起, 略微有些平静地说道, 其实两极魂力算不上好, 也算不上很差, 也就一般。 谢谢素云涛大师, 听到自己是两极魂力, 叶峰还挺高兴的, 至少自己有成为魂师的资格了不是? 要是没有系统, 还没有魂力, 那这日子没法过了。 他走到一旁, 唐三从旁边走过, 小小的身子中藏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成熟感, 特别是那一双眼神, 好像有一股傲视众生的感觉, 虽然藏得很深。 蓝银草? 废五魂, 你回去吧。 很快他觉醒了五魂, 是蓝银草。 素云涛当即没了兴趣, 这一种五魂基本上从出现那一刻开始, 就注定了是废五魂, 一万个里, 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没有魂力。 哪怕有魂力, 蓝银草能干什么? 喂兔子。 所以他也就失去了为这个小孩测试魂力的念头。 五魂指示大人, 我还没有摸那个水晶球呢。 听到素云涛直接叫他离开, 唐三不甘心。 从刚刚这个流程下来, 他基本上知道了五魂的类别, 而他这一种植物类特别是随处可见的蓝银草属于最低级的存在。 好歹他上一世也算是名圣唐门, 本想在这个世界再创辉煌, 他不想就这么夭折。 好吧, 那就给你测吧。 刚准备收起水晶球的素云涛, 看到这孩子追到了旁边, 顿时拿出水晶球, 让他将手放在了上面。 第二章, 被天命之子看不起。 然而下一秒, 整个礼堂光芒闪烁。 仙? 仙天满魂力。 素云涛震惊了。 这难道就是天选之子吗? 开局双五魂, 还特么仙天满魂力。 一旁的叶峰也羡慕得眼睛发绿, 既然穿越都穿越了, 还不给他安排的系统。 这特么老天爷是脑子有坑吗? 他内心在咆哮道。 很快素云涛交代了唐三几句, 随后就出去了。 毕竟他的任务已经完成。 唐三你好。 只看到此刻, 叶峰对着唐三打招呼道。 毕竟是天选之子, 自己又不像别的穿越者一样有系统, 跟对方混手点没肉吃, 至少也有口汤不适。 记得当初大师一个二十九级的废物, 在大后期一路靠着唐三这个天命之子, 最终成功起飞。 然而, 就在叶峰以为唐三至少会回应他一声的时候, 发现对方只是冷冷地瞥了他一眼, 随后直接朝着门外走去了。 叶峰满头问号。 就算你跟村里的小孩不对付, 他叶峰满脸善意地跟你打招呼你也不用这么高冷, 连个声都没有吧。 而且那眼神仿佛在看智障一样看着他, 让人莫名有些不舒服。 门外, 老杰克在着急等待, 只见素云涛从礼堂走了出来。 素云涛大师, 今年这些孩子里边可有魂师。 老杰克急忙上前问道, 有道是有, 其中一个还是先天满魂力。 素云涛说道, 什么? 先天满魂力? 老杰克激动的心颤抖的手, 内心深处在疯狂咆哮。 娘爷, 圣魂村终于要再度出魂圣了吗? 魂圣大人保佑啊。 只不过他的武魂有些特别, 是众所周知的废武魂蓝银草。 素云涛悠悠地说道, 啊, 老杰克就好比那浴火焚身的汉子, 忽然被浇了一桶冰水, 顿时透彻心凉。 就差没在原地实话了。 还有一个武魂是镰刀, 品质最差的弃武魂, 魂力两极。 素云涛留下这一句话, 杰克爷爷, 蓝银草不能修炼吗? 就在老杰克凌乱之时, 唐三走来问道, 小三, 刚刚素云涛大师说的, 仙天满魂力不会就是你吧? 听到唐三这么问, 老杰克身躯一颤。 嗯嗯, 是我。 唐三点了点头, 孩子, 蓝银草不差, 仙天满魂力这是天才啊, 你去收拾收拾东西, 回头爷爷送你去诺丁初集魂师学院学习, 未来成为魂师你就不用跟你那没用的爸爸一样 做一个低贱的铁匠了。 老杰克一脸激动地说道, 仙天满魂力这做梦都不敢这么做, 当真是魂圣大人眷顾圣魂村, 村子里要再出一位魂圣了。 去诺丁初集魂师学院成为魂师。 唐三有些好奇, 听说魂师是这个世界上无比高尚的职业。 嗯嗯, 刚刚素云涛大师说, 还有一个两级的镰刀武魂是谁来着? 老杰克对着问道, 是那个人。 唐三指了指叶峰。 表情有些冷漠, 他至始至终对村子里这些小孩无感。 叶峰? 老杰克有些诧异, 这么个没存在感的孤儿, 居然是两级魂力成为了这一次武魂觉醒中的一匹黑马。 圣魂村今年第二位拥有魂力的人。 杰克爷爷, 你叫我? 正在郁闷中的叶峰听到老杰克叫他的名字, 顿时有些好奇地走了过来。 小峰, 恭喜你这一次成为村子里第二位拥有魂力的人。 鉴于你家里的条件, 我打算以公读生的名义, 送你和小三一起去城里的诺丁初集魂师学院学习。 你看怎么样? 原本一直称呼叶峰全名的老杰克, 忽然变得和蔼了起来。 可以啊, 谢谢杰克爷爷。 叶峰十分乖巧地对着谢道, 刚刚他完全融合了这具身体, 也得到了对方的记忆。 年龄六岁, 孤儿, 圣魂村鄙视链底端的人。 因为爸妈早年去世, 他一个人住在破旧不堪的小房子里, 吃喝前妻村里还有亲戚给鲜米饭, 后期嫌他麻烦, 就不再送过来让他自生自灭。 他饿了, 只能自己去挖野菜果腹, 雨天躲在破烂的草屋墙角独自哭泣, 长期营养不良, 饿得兽骨铃巡。 然而这还不算什么, 因为他没有父母, 被村里其他人欺凌, 孤立更是家常便饭。 不知道为什么, 叶峰在融合了这些记忆之后, 隐隐觉得有些心酸, 凄凉。 更因为受到这些影响, 他对这个村子更没有什么情感, 能离开自然是最好。 那就决定了, 去城里的话恐怕要跟父亲商量一下。 忽然唐三的声音响起, 有些纠结。 没事, 我们现在就去你屋里, 跟你父亲好好谈谈。 成为魂师, 那是人上人的存在, 他没有理由拒绝。 老杰克说道, 相信那个臭铁匠不会这么不识台诀。 唐三家住在村子里的东边一处山头, 圣魂村唯一的铁匠。 你跟上来干什么? 接近那铁匠铺, 唐三发现叶峰一直跟在老杰克后边, 顿时朝着他看了一眼。 啊, 我家的事用不着你凑热闹。 唐三的声音很冷, 完全不像是一个小孩子能说出来的话。 哦, 那我不去也行。 叶峰无奈地耸了耸肩, 这分明是老杰克叫他一起上来的啊。 而且他仔细地在回想, 自己是不是什么时候得罪唐三了, 不然对方怎么好像看自己很不爽的样子。 而且对方的眼眸子里总带着一股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傲气, 就仿佛明明众生皆是蝼蚁。 好吧, 说得扯淡了。 总结一句话, 对方就是打心底里看不起他。 真正的小孩子或许无法察觉出来, 但他这个穿越者对于这一种感受异常的强烈。 好吧, 天命之子就是不一样。 你唐三我高攀不起, 我叶峰回家。 叶峰掉头回家。 那是一个全景天窗的草屋, 晚上能看大半个天空, 四面四排木板, 长短不一还有窟窿, 真正沉浸式地体验了一把什么叫沐浴在风中。 第三章, 拜大师, 被嘲讽。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早上, 叶峰早早地就睁开了眼。 暗自庆幸昨晚没下雨能让他欣赏到满天星的天空。 天哪, 这可怜的娃就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两年多, 实在是太惨。 不过现在的他也好不到那里去, 就觉醒了个镰刀, 还他压两击魂力。 这以后还咋个走上人生巅峰, 迎娶白富美? 别说这些, 哪怕狗活都是个问题。 喂? 系统大佬, 你躲在哪? 快出来啊。 叶峰躺在床凭空喊道。 哦, 准确地说那不能称之为一张床。 就前后一块石头, 中间一个三十厘米宽的木板。 他昨晚就这么过来的, 整个踏码就跟睡在独木桥上一样。 刺激的一批, 连翻个身都不敢。 系统没回他, 准确地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系统。 反正他不敢乱喊了, 要不一会儿被其他人听到, 把他当精神病关在村里, 那就真凉透了。 小峰起床了吗? 就在这个时候, 外边传来一道声音, 是老杰克。 来了! 叶峰听到老杰克的声音, 立马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起来。 咔嚓, 可能是动作幅度太大, 承受了太多辛酸的床板, 直接折成了两半。 一个重摔, 把他砸在了地上。 摔得他那叫一个藤啊, 毕竟地上全都是石渣子。 打开那形如虚射的门, 发现是老杰克和唐三。 唐三双眸有些微红, 估计昨晚两父子交流了许久, 最终唐浩放人。 我们趁着早上出发凉爽一点, 你收拾一下就走吧。 老杰克对叶峰说道, 不用收拾了, 直接走吧。 叶峰洗了把脸, 就这样一行三人出发了。 从日出到正午, 一路上唐三和老杰克聊得火热, 他叶峰就像是一个附属品, 没人理他, 他也懒得开口以免自取其辱。 毕竟老话说得好, 人穷路边无人问, 富在深山有远青。 你没有实力, 谁会鸟你? 看看后来跟唐三逐渐熟了之后, 能不能抱一下这个天命之子的大腿。 如果实在是抱不上的话, 就拜大师吧。 不要说他没骨气, 没有系统魂力更是极差的两极, 想在这个世界崛起必须这么做, 不然你根本接触不到最顶端的人, 更蹭不到任何资源。 如果有系统谁他压的, 会去拜大师, 会去暴打心底, 看不起你的天命之子。 很快就到了诺丁学院, 熟悉的门卫刁难, 熟悉的老杰克被推倒, 熟悉的唐三手中紧握着的一根银针, 似乎对方要是再继续避避那根银针, 就会刺入对方的身体, 门卫一命呜呼。 只不过之前是手机看, 现在感觉是戴上了VR, 沉浸式第一视角体验。 天命之子果真恐怖如斯, 六岁就有杀人的手段了, 他的六岁只能被人欺负, 夜晚躺在如独木桥的床, 沐浴狂风不看星空。 这么想来, 他倒是能理解为什么唐三不理他。 一个神装开局的课金玩家, 又怎么能看得上, 你一个连初级装备都没有的渣渣新手。 很快大师来了, 那是一个四五十岁, 身穿黑色衣服, 略微有些瘦小的男人。 对方看了一眼武魂殿所给的文书, 随后嚣张地说了一句这是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就把他们带进了 诺丁出集魂师学院。 宽阔的校园大道上, 大师带领着唐三和叶峰在行走。 叶峰发现唐三若有所思, 老师, 谢谢您。 忽然他开口说道, 哼, 老师, 我可不是什么老师。 大师听到唐三说出这一句话之后, 淡淡一笑, 您不是老师吗? 那当当您怎么说代表学院? 唐三有些诧异地问道, 谁说代表学院就一定是老师呢? 大师咪咪一笑答道, 哦, 我明白, 那你一定是学院的院长或者是领导了。 还是如同此前一样, 唐三依旧把叶峰当成了透明人, 话题之连贯他压根插不上话, 而且似乎大师也很愿意跟唐三聊, 反正进门之后就没有正眼看过他, 可能是一把镰刀两极魂力, 实在是太拉胯了吧。 啊, 一个不大的孩子倒是挺聪明的, 不过你还是猜错了。 大师停了下来, 摇了摇头看向唐三。 啊, 那您是? 唐三有些诧异, 我想老师应该是学院的课亲吧。 就在这时, 旁边的叶峰对着说道, 作为提前知晓剧情的人, 是时候刷一下存在感了。 嗯嗯, 我看五魂殿上的资料, 你叫叶峰对吧? 说好听点, 我是这诺丁学院的课亲, 实际上也就是个混吃混喝的人罢了。 唐三, 叶峰你们两个都很聪明。 大师微微地点了点头, 肯定了叶峰的回答。 客亲老师吗? 其实唐三对于这些学院制度不是很了解, 但此前在唐门的时候会有一些客亲长老, 这里一个学院也相当于是一个门派, 那这位应该是客亲老师吧? 不不不, 孩子, 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 老师是不能随便乱喊的, 别人都叫我大师。 你也叫我大师吧, 除非你真的愿意让我成为你的老师。 大师俯下身子看着唐三说道, 那您是要教我武魂修炼吗? 唐三有些好奇地问道, 嗯嗯, 如果你愿意的话。 大师点了点头, 老师。 唐三忽然跪了下来, 对着大师拜道, 哈哈, 好, 你果然是聪明至极, 看来我也是时候执着一回了, 毕竟你是整个大陆之上第三个双生武魂。 大师副手而立, 整个人一副非常高兴的姿态。 什么?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 唐三的手在微微一颤, 手中又多出了一根银针, 似乎在考虑是否要杀了这个男人。 老师, 您也说我为徒吧? 看到唐三这么直接地拜了大师为师, 在旁边的叶峰也觉得时机成熟了, 顿时当即跪了下来。 与唐三同门, 相信就算以后再怎么差, 也差不到那里去。 你? 大师目光落在了叶峰的身上, 似乎有些别样。 嗯嗯, 大师我也想拜您门下学习武魂, 肯请您收下我吧。 叶峰点了点头, 十分诚恳地说道, 啊, 叶峰同学, 你真是勇气可嘉。 大师意味深长地笑了一笑, 甚至都没有掩饰眼中那浓浓的讥讽。 第四章, 毫无存在感的叶峰。 他之所以收唐三为徒, 是因为对方是大陆之上第三个双生武魂, 而叶峰是什么, 只不过是一个拥有镰刀的两极魂士罢了。 这种天赋如此差的人, 换作平时, 他连看都不会多看一眼, 更别说收其为徒了。 他与小刚虽然落魄, 但好歹曾经也是引领大陆风向的男人。 老师我到时候一定会加倍努力的, 作为一个重生者的叶峰, 怎么可能会听不出来大师看不上他? 甚至还嘲讽了他一番, 但他没系统啊, 没系统没天赋, 不装孙子不吃苦, 怎么起来? 所以他不甘心放弃。 你天赋太差, 没资格败在我门下, 别叫我老师, 以免让人听到闹笑话。 大师副手立拂袖说道, 这, 叶峰凌乱? 你特么玉小刚也才是二十九级好不好? 天赋太差, 没资格败在你门下, 你是不是有点戏多了? 不过现在他叶峰毕竟也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没后台没背景这些话, 也就只能憋在心里。 原本他以为拜大师会十拿九稳, 结果没有想到失策了。 老师不愿意, 你就不要抢求。 唐三淡淡地朝着叶峰看了一眼, 想让他断了这个念头, 并不是说他绝情又或者是想将大师占为己有, 而是叶峰确实没有这个能力, 拜大师为师。 不过这个小孩倒是挺聪明, 竟然还知道攀附他人。 唐三在心中如此想到, 小枫, 我们可能有缘无分, 先过教务处报到吧。 就在这个时候, 大师开口道, 哦, 叶峰点了点头, 心里有些苦涩, 要是连大师都拜不了, 唐三更看不上他, 那以后自己如何崛起? 得想个办法, 诺丁城学院也不算大, 很快就走到了教务处。 苏主任您好, 这两名学生是从圣魂村带过来的工读生, 麻烦你帮忙注册一下。 进入教务处后, 大师开口道, 依旧是一副高冷的神态。 又喂, 大师这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真是稀客啊, 要不做做。 苏主任明显很诧异, 不了, 我还有事先走。 将唐三和叶峰留下之后交代了一句, 便直径离开。 老师再见。 唐三对着挥了挥手, 唯一见大师离开的背影。 扑痴, 你叫他老师? 忽然教务处两名员工放声大笑。 怎么了? 不行吗? 不过小子, 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一个浑师只能拜一个老师, 你确定要拜大师为老师? 你可得想清楚了。 其中一人对着说道, 眼中丝毫不掩饰鄙夷的神色, 居然拜一个只会耍嘴皮子的人当老师。 真是稀奇。 若他不是院长的朋友, 估计早就被赶出去了。 一个五十岁还是二十九级大浑师的垃圾把了。 行了行了行了, 做你们的事, 不该说的话不要说。 就在这一刻, 那苏主任开口了。 很快信息填完, 毫无存在感的叶峰跟着唐三来到了寝室。 接下来是熟悉的打斗环节。 一样, 叶峰继续没有存在感, 就好像是一个天生的配角一般。 毕竟有谁会关注一个只拥有镰刀, 魂力只有两级的垃圾呢? 很快唐三胜了, 成功成为了寝室的老大。 谁是唐三? 就在这一刻, 外边一道声音响起。 是我。 唐三举起了手, 这是大师让我给你们送过来的被褥。 那一名老师将被褥拿了过来, 是一张大被子两个枕头。 这里是七舍吗? 那一名老师刚走, 外边一道听起来有些调皮的声音响起。 是一个身穿粉红色服饰的小姑娘, 五六岁这样子。 嗯嗯, 刚刚被打败的王胜点了点头, 眼中似乎有些好奇, 这个小姑娘到底是谁。 你们好, 我叫小五是你们的摄友, 多多照顾。 小五背着小包包走进了七舍, 一副欢快的姿态。 另一边的叶峰用力地将两个小床铺拼在了一起, 随后打开被褥再铺床。 虽说大师不收自己为徒, 但是给了这一张大被子过来, 意思非常的明显, 就是让他们两个人一起睡不慎。 不然, 干嘛给了两个枕头? 日久生情吗? 跟唐三睡在一起, 久了说不定会有点感情也不一定。 所以, 作为毫无存在感的男人, 他决定铺床铺献殷勤。 小五, 七舍怎么还来了个女孩子? 王胜一行人听到小五的介绍, 顿时有些纳闷道。 怎么, 女孩子不行吗? 小五那双眉眸微微一凝, 随后整个人猛的一甩, 碰, 只听到一声碰的重摔声, 让你看不起女孩子。 小五扬着小脑袋, 美好气地瞅了王胜一眼之后, 十分洒脱地朝着里边走去。 哎哟喂, 王胜整个人直接摔倒在了地上, 此刻正在吃痛惨叫。 你, 你怎么还打人呢? 唐三看到王胜倒在地上, 刚刚成为七舍老大的他, 自然要出头。 你又是哪位? 小五看着唐三那一双眉眸微微一眨, 这是我们七舍的老大。 王胜和一众摄友说道, 七舍的老大? 怎么? 难道你想帮他出头? 小五将那白嫩的小手放在自己那小下巴处, 略微带着几分别样的朝着唐三看去。 嗯嗯, 你打了七舍的摄友, 我虽然才上任不到三分钟, 但也要问个理不是, 谁都不能随便打人。 唐三开口说道, 上任三分钟, 小五那双眉眸更疑惑了。 在我们寝室, 只要谁能打得过现任寝室老大, 那么就能成为新的老大。 小五被摔了一下, 但此刻仍是对着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 那意思是我打败你, 然后就能成为新的寝室老大了。 小五来了兴致, 就这样两个人打了起来, 而另一边没有存在感, 就像是空气人一样的叶峰继续终于把被子铺好了, 并且还放上了两个人的枕头。 还别说, 对于他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 挪动两张床拼在一起, 简直要累死个人。 好在, 他完成了, 可以说成就感满满。 接下来应该就是跟天选之子睡在一张床上了吧。 想到这里, 叶峰摩拳擦掌, 满是期待。 第五章, 被暴打, 鼻青脸肿, 我输了。 另一边, 唐三输在了小五的手上, 王胜他们几个人一副匪夷所思的姿态, 这多少年没有来攻读生了。 然而今年一来就来了三个, 其中还有两个这么变态, 都是我先天满魂力, 甚至还会看上去像是魂技的技能, 简直不可置信。 以后我就是七射的老大, 你们乖乖叫我小五姐。 小五微微仰起小脑袋, 看上去有几分春风生意的姿态。 是, 小五姐。 王胜他们几个人都齐声喊道, 没办法, 技不如人。 虽然人家看上去小, 但是实力强啊。 这是个看实力不看年龄的世界。 谁强, 谁就是老大。 呃, 累了一天了, 我该睡哪里呢? 打完架, 成功当上七射的老大, 现在是时候找个地方放东西了。 小五姐你没带被褥? 只见到此刻王胜对着问道, 没有, 小五摇了摇头, 从某森林出来的, 他哪里会带这东西。 小五姐, 要不你去我那里睡吧, 我的床铺好。 王胜当即谢妹道, 不要, 我要在这里, 这一张床大。 小五一眼就看见了叶峰所在的床铺, 顿时走到旁边, 直接坐了下来。 啊, 请示所有人一惊, 包括叶峰。 他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都把床铺盖好了, 小五竟然走过来了, 而且还直接坐在了上边。 怎么不行吗? 我这个七射的老大, 再看中你这一张床了。 小五对着叶峰看去, 言语中带着几分强势。 没错, 他就是看中了叶峰铺好的大床铺, 在这张床上睡, 一定很舒服。 这, 可这张床不是我的呀。 叶峰哭笑不得, 早就听闻小五霸道,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居然霸道到这个程度, 直接过来霸占床位。 不是你的, 那是谁的? 小五美眸微微一宁, 多出几分疑问的神色, 是唐三的。 虽说这是一张双人床, 但大师主要是拿给唐三的, 所以, 归属权也在唐三那里。 所以他也不敢说, 这床是自己的。 只能说, 在正常情况下, 大师应该是默认他跟唐三一起。 毕竟一张双人被褥, 两个枕头, 如果只是给唐三, 一个枕头足矣。 小三? 这床是你的? 小五听到这一番话之后, 直接对着唐三的方向看去。 嗯嗯, 是刚刚老师让人送过来的。 唐三被突然叫到, 顿时有些发愣地点了点头。 还真是你的。 那我这个七瘦的老大, 现在要用这个床。 你有什么意见不? 小五对着唐三看去。 啊, 你一个女孩子, 这不合适吧? 而且他, 唐三朝着叶峰看了一眼。 两个枕头, 证明老师其实是想让自己跟叶峰睡。 虽说他唐三从小跟村里的那帮孩子关系不好, 但现在两个人一起来到诺丁学院上学, 也算是少有的老乡, 跟对方睡也还行。 他倒不是很介意。 可要是小五霸占了床位, 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就问你行不行? 小五十分强势地问道, 行是行, 但是他怎么办? 见到小五一副发飙的样子, 唐三弱弱地回答道, 你说行那就可以了, 他我来解决。 唐三说出这一句话, 小五露出了一道满意的笑容。 另一边叶峰猛了, 唐三居然答应了, 这有没有搞错? 要是真的让小五睡, 那他叶峰睡哪里? 而且这天气还有些冷, 没被子真的会冻死人的。 喂,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五朝着叶峰问道, 叶峰? 叶峰满是无奈地回答, 现在半路杀出个成咬精, 这算是怎么回事? 叶峰是吧, 既然这个床铺是小三的, 刚刚他也同意地让我睡, 但你叶峰比我快一步, 既然这样, 我小五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 那就以一场战斗决定胜负吧, 这样大家都公平。 小五说着, 就直接摆出了战斗的姿态, 啊这, 叶峰凌乱了, 你他妈先天满魂力, 十万年魂兽, 叶峰决定胜负, 这确定不是在开国际玩笑, 这就好比一个数学博士 跟一个一年级的小学生说, 为了公平点, 我们就用高数来决定胜负, 这不是扯淡吗? 叶峰卑微的目光朝着唐三的方向看去, 希望唐三能出手制止一下, 其实他知道, 唐三是有能力打败小五的, 只不过刚刚对方没有施展出权力而已, 然而叶峰发现, 唐三扭了扭头朝着窗外看去, 那动作似乎像是无意间在欣赏风景, 但这动作对叶峰这个两世为人的穿越者来说, 实在是太明显了, 对方就是在袖手旁观, 这下他绝望了, 至少帮忙一下自己这个同乡嘛, 好歹也是跟老杰克一起过来的人, 怎么? 你不敢出手, 你不敢出手的话, 这床另一半就是我的了, 可别说我欺负你, 小五看着叶峰, 与其带着几分别样语强势, 好, 打就打, 还说什么可别说我欺负你, 这摆明了就是在欺负他叶峰, 可没办法呀, 若果被人欺, 人若更是被人欺负到, 连话都说不出, 叶峰紧咬牙关, 顿时提起拳头, 就对着小五的方向攻击了过去, 砰, 哐荡, 不得不说, 小五下手实在是太重, 不到三十秒, 叶峰整个鼻青脸肿, 也是, 两级的叶峰就一把镰刀, 怎么能跟十万年魂兽, 重生的先天满魂力小五相比呢? 唐三上一世就是在宗门之中, 有玄天功, 而他叶峰上一世在地球上就是个普通人, 双方根本没有任何可比性, 这一场战斗从开局就已经注定, 你说了, 这张床铺的另一半是我的了, 小五扬起了一道欢快的笑容, 然而他不知道, 自己这快乐是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如果是小五没有床, 那么寝室几乎九十九,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会给床铺给他, 毕竟寝室第一个女孩子, 而且实力还这么强, 但他叶峰可没这个待遇, 毕竟谁会看得起一个魂力只有两集, 五魂是一把镰刀的废物呢, 果然没有一个人说话, 大家都十分冷漠, 只见这时叶峰那略带几分苦涩的目光朝着唐三看去, 第六章, 拜大师, 赶出阁楼, 唐三微微扭了扭头, 依旧朝着窗外看去, 似乎这寝室里所有的纷争都跟他无关, 毕竟现在叶峰自己输了, 跟他唐三有什么关系呢, 就由他自己去吧, 哎, 叶峰叹息了一声, 十分没落地走出了寝室, 没有想到两世为人竟然还是这么惨, 再去找找大师吧, 没有系统前妻拜大师靠着对方接触高一点的人, 或许以后还能发育起来, 叶峰如此想到, 在他离开之后, 寝室正常运转, 小五躺在适材他废老大镜挪的两张床, 铺好的床铺上十分舒适地在翻滚, 而唐三则是回到了床铺之处, 坐了下来, 脑海中想着刚刚与小五战斗的场面, 王胜他们则是在寝室里继续地恭维小五和唐三, 就好像生命里就剩下这两人了一样, 他叶峰依旧毫无存在感, 诺丁初级学院, 大师的阁楼在教师楼顶楼, 叶峰已经铁了心, 今天一定要拜到大师, 说实话, 要是有系统他也不屑于拜玉小刚, 但现在没系统他能怎么办, 搞不好今晚就得被冻死,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愿意借被褥给他, 跟摄友蹭住, 看着今天的模样估计也不可能, 日落, 大师位于顶楼的阁楼, 不要问他为什么不吃饭, 因为没钱, 在圣魂村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可怜的孤儿, 所以去哪里有钱呢? 在公读生工资没下来之前, 只能看着过, 咚咚, 叶峰在门口调整了一下心态, 随后对着大师所住的阁楼敲了一下门, 进来, 里边传来一道十分冷淡的声音, 怎么是你? 进门是一间书房, 一名身穿黑衣服的男子微微抬起头, 看到叶峰他那目光显得更冷了数分, 老师, 叶峰还没说完, 大师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他还以为是唐三呢? 没有想到, 只是那魂力两极, 只有镰刀武魂的叶峰, 像个狗皮膏药一样, 真是厌恶, 可是老师, 我真的真的很想跟您学习理论, 你的那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 我也有学习到, 并且了解一些, 叶峰豁出去了, 要是对方考他, 他就把前世的一些记忆搬出来, 就玉小刚整的这个缝合版的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 他还是知晓一二的, 这样应该就能顺利过关了, 成为大师的徒弟肯定不会被饿死了吧, 冻死应该也不存在, 人嘛, 先解决最基本的需求, 吃饭, 暖暖地睡个觉, 毕竟诺丁城的气候要稍微冷一些, 呵, 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 你学习道, 了解一下先, 真是不知廉耻, 那是我大半生的心血, 别学了一两个词汇, 就过来糊弄人, 玉小刚听到叶峰说出这样的话, 顿时笑了, 为了让自己收他为徒, 真是花样百出, 只可惜他与小刚这么容易忽悠的吗? 这, 叶峰猛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大师会以这样的方式回答他, 可能是我白天拒绝得不够彻底, 让你心生希望, 现在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吧, 一个初始魂力只有两级的废物, 更有一个号称废品及武魂的镰刀, 没有资格败在我的门下, 大师的表情阴朗, 可是我可以努力学, 努力, 唐三先填满魂力, 未来努努力就可以达到封号斗罗, 你呢? 你魂力两极, 又是一把破镰刀, 未来绝对突破不了三十极, 这东西努力有用吗? 你天生就跟我们不是一路人, 依旧是叶峰还没说完话, 大师直接给打断, 并且语气严厉, 没给他留一点脸, 叶峰听到后整个人都不好了, 他低沉着脑袋, 心中有些话想对着大师喷, 但奈何自己太过于弱小, 话硬生生卡在了喉咙, 大师我真的没有机会了, 叶峰把所有的委屈藏在心里, 抬头对着大师问道, 我说过, 我们不是一路人, 你也没有资格让我与小刚收你为徒, 滚出去吧, 还有帮我带一句话, 明天让唐三早上去学校门口驿站的 一辆黄色头顶的马车下等我, 我要带他去找魂环, 大师冷不丁地看着叶峰, 随后命令式地让他带话, 去找魂环? 大师, 我能跟着去见识一下吗? 叶峰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双眼放光, 据说系统会在宿主危险的时候出现, 正好可以去试试, 万一觉醒系统了呢? 你不用去, 带话给唐三就行, 大师在看着书连眼都没有抬起来看叶峰, 只剩下冰冷无比的语气, 大师, 要不您收我为一个门外寄明弟子也可以啊, 您出去这段时间, 我可以给你打扫书房, 做各种杂活, 叶峰强称着假笑对着大师问道, 卑微, 这辈子都没有想过自己居然会这么卑微, 但在这个世界, 没有靠山, 你不卑微, 怎么起来? 如果可以, 谁愿意卑微, 滚出去, 然而叶峰万万没有想到, 下一秒迎接他的是一本尖锐的书, 大师直接把手中那一本正在看着的书朝着仅有六岁多的叶峰砸了过去, 啊, 正好砸在了他的脑袋上, 一下子叶峰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撕裂痛感, 立马滚出我的地方, 就凭你, 这辈子都没有资格成为我玉小刚的徒弟, 大师冰冷地拍桌吼道, 笑话, 真是笑话, 他与小刚好歹也是曾经的蓝殿霸王龙家族少主, 会受一个魂力只有两级的废物当徒弟, 简直玷污他们高贵的蓝殿霸王龙一脉, 再者, 人家唐三是先天满魂力双生武魂, 对方能帮自己践行武魂十大核心竞争力, 这叶峰能干什么? 打杂? 他不需要打杂的人, 本来给他进这个阁楼已经算是给对方面子了, 然而他竟一而再再而三不知好歹, 而此时的叶峰狂奔冲出了阁楼, 他被吓到了, 刚到楼下, 他摸了摸脑袋已经肿起了一个超大的疙瘩, 这玉小刚下手真狠, 要是对准眉心或者再来一下, 估摸着今天自己就交代在那里了, 果然, 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才能收到这个世界的善意, 不然只有满满的恶意, 就像现在的玉小刚, 你给老子记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默契少年穷, 第七章, 出发, 猎魂森林, 打枝, 叶峰抱着受伤的脑袋, 推开寝室的门, 唐三, 叶峰来到唐三和小五坐着的那张, 原本自己辛苦拼凑在一起的双人床前, 寝室在这一刻也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就安静了下来, 叶峰难道你还不服? 小五以为叶峰要重新过来跟他打, 顿时警觉了起来, 如果他要再打一架, 他绝对奉陪, 没, 我有话跟唐三说, 叶峰那一双眸子朝着唐三看去, 虽然大师伤了, 他但谁叫自己是个小人物, 有些事不能也不敢做绝, 既然刚刚答应了, 带话给唐三, 他那现在就把话带到, 如果你是为了床铺的事情, 那就免了吧, 这张床也挤不下三个人, 而且, 刚刚你也输了, 唐三冷淡地对着叶峰说道, 虽说是同乡, 但他可没心思管那么多闲事, 玄天保路约, 不属于自己的闲事不要管, 以免惹祸上身, 不是这个事, 是大师叫你明天一早到校门口那辆黄色的马车里等他, 他带你去找第一魂环, 叶峰对着说道, 他以仁至义尽, 什么, 大师要带唐三去找魂环, 王胜他们几人一副非常正差的姿态, 这也太好了吧, 他们来诺丁初级学院这么多年, 现在都还没得到第一魂环, 羡慕, 实在是羡慕, 叶峰你去哪, 说完这句话, 叶峰扭头离开了, 毕竟这个寝室也没有他的空间, 留在这里只是个笑话罢了, 然而此刻的唐三竟然莫名感觉到了一股愧疚感, 原来他是跟自己说这事, 如果他没有猜错的话, 对方应该是去找了老师, 大概率再度败事, 很显然对方头上的包证实了老师应该没收下对方, 并且还让对方带了话, 正常情况下没达到目的, 甚至还被伤害了身体, 应该不会把这话带到才对, 但他做了, 试财自己倒是有些以小人之心夺, 君子之腹, 误会他是为了床铺的事来, 可他现在又要去哪儿? 去我该去的地方, 叶峰回答道, 随后离开了寝室, 夜晚的校园很热闹, 但这一份热闹与他无关, 因为他现在要做的事, 怎么保证自己不被冻死, 要是自己这个穿越者, 还想这具身体一样活生生被冻死, 那就乐大发了, 可寝室肯定是不可能回去了, 去天台? 那更冷, 门口驿站? 黄色马车? 忽然叶峰脑中一道灵光闪过, 对啊, 他为什么不能躲进马车里? 正好他也想去森林, 如果有系统的话, 保不好还能激活, 想到这里, 叶峰来到了校门口的驿站, 那里正好有一个黄色的马车轿子, 天色刚黑, 看管的人不在, 估计去吃饭了, 天时地利, 叶峰直接钻了进去, 这马车很大也很奢华, 前面是坐人的地方, 后边还有一个小杂物件, 而且十分的暖和, 并且叶峰还发现, 有吃的, 今天晚饭他可没吃, 现在一直饿着呢, 这吃的简直就是救命的福星, 不管他三七二十一, 叶峰直接吃了起来, 吃完了之后, 饱饱地睡了个觉,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叶峰感觉马车再动, 一路一路, 摇摇晃晃, 作为老师, 我送你一个见面礼, 谢谢老师, 那我就叫他二十四桥明月夜吧, 车辆行驶, 叶峰隐隐约约听到了一些对话, 扑通, 忽然马车里传来一道异响, 是谁, 停车, 刹那于小刚直接叫停了马车, 这位老师怎么了, 面前赶车的车夫一脸猛逼地对着问道, 简直莫名其妙, 这发生了什么, 好端端叫停这个车子干什么, 这个车里可还有其他人, 大师对着问道, 没有了, 这车里就你们两个, 还有后边厨房里, 按照老师您说的, 给你准备的一些物资, 除此之外, 就什么都没有了, 车夫对着回答道, 我刚刚听到, 有什么东西倒在车里的声音, 玉小刚说道, 这没有吧, 这那里有什么声音, 估计是刚刚过陡峭的路, 然后储物箱的东西倒下来了吧, 车夫说道, 这车里确实感觉不太对劲, 后边应该藏着一个人, 就在这时, 唐三开口了, 毕竟也是重生者, 这个车子一共是两节, 前边这一节比较大, 是如同正常马车一样, 属于人坐的地方, 而他们背靠的位置, 是一块木板墙, 木板墙的后边是储物箱, 那个箱子, 只能从马车的最后边打开, 刚刚他就察觉到了, 有些不太对劲, 里边似乎有什么人, 或者什么动物之类的, 但他以为是老师准备的, 所以也就没说什么, 啊, 有人, 不可能吧, 车夫一脸不可置信, 甚至觉得有些莫名其妙, 你打开看看, 玉小刚说道, 就这样在玉小刚的要求之下, 车夫十分无奈地打开了车子, 储物后门, 然而当他打开之后, 面前的一幕傻眼了, 这里边居然有一个小孩子, 而且很多吃的, 居然都被对方打开给吃完了, 你, 你, 你是谁, 车夫几眼了, 他明明锁上了门, 怎么还有个人呢, 叶峰, 大师和唐三两人目光有些别样, 特别是大师, 别样到充满寒意, 甚至可以说是在憋着怒火, 嘿嘿, 叶峰有些尴尬地招了招手, 没想到一觉醒来, 居然都出发这么远了, 不过昨晚吃的真的是饱啊, 好像来到这边之后, 第一次吃的这么饱, 你怎么会在这里, 大师面如冰霜, 直勾勾地盯着叶峰, 昨晚没地方睡, 就睡这里了, 叶峰回答道, 满口胡言, 还有擅自离开学校, 你可知道是会被开除的, 大师与气再度冰冷了一个度, 捣乱也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躲在车里吃他准备的物资, 还吃了一半, 至于没地方睡, 他与小刚会信, 昨天他给的是一个双人被子双人枕头, 目的就是给这个叶峰和唐三一起睡的, 现在这怎么可能会没有地方睡呢, 明显是叶峰想跟他去猎魂森林, 故意这么做的, 简直无法无天, 改人回到学校, 他一定要上报, 把这个叶峰给开除了, 第八仗, 总有一天我要踩着玉某的脑袋, 大师我真的没有说谎, 就是没有地方睡才睡到, 大师直接打断了叶峰的话, 他现在不想听, 一句都不想, 行了, 我不想听, 车夫在一旁全程围观, 原来你们认识, 只见到此刻他整个人别样的姿态对着问道, 甚至看着对方的表情还有一点庆幸,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双方不认识, 这个人是贼的话, 今天这车里面的损失就要他一个人全部承担了, 因为这些东西是大师昨晚点名要的, 现在看来应当不用了, 毕竟是他们自己人, 哼, 前边猎魂森林附近小镇停一下, 我们要采购物资, 大师语气冰冷, 现在他真的很上火, 小三这么优秀, 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同乡呢, 要不是看在唐三的面子上, 现在他真的想直接把这小子丢在这里, 让他自生自灭, 好脸, 车夫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人十分兴奋, 刚刚他只是觉得物资可以不用赔了, 现在对方亲自开口证实了物资不用赔, 这自然令他心花怒放, 晃荡荡荡, 马车又再度启动了, 与之前不同的是, 叶峰呆的位置不再是后车货乡, 而是跟大师与唐三在客座, 只不过与先前自在相比, 现在的他感觉就像是被人掐了脖子一样, 呼吸困难, 为什么呢, 众所周知大师在修炼方面不行, 但是在骂人方面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泼妇, 这一路下来足足骂了他两个小时, 他能怎么办, 只能当孙子, 对方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甚至说什么回到学校开除自己, 那他也没有办法, 毕竟这种事情他也左右不了, 说吧, 骂吧, 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至于唐三则是很淡定, 就好像这个车厢里没有叶峰与大师一样, 安安静静地看着外边的风景, 到了小镇, 在大师的带领下, 唐三和叶峰被一起带去采购物资, 自然最后这些物资全都是叶峰来背, 没错, 全都是, 大师与唐三两人两手空空, 就好像是来逛街的一样, 叶峰累得满头是汗, 但咬咬牙坚持了下来, 或许穿越者里边就自己是最惨的了吧, 竟然混到了这个地步, 希望这一次去猎魂森林里边能有意外的收获, 如果能觉醒系统那就更好了, 回到车上, 唐三和大师早就坐在了那舒服的座位里, 只有叶峰晚了大约十分钟左右才到, 因为他背了太多的东西, 并且还要将这些东西装车, 怎么这么慢, 叶峰上车大师冷冰冰地问道, 大师, 那些货物足足有三十多斤呢, 叶峰感觉自己身子都要垮了, 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背三十斤的物资走好几公里路, 这是人干的事情, 他又不是一个成年人, 啊, 昨晚你怎么吃的就怎么补回来, 而且到时候回到学院, 我不会让你走得这么快, 先把你以公读生名义挣的钱交过来之后, 我再开除你, 大师不是在开玩笑, 他这是在说真话, 只不过今天行走了三四个小时之后, 才发现对方, 要不然, 只要低于两个小时, 他就直接把对方赶下车, 让他自己走回去, 他说到做到, 二, 叶峰有些尴尬的耸了耸肩, 反正现在自己是砧板上的鱼肉没人权, 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自己先走一步算一步, 行了, 我们现在去猎魂森林, 到时候, 这所有的物资还是你来呗, 大师看着叶峰, 老师, 不是说要装在这二十四桥明月夜里, 另一边, 唐三有些疑惑地问道, 而叶峰也有点傻眼, 那么多白萝卜, 还有一些吃的东西, 足足三十斤物资, 自己背, 他莫名有十万个草泥马, 在玉小刚的头顶奔腾, 不用, 既然他愿意跟我们来, 那就不必放在二十四桥明月夜里, 直接给他背就行, 大师淡淡地说道, 板着脸就像是僵尸一般, 呃, 此时的唐三不好多说些什么话, 那就随意了吧, 反正现在是自己老是占据主导,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些东西的话, 估计自己老是也不会那么生气, 很快车辆颠簸, 两个小时之后到了猎魂森林, 大师和唐三俩人悠哉悠哉地走着, 而此时的叶峰就如同一只骆驼, 肩上扛满物品, 整个人都是拱着背走的, 唐三偶尔会回头看一眼叶峰, 那小身板一步步艰难地在行走, 他倒是觉得对方有些可怜, 至于大师, 一路上都没有看过叶峰一眼, 在他眼里, 叶峰根本不值得去同情, 快点跟上, 走路那么慢, 没吃饭啊, 忽然大师朝着后边的叶峰吼道, 那是真的在吼人, 不给一丁点面子, 老师, 要不我们休息一下吧, 又走了三十分钟, 后边的叶峰越来越慢, 虽说同村的小孩子跟他没有任何关系, 但背了这么多东西, 还走了三个小时的路, 实在是有些难为他了, 说实话, 就连唐三自己都有一些疲惫, 啊, 我知道你是有些可怜他, 但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不用理他, 让他背着, 大师没有理会, 依旧走在前方, 后边的叶峰咬咬牙, 加快了速度, 同时心中也问候了玉某十八代祖宗一百八十遍, 要是现在系统能觉醒的话, 那该多好, 喂, 系统, 要死人了, 你在哪里, 叶峰上气不接下气, 用着激进枯竭的声音喊道, 然而没有人回答, 没错, 鸭雀无声, 碰, 叶峰真的累了, 他背不动了, 这连续走了三个小时, 他背上背了大概三十斤的东西, 他心理年龄确实很成熟, 并且也活了两世, 但他现在是六七岁的孩子, 这么幼小的身体哪里能背这么多东西, 走这么远, 要不是为了系统, 他根本不可能咬牙坚持到现在, 他现在真的真的好想骂鱼小刚一顿, 踩着对方的脑袋大喊敲理骂, 然后隔着歇斯底里一声,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当年你瞧不起劳资, 这么欺负劳资, 劳资现在让你高攀不起, 甚至虐死你, 第九章, 谁要你一个二十多级的垃圾庇护, 然而这些都是在做梦, 根本不可能, 因为系统没有, 他都不知道系统在哪里, 怎么叫对方也不应他, 叶峰, 你在干什么, 叶峰才刚刚停下, 百米开外的玉小刚当即冲了过来, 那速度比苏炳天还要快, 而且对方那老脸, 轻得跟那埋了千年的青铜一样, 大师, 真的好累啊, 再这么下去, 我就要受不了了, 叶峰坐在地上, 整个人的双腿在不受控制的抽搐着, 太累了, 承受了这个年龄不该承受的痛苦与劳累, 如果是真正的六七岁孩子, 此刻估计直接丢东西跑路了吧, 也就他叶峰两世为人, 硬是吃苦耐劳给扛了下来, 老师, 正好我也累了, 要不我们真的先休息一下吧, 只见到此刻的唐三开口道, 说实话在之前的时候, 他完全是看不起叶峰的, 甚至不愿意搭理村里的这帮孩子, 可就刚刚, 对方竟然扛着三十斤的东西, 走了这么远的路, 整整在森林里走了三个小时啊, 换做他都有些够呛, 真是不知道这小子怎么坚持下来的, 啊, 没必要, 你累了, 我们走慢点就是了, 但是他不能停下, 既然你跟过来, 要我御小刚给你庇护, 那你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御小刚对着叶峰说道, 直接不给一点面子, 那眼神也像是要吃人一样, 那, 那我休息两分钟就出发行吗? 叶峰对着问道, 他本来想说, 那我走, 就你这夜, 还不想呆了呢? 谁要你一个二十多级的垃圾庇护? 但理智告诉叶峰他不能这么说, 因为自己一旦这么说的话, 那就完蛋了, 真走, 你能走去哪里? 现在, 他就是一个六七岁的孩子, 一旦自己独自出发, 到时候随便一只野狼都能把他给吃了, 更别说遇到浑兽, 不要觉得他威严耸听, 事实就是这样, 所以他忍辱负重, 他想咬咬牙坚持下来, 希望系统能觉醒, 不行,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你先往前面走, 御小刚对着叶峰命令道, 一分钟, 大师, 就一分钟, 叶峰伸出一根手指, 一脸祈求的姿态对着说道, 一分钟, 那好啊, 我就给你一分钟, 大师直接一脚踹在了叶峰的身上, 太累的叶峰根本没有力气躲开, 直接摔倒, 刹那那些白萝卜, 还有各种物资掉落了一地, 你, 叶峰做梦都没有想到, 大师居然会这么对待他, 哼, 你不是要一分钟吗, 我现在给你了, 要是我回头看到有一根萝卜或者东西掉在地上, 我就要你双倍赔, 而且, 就一个山村里的野孩子, 还想跟他玩心眼, 这一次, 太玉小刚就单纯地往死里虐死他, 让这小子知道, 什么叫忤逆太玉小刚的错, 拜师, 就这样, 还想成为我玉小刚的徒弟, 打杂, 打杂都不要你, 既然强行跟来, 那就怪不得他心狠手了, 老师, 我们要去找什么魂环啊, 一旁唐三开口问道, 对于叶峰的事情, 他也爱莫能助, 因为他也不能左右自己老师不是, 再者, 老师这么做, 也应该有自己的道理, 为了个人恩怨种种, 估计是老师看中了叶峰, 想要通过这种方式, 考验对方也不一定, 魂环吗? 魂环的话, 就要找合适你的, 只看到此刻大师, 搬出了自己那一套所谓的理论, 一副云里雾里的姿态, 唐三在旁边听得似懂非懂, 哎, 另一边, 捡完掉落在地上的萝卜, 还有一些其他物资, 叶峰满怀着无奈出发了, 没有实力, 去哪里有人权呢? 等自己翻身之后, 今天受的罪, 他一定要狠狠地报复回来, 他叶峰发誓, 这颗竹子其实挺适合你的, 坚韧, 你的兰茵草也应该朝着坚韧等方向发展, 按照大师的话,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叶峰此刻被迫走在了前面, 至于大师和唐三, 其实两人都走得有些累了, 足足休息了十分钟之后才出发, 路上大师对着唐三介绍道, 那我现在是要斩杀这一株竹子吗? 听到大师的话, 唐三有些疑惑地问道, 不用, 都不到百年, 我希望你的第一魂环是百年的魂环, 如果我们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 那就再回来找这一株竹子吧, 大师对着唐三说道, 哦, 唐三点了点头, 反正对于这些东西他也不懂, 一切就看自己老师吧, 对方怎么说, 那就怎么说, 他一切都听对方的, 走吧, 大师招呼着唐三, 嗯嗯, 也不知道叶峰走到哪里了, 我们赶紧跟上去吧, 唐三点了点头, 之前是叶峰落后于他们, 结果现在休息之后, 他们都找不到对方的影子了, 反正我给了他地图, 要是走错了, 到时候追上再骂他一顿就是, 一个六七岁的人, 连这地图都看错要来有何用, 玉小刚淡淡地说道,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骂叶峰在他看来, 似乎变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前辈叶峰腰已经压弯, 汗如雨下, 甚至还有一点头晕, 傍晚的森林, 十分的闷热, 路上, 他再度问候了玉某十八代祖宗, 无他, 因为这是他唯一的发泄方式, 你叫他跑到玉小刚面前去骂, 理智告诉他不能这么刚, 这样会死得很惨, 但就这么硬生生把他叶峰荡成了牲口, 要是再没有地方发泄, 他就给憋死了, 咦, 这什么声音, 忽然, 叶峰听到了一道沙沙沙的声音, 并且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很难闻的气味, 有一点腥臭, 风在微微吹动, 叶峰莫名察觉到了一股心慌的感觉, 就好像是有什么物体在向他靠近, 该, 该不会是黑色曼陀罗蛇吧, 忽然叶峰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事, 唐三这个天命之子来到森林之后, 会有一条曼陀罗蛇跑过来送快递, 自己运气应该没这么好吧, 运气要真的这么好, 系统为什么还没有来敲门, 叶峰壮起胆子往前走了一步, 忽然, 远处的草丛里立起了一个黑色的脑袋, 第十章, 狠心歹毒的大师, 杀人了, 卧槽, 曼陀罗蛇, 当看到那黑色的脑袋, 冰凉的眼神那一刹那, 叶峰感觉浑身的汗毛, 直接竖了起来, 死死, 黑色的脑袋, 冰凉的眼神, 鲜红色的蛇性子, 对方就好像是锁定了猎物一般, 敲李妈, 救命啊, 叶峰转头, 直接把那些什么白萝卜, 直接给丢了, 连命都没有了, 你要这些白萝卜干什么, 难道成以后坟头中萝卜, 又大又肥, 锁定了猎物黑色曼陀罗蛇, 自然不会这么轻易的让叶峰跑掉, 当即扭动身子追了上去, 那速度极快, 简直就像是一只飞窜出去的利剑, 叶峰几乎把吃奶的劲儿给用了出来, 刚刚完全疲惫的身体, 仿佛回光反照一般爆发出无限潜能, 这会儿要是给他跑校运会赛场上, 估计要成最亮的仔, 但这要是落下了, 估计要直接成为曼陀罗蛇盘中餐, 他还这么年轻, 可不想死, 就这样, 他一边喊着救命, 一边朝着唐三与大师的方向跑, 自己是肯定不可能解决得了这一只曼陀罗蛇的, 但大师和唐三肯定可以, 先找他们, 保命再说, 救命, 唐三隐约听到前方有人在喊救命, 顿时满脸警觉, 救命, 什么救命, 大师有些发猛, 老师, 前面好像有人在喊救命, 而且这声音似乎听起来像是叶峰的, 唐三如实对着回答道, 叶峰, 这小子肯定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我都不想搭理他, 大师听到叶峰这两个字顿时一脸厌恶, 叶峰一个人还在前方焦急等待着, 等待着大师他们回来救他, 老师, 你说他该不会是遇到危险了吧, 我听着那声音很急错, 而且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过来, 唐三十分认真的说道, 你呀, 还是太年轻了, 老师带你来的地方是猎魂森林外围区域, 基本上连百年的魂兽都是稀罕物种, 我估摸着他应该是刚刚太累了, 想休息, 但我又没有给对方休息, 这会儿故意再演戏吧, 大师淡淡一笑说道, 脸上带着绝无仅有的自信, 就好像一切他都了如指掌, 运筹帷幄, 哦, 老师都这么解释了, 他自己也不会深究什么, 毕竟老师有他的想法, 所以, 一会儿你就看我的吧, 但凡在我这里跟我玉小刚玩把戏的, 我都会拆穿他到体无完肤, 玉小刚那自信的笑容又提升了数分, 老师您快看, 唐三指着远处狂奔过来的叶峰, 啊, 演戏还演得这么真实, 真是越来越会糊弄人了, 大师冷冷一笑, 那老师我们应该怎么办, 唐三对着大师问道, 这种事你不用管, 看我拆穿他就行, 大师挡在唐三的面前, 那冰冷的笑容更甚了几分, 大师, 救命啊, 终于, 叶峰看到了大师他们, 整个人瞬间激动得不行, 终于有救了, 特别是大师直接站在了唐三的面前, 与他正对面, 仿佛像是在欢迎他加入队伍一样, 一瞬间不知道为什么, 叶峰感觉大师好像也没有那么可恶, 至少在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 还会挺身而出不是, 然而下一秒, 叶峰看到大师忽然抬起了脚, 紧接着他猛地感觉自己往前的身体向后一样, 整个人身子不受控制地朝着的后边飞去, 是大师朝着正冲过来的他踹了一脚, 哼, 就你这点小伎俩, 我玉小刚还看不出来吗? 白萝卜呢? 东西呢? 什么都没拿, 就敢跑过来糊弄我? 玉小刚一脚踹飞了叶峰, 那一双眼眸子就好像是看破了一切一般, 不, 老师, 也就是在大师脚踹冲过来的叶峰那一刹那, 唐三发现了后边的一个黑色影子, 好像是一条蛇, 头为三角形, 一看就是剧毒, 要是老师踹飞叶峰, 原本在做加速度的叶峰一旦停下, 并且后退了的话, 那一条追着他的蛇就会正好咬到他, 这非常的危险, 然而一切都迟了, 老师就好像是没有发现那一条蛇一样, 把叶峰送入蛇口, 怎么了, 小三, 肯定是他为了偷懒装的, 我压根就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在追他, 至于会不会死, 你也放心, 我把空的尺度呢, 大师转头过来笑眯眯的对着唐三说道, 玉小刚, 我日你仙人板板, 扑通, 叶峰重重的摔在了地上, 后边的黑色曼陀罗蛇距离叶峰最多也就只有三米, 跑, 跑不掉了, 人的速度再快跟蛇相比, 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 叶峰, 你好大的胆, 听到叶峰在咒骂自己, 玉小刚当即转头过去, 打算狠狠地教训一下这小子, 简直是了雄心抱子胆, 居然敢直呼自己大名, 甚至还说出那么误会的话, 然而当他刚转头, 下一秒整个人身子猛颤, 叶峰背后的丛林钻出一条黑色的长蛇, 他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朝着叶峰手臂咬了一口, 并且还补了一口大腿, 这, 曼陀罗蛇, 大师这下彻底的慌了, 他刚刚以为叶峰是在骗他的, 根本不可能有什么东西在追他, 结果现在是一条这么大的蛇, 而且是一条剧毒的曼陀罗蛇, 被这蛇咬一口, 哪里还有命, 老师, 唐三当即冲了上来, 这么大的一条蛇, 他也是第一次看到, 别来, 快, 后退, 这是一条几百年的黑色曼陀罗蛇, 大师当即拉住了唐三, 那他怎么办, 叶峰现在已经被咬了两口, 伤口此刻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 而叶峰此时也感觉自己十分的难受, 整个人就像是溺水一样, 一点力气都没有, 说真的,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最后居然是被玉小刚给亲手害死的, 现在估计也只有天命之子唐三能救自己了, 毕竟前世买是唐门中人, 最善用的就是毒, 不用管, 要怪就怪他运气不好, 刚刚我仔细研究了一下, 这至少是一条四百年的黑色曼陀罗蛇, 哪怕是我实战权力都没有办法与之匹敌, 先走, 回头再过来给他收尸, 玉小刚似乎忘记了叶峰原本可以跑的掉, 结果被他亲手推入蛇口, 此刻直接冷酷无情地说道, 第十一章, 怒气之暴表, 系统觉醒, 不用管, 回头过来收尸, 唐三震惊了, 另一边的叶峰也是一副非常震惊的姿态, 这玉小刚是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 现在曼陀罗蛇正缠着他, 我们过去的话, 你有把握能救下这个人, 要怪就怪他自己不小心把曼陀罗蛇引过来, 大师对着唐三说道, 这, 唐三那一双眼眸略微有些迟疑, 如果他要是去救的话, 估计能有一定把握救出来, 但这样无疑会暴露自己, 而且这个叶峰虽然跟他是同乡, 但实际上小时候他们没有一丁点交集, 为了救下对方暴露自己, 这显然不划算, 算了, 就听老实的吧, 唐三那一双眸子逐渐明了, 走, 快走, 玉小刚拉着唐三, 嗯嗯, 想清楚的唐三点了点头, 你, 你们, 看着玉小刚和唐三两个人逐渐离开的身影, 叶峰彻底的傻眼了, 心中十万个草泥马顺势在奔腾, 果然, 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玉小刚直接拿自己当诱饵, 然后带着唐三跑路了, 嘶嘶, 一旁的黑色曼陀罗蛇伸了伸舌头, 随后高高竖起身子朝着远处看去, 咻, 曼陀罗蛇的速度很快, 直接冲了上去, 目标就是逃跑的大师和唐三, 一顿饭了三顿饭他还是分得清楚的, 既然碰到了, 那就全都留下来吧, 妈的, 咬死于小刚这个混蛋, 看着黑色曼陀罗蛇冲出去, 叶峰紧咬着牙关说道, 随后他慢慢地瘫倒在了地上, 意识也逐渐模糊了起来, 另一边, 小三, 小心这个黑色曼陀罗蛇追上来了, 大师对着唐三喊道, 而后指挥着自己那罗三炮, 对着曼陀罗蛇进行攻击, 当然, 就他那只会放屁的罗三炮, 又怎么能阻挡曼陀罗蛇呢? 三个屁放完, 大师潜驴即穷, 就在他感叹自己一生就要在这里凉凉的时候, 唐三一个意外, 居然不小心刺中了曼陀罗蛇的七寸, 就这样, 曼陀罗蛇死了, 大师深深地呼出一口, 一副劫后余生的姿态, 老师, 我们要不要过去看看叶峰? 杀了蛇之后, 唐三对着问道, 不用理他, 你吸收魂环要紧, 大师说道, 叶峰什么的, 哪有他徒弟唐三吸收魂环重要? 好, 唐三盘膝坐下, 紧接着按照刚刚大师教的方法, 就开始吸收魂环了起来, 而这期间, 大师曾去看过一眼叶峰, 发现叶峰手脚直接变成了黑色, 顿时微微摇了摇头, 回到了唐三吸收魂环的地方, 而那时候的叶峰, 其实是还有最后一点点意识的, 他看到大师过来, 还以为自己有救了, 结果没有想到, 对方就看了一眼, 直接离开, 顿时他怒气直爆表, 为自己感到前所未有的可惜, 为什么他就脑抽到去舔大师? 去舔唐三? 要不是大师那一脚, 他根本不会死在曼陀罗手中, 这该死的玉小刚, 是怎么这么一副责任在他叶峰的姿态? 道貌盎然的混蛋, 下意识自己一定要活聪明一点, 这是叶峰上还有意识的最后一个念头, 叮! 恭喜宿主怒气达到灵界值, 成功激活系统, 然而就在叶峰的脑海中传来了一道机械声音, 嗯? 系统? 我这是在做梦吗? 身体已经不能动弹, 仅有一点意识的叶峰有些不可置信, 他觉醒了系统, 不可能吧? 这也就证明自己能活下来了, 叶! 宿主激活大礼包, 请立即领取, 很快, 那一道机械的声音再度出现在了他的脑海, 另一边唐三已经成功融合了魂环, 哈哈, 不愧是我玉小刚的徒弟, 这第一魂环更好在承受范围内, 玉小刚看着唐三醒了过来, 并且成功融合了五魂, 顿时整个人十分兴奋, 眼前的唐三成功地践行了他的理论, 而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个理论践行者, 非唐三莫属, 那帮当初看不起我玉小刚的人, 现在我就用我清传弟子, 向你们证明五魂理论的伟大, 玉小刚内心在咆哮, 嗯嗯, 正好是在承受范围内, 要是再多一些时日, 估计就承受不了了, 唐三点了点头, 融合了第一魂环之后, 他现在感觉自己浑身充满了力量, 那是, 我的五魂十大核心竞争力可不是瞎写的, 那是, 我经过许多次论证之后提出来的方法论, 可以说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行了, 我们先来回学校吧, 听到唐三的话, 大师先自己夸赞了自己一顿, 随后就准备启程回学校, 啊, 我们就这样回去了吗? 唐三有些诧异地看着大师, 之前说要为叶峰收尸, 现在似乎也没有看到对方失守不适, 放心吧, 刚刚老师已经趁着你修炼, 把叶峰给埋了, 现在我们安然回去便可, 你也好好修炼, 不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出去找魂环嘛, 那有可能不出现伤亡吧, 学校那边我去解决就行, 玉小刚当然知道唐三想问的是什么, 定然是叶峰, 只可惜刚刚自己去曼陀罗蛇之前, 攻击对方的地方看了一眼, 那小子浑身漆黑, 毒素已经抵达心脏, 早成一具尸体, 对于一具已经凉透的尸体, 这会儿就没有必要真过去为他收尸了, 之前说收尸, 也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 所以大师此刻瞎编了一下话, 对着唐三安慰道, 让对方不要纠结这件事, 一切自己这个做老师的已经搞定, 至于叶峰死就死了, 跟他们师徒二人没有关系, 失手带不带走, 其实这些也都不重要, 反正一个死人在哪里不一样, 现在就这么丢在哪里, 让他成为狼才虎豹的烂肉, 成归尘土归土也是一件好事, 就这样, 玉小刚和唐三离开了猎魂森林, 毕竟寻找魂环的任务已经完成, 唐三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魂环, 并且还证实了他玉小刚的十大五魂核心竞争力理论, 至于叶峰的后续, 到时候可以上报学校, 给他走一个伤亡流程, 开除学籍彻底除名, 第十二章, 超级系统, 牛逼大发了, 至于死亡之后会有几个金币补偿, 那两三个金币的善后款, 就给他家里的父母吧, 没有父母的话, 给小三用也行, 毕竟同村出来的这钱, 贡献给小三修炼也说得过去, 两人离开森林日夜交替,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只看到一名身穿华丽服饰的青年出现在了附近, 并且对方身后还跟着两名老者, 他们一把抱起叶峰, 随后消失在了原地, 这, 这是在哪里, 这一天叶峰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面前富丽堂皇, 就像是皇宫一般, 他第一想法, 自己是不是又穿越了, 毕竟在临死之前, 他察觉到自己似乎觉醒了系统, 也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地方, 我居然重生在了这, 莫非是一个小王爷吗? 真是可惜了玉小刚这个贱人, 如果他能回到之前的世界, 他一定狠狠地蹂躏玉小刚, 这个杀人犯, 还有唐三, 唐三也是帮凶, 越想叶峰越是生气, 你醒了, 就在这个时候, 只看到一个身着华丽十分俊俏的青年, 笑眯眯地对着叶峰凑了过来, 你, 你是, 看到这个青年, 叶峰满脸疑惑, 不知道为什么, 他竟然隐隐约约觉得对方有点眼熟, 我是雪清禾, 那日正巧路过猎魂森林, 便将你给带了回来, 雪清禾嘴角扬起一道十分和善的笑容, 雪清禾? 叶峰虎躯一阵, 这不是千人雪吗? 难道自己没有死? 自己还在这个斗罗世界? 他努力回想, 隐约记得当时系统说, 赠送什么一次自动修复, 还送什么五魂大礼包之类的, 不过他现在人头很晕, 等后边再仔细查看一下, 既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 那真是太好了, 玉小刚还有唐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曾经的我, 你们瞧不起, 今后的我会让你们高攀不起, 叶峰心中一股怒火焚烧, 同时也由心地感激, 此时身份为雪清禾的千人雪, 要不是对方带自己回来, 估计就要被狼才虎豹给吃掉了, 到时有哪怕真有系统, 缺胳膊少腿, 也难受不是, 嗯嗯, 我也是天斗帝国的太子, 如今你在的位置, 是我的东宫, 千人雪点了点头说道, 他自然不会带一个普通人回来, 死子那日竟然有紫气还身, 并且身中曼陀罗蛇的剧毒也能撑这么久, 最后甚至自行恢复, 如此一个人实在是太神秘了, 勾起了他浓浓的好奇心, 所以那日他帮忙驱除了一些近身的狼才虎豹, 将人带回了帝国, 打算好好培养一番, 谢过太子救命之恩, 叶峰对着太子感激道, 舔大师, 舔唐三, 结果舔到最后, 直接把自己给舔死了, 不过他倒要感谢玉小刚把他推向蛇口, 最后无情离开, 让他怒气直爆表, 在这个世界,千任雪那是真正的白富美, 而且也是整个大陆万年来守卫成神者, 只可惜这是个悲惨可怜的女人, 从小没有了父亲, 更被母亲视为眼中钉, 最后甚至还荒唐地爱上了唐三, 死在了对方的刀下, 若是自己没有觉醒系统, 或许无法改变这些, 现在自己已经觉醒了系统, 那就让这些彻底消失吧, 他要改写整个窦罗屎, 不必客气, 你先好好休息, 等一下我让他们备些饭菜过来, 你都昏迷了三天三夜, 肯定有些肚子饿了, 千任雪笑眯眯地对着叶峰说道, 神情更是无比的和蔼, 就这样, 千任雪离开了, 叶峰此刻则是躺在床上, 他要看看自己觉醒的系统, 叶峰心中默念系统二字, 很快便出现了一个系统面板, 宿主, 叶峰, 性别, 男, 年龄, 六岁八个月, 五魂, 嗜血磨连, 魂力, 十三级, 经验值, 132802000, 卧槽, 我十三级了, 五魂还变成了什么是血磨连, 叶峰傻眼了, 他完全不知道什么情况, 只见他将自己的五魂释放了出来, 发现原本那一把又挫又丑的镰刀, 此刻完全变了模样, 整个像一个家常版的七字, 如果硬要说, 就仿佛死神手中的磨连, 十三级, 那应该有魂环吧, 真不知道第一魂环是什么, 叶峰尝试着像是五魂觉醒的那一天一样, 用意念控制, 下一秒, 他的脚下出现了一道紫色的光芒, 紫光, 叶峰震惊了, 紫光那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第一魂环是千年啊, 系统居然奖励了他一个千年百虎魂环, 增强攻击性, 我的天, 牛大发了, 咻, 叶峰尝试着用五魂攻击, 碰, 一株大树直接被他轻易的砍断, 叮, 恭喜宿主第一次自主获得系统奖励, 经验值暴击加一千, 金币加一百, 第二五魂碎片星号一, 五张可觉醒第二五魂, 很快叶峰的系统面板又弹了出来, 宿主, 叶峰, 性别, 男, 年龄, 六岁八个月, 五魂, 嗜血魔帘, 魂力, 十四级, 经验值, 142802000, 金币, 一百, 卧槽, 升级了, 震惊了, 叶峰再度震惊了, 自己不但升级了, 还获得了第二五魂碎片, 只要集齐武装就可以觉醒第二五魂, 这系统牛逼大发了吧, 可刚刚自己是怎么获得奖励的, 叶峰有些纳闷, 本系统是特殊进化系统, 宿主做运动就能提升经验, 并且根据运动的激烈层度获得不同奖励, 也就在他郁闷的那一刹那, 系统忽然浮现了一行字在他脑海中, 做运动就能获得奖励, 叶峰震惊, 这是什么系统, 太牛逼了, 看来这一世, 自己注定要走上人生巅峰啊, 他现在真的想立马冲到大师和唐三的面前, 特别是大师, 你特么不是看不起劳资吗, 觉得劳资没有资格当你的徒弟, 看看, 现在劳资秒虐你徒弟, 你这个垃圾, 真以为也想拜你为师啊, 你与小刚就是个二十九级的废物, 而且还亲手害死了人, 也就会欺负弱者, 不过没关系, 那都是过去事了, 从今往后这些仇, 我会一点一点的找回来, 让你的后半生活在无尽的忏悔中, 第十三章,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吗, 很快, 叶峰就将系统收了回去, 而这个时候的太子也派人将饭菜送了过来, 叶峰狼吞虎咽, 直接放开肚子大吃了一顿, 转眼来到了次日, 这一天叶峰被召见到太子房中, 千人雪要求叶峰释放自己的五魂, 并且查看实力, 当看到叶峰第一魂还为千年的时候, 整个人彻底惊呆了, 不到七岁, 魂力十四级, 第一魂还千年, 五魂更是一个十分神秘, 且攻击性极强的魔帘, 自己这一次当真是捡到宝了呀, 叶峰, 你的第一魂还为千年魂还, 在整个大陆上都是极其罕见, 现在我教你一种隐藏魂还的办法, 你可以随意隐藏自己任何一个魂还, 你可想学, 房中千人雪对着叶峰问道, 对于这个宝贝, 他现在已经决定要清理培养, 毕竟整个大陆都找不出这么一个人, 叶峰愿意学, 叶峰点了点头, 他现在虽然十四级, 并且得到了系统, 甚至五魂都净化了, 但放眼整个大陆来说, 自己还是太弱了, 还是需要猥琐发育一段时间, 倘若千年魂还一旦泄露出去的话, 说不定自己会惹来无尽的麻烦, 昨夜他也正在想自己应当如何隐藏魂还, 结果没有想到千人雪竟然要主动教授自己, 真是太好了, 他对此求之不得, 折磨玉小刚他要做, 但不是现在, 而是等自己成长起来之后, 要不然硬刚一舍, 很好, 从此以后你, 就是我雪清河的人, 我也必将清理培养你, 你需要什么, 尽管可以跟我说, 千人雪十分满意,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一个人冰死在森林中, 但不得不说对方是个聪明人, 值得培养, 谢过太子殿下, 叶峰没有想到千人雪竟然主动招揽自己, 想了想, 确实啊, 自己可是千年第一魂还, 这只要是个人不傻, 都会招揽吧, 现在自己尚且还弱小, 若是有千人雪帮忙, 那他就容易多了, 不必客气, 现在你年纪上小, 可有心意的学院, 倒可以免事送你进学院学习, 至于费用的话我资助即可, 千人雪现在在心中已经打算将叶峰培养成自己的亲信, 将来掌权天下的得力助手, 但现在对方年纪尚小, 自己又不可能亲自教授, 打算让对方去到学院之中接受系统的学习, 这样对方不但能积攒人脉, 也能慢慢成长起来, 当然, 也不会引起皇室这一边的注意, 他毕竟不是真正的皇室中人, 这个好苗子留给他一个人便可, 倘若让雪叶发现, 那么必定会倾尽全力拉拢, 心意的学院, 叶峰听到这一句话, 有些迷茫, 说真的, 他还真没有什么心意的学院, 天斗皇家学院出几步, 五大元素学院出几步, 仓辉高级学院出几步, 只见到此刻千人雪给叶峰举例了几个较为出名的学院, 仓辉? 我去仓辉学院吧? 叶峰听到这个名字, 瞬间脑海中闪过一道光芒, 他想起了在数年之后, 新斗大森林外围小镇仓辉学院 被某个所谓怪物学院摁在地上摩擦的一幕, 不敢惹事的浑师不是好浑师, 甚至最后还把受害者给打了一遍, 哼, 不敢惹事的浑师不是好浑师? 好啊, 这一回我看你们能不能惹得动我叶峰, 冷血无情的唐三, 相信到时候你看到我一定会很惊讶吧, 想到这里, 叶峰就好像是确立了什么目标一样, 从今天起, 他一定要好好修炼, 为了无情碾压, 仓辉学院? 好, 那就送你到仓辉学院吧, 千人雪听到这一句话, 先是有些疑惑, 而后微微点了点头, 天斗皇家学院眼线太多, 去一个外围的高级学院还不错, 不过初级部的教学还是有些勉强, 想要成为他千人雪的亲信, 将来一起掌舵整个大陆, 那就必须要有挑战, 最终千人雪直接将叶峰送进了高级部, 七岁进仓辉学院高级部, 刹那, 叶峰成了前所未有的风云人物, 甚至有无尽的嘲讽和谩骂, 但很快, 叶峰就让他们闭上了嘴, 转眼来到了六年之后, 叶峰师兄, 叶峰师兄, 苍辉学院中心擂台, 一场超级决战开始, 短短几个呼吸, 高级部最强41级魂宗大师兄, 被一个十分稚嫩的少年打趴在了地上, 浑身在抽搐着, 下边无论男女在疯狂吼叫, 特别是一些女孩子, 眼泛桃花, 学院历史上从未有过的199连胜, 叶峰, 这个超级天才做到了, 他仅仅用了六年半的时间, 13岁, 39级, 只看到他面无表情地走下了擂台, 苍辉学院所有的榜上强者, 被他虐了个遍, 宿主, 叶峰, 性别, 男, 年龄, 13岁, 五魂, 嗜血磨连, 第二五魂碎片, 星号4, 及其五章, 可召唤爵士五魂, 魂力, 39级, 经验值, 39, 1W40W, 金币, 500W, 叶峰打开系统面板, 这六年, 他从没有懈怠过, 早上五点起床, 晚上11点睡觉, 他被称之为整个仓辉学院修炼狂人, 终于他晋升到了39级, 玉小刚, 你这个29级的废渣, 等着夜, 也一定会去蹂躏你, 至于你那一套所谓的理论, 必将被我, 践踏到一无是处, 还有唐三, 你最最得意的清传弟子, 我也会让他知道, 什么叫受尽屈辱, 小峰, 可以啊, 刚下擂台, 只见到一个穿着绿油油衣上, 竖着人类高质量男性牛头的人, 对叶峰打招呼道, 那圆形的眼睛更彰显了前所未有的油腻, 叶之秋, 苍辉学院外事部主任, 52级的魂王, 对方后来成为了叶峰的生活老师, 还需努力, 叶峰耸了耸肩, 打败一个42级的魂宗, 这算什么, 月天命之子才是他的目标, 哈哈, 我呀, 就喜欢你这个谦虚的样子, 话说现在学院有不少弟子突破了魂尊, 这会正确魂环, 我想带着你, 跟我一起去星斗大森林, 你看怎么样, 叶之秋对着叶峰问道, 他的眼中满是欣赏之色, 星斗大森林, 忽然叶峰那一双眸子凌厉了起来,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吗, 第十四章, 小镇, 富白貌美大长腿, 怎么你不愿意去, 叶之秋看到叶峰的这一番异样姿态, 顿时有些好奇地对着问道, 毕竟这些年, 对方一直勤勤恳恳在修炼, 现在去星斗大森林, 实际上算是一次额外历练, 因为叶峰现在只是三十九级, 只有四十级才需要去找魂环, 自然去, 叶峰冷冷一笑, 很好, 那我们明早就出发, 叶之秋别样一笑, 似乎很满意叶峰这一番言语, 叶主任, 我能不能也去, 就在这个时候, 只看到一名面容交好的女子凑了过来, 叶老师, 我也去, 又一名女子凑过来说道, 很快, 一下子来了十多位, 随后扩散开来, 直接上百个女孩子把她围住, 都说要明天一起出发, 要去星斗大森林历练和实践, 呃, 你们都到需要找魂环的时候了, 叶之秋看着冲过来的上百个姑娘, 把她围得水泄不通, 顿时一脸白眼的姿态问道, 她知道叶峰受姑娘欢迎, 不仅样貌绝佳, 在修炼上也是万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号称苍辉学院之最, 但万万没有刚刚, 她已经故意压低了声音还是, 被这么多女孩听到了, 我们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去保护学弟学妹, 一名高级学院的21岁老阿姨开口道, 没错, 我们可以去保护学弟学妹, 高级学院的老阿姨纷纷开口, 苍辉学院是一个完整体系的学院, 分为初级部, 中级部, 高级部, 初级部一般六年, 类似于地球上的小学, 中级部则是三年到六年, 类似于地球上的初中和高中, 高级部则是三年, 相当于地球上的大学, 但这与地球上不一样的是, 这里不需要读完规定的年限才能升学, 而是在这里, 只要达到固定的等级就能升学, 例如进入中级部需要在15岁之前达到大魂师, 而进入高级部则需要在20岁之前达到魂尊, 至于高级部毕业, 一般需要达到40级魂宗层次, 此前叶峰打败的那位学长是42级魂宗, 属于高级部老学员, 申请了留级生属于赖着步走的类型, 毕竟学院榜一, 不知道有多少迷妹爱慕着, 类似的留级生学院有很多, 他们大多数依托于学院的拟开场地修炼, 不再与新生学弟学妹们争夺学院排名榜, 那个叶主任, 我先回去了, 叶峰看着被一群女孩子包围的叶主任, 留下一句话离开了, 毕竟是非之地, 他现在只想好好修炼, 干番大师还有唐三, 所以并不想管这些儿女情长的事情, 毕竟玉小刚背后有蓝殿霸王龙家族, 而唐三背后是唐浩, 都是吹一口气能让这个时代抖三抖的存在, 路漫漫骑修远兮, 当初他们对自己的一切, 他也一定会找回来的, 不过仇妖一点点慢慢来报, 次日, 叶峰师兄, 叶峰刚下公寓, 只见到一行九个人对着他打招呼道, 无论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 一个个脸上都笑得像一朵花, 这一次出去寻找魂环的, 基本上都是三十级魂尊, 能有学院堪称最强的叶峰师兄, 跟他们一起去, 简直是极大的荣幸, 一些女孩子甚至做好了爱意点心, 这个独处的机会, 那必须得好好把握不是, 特别是一些跟叶峰同龄的姑娘, 那简直两眼放光, 试想同样的年纪, 自己才三十级, 人家三十九级, 这是不是好丈夫, 父母眼中的金龟婿, 那绝对是, 而且对方以后绝对能突破封号, 整个大陆有多少封号斗罗, 那简直数都能数得过来, 更何况这颜值也是逆天级存在, 早啊, 叶峰跟他们打了个招呼, 虽然自己是高级班的学员, 但实际上大家年纪都差不多, 甚至还有一部分年纪比他还要大, 而且他本身也不喜欢摆什么架子, 于是直接跟大家打招呼道, 早, 刹那, 大家都像是打鸡血一样, 早就听闻叶峰师兄与众不同, 不像某些人一样, 不是摆着臭架子, 就是缠师妹身子, 今天一看, 果然是如同传闻中一样, 帅, 专注于修炼, 眼神无比纯净, 毫无杂念, 小峰我在前面, 你在车队的后边等候, 叶之秋对着叶峰安排道, 可以, 叶峰点了点头, 对于这个安排, 他并没有什么意见, 就这样, 车队出发了, 目的地是新斗大森林, 从他们学院出发, 正常来说一天路程就可以到达, 不过他们自然不可能这么着急, 正常来说, 他们会先在新斗大森林外围区域的小镇上 先休息一个晚上, 第二天养好精神了再出发, 时间流逝, 转眼来到了夜晚, 只见那夕阳落下, 无人的马路只剩下三辆马车在行驶, 叶峰师兄, 你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叶峰的车里一共坐着三个人, 都是女孩子, 分别是苍辉学院中级部号称天才的苏琉璃, 年仅13岁, 在昨天突破了30级, 还有中级部的落水衣, 14岁30级, 以及安小苏, 14岁30级, 有两个是在昨天晚上突破的, 本来这一次仅有6个人, 三男三女, 结果, 现在变成了9个人, 三男六女, 加上叶峰和叶之秋, 就变成了五男六女, 不得不说, 叶峰影响力是巨大的, 自从对方崛起之后, 整个仓辉学院就像是变了模样一样, 一个个都完命地在修炼, 我暂时还不饿, 到小镇在一起吃吧, 叶峰对着苏琉璃微微一笑说道, 叶峰师兄, 这些都是我亲自做的, 要不你多少长一点吧, 苏琉璃那一双蓝色的大眼眸闪烁着期待, 并且直接打开了便当, 这, 好吧, 就长一点吧, 看着对方的眼神, 感觉自己要是拒绝对方能伤心死, 于是他就长了一点点, 然而没有想到, 这竟然是噩梦的开始, 自从他吃了苏琉璃的便当之后, 洛水一和安小苏两人都纷纷拿出了自己的便当, 一路吃撑, 终于, 夜幕降临时他们停在了一家小餐馆面前, 小峰, 今天累了一天大家也都饿了, 就在这一家餐馆吃个饭吧, 你觉得怎么样? 叶之秋对着叶峰问道, 就对方这个天赋超越自己是迟早的事, 所以叶之秋对叶峰十分客气, 我都可以, 叶峰耸耸肩, 甚至还打了个宝格, 就这样, 他们走了进去, 大老大, 快, 快快看, 腹白貌美大长腿, 然而就在他们刚刚进入小餐馆, 便看到远处一道赤裸裸的目光袭来, 第十五章, 打架, 我也在行, 一个身穿火红色衣服, 有些猥琐的胖子此刻嘴角正留着哈喇子, 一副恨不得当场冲上去的姿态, 苍辉学院的校服本身就极为巧妙, 女生大多数都是膝盖短裙, 而这一次过来的六个姑娘也都是极其的漂亮, 特别是苏琉璃, 落水衣, 安小苏三女, 甚至可以说达到了勾引人犯罪的地步, 一行人刚进来, 直接成为了整个餐馆的焦点, 回头率高达百分之两百, 嘿嘿, 胖子你要看就看, 别带上我, 我现在只钟情于我家竹青, 一个黄头发的青年咳嗽了两声, 好像在说, 要看你自己看, 本少没兴趣, 但很快那眼神就出卖了他, 眼睛斜视直勾勾地盯着走在叶峰后边的三个妹子, 简直倾国倾城, 要不是碍于旁边这个身材极品的猫女, 按照之前的性格, 怕是直接冲出去要联系方式了, 甚至晚上玫瑰酒店VIP总统套房间也不是不可能, 几位客官这边请,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一名店小二直接跑了过来对着叶峰一行人引道, 先帮我们上一份汤, 然后这些招牌菜全都来一份, 大家都累了一天了, 尽量快一点, 叶之秋坐在了位置上, 一边看着菜单一边开口道, 好烈, 小二当即跑去安排, 而此时苍辉学院十一个人则是坐在了位置上, 正等着饭菜, 大老大, 特抹得这小妞长得真好看, 也现在都能想到一百八十种姿势, 就不知道是什么学院的, 那个胖子叫马洪俊, 此刻正一脸银色地朝着旁边黄头发的青年开口道, 胖子你真没见识, 那是苍辉高级学院, 黄金色头发的男子开口说道, 他叫戴木白, 高级学院啊, 那没戏了, 胖子本来今晚还打算来一波原始人婚俗, 打晕直接带走, 朴实无华, 而高级学院的话显然不可能这么做, 为啥? 因为打不过, 切, 你这也太怂了吧, 这个仓辉学院虽然是高级学院, 但只不过是大陆上墨流的蝼蚁学院罢了, 戴木白开口道, 嘴一脚充满了不屑, 啊, 墨流学院啊, 我还以为很强呢? 一个身穿粉红色服饰的姑娘开口道, 很快那一桌七人开始讨论了起来, 话题自然是无限在贬低仓辉学院, 甚至还有些卧错, 并且他们毫不压制声音, 直接放声在谈论, 尹德在场不少人将目光放到了仓辉学院众人身上, 妈的, 过分, 仓辉学院这一边, 庞兴, 宋远航, 周峰三个男同学听到这一句话, 直接怒了, 一进门一脸猥琐地看着他们学院女同学也就算了, 毕竟眼睛长在他们脸上, 没人能阻止得了, 但现在又高声谈论他们仓辉学院, 甚至说他们学院是墨流, 是蝼蚁, 这尼玛是不是太过分了, 何着要把他们仓辉学院在地上摩擦呢, 只见三人想要拍桌起, 一是为了学院, 二是今天跟六个美女以及天才大师兄一起出来, 那也得找机会表现一下不是, 再说那个红衣服的胖子, 着实是此生见过的猥琐第一人, 从一进门就在盯着他们学院的女同学看, 甚至还说什么姿势之类的污秽言语, 简直输能忍审都不能忍, 必须好好教训一下, 才能解心头之恨, 特别是他们观察了一下女同学, 发现他们都是强忍着怒气, 毕竟被人当众精神猥亵, 这谁受得了, 庞兴, 宋远航, 周峰, 先不要闹事, 就在三人即将拍桌冲出去那一刹那, 叶之秋朝着他们三人看了一眼, 今天累了一天, 这会儿最重要的就是好好吃饭, 闹事什么的饭后再说, 一旁叶峰倒是不急, 教训总会来的, 而且会十分猛烈, 按照这帮人的性子, 回头必然还会再过来挑衅, 美名其约不敢惹事的浑尸不是好浑尸, 不过他倒是有些诧异夜之秋, 不愧是一只千年老王八, 真是能沉得住气, 哼, 庞兴坐了下来, 宋远航和周峰两人也满怀着怨气, 心中暗自念叨, 等吃完饭再教训也不迟, 各位客官让一让, 新鲜的热汤来了, 远处的小二端着热汤, 带老大, 忽然胖子朝着戴木白看了一眼, 哼, 戴木白嘴角微微一扬, 就在端唐小二路过那一刹那, 偷偷拌了一下对方的脚, 几乎在同一时间, 小二身子直接倾斜, 小心啊, 烫, 汤洒了, 小二失重大喊, 哗啦, 夜之秋背对着小二, 当他察觉到异样转头, 那一盆汤已经扣在了他的脑袋上, 千年王八几片绿叶, 滚烫的汤清泻在整个桌面上, 啊, 靠近夜之秋旁边的几个女孩子被烫到, 直接嬌声大喊, 急得手忙脚乱, 哈哈, 另一边, 那一张欺人捉的始作俑者正捧腹大笑, 似乎很满意自己的杰作, 而此刻, 夜风的脸色瞬间寒了下来, 玩归玩闹归闹, 不能那实物开玩笑, 说实话, 因为他了解剧情, 所以刚刚这一幕实际上并没有刻意去阻止,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剧情发生了变化, 但现在发生的一切远比远剧情恶劣数倍, 直接把小二绊倒, 菜汤倒在了夜之秋的脑袋上, 不但浪费食物, 甚至还烫到了周围几个女同学, 这戴木白和马红俊未免也太过分了, 试想, 若夜之秋是个普通人, 估计这么一趟直接就毁容了吧, 咯吱咯吱, 另一边夜之秋紧握着拳头, 过分,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旁心拍拽起, 怒了, 在学校被他们像花儿一样护着的女同学, 现在被人从精神的身体上双重伤害, 这再忍下去都成忍者神龟了, 不干什么, 只是最近我的手好痒, 想活动活动筋骨, 戴木白摁了摁拳头, 整个一副语气玩味的姿态, 妈的找死, 庞星直接冲了出去, 想要一拳头砸死这个黄头发的混蛋东西, 就你, 还嫩了一点, 戴木白起身, 一脚直接踹飞了庞星, 做曲线运动的庞星直接砸向周围的桌子, 刹那倒塌, 锅碗碎了一地, 你们想打架, 我们仓辉学院奉陪, 仓辉学院这一边, 六个女同学以及周锋, 宋远航等直接拍桌站起, 一而再再而三挑衅, 如何能忍, 打架, 我们史莱克还没输过呢, 胖子冷笑一声, 院长不是说了吗, 不敢惹是浑事不是好浑事, 今晚我们就好好地惹一惹, 史莱克这一边所有人都站了起来, 不要着急, 打架这东西我在行, 你们都让开, 让我先来, 穿粉红色衣服的叫小五, 此刻他一脸战意盎然, 好久没动手了, 他现在熟痒, 是吗, 打架这东西我也在行, 就在此刻, 仓辉学院这一边一道冰冷的声音, 随着小五的话之后响起, 第十六章不但要打, 而且要狠狠地打, 仓辉学院众人惊诧, 没有想到大师兄叶峰居然站了起来, 是吗, 那我们就来试试吧, 小五听到叶峰说出这一句话, 顿时整个人战意满满的姿态, 自从诺丁学院毕业之后, 在诺丁学院也没有, 除了前三年, 后三年一个个都小五姐小五姐地叫着, 他无聊死了, 至于去到现在的史莱克学院, 他实际上也不是很痛快, 那就来吧, 身穿仓辉学院服饰的叶峰走了过来, 此刻他嘴角扬着一丝别样的笑容, 曾几何时, 这个女孩子把他摁在地上摩擦, 不但抢了他费劲挪动后铺好的床铺, 甚至还让他受辱, 那一夜要不是钻进了马车里, 估计早就冻死了, 既然对方这么喜欢打架, 那今天自己就好好陪他打一场吧, 来就来, 小五直视着叶峰, 只觉得此人好像有些面熟, 自己应该在哪里见过, 但这些现在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对方现在也想打架, 那就好好打一场, 在打架这个方面, 他还真的没有输过, 只见小五快速地冲了出去, 准备对着这个狂妄的仓辉学院 楼椅一个妖弓, 然后狠狠甩在地上, 这是他的近身必杀技能, 三哥, 小五能行吗, 要不我和大老大出去帮帮他吧, 看到小五竟然一个人杀进了 仓辉学院大本营, 顿时胖子对着唐三问道, 万一出了什么差错, 那可了不得, 是啊, 三哥你就这么放心, 小五一个人对付仓辉学院的人, 一旁的拧荣荣对着说道, 你们就放心吧, 再打架这一块, 还真没有谁能干得过他, 等着仓辉学院的人 在地上哀嚎惨叫就行, 唐三此刻是背对着小五的, 他正悠闲地喝着茶, 洛丁学院的大姐大打架那不用说, 简直生猛, 当初整个学院 也就自己能压制得住对方, 其他人只有被欺负的份, 这个仓辉学院估计也差不多, 碰, 忽然就在这一刻, 一道黑影飞了过来, 狂浪, 粉红色的衣服砸着小辫子, 直接砸在了史莱克一行人的桌上, 他的脸上带着十分痛苦的表情, 是小五, 唐三正在饮茶, 此刻表情僵硬, 史莱克剩下的其他人也是一样, 每一个眼中透着浓浓的震撼, 这不对劲啊, 小五怎么像垃圾一样被人丢过来呢, 刚刚小三说的话不是在夸大气词, 而是真的, 小五确实有很强的战斗力, 啪, 史莱克这一边所有人拍桌而起, 喂, 臭小子, 你活腻歪了吗, 戴木白冷冰冰地盯着叶峰, 居然敢当众打他们史莱克的人, 简直活腻歪了, 戴老大, 我们还愣着干什么, 直接上去干他压的, 身穿红色服饰的是胖子, 此刻他一脸怒气, 学院的成员居然被人家如此侮辱, 甚至砸坏了他们这一桌子菜, 必须要给这蝼蚁仓辉学院一点颜色看看, 你们才活腻歪了, 刚刚故意绊倒殿小二, 给我们老师泼了一脑袋的汤, 甚至还见到了其他女同学, 还有, 进门的时候用那么恶心的眼神看我们, 你们是一辈子没有见过女的吗? 老虎不发威, 真当我们仓辉学院是病猫随便欺负, 苏琉璃满脸火气地说道, 本来跟叶峰师兄一起出来, 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 没有想到居然遇到这么一些野蛮人, 没错, 叶师兄, 只要你开口, 我们都可以出战, 仓辉学院这一边前所未有的童心, 呵呵, 你们真是自恋啊, 刚刚谁看你们了, 不过, 在我戴木白的眼里, 你们仓辉学院还真的是病猫, 戴木白嘴角扬着笑容开口道, 那眼神无比的狂傲, 仿佛世间一切不过如此, 确实, 他的真实身份可是高高在上的帝国皇子, 这仓辉学院算什么, 里边的学生又算什么, 你, 仓辉学院这一边, 所有人的头发仿佛被人点了一把火, 烧得很炼, 唯独千年老王八夜之秋此时一言不发, 脸上看不出是什么表情, 或许是在隐忍, 也有可能是火山爆发前的一丝短暂静意, 那我倒是要来领教领教带哨了, 叶峰微微一笑, 看向戴木白, 那就来吧, 戴木白紧握着拳头, 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刚刚他内心深处竟然莫名产生一股寒意, 源头来自眼前的这个小子, 对方看上去明明比自己小,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他的笑容里充斥着真正的不屑与自信, 就好像是能任意蹂躏自己一样, 很快, 双方交手, 毫无疑问仅仅是一个呼吸戴木白便落入了下风, 我来, 一旁的马红俊瞬息偷袭, 红龙, 下一秒, 两人一起被踹飞了出去, 整整齐齐地躺在了地上, 哇, 大师兄好厉害, 仓辉学院这一边, 无论男女, 眼睛都发亮了, 对叶峰简直崇拜到了极致, 啊, 邪魔白虎, 附体, 刚刚被打飞出去的戴木白感觉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直接怒了, 立马将武魂召唤, 邪火凤凰, 融合, 一道火焰徐徐升起, 整个餐馆里边的气温瞬间升高了好几个度, 居然敢把他们兄弟俩整得这么狼狈, 今天他们就让对方知道什么叫后果, 浑事, 浑事大人, 我这小店可经不起折腾, 一旁的掌柜腿在抖, 这正是他这小店估计下一秒就能变成灰烬, 你怕什么, 今天晚上所有的损失本少承担, 戴木白直接对着说道, 就这一点小店他还承担不了, 他戴木白有的是钱, 哦, 今天晚上所有的损失都是你买单, 此话当真, 叶峰看着戴木白, 嘴角带着几分玩味, 我的话岂会有假, 在场所有人都可以佐证, 怎么小子, 你不敢拿武魂跟我打吗, 你要是现在认怂从我胯下爬过去的话, 我戴木白可以考虑不如你, 戴木白带着嘶嘶高高在上的神色, 打, 这当然是要打了, 叶峰放肆一笑, 打, 不但要打, 而且要狠狠地打, 唐三的队友, 小五的队友, 没惹到他便罢, 一旦惹到他, 必强势打压, 第十七章, 苍辉学院蝼蚁, 写的教训, 这就是他叶峰这一事, 强势归来, 脚踩所有, 既然要打, 那就来吧, 戴木白武魂白虎, 三十七级战魂尊, 戴木白争鸣怒吼, 下一秒猛虎咆哮, 整个餐馆在此刻直接掀起了一阵狂风, 简直威风凛凛, 戴老大, 把这小子打得满地爪牙, 马洪俊原本想上, 然而, 当他感受到戴木白那如同火山喷发般的怒一那叉, 立马躲在了旁边喊加油, 废话, 戴老大可是史莱克学院三十七级魂尊, 可以说是学生之中最强的存在, 这会儿, 他想跟着苍辉学院这不知死活的小子战斗, 上去插手, 这不是在扫兴, 接下来就静静地看着苍辉学院这个所谓的大师兄满地爪牙的惨状吧, 想想就觉得爽快, 老子看着妹子还那么啰嗦, 合着都是你的啊, 咦, 不对啊, 怎么回事, 忽然胖子发现有些不太对劲, 苍辉学院的人竟然都出去了, 而且是一副非常惶恐的姿态, 就好像, 就好像是难民在逃亡, 难道是戴老大三十七级战魂尊这个名头一出, 把他们都给吓到了, 嗯, 一定是这样的, 苍辉学院这帮耸祸, 胖子此刻心中闪过万千想法, 最后鄙夷了一下苍辉学院, 还这么高级学院呢, 真是垃圾, 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看到这个所谓的大师兄跪下来求饶了吧, 只见此刻的马红俊将目光看向了叶峰, 那个男人长着一张寂静妖孽的神仙面旁, 此刻正呆呆地站在戴老大的面前, 怎么, 时时未开口是不敢吗? 戴木白看着叶峰, 魂师之间战斗, 出于尊重一般都要先介绍一下自己, 这样才能正式动手, 现在戴木白就等着叶峰开口, 不敢, 是你不配罢了, 先动手吧, 叶峰嘴角微微一扬, 狂妄, 我会让你死得很难看, 戴木白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人瞬间炸了, 在魂师的圈子里,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挑衅, 此人赤裸裸地在看不起他戴木白, 滔天的魂力在弥漫, 旁边的史莱克众人一口凉气道息, 好家伙, 居然敢这个侮辱戴老大, 这回死定了, 哪怕是神仙来了都救不了, 第三魂祭, 白虎金刚变, 爆炸了的戴木白虎足跺地, 黄, 黄, 紫三个魂环徐徐升起, 环绕在身体周围, 紧接着第三个紫色魂环融入躯体, 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方的肌肉在疯狂膨胀, 这一段时间抵御力、攻击力、防御力、力量同时增加一倍, 并且自身技能将会得到强化, 紫色? 那我也用紫色吧, 叶峰身上一股魂力波动, 下一秒一个紫色魂环悬浮在身旁, 而他的面前是通体玄黑, 刻着怪异金色明纹神似镰刀的武魂, 在这一个武魂出现之后, 以气为中心出现了一道锋利的魂力波动, 就像是一个石头砸入水中产生的水纹一般, 源源不断, 一个魂环, 史莱克那边众人满脸疑惑, 此人怎么可能才有一个魂环, 这可能是一种隐藏魂环的秘书, 只展示自己一个魂环, 另一边宁荣荣开口道, 毕竟是出身于高贵的七宝刘离宗, 对于这些歪门邪道的秘书他也知晓一些, 原来是这样, 看来这个人也是一名魂尊王, 胖子似乎像是明白了一些什么, 也用紫色, 啊, 你也就这个紫色吧, 吃我一记白虎猎光波, 带目白冷哼一声, 随后下一秒一跃而起, 嘴中喷出了一道白色的光波, 这一招他用了九成力, 苍辉学院的蝼蚁, 这一次必要给其一个写的教训, 第十八章, 小镇, 左翁, 防御, 苍龙盾, 看着带目白的攻击, 叶峰站在原地手握魔帘挡在面前, 那杀出现了一只游龙盘旋的护盾, 这是叶峰的三魂技之一, 昨日也是用此招打败了苍辉学院的榜一, 四十二级魂宗, 至于万年魂环, 他只在叶之秋还有十年的身上用过, 这, 这怎么可能, 悬浮在空中的带目白整个人一副非常惊讶的姿态, 这小子居然不费吹灰之力挡住了自己的白虎猎光波, 他看上去明明比自己年纪还小, 怎么可能是魂宗, 再说, 哪怕是魂宗都不能这么轻易地挡住白虎金刚变状态下的猎光波才对, 接下来到我, 戴少可准备好了, 叶峰嘴角扬起, 既然戴目白愿意承担所有的损失, 那他今天就放手好好干一场吧, 来, 戴目白刚张开嘴, 想说来吧, 忽然他只感觉自己的胸口好像是被什么冲撞, 紧接着整个人像是炮弹一般不受控制地飞了出去, 一面墙, 两面墙, 无数面墙, 戴目白被那一股力冲撞, 用自己的身体将小镇竖着的一整排房子全都开了洞, 餐馆的隔壁是一家澡堂, 许多魂师疲惫了一天, 此刻在澡堂欢快地哼着小曲搓着走, 结果不知道什么东西从前面穿过, 随后整个浴室墙没了, 瑟瑟寒风在南澡堂中肆虐, 众人一阵凌乱, 随后是一家客栈, 正拥抱啃脸的小情侣情绪高涨, 就在他们准备滚床单的时候轰隆一声床霉了, 两人有些迷茫, 整个就像是忽然被浇了一盆冷水一样, 还有一家人正在吃饭, 结果直接把桌子撞飞菜撒了一地的, 这许许多多简直堪称大型惨案现场, 是谁, 短短半个呼吸, 所有人都冲了出来, 南澡堂的壮汉, 客栈的住户, 以及那被毁了晚餐的一家人, 所有的所有, 他们一个个脸上都带着腾腾杀气, 苍龙面世, 然而就在他们出来后的下一瞬间, 一声龙音, 如同飓风卷起, 所有的房屋刹那化为灰烬, 死, 刚刚从房子里跑出来的人一个个添灵盖仿佛炸裂, 该死, 他, 他怎么会这么强, 戴木白此刻顽强地爬了起来, 嘴角流淌着血迹, 什么, 忽然, 他感受到了一股狂风向他袭来, 第一魂剑, 白虎护身杖, 他慌了, 是刚刚的那条龙, 通体黑色, 浑身透着高傲, 咔嚓, 他的护身杖连一秒都没有撑住, 直接被击碎, 啊, 戴木白被那苍龙脑袋顶飞, 疯狂撞击着整个小镇的房屋, 他痛哭惨叫, 轰隆, 随后一声前所未有的刺耳爆炸声响起, 整个小镇直接变成了灾区, 一片狼藉, 而戴木白此刻身上的衣服早已化为灰烬, 他躺在地上喘着粗气, 疯子, 这个人简直是疯子, 小店门口, 仓辉学院众人深深呼出一口, 幸好提前出来避难, 关于叶峰大师兄他们实在是太了解了, 当着对方的面挑衅他, 这简直就是老寿星上吊闲命长, 特别是说什么这里的损失带少全赔之类的, 那就更不用说了, 可怜的玩儿, 也不知道这一次要赔多少钱, 第十九章, 厚颜无耻之人, 你们史莱克, 还有谁, 叶峰都没有正眼看躺在地上抽出的戴木白, 而是目光扫向史莱克众人, 三哥, 这, 这个人好眼熟, 史莱克这一边, 小五摸着自己那已经开花的小屁股, 餐馆已经彻底倒塌, 他被唐三背了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借着淡淡月光, 他发现眼前这个少年好眼熟, 就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一样, 怎么, 当初那位抢占别人床铺的七射老大, 已经不记得我了, 看到远处小五在打量着自己, 叶峰扬起一道淡淡的笑容, 他并不打算隐瞒当初那些往事, 而是直接大大方方地说出来, 你, 你是那个叶峰, 忽然小五那一双美眸一闪, 就好像是回忆起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想起了吗, 叶峰玩味一笑, 可是当初大师不是说你, 自觉的自己不适合修炼, 就自行退学回乡了, 怎么会转学到仓辉学院呢, 而且, 你现在应该是魂尊了吧, 居然进步得这么快, 小五有些不可置信的看着叶峰, 当初那个刚进学校第二天就退学, 不知所踪的小子, 现在居然比他还要强, 这怎么可能, 哈哈, 玉小刚啊玉小刚, 你不但是个渣男, 杀人凶手, 还是个伪君子, 居然说我叶峰不适合修炼, 就自行退学回乡了, 听到小五说出这一句话, 叶峰的神情忽然阴冷了下来, 果然是大师, 当年亲手把他推向蛇口, 到笑之后, 脸部红心不跳的, 就为他叶峰编了个理由, 这世间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嗯, 渣男, 杀人凶手, 伪君子, 小五听到这些话, 顿时满脸疑惑, 这叶峰在说什么呢, 我想你问问身边的唐三, 他能回答你, 当初玉小刚是怎么亲手杀人后, 又怎么当虚伪君子的, 叶峰那一双眼眸, 直勾勾地朝着唐三看去, 哥, 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 此时的小五转头看向唐三, 想从对方那里寻求一些答案, 当年他们一定发生了什么, 要不然, 怎么可能好端端地会退学, 甚至连东西都没有带走, 那几件破衣服, 还是大师亲自来收拾的, 忽然小五第一次发现, 唐三的表情竟然如此的怪异, 就好像是看到了什么诡异的事情一样, 不准你这样说, 我的老师, 当初那件事, 他并非故意, 唐三开口了, 哦, 并非故意, 好一个并非故意, 他并小刚并非故意就可以把我推向蛇口, 让我被曼陀罗蛇咬死, 叶峰听到唐三此刻居然还在维护他的老师, 顿时叶峰炸了, 当初你他压的是天命之子, 他叶峰敬你, 怕你, 舔你, 现在, 你唐三是什么, 在有系统的他面前, 唐三什么都不是, 要不是忌惮你爹, 他叶峰现在就能干掉你, 什么, 被曼陀罗蛇咬死, 苍辉学院那边一个个都露出了非常惊叉的眼神, 没有想到大师兄居然还有这样的往事, 那个叫玉小刚的也太混蛋了吧, 至于史莱克这边一个个满脸都是问候, 这居然是仇家, 而此时的小五则在回想当初种种, 难道小三寻找第一魂环的时候, 莫非叶峰也跟去了, 然后被遗弃在了猎魂森林里, 这我承认是老师的失误, 但既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 你也不必耿耿于怀, 而且我们的是一马归一马, 今日你伤了小五以及史莱克的伙伴, 我不会放过你的, 唐三言语冰冷, 老师和小五都是他的逆龄, 这个叶峰骂老师也就算了, 今日居然还敢伤他的伙伴以及小五, 要知道他唐三发誓一定要保护好小五, 谁敢伤害他那就要踏过他唐三的尸体, 今日叶峰必须付出代价, 啊这好刺眼啊, 哪里来的佛光, 叶峰听到这一句话当即就奇笑了, 你特别要被杀了, 还不必耿耿于怀, 好家伙, 他真的是活了两世都没有听过这么恶心的话, 你妈被武魂殿杀了, 你干嘛要耿耿于怀, 你干嘛后边要干掉武魂殿, 现在叶峰甚至怀疑这个唐三到底是不是人了, 怎么能说出这么丧心病狂的话, 至于后边的魏小五找场子就更恶心了, 怎么, 只准你的女人打别人, 不准别人打你的女人, 再说, 这件事本就是史莱克学院挑起的, 要不是马红俊赤裸裸地盯着他们学校的妹子看, 满脸猥琐在一阴, 他们男同学会不满, 然而他们只是不满, 在动手之前被叶之秋拦了一下, 结果你们史莱克学院怎么干的, 戴木白故意绊倒了小二, 让一盆热汤烫在了叶之秋脑袋上, 还见到了其他几名女同学, 男同学恼火拍桌起, 你们史莱克直接一句不敢惹尸的浑尸不是好浑尸, 立马上来要打群架, 特别是小五, 还说什么打架我在行, 真是恶心至极, 你唐三怎么有脸出来说一马归一马, 怎么有脸说要为史莱克和小五找场子的, 唐三, 二十九级控制系战魂大师, 五魂拦引草, 适才看着你应该是一名魂尊, 敢不敢你我二人打一场, 唐三身上一道光芒涌动, 下一秒, 两个黄色的魂环环绕四周, 只要他未达到四十级, 唐三就有绝对的自信干掉叶峰, 不论是他的暗器还是上一世的功法, 又或者现在的魂技, 答, 自然要好好打一场, 叶峰, 五魂嗜血磨连, 绕在身旁, 整个小镇在此刻莫名掀起一阵狂风, 什么, 两个千年魂环, 刹那, 史莱克这一边所有人都惊讶了, 这, 这怎么可能啊, 宁荣荣和朱竹青两人更是同时一声惊呼, 要知道, 一般情况下, 只有魂尊才有可能吸收千年魂环, 而要想拥有两个紫色千年魂环, 那就必须要达到四十级魂尊网上, 他明明才三十九级, 怎么做到的, 你, 你三十九级怎么会有两个千年, 老师明明说过第一魂环的极限是四百多年, 第二魂环的极限是七百多年, 唐三此刻也猛了, 这完全违背老师的五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理论, 第二十章, 真正的绝杀手段, 不会吧不会吧, 不会真的有人相信玉晓刚那所谓的五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理论吧, 你知不知道当年你老师这一套理论怎么来的, 叶峰看着唐三一脸别样的问道, 怎么来的, 唐三目光一宁对着问道, 你老师当年可谓渣男, 利用男女关系骗取了五魂殿关于的魂师资料, 而后把那些资料组合起来, 就变成了现在的五魂十大核心竞争力, 他有真材实料吗, 顶多算是会一些数据整理的活, 关键还整理不全, 叶峰冷笑道, 之前没有系统, 他不敢把心里话说出来, 在这个世界还得耸才能苟且下去, 现在觉醒了系统, 背后还有雪儿他, 还有必要继续耸, 再说, 当年大师确实也是个渣男, 利用于比比东的感情得到了五魂殿关于天下魂师的资料, 并且通过十分粗糙的方式得出了结论, 比如第一魂环极限423年, 第二魂环764年的极限之说, 是因为他整理的资料里边没有人第一魂环超过420年, 所以他就往后推了三年, 认为极限是423年, 第二魂环他整理了那十万份资料, 发现没有超过760年, 所以他往后推了四年变成了极限764年, 这些理论就是这么来的, 放在下层或许是真理, 但他忘记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当年比比东只是五魂殿圣女, 根本接触不到一些顶尖的魂师资料, 甚至那些影视的魂师资料连五魂殿都没有, 可谓是极为不严谨, 胡说八道, 你要是再敢污蔑老师, 别怪我不念及同村之情, 现在就杀了你, 唐三怒了, 竟然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诋毁自己老师, 念及同村情? 哈哈, 这真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 你要是当年念及同村情可直接出手救下我, 又何必眼睁睁看着我毒发身亡, 仅剩最后一口气, 目送你们离开? 叶峰笑了, 以当年唐三的手段, 他完全可以为自己驱毒, 把他的命保下来, 可是对方并没有这么做, 至于为何, 叶峰猜测是为了避免在大师面前暴露自己吧? 胡说八道, 找死, 第一魂祭, 缠绕, 第一魂环亮起, 唐三主动出击, 他怎么会知道, 当年自己有救下他的能力,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唐三完全不敢看叶峰的眼睛, 因为对方的那一双眼, 就好像是那能洞察一切一般看穿他所有的秘密, 怎么, 被我说得紧张了, 叶峰快速移动着脚步, 轻而易举躲过了蓝莹草的缠绕, 天啊, 没有想到叶峰师兄居然还有这样的血泪使, 师兄, 打倒他们, 仓辉学院这一边, 几个女孩子在疯狂地喊加油, 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叶峰师兄每天这么规律的训练了, 有此等大仇恨未报和能安心入眠, 大师兄, 干死于小刚, 唐三这师徒俩, 庞兴, 周峰他们也都是疯狂地在怒吼, 仓辉学院这一边情绪高昂, 躲开了, 哼, 刚刚那不过是障眼法罢了, 鬼影迷宗, 唐三是何人, 他有此前唐门绝世功法, 并且多年的战斗经验也告诉他, 缠绕对这个拥有两个千年魂环的男人一点用处都没有, 他又怎么会真蠢到用缠绕对付叶峰, 不管你叶峰这些年成长到何等地步, 他唐三将永远是你挥之不去的梦魇, 第21章, 被唐三偷袭, 身中龙虚针, 什么? 忽然唐三发现, 叶峰就这么消失在了原地, 自己施展出来的鬼影迷宗完全扑了个空, 你还以为我跟当年一样吗? 就在这时, 唐三的耳旁响起了一道如同幽灵一般的声响, 是叶峰? 唐三瞳孔紧缩, 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自己的身旁, 他莫名感觉到身后一阵阴凉, 轰隆, 一阵冲击, 唐三重重砸在了地上, 三哥, 马虹骏虎驱一阵, 小三, 小五立马释放五魂, 柔骨魅兔, 两个黄色魂环环绕, 七宝有名, 七宝琉璃塔, 角落, 一名仿佛领家小妹的女孩子释放了五魂, 叶峰师兄, 我们来帮你, 苍辉学院所有人站了出来, 五魂进出, 什么史莱克学院, 打不过他们大师兄就想群殴, 来啊, 群殴就群殴, 谁怕谁, 还有这个唐三, 当初这么对不起他们师兄, 现在还敢站在所谓道德制高点, 这人就应该狠狠地打, 我有我自己的办法能解决他, 你们所有人都退下, 唐三盯着史莱克众人, 毕竟是两世人, 还从小修炼了上一世的功法, 刚刚虽然挨了一下, 但基本不成大挨, 你们也都退下吧, 现在早已经不是从前, 哪怕是整个史莱克学院在我的眼中也不算什么, 叶峰开口说道, 真是狂妄, 我唐三告诉你, 曾经我凌驾于你之上, 现在依旧是一样, 你看看, 你现在身上的那些小绿光, 鬼藤, 寄生, 唐三阴冷一笑, 鬼藤寄生, 这是他的第二魂迹, 秘密手段, 叶峰师兄, 苍辉学院的人震惊了, 他们看到叶峰的身上, 竟然长出来了一根根藤吗, 三哥好厉害, 胖子松了一口气, 刚刚他还以为三哥要输了呢, 结果是自己多虑了, 也是, 曾经在测试的时候, 把赵无极老师都打伤了的人, 又怎么会简单, 是血磨连, 竖刀刀光掠过, 那些藤蔓像是, 失去了生命力的干柴, 掉落在了地上, 碰, 唐三被叶峰冲击, 整个人被撞飞了百米, 然而这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拳打脚踢, 唐三在空中自由落体的一秒钟之内, 叶峰用极快的速度连击了上百招, 刚开始, 唐三还可以接住, 至于后边唐三完全只能被动防御, 在最后破防, 重重砸在了地上, 我期待了这场战斗很久, 结果没有想到, 你竟然这么弱, 叶峰收手, 看来有了系统之后, 这个天命之子确实不算什么, 咻, 忽然就在这个时候, 他强烈感受到了一股危机感, 转眼过来, 是几道荧光, 魂迹, 苍龙盾, 叶峰迅速施展出苍龙盾, 想要防护这龙须针, 刺, 然而迟了, 这龙须针哪怕是赵无极的身体都可以刺入, 叶峰的身体跟不动冥王赵无极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五六跟龙须针瞬间刺穿叶峰的苍龙盾, 钻入到了他的身体里, 这是龙须针, 接下来你会死得很惨, 金针如虚, 可破金刚区, 唐三擦了擦嘴角的血解, 目光阴寒无比, 你居然偷袭我, 叶峰万万没有想到, 唐三竟然在他放松警惕的时候偷袭他, 简直阴险, 偷袭, 在战场上谁会注重过程, 一切都只看结果, 要怪就怪你不小心, 唐三冷笑道, 这没有什么可耻的, 玄天保路约, 但凡遇到危险, 可不择手段杀死对手, 不必在乎什么所谓的江湖侠义, 因为话也好, 输也罢, 只有胜利者才能说血, 很好, 很好, 叶峰的目光彻底寒了, 他本来对唐三还抱有一丁点感情, 现在, 透彻星亮, 只见到他气韵丹田, 流转于身体各个角落, 那一张脸因为气在体内运行而不出, 直接憋成了猪肝色, 叶峰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要将这龙须针逼出去, 我劝你最好不要挣扎了, 这龙须针是我的独门暗器, 凭你的魂力根本没有办法破除, 如果你现在为你刚刚所做的一切道歉, 那我可以考虑放过你, 否则我不介意让你痛苦地死去, 唐三开口说道, 龙须针是结合他玄天宫的暗器, 用魂力, 上次清测, 哪怕是赵无极这样的魂胜都无法排除体外, 除非是用刀子一个个地方割肉, 这倒是有可能, 但那样必定生不如死, 就这小小龙须针, 又岂会难得倒我叶峰? 至于跟你们道歉, 做梦吧, 这事本来就是史莱克学院挑起的, 至于小五受伤, 要不是对方主动说大家自己喜欢, 要上来揍人会受伤吗? 至于大师就更不用说了, 那不是诋毁, 那就是事实, 只见叶峰手中一股魂力涌动, 混沌绝, 混沌绝运行, 一股气从她的体内喷出, 试材扎入她身体的龙须针, 在此时也立马飞了出去, 什么? 唐三傻眼了, 回房? 啊, 然而她倒是防御过去了, 后边来不及避闪的小五被龙须针击中, 小脸因为过度的疼痛, 立马变成了青涩, 偷袭损人不利己, 最终还害了身边人, 叶峰开口道, 语气带着几分玩味的神态, 龙须针确实算是很强的暗器, 只可惜她有系统奖励的混沌造化诀, 试材龙须针入体, 就仿佛被几只小蜜蜂折了一下罢了, 找死! 唐三用玄天弓吸出小五身上的龙须针, 整个人仿佛黑化了一般, 走路带着一股狂风, 像是地狱上来的魔鬼, 而她的左手, 叶峰可以清晰地看到有一道黑色的光芒, 想动用浩天锤了吗? 叶峰丝毫不慌, 因为刚刚打败唐三, 他连第二魂祭都没有用到, 至于第三魂祭那就更不用说了, 而且相信他叶峰用不了多久也会得到第二五魂, 叶峰 系统察觉到天命之子异常愤怒, 宿主成功激活副本任务, 就在这个时候, 叶峰的脑海中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嗯? 叶峰猛了, 什么情况? 第二十二章, 一个难眠叶, 这系统还能整副本, 选择一, 继续隐藏实力被天命之子暴打, 奖励100W金币, 一个随机礼包, 选择二, 不再隐藏实力暴打天命之子, 获得随机魂鼓奖励, 叶峰的面前多出了一个只有自己看到的透明状态栏, 好家伙, 这是系统新玩法吗? 叶峰再度震惊了, 不过这东西还用血, 被唐三暴打, 别说是给100万金币了, 哪怕是你给1000万金币, 他叶峰都不可能, 再说一个随机礼包, 鬼知道随机出什么东西, 比如随机一本做菜指南, 他岂不是亏大发了? 这可不是他叶峰随意想出来的, 这是真实的事件, 之前他就随机出了各种废物秘籍, 什么做菜啊, 哥普啊, 炼丹啊, 所以现在他对这种随机奖励, 其实并不抱什么大希望, 至于这个随机魂鼓, 他心动了, 现在自己连一块魂鼓都没有啊, 这东西简直是最好的家常, 鬼影迷踪, 唐三速度加快, 他手中那黑色的小锤子越发的明显, 魂迹, 嗜血磨连, 撕裂, 叶峰也没有丝毫犹豫, 当即释放魂迹, 紫色的魂光在闪烁, 他挥舞着手中的嗜血磨连, 释放出来的锋利韧气, 卷起千层尘土, 地面犹如地龙撕裂一般, 玄狱手, 恐吓擒擒龙, 唐三师斩出自己的玄狱手, 先是挡住了叶峰的磨连利刃, 随后又施展恐吓擒擒龙分散力量, 有一种一两波千斤之感, 只可惜他忘了, 叶峰早已经不是当初的哪一个叶峰, 叶峰手臂青筋爆起, 刹那地面四周尘土炸裂, 将它们瞬间包围, 唐三发现, 发现自己的浩天锤如此的苍白无力, 短短几个呼吸, 他纯粹是被碾压性施虐, 哄, 剧烈的声响, 唐三直接震飞, 巨大的冲击力, 所撞到的房屋尽数倒塌, 是血磨连, 叶峰手持磨连紧随其后, 虽说他忌惮唐号不敢杀唐三, 但是重伤对方, 他叶峰还是敢做的, 毕竟他的背后占着帝国, 还有武魂殿的影子, 爹, 恭喜宿主完成任务, 奖励一块万年金翅大鹏速度型左腿魂骨, 以直接融合暴击唐三, 叶峰尝到了甜头, 系统竟然直接奖励了他一块万年魂骨, 他简直有些受从若惊, 甚至对方都直接帮他融合在了腿上, 他明显感觉到自己的速度快了数倍, 这不是在施展魂迹的情况下, 小子, 够了, 忽然就在这一刻, 一道粗狂的声音响起, 是一个有些魁梧的壮憾, 整个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站起来的熊一般, 叶, 宿主遇到76级魂圣赵无极, 任选下了一个选项执行, 将获得奖励, 选项一, 越级挑战, 将他也暴打一场, 将获得一千大百六金币, 第二五魂碎片星号一, 一份超级神秘大礼包, 选项二, 任耸, 将获得一千大百六金币, 一本炼体功法, 赵无极刚出来, 叶峰发现自己的系统, 居然又出现了提示, 莫不成这系统升级了, 还是说, 碰到了天命之子, 系统发生了变异, 再或者是因为天命之子, 开启了系统的新功能, 叶峰此刻正在思索, 不动冥王赵无极, 没有想到这些人居然是你的学生, 就在这个时候, 叶之秋走了过来, 就那一只金刚熊, 实在是太明显了, 当初魂世界赫赫有名的恶人, 赵无极, 不小心杀了哪一个, 可怪不得我, 赵无极看到叶之秋, 直接冰冷地说道, 你, 碰, 叶之秋听到这一句话, 眼镜直接炸了, 绿帽王八, 是他这辈子最讨厌听到的四个字, 因为他老婆确实跟人跑了, 他被戴了绿帽, 并且他本身五魂是乌龟, 王八这两个字也是他的绝对禁忌, 怎么, 你不服, 不服就好好跟我切磋切磋, 五魂附体, 金刚熊, 刚刚赵无极的背后, 只是有金刚熊的身影, 并没有五魂附体, 此刻他魂力涌动, 五魂附体, 刹那一股狂风席卷, 叶峰直接被震退了好几步, 毕竟是七十六级魂胜, 确实恐怖如斯, 哼, 不动冥王教出来的学生就是霸道啊, 只可惜霸道是霸道了, 却没有什么本事, 这还不是被我们仓辉学院的学子吊着打, 打完小的老的出来互犊子, 真是好笑, 叶峰, 还有仓辉学院众位同学, 我们走, 绿茂王八千年归身为仓辉学院外事部主任, 叶之秋可不只能隐忍, 他口才还十分不错, 至少对付像赵无极这样的粗人, 绰绰有余, 不然, 怎么成为外事部主任, 在仓辉学院, 外事部可就相当于是外联部, 外交部, 选一个内向, 口齿不利的人, 显然不可能, 哦, 叶峰微微点了点头, 收回了五魂, 然而他真的认怂了吗? 不, 叶峰点了选项一, 因为第二五魂最后一个碎片, 他实在是太馋了, 只要集齐, 他就可以召唤绝世五魂, 错过这个机会, 不知道要等多久, 今晚, 他必定会让赵无极度过一个难眠夜, 第二十三章, 不许走, 赵无极要护短, 等等, 打完我的学生现在就这么走了吗? 看到仓辉学院一行人要走, 顿时赵无极冰冷到, 不动冥王真身一出, 赵无极战意满满, 今晚不活动活动筋骨, 他都感觉对不起自己, 而这些仓辉学院的人是他的目标, 这, 叶之秋猛然一愣, 此刻的他脑海正在飞速地运转, 以他的魂力, 想要对付赵无极基本上就如同鸡蛋碰石头, 七十六级的魂胜几乎一掌就可以拍死他, 可照现在赵无极的架势, 这一架定然无法避免, 要不自己拖住赵无极, 然后让叶峰带着仓辉学院的人先走, 毕竟这可都是仓辉学院最精英的学生, 要是出了一点闪失, 别说自己这个外事部主任了, 哪怕是仓辉学院院长都吃不了兜着走, 嗯, 赵无极前辈走的是, 我们仓辉学院确实不能就这么走了, 就在叶之秋思绪万千准备背水一战, 让叶峰先带人走的时候, 一道声音响起, 居然是叶峰, 哼, 算你小的还有些担当, 我赵无极今日可考虑不杀你, 赵无极看了一眼旁边被小五搀扶的唐三, 以及被马洪俊和奥斯卡照顾着的弹幕白淡淡倒, 他们史莱克学院今天被砸的场子, 他赵无极必须得找回来, 要不然别人怎么看他们史莱克学院, 不过这帮小子也真是逊, 其实挑逝的时候他一直在关注, 本想让他们实战练练别人, 结果倒好被别人练了, 而且还整得这么狼狈, 当真是丢脸丢到了姥姥家, 叶峰你, 叶之秋满是疑惑的盯着叶峰, 这家伙想干嘛, 苍辉学院其他人此时也有些疑惑, 难不成叶峰师兄要干这个长得像一头熊一样的男人, 对方可是浑圣啊, 叶峰师兄确定, 然而叶峰微微做了个手势, 暗示他们先别慌张, 见机行事, 我记得当当代少说过, 这里的所有损失都是他负责, 现在这个小镇被毁了这么多房屋, 我们苍辉学院也是有责任和担当的, 大家都给代少报个数吧, 只看到此刻叶峰开口道, 赵无极肯定要干, 只不过在这里不太合适, 原因有二, 其一, 这里人多眼杂, 完全施展实力到时候难免会引起关注, 其二, 哪怕是苍辉学院都没有人知道他的全部实力, 而挑战赵无极必须要施展全力, 这无疑是相当于暴露了自己, 那自己隐藏了这么多年的实力, 就相当于是富诸东流, 后续必将引来无数麻烦, 甚至有可能会影响到雪儿, 虽然奖励他很想要, 特别是召唤第二五魂, 他做梦都想, 但凡是慢慢来, 急不得, 今夜无人时, 闻打闻扎为好, 啊, 赵无极听到这一句话, 有些猛, 这小子在搞什么鬼, 而另一边的叶之秋也满脸迷茫, 他居然提起了赔偿, 对方到底想做什么, 那我们所有受到损失的人都可以要这个什么, 代少赔偿吗? 没错, 我刚刚买的小摊也被掀翻了, 能赔偿吗? 我衣服破了, 就在仓辉学院和史莱克学院众人被叶峰这不按照套路出牌的方式整蒙了的时候, 人群中有人大声喊道, 毕竟他们做生意的店铺, 甚至还有人的家被毁了, 刚刚神仙打架, 他们不敢说话, 现在这个仓辉学院的说什么要支持他们要赔偿, 此事不开口, 回头就迟了, 有了第一个人开头, 很快索要赔偿的人如蜂拥般嗡嗡耳旁, 一个个都开口争相询问, 刚刚代少答应过, 只要是这个小镇上因我们打斗产生的赔偿金他都全部承担, 大到房屋地产, 小到一针一线都可以报价赔偿, 代少, 我想你应该不会来账马, 叶峰先是跟众人说道, 随后目光看向戴木白, 这, 这个我自然不会赖账, 只不过, 被马红俊和奥斯卡搀扶的戴木白有些微微颤颤地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今晚这个小镇上的人有点不太对劲, 他好像没有设计这么多人吧, 好, 既然代少这么爽快, 大家也都报个数吧, 今天我们仓辉学院充当监督, 绝对不会少大家一份赔偿, 保证大家记下就有钱拿, 叶之秋老师, 你可有笔摩, 叶峰目光朝着叶之秋看去, 啊, 哦, 有有有, 叶之秋急忙拿出笔墨, 庞星, 你们几个去搬一张桌子过来吧, 要大, 叶峰对着交代道, 好, 庞星, 周峰他们几个手脚很利索, 直接搬出了两张大桌子摆在史莱克学院众人的面前, 叶峰提笔, 摊开那长长的纸张, 史莱克一行人很猛, 无论是唐三还是小五又或者是戴木白, 奥斯卡, 马红俊以及宁荣容, 朱竹青, 当然最猛的还是赵无极, 他已经将自己的武魂召唤了出来, 然而瞬间冲上来了好几百人, 把他们史莱克学院一行人围得水泄不通, 他站在中间, 整个就好像是一座雕塑, 工人观看的那种, 这导致他很凌乱, 如果是被魂师包围, 他可以施展魂迹, 直接将这些人震飞, 然而现在这些人不是魂师, 而是平民, 他赵无极就算再怎么残忍, 也不可能直接手刃数百人吧, 更何况还带着学生, 当然最最最浮夸的是刚刚他想抱锤的小子, 现在直接在他旁边, 他震撼的脑子中不断的重复, 这鸭的胆子也太肥了吧, 对方当着他面摆了两张桌子, 白纸摊开, 手中拿好了笔, 一副记账先生的姿态, 要钱的就来了, 要不然我们仓会学院一会休息了, 你们要不到, 可怪不得我们不帮忙, 只见到此刻叶峰对着吆喝道, 就好像完全忽视了后边施展不动明王真身的赵无极, 以及史莱克众人, 我, 我是这家餐馆的老板, 这位仓会学院的魂师大人,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你看, 你看这全都毁了, 我这小餐馆一个月最低也有五百金币左右的收入, 现在可全都没了啊, 至少, 至少要赔偿五万金币吧, 只见到此刻那一名掌柜有些手抖的竖起三根手指, 毕竟第一次问魂师要钱, 他紧张得很, 毕竟是, 啊, 五, 五十万金币啊, 好, 我给记下了, 掌柜, 第二十四章, 凄惨的代哨, 赔哭了, 五, 五十万, 掌柜先是一猛, 随后喜出望外, 这可是他赔偿的十倍啊, 好人, 这个仓辉学院的简直是好人, 其实他的店铺确实应该得到更多赔偿的, 但因为自己是个屁民, 不敢惹这些魂师, 九王小了说, 五十万金币, 就这家小破店要五十万金币, 后边浑身是伤得戴木白, 看到叶峰记长, 整个人直接给吓得浑身抖了一个机灵, 要知道, 这个世界一个惊魂币, 已经足够一个普通贫穷三口之家, 生活几个月的正常开销了, 五十万金币, 那可是天价, 戴哨, 你不要看人家这小店不怎么样, 但这个位置好啊, 天天人来人往的一个月, 有高达五千金币的收入, 赔偿五十万, 这也没毛病啊, 戴哨您这表情, 改不会赔不起吧, 叶峰转头看着伤痕累累的戴木白, 特别是对方那眼神, 有些憋得内伤, 这也不怪他, 按照这个世界的汇率, 一个金币最低也相当于地球上几百块钱, 毕竟原著中所说的一个金币, 够普通人家几个月的开销, 但后边史莱克学院报名, 就得十个金币, 那就暂且以史莱克学院报名的钱来算吧, 就算你十个金币是一千块, 一个金币够吃青菜树皮的平民生活几个月, 五十万金币, 直接相当于要了戴木白, 相当于地球上的五千万人民币, 这货跳起来很正常, 不过, 人家掌柜地理位置, 还有他们家的经营状况, 那家餐馆总价值千万是肯定有的, 只不过碍于他们是浑尸对方不敢开口罢了, 现在五倍赔偿给对方, 这也没毛病不是, 再说人戴哨是什么人, 新罗帝国皇子, 一个帝国都是他们家的, 这点小钱, 九牛一毛上的毛尖尖, 能赔是赔得起, 但你这, 好, 既然戴哨能赔得起, 我们就下一个, 还没等戴木白开口, 叶峰直接继续道, 我是隔壁澡堂老板, 我是开客栈的, 二十万, 五十万, 一家七口, 五层楼啊, 那一百万吧, 那一张白纸, 已经写上了几十个名字, 大到上百万, 小到几千金币, 很快戴木白他们发现, 整个小镇上的人都过来了, 喂, 小子你有没有搞错, 他们两个人衣服破了一点, 你系上一千金币, 戴木白极了, 他背后已经湿透, 他就算再有钱, 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 这简直是要命, 戴哨此言诧异, 刚刚这对情侣住在隔壁的客栈, 就是因为你撞烂了人家的墙, 还带走了他们的床, 导致两人心里都受到了严重的刺激与伤害, 特别是这个男的, 今后很有可能会因为此事而不举, 这赔偿一千金币也合情合理对吧, 叶峰一边记长一边说道, 嗯嗯, 没错没错, 那一对小情侣疯狂点头, 一千金币啊, 那可是他们工作整整十年的薪水, 别说他不举了, 你就说他家着火都没事, 这, 戴木白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满头都是问候, 那个浑师大人, 我刚刚摆了个摊, 然后被掀翻了, 我不要赔偿多少, 就赔偿五百金币就行, 只见到此刻, 一名青年男子挤到了面前, 好嘞, 摆的摊被毁, 记账五百金币, 叶峰大手一挥, 又写下了, 这, 这不是殿小二, 他摆摊, 戴木白惊了, 眼球差点没蹦出来, 见过计甲账的, 但是没见过计甲账成这样的, 这明明是殿小二, 这, 小二忽然身躯, 微微一颤, 居然被发现了, 完了完了, 戒儿运气怎么这么差, 好几个人都系上了几百上千大洋, 他本来也想要一点的, 毕竟他今天被摔了一跤, 现在身子都还有点疼呢, 过来要一点医药费, 这也合理不是, 戴少, 你就怎么知道, 殿小二不出来摆摊呢, 万一他的正业是殿小二, 副业是地摊经纪主呢, 这无从查证对吧, 那按照从无济有的说法来讲, 这五百金币也合情合理是不是, 叶峰写上了字, 不, 戴木白直接一口老血喷出, 他气, 气这话竟然没法反驳, 还有, 今天为什么自己会说出那样的蠢话出来, 这一下真的要赔得连底库都没有了, 但这么多人在这里, 他说过的话总不能不做数吧, 再者, 竹青也在这里, 今天真的是被下了一个套, 小子, 哪有这么做数的, 木白就算愿意赔也不能写这么多啊, 就在这个时候, 赵无极的声音响起, 这么多人围在这里, 他定然不能动武了, 要不然不小心死几个人, 麻烦得不行, 而戴木白都被气吐血了, 他这个做老师的肯定不能做事不管不是, 毕竟现在整个阵子的人都过来了, 越来越多, 之前只是几百人, 现在都上千人了, 真要这小子这么记账下去, 戴木白能酷死, 赵老师, 戴木白心都碎了, 今晚真正的尝试了一波什么叫冤大头, 打掉牙往嘴里, 咽还割破喉咙的那种, 啊,这样啊, 那要不给赵无极前辈你来记账吧, 大家认识一下, 这位是史莱克学院的负责人, 也是史莱克学院的副院长赵无极, 对方人品有保证, 肯定不会疼大家的, 叶峰快速地将笔丢到了赵无极身上, 刹那, 一帮人蜂忧, 啊, 喂, 赵无极看着面前的笔猛了, 他怎么知道自己是史莱克学院的副院长, 还有, 提笔这东西, 他压根不会啊, 我, 我是门口这边的小摊主, 被毁了一个摊位, 二百金币, 我也是摊主, 二百金币, 一个个人挤了上来, 将赵无极他们, 还有史莱克众人围得水泄不通, 至于叶峰早就溜之大吉,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用小镇上的人牵制赵无极, 让他不敢轻举妄动, 不然对方动手起来, 他们苍辉学院绝对捞不到任何好处, 要怪就怪戴木白给自己挖了的坑, 这个坑好啊, 等今天晚上, 赵无极他们被折腾得差不多了, 自己就去挑战一波赵无极, 打完领道奖励就跑, 简直美滋滋, P.S. 各位读者大大们好, 因为斗罗原则的货币一系有些混乱, 作者均稍加做了一些改变, 还有这一章也是修改过的, 欢迎大家继续支持YOO, 下华线, 哦哈哈, 第25章, 浩天斗罗, 降临, 二合一大张, 可以啊, 小枫, 叶之秋此刻一脸满意地朝着叶峰的方向看去, 他刚刚以为自己最少都要打一架才能离开, 结果叶峰直接联合这个小镇上的居民, 然后把史莱克学院的人给包围住了, 哪怕不动冥王, 就算再怎么残忍, 在自己的学生面前定然不可能杀这么多的人, 这简直就如同变相把对方给困住, 叶主任, 我们还等什么, 赶紧去莫围找个住的地方吧, 刚刚叶峰战斗, 基本上把前边部分的整个小镇给毁了, 但后边部分的小镇基本上没事, 所以住宿的地方还是有的, 不用露宿街头, 大师兄, 你这简直是太棒了, 叶学长, 好厉害啊, 在苍辉学院, 众人都叫叶峰为大师兄, 当然也有跟叶峰关系还行的叫他叶学长, 此刻这几个出来寻找魂团的同学, 无论男女都是一脸崇拜的样子, 毕竟对面可是有一位魂圣存在, 如果刚刚对方真的要发难的话, 难免会受伤, 毕竟他们的老师才是魂王层次, 魂王跟魂圣那压根就不是一个级别的, 去客栈休息吧, 明早早点出发, 尽量别跟他们碰上面, 叶峰对着说道, 史莱克这帮人他太了解了, 现在他们吃了这么大的亏, 到时候肯定会想方设法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碰到他们会很麻烦, 嗯嗯, 苍辉学院众人点了点头, 谁想碰上那些野蛮流氓, 见到躲着都还来不及, 就这样他们来到小镇子的后方一家, 看上去还比较隐蔽的客栈, 苍辉学院一行人入住, 叶峰也来到了自己的房间, 这一次他出来相当于苍辉学院助教的身份, 所以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单人房, 只见他反锁了房门, 随后进入到浴室, 安安静静泡澡了起来, 毕竟今天累了一整天了, 也是时候放松一下不是, 至于赵无极那边不急不急, 相信这会儿他们正忙着呢, 人心贪欲无穷, 肯定会有一些想占便宜的人, 转眼来到了三个小时之后, 此时号月高挂, 只是缺了一大半, 就像是一个字母C一样, 他妈的, 这有没有搞错啊, 我要赔三千万金币, 终于最后一个人走了, 那一张足足摆满了两张桌子的白纸, 上边全都写满了名字, 还有金额, 经过核算, 今晚戴木白损失三千万金币, 他现在只想穿越到傍晚, 然后狠狠地给自己几个巴掌, 特么的, 我让你抓, 我让你抓, 然而这个世界上没有后悔药, 上边都印上了印红色的手印, 反正这一笔钱肯定是赖不掉的了, 毕竟最后这个小镇的镇长都惊动了, 他们成了第二批证人, 这, 这数字确实有点浮夸, 赵无极头有点凸, 无他, 刚刚挠的, 短短三个小时, 头发大把大把地掉, 周围的这些民众七嘴八舌, 他人都要炸了, 幸好后来唐三他们加入帮自己一起记账, 不然他真能崩溃, 此刻他看着这些数字, 眉头倒立, 整个脸一副炯的姿态, 这么多钱, 戴老大, 你可怎么办啊? 胖子有些憔悴地看着脸色苍白的戴木白, 哼, 某些人仗着自己的身份胡作非为, 这一下被人点好好的上了一课, 就在这个时候, 后边有一道冰冷的声音响起, 似乎带着几分细血, 这些钱我戴木白又不是赔不起, 被人这么忽然一说, 戴木白拳头咯吱咯吱作响, 那一双邪眸就这么盯着身穿黑色净装的少女, 现在他心情本来就不好, 这女人还过来点火, 那怪不得他着了, 哼, 我知道戴上能赔得起, 但如果不是你们故意挑事, 又怎么会遇上这些麻烦事? 还什么不敢惹事的浑尸不是好浑尸,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好吗? 朱竹青冷笑一声, 他是理性的, 刚刚的事情他心里清楚着呢, 明显就是戴木白他们挑事在先, 本以为能欺负人, 结果却被人家给欺负了, 后边赵无极老师想出手, 更是被那个人给巧妙地化解, 不得不说那人确实厉害, 而也正是因为这个人太厉害, 太聪明, 无形之中衬托了戴木白的愚蠢, 甚至整个史莱克都在为这一份愚蠢买单, 你找死, 听到这话, 戴木白武魂上身, 不顾伤势直接举起拳头, 朝着朱竹青的方向准备攻击, 你有本事就打死我, 一股狂风肆虐, 爆炸般的威压席卷全身, 朱竹青毫无畏惧, 就这么直勾勾盯着戴木白, 他要是怕了, 就不会来这里, 木白, 够了, 就在此刻, 赵无极的声音响起, 他盯着戴木白, 你最好给我小心一点, 戴木白放下了拳头, 虽然很恼火, 但他终是没下手, 哎, 今天我们确实被人摆了一档, 唐三微微摇了摇头, 他今晚挂彩也很严重, 要不是赵无极老师及时出手, 他估计要成为第二个戴木白了, 小三, 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感觉那个小子跟你好像有仇似的, 戴木白有些好奇地看向唐三, 其他人也都将目光放在了唐三的身上, 想听听曾经究竟发生了什么, 没有仇, 只不过他拜师我的老师被拒绝了, 后心生怨恨罢了, 唐三对着说道, 对于这件事, 他不想说太多, 而且这个世界, 一人只能拜一个师父, 有些话说出来, 虽然自己老师没错, 但也容易增加别人对老师老师的误判, 从而影响他的名声, 拜师, 被拒绝, 唐三此言一出, 全场一阵哗然, 哪怕是赵无极, 也是有些不可置信, 比唐三大一点, 甚至两人都有可能是同龄, 然而, 对方已经是39级魂尊了, 可就这样的人拜师还被拒绝, 这不可能吧, 这唐三的老师究竟是何方神圣, 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在此之前, 他们也听过唐三提起自己老师, 当时他们只觉得这个老师真的厉害至极, 居然能培养出像三哥这样的超级天才, 然而今天他们再度刷新三观, 嗯嗯, 当时主要原因是, 他的魂力等级太低了, 仅有两级魂力, 还有一个可能, 老师早就觉得他心怀邪念, 所以没有收下对方, 唐三说道, 他的初始魂力才两级, 这怎么可能, 史莱克众人全都是一副不相信的姿态, 小小年纪现在都已经是魂尊了, 两级魂力怎么可能会晋升这么快, 正常情况下, 两级魂力, 大魂师就已经是天花板了, 然而现在对方跟他们年纪差不多一样, 可他整整领先他们十级往上, 嗯, 这个具体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唐三很无奈地耸了耸肩, 说真的, 当初他以为叶峰已经化为了猎魂森林中的白骨,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对方不但活了下来, 甚至还晋升到了魂尊, 特别是刚刚与对方战斗的时候, 他惊奇地发现, 此人最后一个魂环竟然是万年, 简直匪夷所思, 看来回头找个时间, 他得回去找老师问问,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那刚刚对方说的被曼陀罗蛇咬, 活生生让他等死又是怎么回事呢, 朱竹青开口问道, 他刚刚能明显感觉到那个叫叶峰的少年所产生的怨气, 很明显, 唐三或者对方的那位老师一定做过很对不起他的事情, 蛇咬这件事是他自己不小心撞到了曼陀罗蛇, 所以就被追上了, 不过这件事太过于复杂,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现在天色也不早了, 要不我们先去小镇的后方找个地方休息, 到时候有时间我再跟你们细说, 唐三此刻转移了话题, 他不想再继续深入下去, 毕竟当时老师确实是推了叶峰一把, 后边自己在吸收魂环, 吸收完了之后, 老师就跟他说已经处理了叶峰的尸体, 说实话, 后续这些事情他也没有问, 所以不是很清楚中间这个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 也有可能是老师自己想为叶峰驱毒结果, 自认为失败, 但实际上成功了也不知道, 只有见到老师再去问这些事了, 现在就先暂且放放, 嗯嗯, 时候也不早了, 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吧, 赵无极此时也开口说道, 现在都已经是凌晨十二点了, 明天早上他们还得出发去星斗大森林之中猎杀魂兽, 行, 就这样一行人朝着小镇的后方走去, 哥,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路上小五对着唐三有些好奇地问道, 其实他隐约能猜到当年的事可能另有隐情, 而且大师在他的眼中更像是一个神棍, 在小三拜师这一件事上, 小五非常不理解, 没什么, 当年有一些误会罢了, 以后我会跟你好好解释的, 唐三对着小五说道, 很快一行人找到了一家客栈, 但因为镇子前方的客栈都被毁了, 而这个点又很晚, 史莱克一行人被迫加价, 这才找到地方睡, 浩月明亮, 微风浮浮, 哎, 今天遇到的这到底是什么事啊, 这帮小怪物就不能给我省省心, 赵无极回到房间, 整个人直接躺在了床上, 今天实在是太累了, 啪哒, 忽然, 就在这一刻外边一道声音响起, 谁? 赵无极浑身一个机灵, 直接站了起来, 满脸警戒地看着周围, 赵无极, 第一魂祭, 不动冥王真身, 是谁在装神弄鬼, 给老子滚出来, 赵无极也是异常的暴躁, 直接释放出了不动冥王真身, 不动冥王赵无极好大的脾气, 既然你想打就跟我过来吧, 那一道声音落下, 随后一切重归平静, 赵无极围见一道身影, 正朝着远处森林进发, 速度非常快, 望而惊叹, 这, 看着远处那一道身影, 赵无极好似回忆起了什么, 顿时整个身子微微顿了一下, 没错, 就在几天前他刚被揍过, 一样的方式, 一样的场景, 还有似乎听起来一样的声音, 是该不会是那位来了吧, 今天小三被打, 上次也是小三被打, 想到这里, 赵无极后背瞬间湿透了, 完了, 肯定是那位过来追责自己了, 特么的, 自己刚刚还那么嚣张地问对方是谁, 凉了, 要凉透了, 赵无极迅速将武魂收了回去, 整个人一副后悔的姿态拍了拍后脑勺, 简直造孽啊, 只看到他从窗户一跃而起, 来到不远处的森林, 他很快就看到了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背影, 刹那他呼吸困难, 仿佛自己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样, 难受, 这一身装扮, 还有谁, 唐三的老爹来了, 传说中的浩天斗罗, 能让整个大陆阵战的存在, 这下自己还有没有命, 还是个问题, 他赵无极此生也没做过什么特别坏的事情, 怎么就会这么倒霉呢, 不动冥王赵无极, 无比沉闷厚重的声音响起, 晚安, 晚辈在, 第二十六章, 第二五魂现世, 开局炸了一座山, 此时的赵无极害怕极了, 微微颤颤地回答道, 你可知罪, 那一道沉闷的声音再度响起, 好, 浩天殿下, 无极知错了, 赵无极回答道, 果然, 小的受伤老的立马上门, 上次也是这样, 他赵无极怎么这么倒霉, 带了个祖宗出来, 套头上吧, 飞影站在树上, 与此同时一个厚厚的麻袋丢了下来, 好, 浩天殿下, 您, 您这是, 赵无极慌了, 也梦了, 这整一个麻袋是什么意思, 莫非, 不会吧, 上次的浩天殿下, 看起来那么的和善, 应该不会这么惨无人寰才对, 鉴于今天的事情, 我想, 你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 低沉的声音说道, 这, 好, 好吧, 赵无极满脸委屈地捡起地上的那个麻袋, 然后从脑袋往下套, 希望浩天殿下能下手轻一点, 赵无极在心中祈祷道, 哄, 砰砰砰, 在里边的赵无极只感觉到自己一阵眩晕, 随后整个人砸在了一块山石乱扎的地方, 然而, 暴击并未停止, 还在继续, 叮, 宿主有一条新消息, 忽然黑衣人正愣了一下, 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搞定了, 那就再送老赵一个大礼包吧, 一个黑色的魂环涌动, 泰坦金刚之力, 充满狂暴魂力的拳头伴随着刺耳的空气摩擦, 直接对着赵无极砸了过去, 这是系统奖励他的第三魂技, 万年泰坦, 属于他唯一一个纯力量型魂技, 今天仅仅用了三分之一的力, 就差点要了唐三的命, 也是他如今的底牌之一, 今天奖励的那块速度型魂鼓, 再加上这力量型金刚拳, 让他有了模仿唐号的机会, 于是乎, 今晚就这么轻而易举的, 完成了系统交代的任务, 不然要暴击赵无极, 哪怕结合今天得到的万年速度型魂鼓, 也会十分吃力, 搞不好到时候惹怒了赵无极, 还得挂材溜走都不一定, 毕竟赵无极可是76级的魂胜, 而自己现在不过是39级魂尊罢了, 两者相差确实比较远, 不过有些事情嘛, 也并不是只有实力为一, 偶尔动动脑子也能取得出其不意的效果, 就比如今天, 作为知晓剧情的男人, 叶峰知道赵无极上次被唐号锤过, 现在心里阴影面积极大, 于是他再度模仿了一遍上次唐号的做法, 果不其然赵无极上钩了, 最终让他不费吹灰之力, 完成了系统任务, 此刻叶峰心情美美搭地回到了客栈, 毕竟有什么比完成任务更爽的呢? 有什么比即将召唤第二武魂更爽的呢? 没有, 啊, 另一边, 赵无极在麻袋中自由飞翔, 狂浪, 也不知道砸在了哪个山头, 他滚了好几圈, 随后人和麻袋分离, 滚了出来, 人嘛, 鼻青脸肿的, 哪怕是弗兰德在这里都认不出来, 妈爷, 这是哪里啊? 浩天殿下, 下手也太重了吧? 赵无极擦了擦流血的鼻子, 整个人十分迷茫地看着周围, 他赵无极此生何时, 受过这等委屈, 结果, 今年, 不对, 这个月就受了两次, 造孽, 简直是造孽啊, 弗兰德今年招的都是什么小怪物, 一个弃保留离宗的小公主, 一个浩天殿下的亲儿子, 还是木把好, 人家家里人至少不会来找麻烦, 赵无极一边捂着受伤的部位一边说道, 转眼过去了一个小时, 嗯?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疏险? 赵无极看着地上那一个麻袋, 顿时满头问道, 很快, 他发现自己迷路了, 没错, 在这无边无际, 只有一片漆黑的森林里迷路了, 而这一波迷路, 差点要了他的老命, 当然, 这是后话, 此时叶峰正在客栈之中, 冲了个身子, 安安静静躺在床上, 第一, 宿主有两条消息未查看, 叶峰打开系统, 当即看到了两行未读消息提示, 宿主完成暴击赵无极任务, 评级SSS级, 获得奖励一千大百六金币, 绝世第二五魂碎片星号一, 一份神秘大礼包, 今日运动值结算, 宿主获得一, 8W运动值, 已转化为升级经验, 两条未读消息点开, 第一条是系统副本的奖励, 第二条则是今天的运动值结算, 系统每天都会根据他当日的行为奖励他运动值, 此前他当天的运动值基本上也就是几十几百, 最高也就是一千这样子, 没有想到今天竟然直接晋升到了一, 8W, 难道是因为跟天命之子还有赵无极干架的原因, 看到这个高的运动值, 叶峰直接震惊了, 原先魂力39级, 系统经验值391W40W, 现在又发生了改变, 宿主, 叶峰, 所在卫面, 斗罗大陆, 性别, 男, 年龄, 十三岁, 五魂, 嗜血魔帘, 第二五魂碎片, 星号五, 可召唤爵士五魂, 魂力, 四十级, 经验值, 零, 9W100W, 金币, 1500W, 待使用, 神秘大礼包, 系统状态栏, 此刻浮现在叶峰面前, 果然, 升级之后, 只有抵消剩下的零, 9W经验值, 而且似乎升级变得更困难了, 之前10-20级是20W经验值, 20-30级是30W, 30-40级是40万, 结果现在40-50级居然要100大百柳经验值, 看来似乎麻烦多了呀, 得要10万经验才能升一级, 不知道这个神秘礼包是什么, 会不会是魂环, 叶峰此刻躺在床上, 看着面前只有他能看见的状态蓝, 喃喃道, 爹, 恭喜宿主打开神秘礼包, 第三五魂碎片星号一, 神级宠物碎片星号一, 坚挺一分钟单要星号一, 叶峰满怀着好奇打开了神秘大礼包, 本以为能得到一个魂环, 毕竟自己也踏入了魂宗层次, 一个魂环加持, 他直接变成了魂宗, 结果好家伙, 隔着俄罗斯无限套娃呢? 第三五魂碎片, 这自己第二五魂才刚及其, 你他压就整个第三五魂, 这合适吗? 还有一个神机宠物碎片, 那是什么东西? 他叶峰自己都苟且于世, 怎么, 还要给他整个宠物啊? 当然, 最最最不仁吐槽的还是最后一项, 他看到的第一眼, 差点以为自己看错了, 奸挺一分钟丹药, 这又是个什么鬼? 他才十三岁, 用不着这东西吧? 再说, 他连女朋友都没有呢? 这系统是不是疯了? 咦? 居然还有功能介绍? 作为证人君子, 叶峰本来不想点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但那么一个大型红色感叹号在哪里漂浮着, 不点又不合适, 于是他点了进去, 看看这药究竟是何方乌药? 呸, 何方神药? 奸挺一分钟丹药, 属于一种增强战斗力的丹药, 能辅助宿主在战斗中坚挺一分钟, 就这么一行十分简略的自出现, 这不看还好, 一看叶峰更加迷惑了, 这话是不是有奇异? 不过相信, 系统应该不会是个正常的系统, 就暂且把它归为一种增强战斗力的丹药吧。 不过一分钟, 真的好短啊, 也不知道第二武魂会召唤出什么武魂, 叶峰有些期待的点到了武魂那儿, 警告, 第二武魂过于强大, 请宿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觉醒, 刚点击召唤绝世武魂, 结果立马出来了一行红字, 有没有搞错, 这东西居然还要找个安全的地方觉醒, 这系统是不是要谨慎了? 什么武魂有这么强? 看来又得出去一趟啊, 叶峰就是这种性子的人, 等不到第二天, 当即换了一身衣服, 紧接着就跑到了客栈的外边, 警告, 第二武魂过于强大, 此处依旧不适合觉醒, 请宿主找个安全的地方, 系统再度提示道, 瞧你大眼, 这什么鬼武魂, 这么苛刻, 我跑到山头上, 决心总行了吧? 叶峰怒骂道, 就这样叶峰带着满身怒气, 跑到了小镇远处的一座山顶上, 夜晚, 整个小镇一片静矣, 所有人都沉浸在了美美的梦乡之中, 忽然, 就在这一刻,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远处的山头, 一朵蘑菇云直冲苍穹, 整个山头一围平地, 第二十七章, 悲惨的赵无极, 地震了, 整个小镇所有人动作一致, 全都从床上跳起, 甚至有些裹着一个被子就跑了出来, 不是地震, 但比地震更恐怖, 远处的一座山头直接炸了, 像火山喷发一样冒着浓烟, 这, 这是怎么回事啊? 苍辉学院众人一阵匪夷所思, 另一处史莱克学院的人也都盯着远处那一座冒火的山, 发生了什么? 大大小小的势力也都是一连猛逼, 为什么一座山头会突然爆炸? 众人聚集围观了足足有好几分钟, 很快热度散去, 没有地震也没有火山, 这证明他们今天是安全的, 今天累了一整天了, 大半夜既然都安全的话, 他们可没有心思去关注这些事, 还不如回去睡觉舒畅, 然而远处的山头上一道身影的热度依旧, 他头发竖直, 脸淡黑如煤矿, 衣服简直跟那叫花子差不多, 炸的前半部分全无仅剩下后半部分,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叶峰, 他看着手心上一只如同蚕一样, 但透着岩浆一般温度的小虫子, 整个人十分凌乱, 第二五魂, 裂空暴, 烈焰属性神级魂兽, 技能, 爆炸, 魂环级别越高爆发范围越大, 有时可能会误伤宿主, 请小心使用, 叶峰的面前浮现了一个状态栏, 上面是他手心里这一只岩浆色, 如同残一样的小虫子的介绍, 裂空暴, 这是什么鬼名字, 还有你他压的这东西, 就是个炸弹吧, 叶峰被炸, 那巨大的冲击波, 让他牙齿差点都给整飞了, 至于前面, 那就更不用说了, 这会儿挂空挡呢, 毕竟那么大的爆炸, 整座山都给炸没了, 也幸好他跑得快, 要不然就不只是挂空挡了, 怕是直接凉凉, 光秃秃被削了一半的山顶, 叶峰换了一件衣服, 凌晨两三点回到了房间之中, 主要是自己这爆炸的发型, 怕被别人撞见, 晚一点回去, 然后在浴室梳理一下, 应该还能回归重样, 就这样, 原本被打破的叶茨克再度静腻了下来, 渐渐远处一抹出洋升起, 终,终于回来了, 支离破碎的小镇, 狼狈的身影, 厘清脸肿的脑袋, 亮腔的步伐, 终于, 赵无极回来了, 他现在一身臭汗, 身上更是伤上加伤, 鬼知道他昨晚到底遇到了什么, 反正差点他这个76级浑身给栽了, 后天殿下, 我下次是真的不敢了, 赵无极摇摇摆地从后门走进了客栈, 废话, 就自己这个样子, 若是让学生看见了, 那岂不是笑死他, 这一次从学院出来的时候, 就已经被他们嘲笑过一次了, 这一次更惨, 估计这帮小怪物能笑掉大牙, 赵, 赵老师, 赵无极刚从后门进来, 忽然听到有人在喊他, 那声音有些匪夷所思, 真, 真的是你啊, 赵老师,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变成这样了, 那道身影百米冲刺来到了赵无极的身旁, 表情怪异, 甚至好像还有些憋笑的姿态, 你小子什么表情, 来来来, 今早我给你好好上上课, 练练魂技, 赵无极盯着面前这一坨身影, 特别是对方还在憋笑, 他顿时脸色轻了, 虽说浩天殿下, 他不敢动手, 但是, 就马洪俊这小子, 他还是一只手, 可以特训对方的, 没没没, 赵老师, 我绝对没有笑话你的意思, 我刚刚在打哈欠, 马洪俊当即解释道, 笑话, 要真的让赵无极老师特训, 今天他还想下床, 待老大被赵无极老师特训, 都得躺床上休息三天, 他就更不用说了, 你小子怎么回事, 大晚上不睡觉, 怎么搞到现在才回来, 赵无极看着马洪俊, 这小子此时才从后门进来, 很明显就是昨晚不在客栈, 赵老师,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这不是趁着晚上去谢谢火, 但又怕当个今天早上出发时间, 所以这个点就先回来了, 胖子对着说道, 他今天可是花了大代价, 别人都还在睡觉, 他早早起来就跑回客栈了, 往事他那可是一点时间都不会浪费, 直接到最后的时间点, 今天简直牺牲大了, 你这小子别折腾这么多, 注意身体, 还有今天你告诉他们, 暂时不出发了, 先休息一日, 隔天再出发, 赵无极对着交代道, 随后捂着如同猪头一样的脸, 直接上楼了, 这回真的是见鬼, 怎么就偏偏碰到了这帮小怪物, 特别是马洪俊, 那张嘴落风的嘴, 回头还不知道把他说成什么样, 唉, 他不动冥王这一世英明啊, 赵无极在叹气, 好烈, 听到这一句话胖子像打鸡血一样, 顿时来了精神, 毕竟时间都还没到呢, 到中午, 现在才是早上, 至少还有好几个小时, 他飞速跑上去通知唐三, 代目白他们, 并且丝毫不浪费时间的, 让唐三他们自己通知, 拧容容他们这些女生, 而自己则是冲到了角落的另一家隐蔽客栈里, 随后某房间中, 一人刚睡下没多久的, 后又传出惨无人寰的声响, 在村子里从翠花因为受不了胖子, 而跟他分手就知道, 胖子究竟有多么的惨无人寰了, 晨光威洒, 此时已经到了一个小时之后的八点, 仓辉学院众人在餐厅吃饭, 琉璃, 小心, 你们叶峰师兄还没下来吗? 叶之秋对着苏琉璃还有庞星他们问道, 可能因为昨天战斗导致师兄太困了, 这会儿正在休息吧, 庞星对着说道, 要不我去看看吧, 苏琉璃开口道, 行, 你去看看吧, 顺便把小枫叫下来, 别回头耽搭了时间, 叶之秋说道, 就这样苏琉璃上楼了, 其他人继续再吃早饭, 同时心中也无比震撼, 估计只有叶峰师兄才有这个待遇吧, 此前他们听说外事部主任叶之秋老师是出了名的兄, 这次出来寻找魂环, 听闻是对方带队, 他们还有些担心, 结果反转的厉害, 特别是对于叶峰师兄, 感觉叶之秋老师不是在带学生, 而是在带领导, 要换做别人, 吃饭时间都还没下来, 估计这位直接上去, 踹门将人拖出来了, 不是他们在危言耸听, 而是真真确确有过这样的例子, 咚咚咚, 叶学长起床了吗? 苏琉璃上去敲门道, 刚刚有点是晚了一点, 让大家久等了, 叶峰打开了房门, 笑眯眯地说道, 当然, 如果有人仔细看的话会发现, 他那笑容的深处藏着一丝丝尴尬, 折腾了一个早上, 被炸起来的头发终于弄得差不多了, 整体形象也恢复了九十网上, 基本看不出破绽, 不然让这帮人联想到昨晚的大爆炸是他造成的, 不知道会有多少麻烦, 叶学长你的脸怎么了? 苏琉璃那一双美眸看着叶峰, 有些好奇地问道, 果然, 女人的第六感是可怕的, 叶峰昨夜不只是头发, 脸也遭了殃, 被第二五魂出来时爆炸的余波擦到, 但经过一个晚上的修复, 现在基本恢复了正常, 若硬是说有何不同, 那就是仔细看会有一道肉眼都难发现的红痕, 没什么, 昨晚睡觉不小心压到了, 叶峰随便找个理由搪塞到, 嗯, 这个地方确实不太好帅, 叶学长你想吃什么, 我现在下去帮你打, 苏琉璃笑眯眯地问道, 跟别的学长不同, 与叶峰在一起, 他莫名感觉很舒服, 很自在, 这个倒是不用, 我现在也下去了, 叶峰回答道, 他这个人从来不喜欢摆什么架子, 更不喜欢高高在上, 狗眼看人低, 就这样, 叶峰和苏琉璃一起走到了楼下的餐厅, 叶峰师兄学长好, 看到叶峰下来, 苍辉学院众人齐齐问好, 不用这么客气, 叶峰示意大家不用这么客气, 虽然自己确实是师兄, 但实际上跟大家年龄差不多, 甚至很多人都比他年龄大, 小峰, 你今天怎么起晚了, 这次我们出来只有一周的时间, 得找九个人的魂环, 这还挺紧迫的, 叶之秋对着叶峰说道, 但与其十分和蔼, 看得其他人一愣一愣的, 果然, 在这个大陆上实力为尊了, 面对三十九级的叶峰师兄, 哪怕是达到魂王境界的叶之秋主任, 都得客客气气的, 叶主任, 这一次估计要延长一点时间了, 叶峰一边在乘饭, 一边说道, 哦, 叶之秋满脸疑惑, 其他人也都有些诧异, 为什么叶峰师兄说要延长时间, 因为在昨晚我晋升到了四十级, 现在不只是找九个魂环, 而是十个, 叶峰笑道, 噗, 旁星喷饭, 狂浪, 苏琉璃碗掉在了地上, 嗨嗨, 小枫, 你突破四十级了, 一旁的叶之秋直接被噎到了, 硬生生喝了一杯水, 这才缓过进来, 简直匪夷所思, 这才多久, 一个月时间就从三十九级晋升到了四十级, 怪胎啊, 难怪能得到那位的厚爱, 师兄, 你这么变态, 这让我们怎么活, 苍辉学院其他人感觉自己遭受到了碾压, 精神和躯体双层面, 从未见过此等变态,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这并不算什么, 叶峰一边吃着早餐, 一边感叹了一句, 现在的雪儿实力已经达到浑胜层次, 而对方才多大, 也就是比自己大的三五岁而已, 而对方如同自己这个年龄的时候, 早已经达到了浑王, 想来真是惭愧自己作为一个拥有系统的挂逼, 现在都比不上对方, 还有五年, 系统现在随着经验值升多, 可以预料到的是将来一定会越来越困难, 等他十八岁的时候能不能晋升成浑胜, 这还是一个大问题, 路遥, 还需努力啊, 第二十八章, 夜间的神秘黑影, 凡尔赛, 苍辉学院众人一阵白眼, 就这年龄, 这等级, 放眼整个大路都找不出第二个, 还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呢, 估计师兄自己就是人外人, 天外天, 小峰, 这是好事啊, 看来我叶之秋又多了一个艰巨的任务, 那就是帮你找浑环, 叶之秋整个一副非常兴奋的姿态, 头一次见一个学生升级如此神速, 此子未来必有大出息, 甚至有可能未来成为五魂殿长老令上的第七个人物, 那就辛苦叶主任了, 叶峰笑了笑, 人间不差嘛, 叶之秋上次找他切磋, 被他揍得眼睛都碎了, 硬生生在床上躺了大半个月, 遇到强大魂兽, 照顾苍辉学院带过来的九个学生就已经够呛了, 找魂环这种事靠对方基本上不可能, 还是得自己忙活, 吃好早餐, 一行人准备出发星斗大森林, 路上叶之秋为众人讲解, 大概就是星斗大森林是整个大陆上最大的一片森林, 如今人类哪怕是最顶尖的魂狮也只能去到中部, 核心地带无人能触解, 所以他们这一次寻找魂环的地方是在星斗大森林的最外卫区域, 在这个区域一般有百年, 千年和少量的万年魂兽, 大家基本上都是晋升魂尊, 所以一般情况下寻找千年魂兽便可, 正无, 伴随着一丝丝清凉的微风, 一行人走进了星斗大森林外围区域, 然而刚刚过了半个小时, 他们就听到了森林中诡异的声音在缭绕, 沙沙沙, 莫名让人心底一阵发凉, 莫非遇到了蛇, 大家小心, 叶之秋止住了脚步, 示意大家要小心, 忽然, 远处光滑的黑色身躯立起, 黑色的眼眸仿佛像死神的镰刀一样冰寒, 这是曼陀罗蛇, 所有人后退, 叶峰此刻对着众人喊道, 这玩意他太熟悉了, 五年前遇到过, 差点死在这祸手上, 倘若对方闯入他们队伍之中, 那要多麻烦就有多麻烦, 黑色曼陀罗蛇, 到千年没有, 叶之秋身躯一颤, 如果是千年网上的黑色曼陀罗蛇, 那么今天麻烦可就大了, 要是万年, 那今天一个都别想活, 紫色, 十米, 刚满千年, 叶主任你在后边保护好大家, 关于识别魂兽的技巧, 叶峰还是知道的, 从身上透着的光芒, 还有长度, 判断出了对方的大致年限, 好, 那你要小心, 对付曼陀罗蛇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而保护学生不受伤害, 同样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此刻的叶之秋迅速地释放魂环, 玄规附体, 时刻关注着周围的一举一动, 而另一边叶峰快速地冲了出去, 叶峰师兄疯了吗? 后边, 苍辉学院的学生们一个个都是万分震惊的姿态, 因为他们看到大师兄手持一把锋利的弯刀, 连武魂都没有施展, 就对着那黑色曼陀罗蛇冲了过去, 简直恐怖如斯, 要知道, 曼陀罗蛇可是一种充满极强毒性, 甚至会主动猎杀人类的魂兽, 小风, 另一边的叶之秋也梦了, 什么鬼, 叶峰是不是太自信了, 竟然肉搏千年魂兽, 还是曼陀罗蛇? 然而他们不知道, 叶峰早在五六年前就跟黑色曼陀罗蛇结下了仇, 当年被曼陀罗蛇追, 被曼陀罗蛇缠绕, 用锋利的毒牙咬, 最后中毒如同浑身溺水一样难受, 这已经在他心里留下了巨大的阴影, 如今剑齐, 如同剑仇敌, 必诛杀, 当然叶峰敢像如今这样单方面手持利刃, 冲过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毒免, 上次身中曼陀罗蛇毒, 后经过系统的改造, 让他有了完全免疫曼陀罗蛇毒的能力, 倘若没有这外挂还瞎冲, 那就是傻缺了, 啊这, 远处仓辉学院的众人都看呆了, 他们看到叶峰走着极其诡异的步伐, 十分巧妙地躲过了曼陀罗蛇的攻击, 随后一刀, 两刀, 九刀, 十刀, 一刀刀往蛇的身上捅, 眼睛, 肚子, 一刀刀全都是刀痕, 琉璃, 这条曼陀罗蛇跟你的五魂匹配, 解决它吸收魂环吧, 两分钟之中, 叶峰拖着奄奄一息的曼陀罗蛇, 走到了苏琉璃的身旁, 嗯嗯, 谢谢叶学长, 老师, 助教帮忙攻击强大魂兽, 然后仅剩一口气, 让有需要的人击杀吸收魂环这种事, 哪怕放在整个大陆都是常事, 所以苏琉璃也没有丝毫的客气, 直接点了点头, 还有这么多人, 他可不敢因为自己而浪费大家的时间, 就这样, 击杀曼陀罗蛇之后, 他盘膝坐下进行魂环吸收, 这, 这一只曼陀罗蛇到底经历了什么, 正常来说, 魂师吸收魂环, 而魂兽不愿意将自己这么多年的修为为他人做嫁衣, 都会进行抵抗, 然而刚刚自己吸收, 却过分的顺利, 甚至他察觉到了一丝来自曼陀罗内心深处的喜悦, 没错, 是喜悦, 那只曼陀罗蛇到底经历了什么, 竟然会觉得死是一种解脱, 一个小时过去, 苏琉璃已经吸收了魂环, 顺利成为队伍中第一个晋级魂尊的人, 而此刻, 苍辉学院一行人继续出发, 看着高挂的暖阳渐渐落下, 而后漫天璀璨闪烁不停, 十点了, 时候不早, 大家先休息吧, 剩下的几个魂环, 我们明天再找, 说不定能提前完成任务, 也不一定, 帐篷已经打好, 苍辉学院一行十一个人, 五个帐篷, 叶之秋一个, 算是助教的叶峰一个, 三个男同学一个, 六个女孩两个帐篷, 三个魂环, 包括苏琉璃在内的五名同学, 全部晋升魂尊, 要在平时, 一天都指不定找不找得到一个合适的, 嗯嗯, 叶峰学长早点休息, 晚安, 还有叶老师, 九人一个个对着叶峰问候道, 当然, 也对叶之秋进行了晚安问候, 不过对方像是冲话费送的, 也就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 这让他嘴角一阵抽搐, 但奈何叶峰这思确实变态, 又跟贵为当朝储君的雪庆和太子是朋友, 他也不敢说些什么, 小枫, 你也早点睡吧, 叶之秋看着叶峰说道, 嗯嗯, 我等这火熄灭了就进去, 营帐的中间升起了一团火, 主要是为了避免一些魂兽打扰, 年轻人也要注意身体, 早点休息, 我可先睡了, 说着, 叶之秋进入到了帐篷中, 周围撒有一些仓会学院特制的药粉, 只要有魂兽踏入, 所有人就能立即察觉到, 所以也不用守夜, 哈欠, 半想过后, 正在研究系统的叶峰打了个哈欠, 终究是困了, 他起身准备走进帐篷睡觉, 叶峰, 忽然, 叶峰的脑海中传来一道声响, 谁? 叶峰听闻声音, 整个人当即警觉了起来, 神经紧绷, 跟我来吧, 那道声音继续传入他的耳中, 而营帐一切如旧, 也就是说, 大家并未听到这一道声响, 传音? 这究竟是谁会传音给他? 至于跟他走, 往哪走? 咻, 就在他疑惑的时候, 面前一道身穿灰衣, 披着看似有些邋遢斗篷的身影掠过, 第二十九章, 完了, 被浩天斗罗追杀, 谁? 叶峰的神经, 前所未有的紧绷, 但那人没有理他, 对方就好像是故意在自己面前刷存在感的一样, 一掠而过, 然后消失, 叶峰没有犹豫, 直接跟了上去, 他倒要看看这个神秘的人到底是谁, 追了两分钟, 那人在森林一屁静出停下, 周围鸦雀无声, 你终于还是来了, 胆子倒是挺大, 那人站在树梢上, 威风吹着他那花又脏的斗篷, 你是谁? 叶峰盯着这个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从对方的言语之中察觉到了一股沧桑感, 而且这个装扮怎么这么像那位, 莫非真的白天打了小的, 隔一个晚上老的就来报仇了, 叶峰脑海中闪过万千想法, 因为当初被唐三拒绝入户, 所以他也没有见过真正的唐号, 脑海中仅存在着一些此前动漫漫画中的形象,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今天我想找人练练手, 身披斗篷的人开口道, 刹那叶峰察觉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压力, 你是唐三的父亲唐昊吧? 叶峰试探性地开口问道, 哼, 真是有趣, 圣魂村这么浅的水什么时候也藏了一条锄笼, 灰色斗篷的男人转身过来, 略微有些邋遢的着装, 满脸胡渣子看上去像是许久没有梳理了一样, 不过即便如此, 对方的身上依旧透着一股令人难以抗拒的威压, 叶峰看到这个男人顿时内心一颤, 他猜对了, 但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唐昊那可是一名封号斗罗, 而且曾经能和武魂殿硬刚拥有十万年魂环的存在, 要是对方动了杀心, 那么今天自己必死无疑, 不过在昨天和唐三的战斗中他已经非常克制了, 应该算是小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 这个当长辈的不至于亲自出面报仇吧, 这唐家人也太奇葩了, 如果实在不行, 他就尝试把雪儿搬出来吧, 毕竟现在对方还是天斗帝国的太子, 他可不想自己的子就这么中断了, 你居然还知道我的身份, 哦, 我倒是忘记了, 你跟天斗帝国太子雪清和似乎关系很不错, 唐昊别仰一笑, 其实昨天叶峰打伤他儿子的时候, 他就在附近, 至于夜晚叶峰冒充他找赵无极, 唐昊也在暗中观察着, 心中暗自念叨, 当年这么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子, 怎么完全像是换了一个人, 竟然把一名魂圣玩动于鼓掌, 他究竟哪里来的自信, 再说, 其为何有这等势力, 莫非是因为那条曼陀罗蛇, 被蛇咬了之后身体发生变异, 所以修炼得这么快, 这些事让唐昊百思不得其解, 带着疑惑, 他昨夜加上今早花费了大量时间去背掉夜风, 发现对方竟然跟天斗帝国雪清和关系密切, 两人一好友相衬, 而五年前被蛇咬之后没过几天, 他就去到了仓辉学院, 一路成为了仓辉最闪耀的星星, 鉴于仓辉学院的知识体系再加上帝国太子殿下, 认识他唐昊这也算正常, 不过能从世间这么多唐昊中大胆的确定他就是浩天斗罗, 其能力和气魄缺一不可, 原来唐姓在这个大陆属于大姓, 姓唐的数不胜数, 而崇明更是常有的事, 昨日唐三的第二五魂, 如果没看错应该是浩天锤, 而你又叫唐昊, 我想这个世间应该没有那么多巧合, 叶峰编了一个看似真实的理由, 因为他不可能直接说我是穿越者, 我知道剧情, 所以知道你就是唐昊这种话, 要真说了, 估计唐昊能把他当成精神病, 而换一个说法也比较好接受一些, 甚至有可能会得到出其不意的奇效, 果然是因为这个, 我曾经就交代过小三, 让他没事不要将五魂拿出来的, 结果这孩子还是没忍住, 倘若他能有你一半的星星, 倒不至于如此, 唐昊此时开口道, 像是在感叹但又有些复杂, 居然被浩天斗罗夸赞, 叶峰真是有些受宠若惊, 叶峰此刻开口说道, 他现在有些迷惑, 这唐昊大晚上到底是要来干什么, 若是杀他, 可看着又没有这个意思, 可若是找他闲聊, 这又不像那么回事, 真是奇了怪了, 好了, 言归正传, 动手吧, 忽然, 唐昊画风一转, 动手, 叶峰听到这话, 满脸疑惑, 这真是一秒一种画风, 上一秒还在夸他呢, 这一秒就要动手, 你唐昊是封号斗罗, 这不是以大欺小, 持枪凌弱吗? 放心, 我们只是切磋切磋, 我不使用魂力, 唐昊嘴角微微上扬, 赵无极他都可以不用武魂暴揍, 对于叶峰, 一个四十级的定格魂尊, 不使用魂力已经完全足够了, 叶, 感受到封号斗罗的战役, 宿主有以下选项, 就在这个时候, 叶峰的脑海中传来一道声响, 选项一, 逃避战斗, 奖励一W金币, 一本功法秘籍, 选项二, 接受挑战, 奖励十W金币, 一颗疗伤丹药, 一件防御护甲, 很快, 两个选项出现, 好吧, 既然浩天前辈, 你都给到了不用魂力的诚意了, 那叶峰今晚就陪你好好玩玩, 叶峰毫不犹豫地执行了选项二, 不用魂力, 封号斗罗又何妨, 他叶峰一点不虚好不好, 所以他现在心情大好, 如果可以的话, 他甚至想大喊一声感谢老铁送来的十W金币, 一颗疗伤丹药, 一件防御护甲, 此前系统从没有这么豪气过, 自从昨天晚上遇到唐三之后, 就开发了这个新玩法, 之后赵无极激活了一次, 现在唐浩又激活了一次, 简直赚大发, 至于选项一, 虽然奖励不错, 但是你确定他选择放弃唐浩, 就不会干他, 既然人家找上门, 这一顿毒打肯定少不了好不好, 不过不用魂力, 这就不知道谁毒打谁了, 其实叶峰此前因为唐三的缘故, 对唐浩没什么好感, 现在对方如此豁达直爽, 让他恢复了几分好感, 果然, 这父子俩还是不一样的, PS, 新书在PK期间, 作者军跟二十本书在PK, 如果喜欢这本书的话, 希望大家能投投票, 帮作者军一把, 让作者军顺利晋级, 谢谢大家了, 第三十章, 唐浩, 死了, 唐三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 唐浩倒是有几分削风的侠气, 也是, 一个偷了宗门宝物, 而跳崖自杀的穿越重生者, 一个是斗罗土著, 从小就靠着天赋和努力, 一步一个脚印走过来的男人, 这两人又怎么会一样呢, 哈哈, 你很有勇气, 作为你的前辈, 我那就先让你三招吧, 此时叶峰已经做好战斗准备了, 双脚马步稳稳当当的站立着, 忽然唐浩开口说道, 什么, 让我三招, 这可当真, 叶峰震惊了, 不使用任何魂力的唐浩, 居然要让自己三招, 这位浩天斗罗是不是有点拖大了, 绝不食言, 我就站在这里, 接你三招, 三招之后方才动手, 此刻的唐浩开口说道, 在他这个曾经站在大陆之巅的男人的眼中, 一个魂尊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别说一个魂尊, 哪怕是一个魂王, 他不动用魂力都能解决, 好, 那我可就来了, 叶峰猛地窜到了唐浩身边, 随后手心一只岩浆色的小材出现, 只见他直接朝着唐浩扔了过去, 昨夜回去之后, 他终于摸清了自己这第二五魂的使用方法, 完全就是手榴弹, 扔出去就爆炸, 简单粗暴, 什么东西, 唐浩看着一个闪烁着红光的小虫子被叶峰扔过来, 顿时满脸疑惑, 就这么一只小虫子能干什么, 烘烹, 然而下一秒唐浩察觉到了一阵炙热, 之后迟了, 一道无比刺眼的光在他面前闪烁, 随后森林中一阵剧烈的爆炸鱼波伴随着刺耳的声音在席卷, 四, 叶峰一口凉气到吸, 他已经动用魂骨在跑了, 毕竟昨夜这裂空暴刚觉醒就炸了一个山头的事情, 他还历历在目, 所以此时他特地给自己留了一个逃跑的时间, 但他还是低估了这威力, 以唐浩为中心, 裂空暴直接炸出了一个半径整整有十米的巨坑, 叶峰慢慢凑近, 心中有些忐忑, 曾经站在大陆之巅的浩天斗罗不会一不小心给自己弄挂了吧, 要真这样, 乐子可就大了, 人, 人呢? 透着月光, 叶峰看到这坑足足有十余米, 下边一片漆黑, 别说唐浩人了, 哪怕骨头渣子都没看到, 裂空暴这货太恐怖了吧, 难怪在昨晚的时候, 系统提示使用食药注意, 以免自己被误伤, 当时他还觉得这不是扯淡, 现在他误了, 好小子, 就在叶峰正准备找一束花, 两个裹目挨一下唐浩的时候, 忽然下边莫名出现了两个飞着的眼白, 那是一双眼睛, 正盯着他, 很快, 叶峰看到了一张脸, 天, 那张脸像是被车轮撵过一样, 两边无比漆黑, 中间横着一道白色, 咻, 伴随着下边窜出一阵风, 叶峰看清楚了, 唐浩还活着, 只不过此刻的唐浩有点不像唐浩, 像, 像, 非洲版的切格瓦拉, 全身都被炸弹给炸得无比漆黑, 头发也都卷了起来, 而那张脸刚刚似乎因为用手挡了一下, 所以, 手势黑的脸有一道正常肤色的横杠, 浩天前辈, 还要继续吗? 好家伙, 叶峰不禁有些可怜唐浩,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一个封号斗罗这么狼狈, 继续, 当然要继续了, 唐浩此刻开口说道, 因为肤色太黑, 那一排牙齿显得格外白, 停是不可能停的, 要不然他这个封号斗罗岂不是食言了? 再者这话若是传出去, 以后整个斗罗见, 他还怎么混? 哦, 那浩天前辈还是站在这里原地不动, 叶峰问道, 这个自然, 我说过接你三招, 那就三招, 唐浩十分坚定地说道, 似乎有点像是最后的顽强, 说真的, 刚刚叶峰的这一个魂迹直接把他给整猛了, 倘若他唐浩不是封号斗罗, 而是像赵无极一样的魂生, 现在应该吃习了吧? 好吧, 那浩天前辈我可来了, 叶峰说着, 整个人的速度又开始快了起来, 来吧, 唐浩有了上一次经验, 此刻变得警觉万分, 时刻关注着周围, 打算以一力破万法, 哄, 下一秒, 原地又出现了一个十米的巨坑, 没错, 叶峰又再度动用了第二五魂猎空暴, 按照他的计算, 自己的魂力刚好可以使用三次猎空暴, 怎么又是这个魂界? 唐浩从深坑里爬了出来, 脸更黑了, 头发更卷了, 那灰色的斗篷正正的成了街边大侠同款, 此刻他那个气啊, 本来想着叶峰要是施展近身攻击的话, 他就以自己的力量强势破解, 结果又是那红色的小虫子, 然后又炸了, 简直离谱, 浩天前辈, 我是不能使用这个魂技吗? 叶峰看着唐浩, 不知道为什么, 看着这个男人这么狼狈, 他竟然莫名有些同情, 果然, 自己装的逼打掉牙也得往嘴里咽, 先不说使不使用魂力, 就说, 倘若对方没有承诺在原地接自己三招, 都不用这么狼狈, 只能说浩天斗罗在做死, 嗯, 快来吧, 还有最后一招, 唐浩憋屈无比, 谁叫这是他刚刚自己说的话呢, 这回真是牙碎咽度, 还得说香, 嗯, 叶峰快速地围绕唐浩转圈, 随后手中的裂空爆猛地一扔, 妈的, 又是这一招, 唐浩看到那一只小虫子, 整个人坐不住了, 他不想被炸第三次, 只见到此刻的他直接抬起脚, 趁着那一只小虫子还没到自己身旁, 想将其踢出去, 按照前两次的经验, 这虫子到他身边才会发热, 然后爆炸, 只要速度快, 就能将对方在位爆炸前踢到另一边, 然而, 唐浩万万没有想到, 他又错了, 他抬起脚, 随即身子一僵, 因为他清晰察觉到了一股炙热的鱼波在席卷, 自脚一股热浪狂喷, 唐浩整个人就像是被卷入龙卷风一样, 被旋转式炸飞, 浩天前辈, 爆炸消失, 一切尘埃落定, 叶峰急忙去寻找唐浩的尸体, 呸, 是唐浩的这个人, 只见唐浩此刻挂在树上, 一边裤子直接炸霉了, 一只鞋更是粉碎, 他挣扎着从树上掉了下来, 整个简直比流浪了十年没洗澡的流浪汉还要凄惨, 那头发已经不是波浪卷了, 而是焦炭卷, 叶峰见此不禁一阵钦佩, 这才是斗罗杰的典范, 看看, 说不用魂力就不用魂力, 哪怕刚刚那个场景, 唐浩使用一丁扁魂力都不至于像现在这么凄惨, 终于, 终于到我了, 像是受了莫大委屈的唐浩强撑起身子, 有一种被压迫的奴隶翻身做地主的既视感, 报仇, 把今天的屈辱找回来, 此刻他心中万千打法如滔滔霸水, 准备在下一瞬间清闲, 第三十一章, 原则和底线, 三招已过, 实在是没有想到浩天前辈居然能如此守信, 叶峰对着说道, 这不是在恭维唐浩, 而是叶峰发自内心的钦佩, 鞋子被炸飞了一只, 像穿旗袍一样, 大腿露出来了一大半, 那灰色的斗篷成了鱼网, 这景色简直美炸了, 既然承诺到的事情, 唐某自然不会实验, 现在我要动手了, 你准备好了吗? 此时的唐浩声音低沉, 心中怒火早已炸了天, 他要暴击叶峰, 今日这么狼狈, 这要是说出去, 岂不是让别人笑掉了大牙? 可以了, 我们来吧, 叶峰对着唐浩说道, 与此同时, 他自动展开系统, 宿主, 叶峰, 所在卫面, 斗罗大陆, 性别, 男, 年龄, 十三岁, 五魂, 第一五魂, 嗜血魔帘, 第二五魂, 猎空暴, 魂环, 第一魂环神兽白虎, 千年, 魂祭四天, 第二魂环九千年古兽苍龙, 魂祭苍龙蔑视, 可攻可防, 防则苍龙盾, 第三魂环万年金刚泰坦, 魂祭泰坦金刚之力, 魂骨, 左腿, 万年金翅大鹏魂骨, 魂祭, 疾风而行, 魂力, 四十级, 经验值, 09W100W, 金币, 1500W, 物品蓝, 坚挺一分钟丹药, 其他, 未展开, 叶峰查看了系统, 还有自己的身体状况, 猎空暴今天次数已经超过三次, 自己的魂力已经枯竭到了极限, 不能再使用, 看了一下, 现在自己唯一能用的就是坚挺一分钟丹药, 这丹药名字虽然不好听, 但系统给的东西应该不算差, 留着下次保命, 就这么用在唐浩身上实在是太亏, 再说, 这又不是什么生死大战, 所以, 此刻叶峰并不打算跟唐浩应拼, 而是退而求其次, 做好防御便可, 而左腿万年金翅大鹏魂骨, 是速度型魂骨, 不但消耗魂力少, 而且跑得还贼快, 等一会儿就用他来躲避唐浩的攻击, 好, 那我来了, 唐浩身形一动, 随后下一秒对着叶峰的方向攻击了过来, 对方步伐稳健, 速度极快, 似乎要给叶峰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击, 金翅大鹏魂骨, 急凤而行, 叶峰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魂骨技能, 相对于裂空暴, 这个金翅大鹏魂骨所需要的魂力, 简直少得不能再少, 什么, 给我站住, 往哪跑, 唐浩万万没有想到, 叶峰速度居然这么快, 顿时在后边追赶, 势必要把拳头砸在叶峰的身上, 然而一个没有使用任何魂力的人, 哪怕是封号斗罗也追不上拥有专门速度型魂骨的叶峰, 所以唐浩追不上, 别跑, 唐浩在后边追, 整个人一副气得吐血的姿态, 他已经不知道扑了多少次空, 愣是没有打中叶峰, 人已经快气升天了, 浩天前辈, 你这刚刚没说不让躲避吧, 不跑, 开玩笑, 后边的可是封号斗罗, 对方虽然不施掌魂力, 但是其攻击力也不是一边人所能抵抗的好吧, 能不让自己受伤就不让自己受伤, 于是叶峰跑啊, 你, 唐浩咬了咬牙, 心里苦, 但苦水只能自己咽下去, 只见他奋力一众在叶峰后边拼命追, 整个森林之中两道黑影在穿梭, 轰, 一棵大树被砸到, 千军一发, 叶峰刚好躲了过去, 惊险万分, 混蛋, 唐浩的牙在紧绷, 拳头轻筋抱起, 他一定要追上叶峰, 狠狠揍, 唐浩速度提升, 妈爷, 叶峰看着像一头棕熊一样疯狂的唐浩, 吓得小心脏怦怦狂跳, 再度施展了魂骨魂技, 这下, 又瞬间将唐浩甩开了足足有百米, 如此一来二往, 转眼已经来到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不打了, 不打了, 我认栽, 唐浩停了下来, 憋屈到发抖, 这还怎么打, 对方速度完全在自己之上, 一旦使用魂技,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这都一个小时了, 他累得半死, 愣是连对方一根豪猫都没有碰到, 这辈子就没有经历过这么奇葩的战斗, 这小子简直就是属泥丘的, 滑溜的不行, 今天认栽, 他唐浩认栽, 他就不该说出那一句不使用任何魂力, 浩天前辈, 那我们今日算平手, 叶峰停了下来, 跑了一个晚上, 他现在整个人浑身是寒, 说真的, 他也不想跑了, 自己一旦停下来, 立马就会被唐浩暴击, 他咬了咬牙继续跑, 平手就平手吧, 唐浩此刻的身上透着魂力, 叶峰清晰地感受到, 对方那原本超负荷的身体此刻正在飞速地恢复着, 原来这就是封浩斗罗吗? 简直恐怖, 不是治疗细魂师都可以用魂力给自己恢复身体, 那我回去了, 浩天前辈再见, 叶峰说着, 就要往回走, 毕竟切磋也切磋了, 他还意外险上, 唐浩对着叶峰喊道, 嗯? 怎么了? 浩天前辈还有事? 今晚的这一场战斗, 叶峰对唐浩的印象分加了不少, 所以此刻尊称对方一声前辈, 确实, 对方也是他的前辈, 小峰, 以前小三或许做过很多对不住你的事情, 作为他的父亲, 我希望你能原谅他, 毕竟你们也是同一个圣魂村长大的孩子, 多少也有点感情不是吗? 唐浩此刻开口对着叶峰说道, 这确实是一个好苗子, 今天晚上他过来本来是打算先跟叶峰切磋一顿, 打败对方之后就趁势撮合他和唐三之间的关系, 因为作为父亲, 他知道叶峰跟唐三有些小矛盾, 而叶峰未来必定有不小成就, 如果能跟小三成为朋友, 那未来小三的路会更宽广许多, 结果今晚自己居然意外败了, 至于平手, 也就是好听罢了, 自己一个封号斗罗被整成这样, 已经败得很彻底了, 所以呢, 听到这一句话, 此刻的叶峰回过头来, 就这么淡淡地看着唐浩, 第三十二章, 老寿星上吊贤命长, 所以, 作为你们的长辈, 我希望你们化单哥为玉伯, 今后能像亲生兄弟一样相互照顾, 你看怎么样, 唐浩此时对着叶峰说道, 这也是今天他过来这里的目的, 对于这些事, 我有自己的想法, 叶峰说道, 这是他的原则和底线, 也就面前的人是唐浩, 要是别人的话, 他早就翻脸了, 滚你妹的同村, 当初同村, 他见死不救, 现在看着自己有前景了, 就反过来找他, 他叶峰不认, 可小孩子难免有些事情会做错, 都是同一个村子出来的, 何必到这么僵呢, 对吧, 作为父亲, 我代替小三跟你道个歉, 从此以后尝试着做朋友, 做兄弟怎么样, 唐浩此刻对着叶峰好言说道, 他是真心希望, 叶峰能跟小三进气前嫌, 重归于好, 这样小三以后, 就会多一个得力的助手, 而不是强敌, 因为从现在各方面看来, 小峰都要犹豫他儿子, 浩天前辈, 这是我最后一次如此称呼你, 希望你不要挑战我的底线和原则, 当初要不是我命大, 我今天还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叶峰盯着唐浩, 这是他的底线, 哪怕封号斗罗, 依旧不能逾越, 这, 那这件事, 你想怎么样, 唐浩犯了难, 没有想到, 叶峰这小子居然如此难缠, 不过想来也是, 当初他差点命丧猎猎魂森林, 有怨气, 这也是正常的, 要怪就怪玉小刚内心深处的自卑在作祟, 叫他跪在我面前, 道歉, 叶峰毫不犹豫地开口说道, 幸好这里没有其他人, 要是有其他认识唐浩的人, 他们一定认为叶峰疯了, 居然叫浩天斗罗的儿子跪在他的面前道歉, 你怕不是老寿心上掉闲命肠, 你, 唐浩没有想到, 叶峰居然会说出这么狂妄的话, 而且还是当着他的面说, 行了, 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叶峰说吧, 往营地的方向走去, 这件事他绝对不能妥协, 所以他不管眼前是谁, 依旧硬刚, 哎, 我希望你能好好考虑一下, 毕竟怎么说, 你们也都是一个村子的伙伴, 伙伴就应该相互扶持不是吗? 唐浩在后边叹了一口气, 而此时叶峰已经走远了, 小峰, 发生什么事了? 刚回到营地, 叶峰发现大家都醒来了, 而且生了一簇大火, 大师兄, 你去哪里了? 众人纷纷对着问道, 你们怎么都醒了? 大半夜不睡觉吗? 叶峰满脸疑惑地看着众人, 刚刚想起了好几道爆炸声, 我们都被惊醒了, 然后醒来就发现, 叶峰师兄, 你不见了, 旁心此刻对着说道, 其他人也都纷纷点了点头, 是啊, 小峰刚刚那几道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还要你去干什么了? 叶之秋问道, 哦, 刚刚我也听到了那声音, 所以就去看了一下, 叶峰找了个看似恰当的理由说道, 于是众人聊了一下, 夜色渐深, 大家又回到了自己的帐篷之中, 随后安然睡下, 而叶峰在领了奖励之后, 也休息了, 转眼来到了第二天, 众人一大早就发现了几只魂兽, 经过一番击杀, 又收获了两个魂环, 下午, 除了叶峰之外, 所有人的魂环居然全都找齐了, 简直堪称神速, 带队出来这么多次的叶之秋, 也第一次感到惊奇, 凤尾机关蛇, 接近傍晚, 一行人在森林中行走, 忽然一只蛇钻了出来, 就像是鲤鱼月龙门一样, 从他们的面前飞了过去, 小风, 你看这个凤尾机关蛇怎么样, 我觉得当魂环的话应该还不错, 只见到此刻叶之秋对着问道, 现在就剩下叶峰没找到魂环了, 这凤尾机关蛇速度极快, 要是能当魂环应该有不少速度加成, 确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旁边的庞星对着说道, 呃, 他年份还是太少了, 叶峰微微摇了摇头, 凤尾机关蛇给他们当第三魂环确实不错, 但给自己, 这个就显得有些倒退了, 毕竟他第二魂环就比这凤尾机关蛇要强不知道多少倍, 再说, 有金翅大鹏魂骨, 速度加成对他来说效果微乎其微, 好吧, 众人知道, 像叶峰师兄这个级别的人, 寻找魂环是最难的, 咻, 就在这个时候, 两道身影冲了出来, 嗯?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条凤尾机关蛇? 是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小姑娘, 那老太婆整个一副冰冷的姿态, 言语中充满了寒气, 蛇婆朝天香? 叶峰轻轻喃喃了一声, 哦, 居然还有人认识老婆子我? 小子, 那一条凤尾机关蛇往那里走了? 朝天香看着叶峰, 一股莫名的威压施展在他的身上, 朝天香是魂帝, 而这一个队伍之中最强的不过是叶之丘, 一个魂王, 所以朝天香压根就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原来那只凤尾机关蛇是你们的, 那真是不应该放走啊, 叶峰嘴角微微一扬, 朝天香这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让他莫名感觉有些不爽, 小子, 你说什么? 朝天香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人目光瞬间寒了下来, 小峰另一边叶之丘的心在砰砰跳, 特压的, 运气也太好了吧, 居然碰到了龙公蛇婆之一的蛇婆, 据说那个龙公早些年的时候就是魂斗罗了, 而蛇婆也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是魂帝, 鬼知道现在对方多少急, 惹到他们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我说, 你们要找的蛇我不知道在哪里, 很有可能被别人抢去了也不知道, 叶峰贪了贪手, 虽然这个老太婆的语气让他很不爽, 但现在他这边有九名学弟学妹, 还是得考虑一下对方, 鬼知道龙公那个变态在不在周围, 哼, 这笔让我朝天香记住了, 依然, 我们走, 蛇婆狠狠地瞪了叶峰一眼, 要不是担心凤尾机关蛇, 他必要这个小子给他一个说法, 蛇婆走了, 小峰, 出门在外, 还是尽量不要斩路锋芒, 否则容易出事啊, 叶之秋此刻对着叶峰一副意味深长的姿态说道, 第三十三章, 厚颜无耻的奇葩, 叶老师, 主要是刚刚那个老太婆说的话, 实在是太挑衅人了, 还没等叶峰开口, 旁边的苏琉璃开口说道, 是啊, 那个人明明是在问路, 感觉我们欠他钱一样, 让人莫名感觉不舒服, 庞星也不忍吐槽道, 他们可没有叶之秋能忍, 人家一碗汤扣在他头上, 对方都能沉住气, 这换作他们, 还不得爆炸, 唉, 你们还年轻, 有些是不懂, 看到仓辉学院这边, 几乎所有人都在维护叶峰, 叶之秋微微摇了摇头, 他知晓, 若是再说下去, 怕成了自己的不是, 干脆结束了这个话题, 叶学长,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魂环, 我们就往里边点去找吧, 洛水一对着叶峰说道, 他知晓叶峰想找万年魂寿, 而此刻这个最外围区域, 几乎很少有万年魂寿, 倘若往里边走的话, 机会会大一点, 嗯, 在外围区域, 确实比较难找到万年魂寿, 但再往前方走的话, 或许会有危险, 所以我问你们, 有没有不想继续往里走的, 如果有的话, 可以先回去, 就在这个时候, 叶之秋抢先一步说道, 叶峰见此, 倒没有说些什么, 毕竟对方这一句是巨人话, 寻找万年魂寿, 确实有些危险, 他总不可能带着大家一起去冒险吧, 万一出现意外, 也难以照顾周全不是, 我不走, 我要跟着叶学长, 苏琉璃第一个表态, 而后世落水衣, 紧接着一个个的都站了出来, 没有一个人选择离开, 毕竟这一次魂环几乎都是得益于叶峰大师兄, 如今到对方寻找魂环了, 他们怎么能退缩呢, 大家都是魂尊, 万年魂寿虽然可怕, 但能出一份力算一份力不是, 其实大家想回去的话就回去, 毕竟你们所需要晋级的魂环都已经找到了, 叶峰开口道, 叶峰学长, 我们不回去, 之前你帮我们找魂环, 现在我们也应该帮你, 至于帮大忙估计帮不了, 但是一些小忙还是可以的, 人群中有人说道, 他们一个个眼神坚决, 这, 叶之秋没有想到, 大家居然这么团结, 都选择留下来, 那既然这样的话, 就一起走吧, 叶主任我们一前一后, 叶峰看着叶之秋, 嗯, 行吧, 叶之秋无奈地耸了耸肩, 既然都不愿意走, 他总不能赶大家走吧, 魂尊的话, 只要不是遇到很强大的万年魂兽, 活下来的几率还是很大的, 就这样, 叶峰学院叶之秋在前, 叶峰在后往更深处的森林进发, 大约走了半个小时左右, 忽然前面的叶之秋停了下来, 怎么了, 叶老师, 在叶之秋身后的庞星对着问道, 前面好像有动静, 叶之秋示意大家放慢脚步, 有动静, 众人放慢脚步, 并细倾听, 整个森林在这一瞬间变得格外的敬意, 世人对话的声音, 应该是碰上刚刚的舌坡了, 后边的叶峰开口道, 舌坡? 莫非是刚刚的那个老太婆? 苏琉里美眸一鸣, 他对那个老太婆可没有什么好印象, 所有人听着, 我们换一条路走, 叶之秋听到确实是那舌坡的声音, 顿时有些窒息, 他害怕面前是龙宫舌坡, 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换一条路以免出现冲突, 主要是队伍之中救他一个魂王, 小风的战斗力还算不错, 如果底牌全出, 可以说基本与他势均力敌, 可以算第二个魂王, 然而救他们两个扛住魂帝都是个问题, 如何能扛住魂斗罗? 既然来了, 那就现身吧, 轰, 只见那茂盛的丛林一道狂风肆虐, 下一秒遮挡苍辉学院众人的树跟叶子, 禁树炸开, 是你们? 面前一共十个人, 史莱克加赵无极八人, 蛇婆加其孙梦依然二人, 只见此刻胖子颇有些惊诧地朝着苍辉学院众人看去, 别打理他们, 我们走, 叶峰开口道, 现在应该是史莱克和梦家人争夺那凤伟机关蛇, 他不想跟参与这些事, 而且这低端魂环他也看不上, 站住, 蛇婆开口了, 他拄着拐杖, 一步一步朝着苍辉学院众人走来, 眼中满含怒意, 就在刚刚, 凤伟机关蛇为他人做了嫁衣, 直接被这帮史莱克学院的人夺去,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这群苍辉学院的人, 若是他们不阻碍自己, 好不容易猎杀受伤的凤伟机关蛇, 又怎么会成为他人魂环, 此前没机会算账, 现在他把这张给算清楚了, 蛇婆朝天乡像是确定了什么事情一样, 当然, 最主要的是史莱克那边因为赵无极的存在他吃了瘪, 而苍辉学院最强的不过是叶之秋, 一个52级的魂王罢了, 他一个70级的顶格魂帝还收拾不了, 绰绰有余, 若是因为打斗声把自己的夫君龙宫吸引过来, 赵无极一行人都得死, 蛇婆前辈不知道有什么事, 叶之秋一脸陪笑的姿态看着蛇婆, 真是麻烦是一堆, 不但碰上了蛇婆, 居然还遇到了史莱克学院的那帮人, 上次还是因为小枫施展了一些手段才逃离的, 不然76级的魂圣赵无极动手, 怕得寸草不生, 把那小子交出来, 若不是他刚刚浪费了我们的时间且乌鸦嘴, 我们的魂环又怎么会被他人夺取, 朝天香盯着叶峰, 旁边的孟依然也是一脸愤怒, 苍辉学院这一边, 所有人听到这一句话都是满头的问候, 叶峰师兄浪费你时间, 你他妈要是温路稍微和善一点, 还会发生那些事, 再说, 师兄可是把蛇头跑的方向都告诉了你们婆孙二人, 要不然, 你们怕得等别人吸收完了才能找到地方, 就这居然还倒打一耙, 见过不要脸的, 还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老太婆,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奇葩呢, 还有那个什么乌鸦嘴, 这确定不是在倒笑, 简直服了这人, 后边的叶峰没有说话, 因为他知道叶之秋会处理, 蛇婆前辈, 这位是我们苍辉学院的助教, 如果之前有什么地方得罪的话, 望海涵, 叶之秋开口说道, 第34章, 这是送上门找羞辱, 叶峰他怎么可能会交出去呢, 对方的背后还站着苍辉学院的高层, 还有太子呢, 倘若交出去有一点损失, 不但是他要凉透, 哪怕是他们一个家族都得凉凉, 助教, 哈哈, 你们苍辉学院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吗, 居然聘请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子当助教, 蛇婆笑了, 笑得很放肆, 苍辉学院好歹也是有高级学院的地方, 就这么一个看上去比自己孙女还小的人居然是助教, 叶之秋在陪笑并没有回话, 只要这件事能就此结果, 对方怎么笑都行, 可如果我今天一定要这个人呢, 然而事情并没有叶之秋想的那样就这么过去了, 蛇婆朝天香开口说道, 他语气冰冷, 今天受了太多的憋屈, 他必须要找一个人出出气, 不然他过不去, 喂, 这小子是我们的人, 就在这个时候, 后边的戴木白开口道, 史莱克此刻一股杀意朝着叶峰笼罩, 特别是戴木白, 那天晚上的事简直掏空了他所有的钱包, 他现在恨不得撕碎叶峰, 而另一边的赵无极也紧握着拳头, 他愤怒, 那天晚上他被打了, 就是因为这个小子, 他打伤了唐三, 所以浩天抖罗来复仇, 把他直接打飞了, 不知道多远, 迷路到了第二天才找到路回来, 倘若不是那一声爆炸, 他估计还得更久, 那天休息好, 本来想去报仇的, 结果仓辉学院这帮混蛋全都搬走了, 今日当真是踏破铁鞋无秘处得来全部费功夫, 居然在星斗森林里碰到了他们, 想到这里, 赵无极的拳头更加紧绷了, 然而, 倘若他知道那天晚上蒙头揍他的是夜风, 估计赵无极就不是拳头紧绷了, 而是人爆炸, 嗯, 朝天香看向戴木白, 那眼眸中疑惑带着几分阴冷, 舌坡前辈, 我们跟这小子有些仇怨, 这个人不能交给你, 得让我们处置, 只看到此刻赵无极开口说道, 仓辉学院众人, 一个个一脸猛逼, 满头问号, 叶峰师兄, 这, 苏琉璃看着叶峰, 对面居然因为这个事吵起来了, 嗯嗯嗯, 叶峰也耸了耸肩, 朝天香是人的同意, 他叶峰说要被哪一边处置了吗, 不动冥王, 凡事都有个先来后道吧, 还该不会真的以为我朝天香是软柿子, 随便捏, 朝天香言语更冷了, 刚刚抢了他孙女的魂环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想抢他的人, 简直可恶至极, 可是这人小子跟我们有血海深仇, 希望舌坡前辈能通融通融, 赵无极没有想到舌坡态度居然这么强硬, 顿时对着说道, 哼, 刚刚你也说了, 凡事讲究先来后道, 刚刚依然浑兽被抢夺那个亏老婆子, 我也就吃下去了, 怎么现在换到我朝天香先来, 你赵无极就要打破规矩, 朝天香盯着赵无极, 言语犀利, 声音中更充满了锋芒, 若此人他赵无极还抢, 那他定要去找自己夫君来算算总账, 行吧, 凡事有先来后道, 舌坡前辈留下一口气就行, 看着朝天香态度如此坚决, 赵无极退让了一步, 只要留一口气给他们驶来客便渴, 这也是他赵无极的底线, 放心吧, 一口气还是给不动冥王留下的, 朝天香嘴角微微一扬, 那是一道杀意, 而另一边的叶峰真的凌乱了, 这有没有搞错, 自己被迫成了舌坡向赵无极报复的可怜玩, 小子, 听说你是仓辉学院的助教, 我倒是想试试, 你这助教到底是什么水平, 要不这样, 你和我孙女比划比划如何? 舌坡朝着叶峰的方向看去, 刚刚自己的孙女跟那个叫唐三的小子比划, 结果说了, 自信心大错, 现在正好找个人蹂躏一下, 而这个仓辉学院的助教正好合适, 对方看上去比自己孙女要小, 最多也就是二十多级, 撑死三十级, 依然打败他, 估计自信心又会回来了, 毕竟这可是助教, 果然, 听到要战斗, 孟依然抬了抬眉头, 刚刚因为失误被打败, 现在他正一肚子火气, 正想找个人暴击发泄一下, 他, 他居然找那个人, 胖子整个人一副目光呆滞的姿态, 这老太婆疯了吧, 这个疯子昨天可是毁了差不多整个小镇, 看好戏, 本来想说话, 把叶峰抢过来, 让他们自己揍一顿的戴木白, 此刻轻轻仰着嘴角, 昨天哪怕是唐三都打不过这个疯子, 蛇婆居然要自己的孙女梦依然挑战那个变态, 简直坐等看笑话, 他估计是想帮自己孙女建立信心吧, 毕竟对方刚刚也说了, 自己的孙女是家族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结果这个天才被小三打败了, 自信心大错, 只可惜这老太婆找错了对象, 没兴趣, 叶峰开口道, 这就好比让你跟幼儿园的小朋友对打, 作为成年人你做这种无聊的事情吗? 很显然, 你没兴趣, 因为对方太弱了, 蛇婆还差不多, 孟依然就真算了吧, 怎么, 你看不上我孙女, 朝天香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目光阴寒了下来, 背后武魂直接显现而出, 孟依然那一双美眸也盯着叶峰, 对方那不屑的样子让他十分厌恶, 心中怒火徐徐生气, 这个人比刚刚那个草更可恨, 蛇婆前辈, 这是不是让小峰跟您孙女打一场, 我们的事就就此结过了, 这时叶之秋看到蛇婆发怒, 顿时急忙跑出来圆场, 并问道, 毕竟外事部主任, 这种事也经历过, 奶奶, 让我好好教训她, 为您出出气, 孟依然紧握着拳头开口道, 她本就满肚子气, 刚刚奶奶问这个人是否愿意跟她打一场的时候, 对方眼中那赤裸裸的不屑, 简直就像是万吨炸药, 瞬间把她又给点炸了, 刚刚她确实是输给了一个比自己年纪小的混蛋, 但人家能力强, 是控制戏魂师, 你是什么, 一个小屁孩当上一个墨流学院助教, 就以为自己有本事了,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她梦依然教你做人, 嗯嗯, 让他们打一场, 今天的事情就此结果, 蛇婆看到自己孙女的态度, 点了点头,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 她居然隐隐感觉到有点不太对劲, 史莱克学院那边居然出气的安静, 第35章, 可怜的孟依然, 好, 那这件事我们就这么定下了, 只看到此刻叶之秋听到蛇婆如此应答, 顿时笑得合不拢嘴, 只见她目光朝着叶峰的方向看去, 叶峰意会了叶之秋的想法, 顿时无奈的耸了耸肩, 亲自上门找虐, 这是什么操作, 蛇婆见此眼中多出了几分疑惑, 难不成真的是自己低估了仓辉学院的这小子, 可她看上去明明比自己的孙女小, 魂力应该高不到哪里去吧, 要来就赶紧来吧, 叶峰从后头走上前, 今日又是被迫营业的一天, 但就蛇婆这个麻烦来说, 以孟依然作为解决突破口比蛇婆简单多了, 所以她也就被迫出手一次, 哼, 孟依然, 三十级战大魂师, 五魂蛇杖, 不要以为成为一个墨流学院的助教, 就不知天高地厚, 对于叶峰的态度, 孟依然十分火大, 他凭什么如此不屑, 自己很弱吗, 只见那两个黄色魂环浮现在他脚下, 整个人充满战意, 叶峰, 四十级战魂尊, 五魂嗜血磨联, 叶峰爆出了自己的级别, 随后, 一把黑色带着丝丝暗红纹路的磨联, 悬浮在他手心, 四十级, 远处的史莱克一行人惊呆了, 记得那天傍晚战斗的时候, 对方不是才三十九级, 这才多久, 就直接晋升到四十级了, 假的吧, 真是笑死老生了, 苍辉学院居然沦落到虚报级别, 倘若你真的四十级, 就直接把三个魂晾出来, 何必只显示出一个五魂, 蛇婆听到这话, 顿时一阵狂笑, 四十级, 你想唬住我孟依然, 然后从心里上取胜吗? 孟依然美眸一宁, 他自然也把这当成了笑话, 毕竟面前这个小子明显比自己年龄小, 怎么可能四十级了? 神经病, 叶峰美好气地吐槽道, 这个妹子心里能不能少一些戏份, 还什么唬住他, 然后心里取胜, 他叶峰除非脑子长包了, 不然会干这种这么复杂的事, 面对这种级别的渣渣, 不是一拳的事, 实在一拳没解决, 那就再加一拳, 什么事都稳妥了, 啊, 你这个混蛋, 我要杀你, 第一魂技, 蛇刃, 孟依然爆炸了, 从小到大, 他都是爷爷奶奶的掌上明珠, 受别人尊敬的存在, 什么时候像今日一样不但被人鄙夷, 甚至还有人骂他神经病, 他一定要撕腕这混蛋的嘴, 把这个混蛋狠狠地摁在地上摩擦, 来吧, 叶峰就这么站在原地, 下一秒, 一个紫色魂环悬浮在他的身边, 第一魂技, 思天, 魂环融入, 叶峰轻轻挥舞了手中的嗜血摩连, 下一秒, 一只白虎伸出利爪, 朝着孟依然袭去, 咻, 竖道光影, 依然, 蛇脖瞳孔紧缩当即出手, 然而, 他也只是拦下了一半的利爪, 剩下的利爪全都命中在了孟依然的身上, 身上穿的那衣服瞬间被撕裂, 卧槽, 史莱克学院胖子鼻血狂喷, 天哪, 春光无限好, 要是在网上一点点就好了, 啊, 孟依然直接炸了, 刚刚被那个叫唐三的毁了一些衣服导致走光, 现在这个叫叶峰的直接把他衣服撕裂, 仅仅剩下重点部位, 这简直是羞辱, 他那一双美眸透着无尽的杀气, 他要过去跟那个混蛋同归于尽, 依然, 站住, 朝天香拿出一件衣服披在了孟依然的身上, 奶奶, 他欺负我, 孟依然双眼泪汪汪, 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而另一边的叶峰有些尴尬,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第一魂技居然把孟依然撕成了比基尼, 难道对方在战斗的时候不防守的吗? 幸好刚刚蛇婆出手, 要不然他那最后一点遮羞布都被自己的撕天给撕霉了, 那真是天大的罪过, 啊, 小子, 今天的事情我朝天香记下了, 依然, 我们走, 先去找你爷爷, 刚刚蛇婆看到的是一道紫色的魂环, 有没有四世纪不知道, 但按照正常的魂环匹配对方一定是达到了魂尊层次, 依然跟对方哪怕继续打下去, 施展出底牌都讨不到任何好处, 所以还是先走, 等找到自己夫君龙宫再把这一笔账全都给算回来, 不但是仓辉学院, 孟依然还想跟叶峰死屁, 但蛇婆没有给他机会, 直接把他拖走了, 现场, 只剩下仓辉学院还有史莱克学院两班人马, 哈哈, 好样的小峰, 大家对行后改前, 继续往深处出发去找魂环, 只见到此刻叶之秋对着夸赞道, 总算解决了一个麻烦, 仓辉学院其他人看着蛇婆还有对方孙女狼狈离开的一样, 心里也都在憋笑, 让你抓, 这一下被狠狠打脸了吧, 走, 谁让你们走了,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到一道粗狂的声音响起, 是赵无极, 尊敬的浑圣大人, 请问你们还有什么事吗, 叶之秋此刻对着赵无极问道, 哼, 装傻充了, 那天晚上的事情你该不会忘了吧, 赵无极冷哼一声就这么盯着叶之秋, 浑圣大人, 那天晚上是这些后辈们在切磋打闹, 事情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我们都是当老师的出手不太合适吧, 叶之秋想把这件事引导到两个学院的学生在切磋上, 这样赵无极就没有理由动手了, 否则一旦赵无极动手, 比刚刚的蛇婆还要麻烦, 适才的蛇婆他带领大家反击还有一定的生机, 若赵无极动了杀意, 那今天生存的几率就十分渺茫了, 学生切磋, 你刚刚不是说了, 他是你们学院的助教, 既然你们仓辉学院的老师欺负学生, 那我赵无极来找场子, 这有什么问题吗, 赵无极看着叶之秋说道, 这, 叶之秋万万没有想到, 刚刚在蛇婆面前保住叶峰的护身符, 现在竟然成了史莱克学院杀手锏, 这一下应该怎么办, 难不成真的要让叶峰跟赵无极打一架, 可别说叶峰一个人了, 哪怕他叶之秋加进去, 都不一定能打得过身为浑胜的赵无极, 第36章, 谁的背景大, 毕竟此人在浑尸界可谓是臭名昭著, 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 把人交出来吧, 我赵无极可以答应, 不为难仓辉学院其他人, 赵无极开口说道, 对, 把那小子给我留下来, 戴木白紧揣着拳头, 这个混蛋小子让他倒赔了整个小镇财产损失, 上边记得数一个比一个浮夸, 他知道, 那天晚上一定是这小子故意的, 自己中了他的圈套, 每当想到这里, 戴木白就恨不得引叶峰的血吃叶峰的肉, 你们要是带走叶峰师兄, 就从我们的尸体上踏过去, 苏琉璃, 庞星他们一行九个人听到这些话语, 顿时一个个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九位魂尊, 青衣色最佳魂环匹配, 这是整个苍辉学院最精锐的天才, 今天尽数聚集在此, 魂圣大人, 人我是不可能给你们的, 如果你有其他的条件, 我们苍辉学院倒是愿意一起协商一下, 叶之秋当然不可能把叶峰给交出去, 否则一旦出现一些差错, 先不说他后边的这些弟子, 到时候回到学院院长等一众能捶死他, 而且到时候免不了太子会来找他麻烦, 协商? 万一我不想呢? 赵无极冰冷地说道, 那天让他们史莱克学院丢了这么大的脸, 对方居然还好意思说协商, 这东西是能协商的吗? 根本不可能, 做梦, 他必须得给这个小子一个深刻的教训, 不然自己岂不是白挨打了? 魂圣大人, 我们能否借一步说话? 叶之秋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打算借一步跟赵无极摊牌叶峰的背景, 相信这样对方应该就能稍微收敛一点, 而另一边叶峰正在盘算拖住赵无极, 让大家离开的最佳方案, 如果使用裂空暴, 然依旧不足以打败赵无极, 最佳的匹配是用裂空暴先炸他, 然后趁乱动用金翅大鹏速度型左腿魂骨, 依次施展四天破他身体, 在泰坦金刚之力将其打飞, 这下少了赵无极的唐三, 他们这些人会不成气候, 只要能在几十秒内快速撤走, 危险就算解除, 但这个过程一定要快, 达到出其不易, 攻其无备, 否则一旦让对方反应过来, 那想离开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终于, 最佳方案定好了, 现在只欠东风, 只要对方一动手, 那么他就连环出击, 啊, 少跟我玩这一套, 有什么屁就在这里放了, 赵无极直接对着说道, 整个人言语十分冷淡, 魂圣大人, 小风有点不太一样, 他是帝国送到我们仓会学院的, 您跟他切磋不太好, 叶之秋有些隐晦地说道, 毕竟有些话不能说太明了, 但他相信, 赵无极应该能听得懂, 我管他狗屁的帝国, 与我何干, 今天人要么你让我带走, 要么就让他跟我切磋一场, 赵无极怎么会听不懂叶之秋这话, 无非就是叶峰有帝国的背景, 让他赵无极悠着点, 但试问他们史莱克学院谁没背景, 特别是唐三, 特么的人家的老爹是唐浩, 曾经明镇大陆的男人, 五魂殿印在长老令上的代表之一, 你叶峰的背景有他强, 除非你背景是五魂殿, 那还差不多, 帝国权贵背景算得了什么, 你, 叶之秋震惊了, 这赵无极怎么尤言不尽, 他都把话说得这么清楚了, 对方还不懂, 多说无妨, 小子, 你是跟我走还是跟我切磋? 赵无极直接释放出了金刚熊五魂, 七个魂环在闪烁, 既然赵无极, 五魂, 玄归, 小枫, 你带着大家走, 我先给你们拖住他们, 叶峰刚想开口, 就在这个时候, 叶之秋直接召唤出了自己的五魂, 拼死一搏, 今天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叶峰出事, 否则他吃不了兜着走, 想到叶之秋居然会挡在自己的面前, 在场的学生们也有些惊讶, 得了吧, 就你这只绿乌龟, 搁鞭上去还能多活两年, 别来送死, 赵无极直接挥舞着拳头, 第一魂迹, 玄归附体, 看着不动明王赵无极的拳头攻击了过来, 叶之秋急忙施展魂迹, 咔擦, 然而, 他的魂迹在赵无极面前简直如同小儿科, 他紧紧一拳, 叶之秋直接被打飞了, 嘴角流淌着鲜血, 不自量力, 接下来到你了, 赵无极轻松解决完叶之秋, 此刻目光看向叶峰, 后边的史莱克众人看到这一幕, 只觉得暗爽, 果然, 赵无极老师就是不一样, 啊, 那今天我倒是来领教领叫不动明王赵无极了, 叶峰双眸冰冷, 直接释放出了魂力, 咦, 怎么回事, 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地面好像在震动, 史莱克中宁荣荣有些疑惑, 是啊, 好像是地震了, 第三十七章在泰坦面前逃走, 而且他们清晰地感觉到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靠近, 是我的错觉吗? 所有人准备战斗, 与叶峰准备开打的赵无极率先察觉到了不对劲, 是, 强烈的危机感让大家迅速地召唤出了五魂, 此时的地震更是不亚于六级, 人已经开始晃动, 不好, 叶主任, 你带着大家快逃走, 另一边叶峰像是想起了什么, 这震感除了那位绝无其他, 他怎么就把这茶给忘了, 虽然对方是过来找小五的, 但谁知道他有没有可能攻击其他人, 好, 所有人亮出五魂, 以最快速度逃离, 势才六级地震, 现在估计有八级, 叶之秋就算反应再迟钝, 他也知道出事了, 否则赵无极不会放过叶峰, 转而让史莱克学院的人全部施展五魂, 吼, 也就在这此刻一声幕后传来, 周围树木狂飞, 所有人的目光都惊呆住了, 这, 这是, 赵无极傻了, 史莱克所有人梦啊, 更撤退不到百米的仓灰学院, 众人不少脚都在发软, 太坦, 森林之王太坦, 魂兽界霸主般的存在, 有着不亚于人类的智慧, 可就这么样的变态魂兽,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这不正常啊, 所有人, 快撤退, 赵无极发出一声嘶吼, 今天这一幕, 是他从未想到过的, 这只是森林的外围区域, 哪怕万年魂兽都极其稀少, 这十万年森林之王太坦巨猿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见鬼, 好, 众人刚刚摩飙走, 只见那太坦巨猿一个拳头打在了地上, 强大冲击力让周围树木瞬间飞天, 砸得稀巴碎, 众人都知道, 太坦巨猿这是在警告, 谁敢走, 下场如漫天树木碎线, 小枫, 怎么办, 叶之秋朝着叶峰看去, 这一幕真是出乎意料, 叫大家把魂力收回去, 叶峰对着叶之秋说道, 因为他注意到, 太坦巨猿的注意力放在了史莱克学院上, 而接下来赵无忌应该会和太坦对话, 趁着这个时候悄悄撤离, 或许还有一点全身而退的希望, 收五魂, 叶之秋听到这一句话, 有些诧异, 嗯, 你到前面带路我断后, 叶峰看着叶之秋, 小枫, 还是你到前面我断后吧, 毕竟这是太坦巨猿, 一旦叶峰出事, 那他可吃不了兜着走, 叶主任, 我比你更了解这太坦巨猿, 没时间了, 快点, 叶峰语气凝重地说道, 无论是叶之秋, 还是这帮仓辉学院的同学, 他们还是太弱了, 一旦太坦巨猿发难, 被留在最后压根没有一丁点生存希望, 而他拥有金翅大鹏速度型魂骨, 全力施展逃跑, 还是有把握的, 留着他断后, 最适合不过, 行吧, 那你跟在我们后边, 叶之秋知道现在是生死危机时刻, 优柔寡断很有可能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 毕竟这些可全都是仓辉学院的精锐, 背后更有不浅的背景, 就这样在叶之秋的指挥下, 仓辉学院众人卸掉魂力, 敲咪咪的往后退, 而叶峰则故意释放魂力, 分散太坦巨猿注意力, 尊敬的森林王者, 我们并没有冒犯之意, 如果这是您的领地, 那我们立刻退出, 史莱克学院那边, 赵无极已经开始了跟太坦巨猿的对话, 就是这个时候, 看到太坦巨猿的目光落在赵无极的身上, 毕竟这太坦巨猿无论是力量、速度、攻击还是防御几乎都没有任何的缺陷, 甚至还能施展类似魂技一样的技能, 这种巨无霸, 哪怕再来一百个, 他都无济于事, 能溜就赶紧溜, 至于史莱克学院发生什么, 他管不着, 现在他管好自己, 还有仓辉学院就行, 毕竟他叶峰又不是圣母, 好, 太坦再度传来了一声怒吼, 强大的音量让人震耳欲聋, 好像在说, 你这个人类算什么东西, 在他的面前还想全身而退, 不好, 被发现了, 大家快施展魂力逃命, 叶峰注意到, 泰坦巨猿的目光已经朝着他们仓辉学院的方向看来, 他知道, 在这种级别的魂兽面前悄悄逃走是极致的冒犯, 但坐以待毙和垂死挣扎你选哪一个, 是个人都会选后者吧, 毕竟有生的希望, 就这么直勾勾地站在这里, 万一对方发怒殃及到他们呢, 木白, 你也带着大家快撤, 赵无极再度歇斯底里的吼道, 这帮该死的仓辉学院混蛋, 居然提前先收回魂力, 偷偷溜走了, 好, 戴木白应了一声, 看着仓辉学院众人溜走, 史莱克学院众人分散, 泰坦巨猿彻底怒了, 只见他举起拳头, 愤怒至极, 第七魂技, 五魂真身, 赵无极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真身, 因为现在除了五魂真身, 根本没有一项魂技能与其对抗, 他必须为这帮小怪物争取足够多的时间, 老赵终于出手了, 那真是谢谢宁脸, 叶峰看到这一幕, 顿时心中一喜, 有赵无极扛着, 他们仓辉学院应该能全身而退, 响入飞飞蘑菇肠, 大家往东边跑, 那边是泰坦巨猿的盲区, 史莱克众人一个个吃了飞行蘑菇肠之后, 背后长出了翅膀, 快速地朝着东边的方向飞去, 叶峰, 看着史莱克的人靠近, 叶峰满脸问号, 盲区你大爷呢, 东边是他们苍辉学院的撤离方向, 人家刚刚只是注意力没到这边而已, 哄, 又是一声怒吼, 地面尘土飞扬, 他一拳直接对着苍辉学院和史莱克学院逃跑的众人袭来, 无比狂暴的力量伴随着重力压制, 余波将所有人瞬间震飞, 而适才与泰坦交手的赵无极, 早就飞到了千米之外, 毕竟这实力太过于悬殊了, 是唐三, 他跳了起来, 对着泰坦巨猿疯狂袭击, 各种暗器全都施展了出来, 第38章, 怒骂唐三, 卧槽, 魂迹, 疾风而行, 然而他这一番动作, 无疑是惹炸了泰坦巨猿, 只见对方直接一个拳头对着唐三砸了过来, 似乎是想干掉这一只烦人的苍蝇, 然而叶峰刚刚被泰坦巨猿的鱼波击中, 飞了几十米, 砸在一棵树上, 此刻好不容易爬起来, 因为唐三就在自己前方, 这拳头一旦砸下来, 自己必定会中招, 然而叶峰发现, 迟了, 泰坦巨猿身上散发着红色的光芒, 那是带着魂力的一道攻击, 叶峰完全被重力压制住, 压根动弹不得半分, 混蛋, 把小五还给我, 唐三在怒吼, 他疯了, 龙须真像是不要钱一样, 疯狂输出, 唐三, 我日你仙人版版, 你他妈住手, 叶峰怒吼道, 这混蛋没有看到泰坦巨猿已经动用魂力了吗, 而且还瞄准了他, 而他叶峰也被那一股重力压制在了地上, 动弹不得, 然而唐三就像是没有听到叶峰的话一样, 继续攻击, 终于那泛着红光的重拳砸下, 拳头落地, 地面炸起, 方圆一公里所有树木全都被狂暴的余波冲击, 尘土裸露, 寸草不生, 唐三那里能承受这些, 直接被镇飞不知道到了哪里, 而被那一股重力压制的叶峰也好不到哪里去, 狂暴的余波对着他猛的冲击, 整个人迅速被冲了出去, 飞起足足有数百米之高, 随后就在做曲线自由落体运动, 至于其他人, 在这一道袭击之下, 基本上也全都被冲散了, 妈蛋, 你特么好歹也是个重生者, 做事情能不能过过脑子, 就你那点东西能阻挡得住泰坦巨猿, 咔咔, 叶峰掉落在森林的一个角落, 嘴里慢慢咧咧, 幸好泰坦巨猿没有要杀了他们两个的意思, 在最关键的时候拳头外偏移了一些, 特地将他们所有人都震散, 震飞, 要不然现在他估计直接成肉酱了, 然明明可以不用经历这么一遭, 毕竟人家在第一波冲击的时候得到了小五, 之后就要走了, 结果唐三非得搞事情, 也就是命打,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鬼地方, 叶峰整个人一脸猛逼, 感觉自己好像借着刚刚那一股力来到了森林的外圈核心地带了, 算了, 这里还是太危险, 还是往外走吧, 说着叶峰便往外边走, 找到大家回合再说, 而另一边堂被砸在了森林的另一个角落, 那正好是人面魔珠的地盘, 哪怕他再怎么惺惺念叨小五, 此刻也得先解决这个大麻烦, 时间悄然, 转眼来到了三个小时之后, 我特么, 我到底在哪儿? 很不幸, 叶峰感觉自己好像迷路了, 主要是这星斗大森林四周都是树, 而且他也不知道来到了什么地方, 雾气非常的大, 让他压根找不到方向在哪里, 也难怪森林是致死率最高的地方之一, 一旦进入森林深处, 不但要面临妖兽的威胁, 还有可能会迷失方向, 很快, 天色慢慢暗了下来, 叶峰此刻体力也有些消耗严重, 就先生火休息一下吧, 等着大雾散去了再说, 顺便处理一下自己的伤口, 叶峰从浑倒气中拿出了一个帐篷, 随后找了一些柴生火, 顺便去抓了几只野兔, 围在火旁, 一边烤着兔子, 一边处理伤口, 今天真是倒霉到家了, 不知道唐三被人面膜猪咬死了没有, 没咬死等自己出去, 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叶峰心中嘀咕道, 仅仅过了半个小时, 香喷喷的肉味传来兔子肉, 谁笑, 哥, 又过了一个小时, 吃饱喝足叶峰打了个嗝, 晚上这小日子还是很惬意的, 他又从浑倒气里拿出了一袋粉末, 这是带有特殊印记的粉末, 只要撒在周围, 一旦有浑兽靠近就能感知到, 他准备洒一圈, 然后躲帐篷里休息去了, 敖屋忽然就在叶峰刚刚起身的那一刹那, 他听到了狼的叫声, 紧接着他发现, 周围那暗黑的森林多出了一颗颗发亮的珠子, 四周密密麻麻, 看似就仿佛遇到了荧光虫浪漫盛宴一般, 但叶峰知道这可不是什么盛宴, 这特么是狼, 敖屋又是一声嚎叫, 紧接着叶峰便看到了一只只白色的狼映入眼目, 看不见边, 保守估计, 至少有上千只, 该死, 这么多, 自己不会是闯进狼窝了吧, 叶峰虎躯一阵, 自己就这么一个人, 不至于你们这群大哥全都出动吧, 能分多少啊, 阿巫远处一声更响亮的声音响起, 下一刹那, 所有的狼全都朝着叶峰的方向袭击了过来, 第39章, 暗夜, 生死对决, 卧槽, 有没有搞错, 这么刺激的吗, 一言不合就直接冲过来了, 叶峰此刻万万没有想到, 这些狼居然一点都不讲武德, 就他这么一个人在这里, 成千上万的狼, 没有丝毫凯旋的余地便冲过来, 还搞这么大的阵势, 简直了, 阿巫, 站在最高处的狼王不断地在嚎叫, 漆黑的夜色之中, 一道道暗夜鬼魅袭去, 悠悠的银色凶光让人忍不住窒息, 嗜血磨连, 叶峰知道出事了, 周围这么大的雾气, 自己根本不知道跑到那里去, 眼下只有战斗, 嗜血磨连即出, 他直接冲入狼群, 贪婪凶残张牙咧嘴, 咻, 炙热的鲜血飞溅, 短短一分钟, 叶峰的那一套仓灰学院服饰, 直接变成了鲜红色, 嗷呜, 终于叶峰看到了远处一道身影, 他通体黑色的毛发, 整个就跟老虎一样大, 那是狼王, 大哥, 你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要不是你来惹我我能杀你的手下, 叶峰注意到, 那狼王恶狠狠地盯着他, 锋利的牙齿仿佛狼叔一般的利爪, 那块站着的石头此刻都被抓得出现了裂痕, 像是愤怒到了极致, 而另一边的叶峰则是郁闷, 他好端端地在这里吃烤兔子肉, 吃完了想睡觉, 还特地生火跟一些妖兽打招呼, 这里有人没事别过来, 结果你们不但过来, 还他妈数千只狼一起过来, 现在他反抗还呲牙咧嘴, 一股怨恨, 像是欠了你狼王几百万金币的姿态, 合着他为何让自己活下去, 还有错了, 你们这是不是一群脑残狼, 他就这么一个小小的人类, 够你们这么多狼分, 真是摸不清, 道不明, 第一魂祭, 思天, 伴随着狼越来越多, 而且由刚刚的十年, 百年上升到了现在的数百年, 甚至有些千年狼掺杂在其中, 叶峰不得不动用自己的第一魂祭, 融入了第一魂祭的力量之后, 叶峰的嗜血摩连, 由刚刚挥舞一下斩杀一直到现在的四五只, 哪怕是千年狼, 他都可以与其正面硬钢而一刀斩杀, 在狼群中, 此刻他宛如真正的死神, 七字形的嗜血摩连在收割, 地面满是鲜红流淌, 啊我, 月光正圆, 叶峰又听到了一声无比响亮的声音, 下一秒, 周围又是密密麻麻发亮的眼珠子, 像杀不完, 斩不尽一样, 这什么鬼, 兄弟, 你干嘛呢, 用这么多狼围着我, 你能得到什么, 一下子又来了那么多的狼, 叶峰彻底的梦了, 他们到底突什么啊, 自己又不怕, 咻, 周围挤到黑影闪过, 速度很快, 黑毛, 左腿魂骨, 疾风而行, 起初叶峰以为是狼王来了, 短时浑身一颤, 迅速动用魂骨提速, 然而并没有, 是几只类似于狼王的黑毛狼, 如果没有猜错, 应该是狼族的将领, 就离谱, 至于用这么多狼来对付自己, 狼枪, 一只狼冲了过来, 苍龙盾, 叶峰迅速融合第二魂环, 嗜血魔帘挡在面前, 形成了一个魂力凝聚的盾牌, 哦, 一只狼进攻失败, 转而到另一只黑狼, 从后边袭击叶峰, 在使用了左腿金翅大鹏速度型魂骨之后, 叶峰整个人的反应速度也得到了提升, 死天, 叶峰反手嗜血魔帘挥舞过去, 卧槽, 有毒, 他的武魂上沾染了一些绿色的液体, 叶峰只感觉一阵麻烈, 这是毒物进他身体的征兆, 自从系统改造他身体之后, 他起到了一定的抗毒能力, 一般毒物进入到他身体会产生一些酥麻的感觉, 表示有毒来过, 不过这特么不是狼, 口水还能有毒, 跟科莫多巨蜡杂交品种呢? 叶峰彻底猛了, 对于能让他感觉到麻痹的毒素, 一般都是很强的毒, 至少曼陀罗蛇比不上, 这到底是什么鬼狼? 不过眼下不是思考这些的时候, 叶峰紧握着嗜血魔帘再度冲入了狼群, 三只狼族降临,并打伤了其中两只, 远处的狼王见此又是一阵嚎叫, 叶峰知道, 如果今天不解决掉这一只狼王, 搞不好无穷无尽, 擎贼先擎王, 今夜必须要杀出一条血肉, 第二魂戒, 苍龙蔑视, 紧紧握着的那一把嗜血魔帘透出强烈的紫光, 只见一只苍龙盘旋在上, 咻, 叶峰挥舞着魔帘, 下一秒刀锋仿佛化身成一条巨龙, 前方百米, 所有的狼瞬间暴体炸开, 血雾弥漫, 腥臭更是让人喘不过气, 还有百米, 很快他已经挪动了数百米, 见到了那仿佛高高在上的狼王, 此刻的叶峰已经下定决心, 要干掉对方, 否则这一场战斗必将无休止, 他就算有再多的力气, 也绝对无法抵挡住这么多狼的车轮战, 哪怕现在他都已经有些体力不支了, 好好, 黑色宛如老虎一样巨大的狼王死死地盯着叶峰, 那一双野绿色的毛子透着前所未有的杀意, 来啊, 第二魂剑, 苍龙灭世, 魂骨技能, 疾风而行, 叶峰连续施展两个技能, 先是炸开周围的这些狼, 随后施展魂骨技能提升速度, 迅速来到了狼王的身旁, 双方距离也就十来米, 狼王此刻看到这人类靠近, 彻底的怒了, 长而锋利的爪子伸出, 刚刚踩着的那块如同假山一般的石头, 直接炸裂, 他朝着叶峰猛地扑了过来, 裂空暴, 忽然他看到一只岩浆色的小虫子出现, 下一秒一股热浪席卷, 是爆炸伤, 地面直接被炸出一个十米巨坑, 周围百米寸草不生, 而叶峰则是在即将对决的瞬间, 将魂骨的速度拉满, 躲在了一棵大树后边, 死了吗? 爆炸的余波消失, 这么大的威力, 就连刚刚那三只黑狼都奄奄一息了, 相信这一只狼王应该也差不多了吧, 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是唐号, 叶峰紧握着嗜血磨连, 朝着深坑磨洞, 然而谁能想到深坑之下, 那一只满身血痕的狼早已蓄势待发, 猎物靠近那一刹那, 他一跃而起, 趁着浓烟张开满是獠牙嘴朝着刚到坑旁叶峰脑袋咬去, 像是吃车梨子一样, 一口咬断, 第四十章, 肩挺一分钟丹药, 什么? 头顶一片漆黑, 血盆大口朝着他咬来, 叶峰瞳孔紧缩, 整个人眼眸之中充满了不可思议和惶恐, 魂骨技能, 疾风而行, 叶峰的左腿迸发出一道亮眼的光芒, 就在对方那一张巨口准备咬到叶峰脑袋的那一瞬间, 强大的求生欲让叶峰快速地躲到一旁, 然而脑袋是躲过了, 但身体被那利爪直接抓出了几道深可见骨的血痕, 哦, 狼王死死地盯着叶峰, 就仿佛是等待着自己的猎物渐渐死亡一样, 该死, 叶峰整个背部都麻痹了, 有毒, 刚刚利爪之中蕴含着毒素, 至少是曼陀罗蛇的十倍, 否则不可能让他麻痹能这样, 整个就仿佛被打了麻药一般, 哦, 浩月明亮, 森林中狼王长长地嚎叫了一声, 整个就像是庆贺胜利一样, 因为正常来说, 哪怕是人类魂圣级的强者在中了他的毒之后, 都会因为承受不住而毒发身亡, 最迟不超过十分钟, 眼下这个人类也差不多, 叫, 我让你付出代价, 嗜血魔帘握在手中, 叶峰的背部挤到深刻见骨的血痕正在滴血, 衣服尽数尽透, 此刻他是真的怒了, 眼中迸发着前所未有的杀意, 第三魂界, 泰坦金刚之力, 叶峰整个人的手臂直接变成了麒麟臂, 而伴随着魂力不断地涌入嗜血魔帘, 整个嗜血魔帘直接变大了数倍, 整个就像是带着刀刃的电线杆一样, 都给老子死, 魔帘挥舞, 周围的狼就像是割韭菜一般, 一排排地倒下, 得到力气加成之后, 叶峰此刻挥舞着十米长的嗜血魔帘, 依旧如同使用正常大小一般灵活, 远处那一只黑色的狼王眼神中透着不可思议, 怎么会这个, 为什么这个人类中了自己的毒, 居然一点事都没有, 他们暗影毒狼一脉的毒性, 那可是在整个森林之中数一数二的存在, 难道是回光返照, 这未免回光返照的时间太长了吧, 终于狼王出击, 再这么下去的话, 自己不知道又得死伤多少成员, 来, 叶峰也杀红眼了, 直接与狼王对抗, 一来二往, 短短一分钟之内双方打了上百回合, 狼王再喘着粗气, 而另一边的叶峰也是, 他整个人已经不行了, 就只有最后一口气掉着, 今天晚上说实话, 这个战截就不是魂尊能打出来的, 哪怕是把叶之秋放在这里, 都打不出这个战绩, 此局已经直逼魂射, 没有一会儿歇息, 狼王后退了一下, 那些狼兵又冲了上来, 啊, 群狼撕咬, 叶峰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甚至还有狼想从筋疲力尽的他身上, 硬生生撕下一块肉, 全部都给我去死, 叶峰用干净第三魂计的最后一定力量, 直接原地旋转, 周围十米, 但凡是血磨连所触及的地方寸草不生, 血雾弥天, 一切尘埃落定, 刚刚被吓退的狼, 就这么恶狠狠地盯着在最中间区域的叶峰, 远处狼王也看着他, 而叶峰的五魂已经消失, 这也就代表着他筋疲力尽了, 难道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叶峰看着周围密密麻麻的狼, 几乎看不见镜头, 可他现在真的一点体力都没有了, 等仓辉学院的人来救, 这基本不现实, 按照叶之秋的性格, 可能早已经带着大家撤离出安全区域, 怎么办? 趁着狼群还没有攻击过来, 叶峰此刻打开了系统, 万年金斥大鹏魂骨, 魂技疾风而行, 魂力40级,经验值19W100W, 金币1503W,物品栏, 肩挺一分钟丹药,丹药, 忽然,叶峰看到, 还有一个肩挺一分钟丹药, 因为此前这个丹药, 叫这么一个如此错的名字, 在他脑海中实在是没有什么存在感, 所以叶峰完全就给忘记了, 死马当活马夜, 就先射再看看, 很快, 叶峰手中多出了一颗, 如同身腿瞪眼丸一样, 黑漆漆的丹药, 啊呜, 狼王来到了叶峰的面前, 那巨大的脑袋, 绿幽幽的眼睛就这么盯着他, 他越来越靠近, 甚至对方喘着的气叶峰都能感受到, 不敢有丝毫的耽搁, 叶峰直接吃下了这肩挺一分钟丹药, 恭喜宿主成功使用肩挺一分钟丹药, 此丹药能在一分钟内提供无限魂力, 并且攻击力提升十倍, 拥有无敌精深六十秒, 叶峰服用了这一颗丹药之后, 下一秒一道信息出现在了他的尸海之中, 力量, 磅礴的力量, 而另一边狼王看到了叶峰手心, 那一只岩浆色的虫子, 整个人眼神中多出了一道惶恐和疑惑, 哄, 爆炸, 方圆百米, 寸草不生, 狼王整张脸直接都给炸破相了, 哦, 他在怒吼, 双眸血腥地盯着叶峰, 然而现在的叶峰爽炸了, 无敌精深六十秒, 也就是说六十秒之内怎么作死都死不了, 这东西简直就是宝贝, 跑, 你狼王还想跑, 叶峰此刻露出了仿佛龙王归来的笑容, 他直接动用速度魂骨, 随后一把保住了狼王的脑袋, 轰隆, 又是一次爆炸, 轰, 再炸, 短短十秒, 无限魂力加持的叶峰连续炸了十次, 这频率哪怕是唐某都直呼要不起, 至于周围的那些狼直接给看待了, 同时也吓傻了, 再来, 然而叶峰并没有停止, 这一群狼见识到了什么叫世间险恶, 特别是被叶峰抱着脑袋连续炸的狼王, 此刻头盖骨都差点飞了, 十秒后一切尘埃落定, 地面早已一片狼截, 但凡能跑的狼都已经逃离了这里, 在他们眼中这个人类简直就是变态, 魔鬼, 而狼王此时凉了, 凉透了, 只见一个黑色的魂环悬浮在叶峰的周围, 这怎么会有这么深的一个伤口, 忽然叶峰发现狼肚子下方居然有一个伤口, 深刻见骨, 他可以肯定绝对不是他打的, 因为五魂是爆炸伤还是魔帘造成的伤口, 都不会像如今那一道一般, 先不管这些了, 吸收魂环要紧, 叶峰盘膝坐下, 紧接着直接吸收魂环了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忽然只看到森林中一行三人走来, 这,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地面上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二老一少三人直接都给看傻了, 是暗影独狼, 蛇婆一声惊呼, 奶奶, 是他, 孟依然来到了那个浑身血迹的人面前, 他一声惊呼, 竟然是一张熟悉的面孔, 是谁, 蛇婆炸了, 今天自己孙女的两个魂环被抢, 现在自己的魂环又被抢, 要知道, 这一只暗影独狼可是龙公在森林里, 追杀了整整两天两夜的猎物, 好不容易伤了对方, 结果被人抢了, 此前自己夫君不在, 他万不得已才隐忍, 现在他夫君在此, 无论如何这一口气, 他都要出了, 混账, 竟然是这小子, 看我现在不宰了他, 蛇婆看清楚了叶峰的脸, 顿时整个人瞬间变得阴寒了起来, 一而再再而三地坏他好事, 死人必杀, 等等, 依然, 他你们认识, 忽然就在一旁勘察的龙公阻止了蛇婆, 而后朝着孟依然看去, 嗯嗯, 这就这个人, 让我们第一只猎杀的魂兽被别人抢去, 而且我还被他给欺负了, 孟依然想起当时的事情, 全都不自觉的紧了, 当时那么多人, 他怎么呢, 这让他以后还如何见人, 依然, 你不是还没有魂环吗, 这里正好有一只受伤的千年暗影独狼, 赶快杀了他吸收魂环, 地上试材的龙公惊奇的发现, 还有一些活狼, 甚至还有千年级别的存在, 啊, 还有活的, 孟依然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人充满不可思议, 嗯嗯, 快些动手吧, 他又撑不住了, 龙公说道, 嗯嗯, 对于魂师来说, 魂环是最重要的, 之前连续被抢了两次魂环, 让他十分烦闷, 现在居然有现成的便宜剪, 他瞬间来了劲, 只见一把匕首插下, 盘西坐下直接开始吸收了起来, 他现在想着吸收了魂环之后, 再跟那个混蛋打一架, 他就不信, 魂尊对魂尊自己还能处于弱势不成, 因为刚刚叶峰浑身是血的盘西坐在那里, 整个像是在疗伤, 没有仔细观察的孟依然并不知道对方是在吸收魂环, 倘若他知道叶峰是在吸收第四魂环, 估计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这小子, 你打算怎么办, 蛇婆盯着龙公, 你有没有发现, 他在吸收魂环, 而且还是暗影独狼的魂环, 龙公靠近叶峰, 他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魂力波动, 吸收魂环, 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比依然还小, 蛇婆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满脸诧异, 难道对方上次所说的是真的, 他是四十级, 他吸收魂环的方式很奇怪, 但我敢肯定这确实就是在吸收魂环, 这小子是谁, 龙公毕竟见多识广, 此刻对着蛇婆问道, 我只知道这小子是仓辉学院的助教, 蛇婆冷淡地说道, 对于这小子, 他可没有什么好印象, 仓辉学院助教, 倒确实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天才, 龙公目光有些深邃, 能在这么多狼的攻击之中活下来, 这一点哪怕是一般的魂帝都很难做到, 起初他还以为有别人帮辞子, 但这现场仅有一种魂力气息, 也就是说, 只有这小子一个人, 实在是太震撼了, 而且这暗影独狼狼王可是三万年魂兽, 他竟然也敢吸收, 而且看上去似乎正在融合, 不可思议, 哼, 你该不会是想留下这个, 让你孙女身体被他人看光的臭小子吧, 依然可不会同意, 蛇婆听出了龙公的意思, 顿时冷哼了一声, 这个问题不大, 既然依然受了委屈, 让他补偿便可, 龙公眼中多了几分欣赏之意, 哼, 老头子我可告诉你, 你这是在玩火, 要我说, 直接杀了得了, 一聊白聊, 蛇婆来到叶峰面前, 手中那一根拐杖早已经蓄满了魂力, 第四十二章, 做事自然有我的想法, 这是你就先别管了, 龙公别有意味地说道, 他看中了这个小子, 至于依然, 就这么个小丫头, 还不容易搞定, 哼, 那随便念, 蛇婆冷哼一声十分不满, 按照他的想法, 就应该趁他病吊他命, 就这么留着, 搞不好以后对他们有麻烦, 时间流逝转眼到了第二天早上, 依然醒了呀, 朝阳洒下, 只看到孟依然身上的魂光, 渐渐收回了身子之中, 奶奶, 我成功晋级到三十一级了, 孟依然十分高兴, 没有想到, 辛辛苦苦累了两天去追杀魂兽, 最终会捡了个大便宜, 暗影独狼这种魂兽, 倒是跟你的五魂极为契合, 不知道你这第三魂技如何, 龙公扶了扶胡须, 笑眯眯地开口问道, 我的第三魂技是蛇影, 不但得到了暗影独狼的毒素, 还得到了对方的速度, 要是让我现在再遇上那个唐三, 我一定能将他打得满地找牙, 还有那个混蛋叶峰, 对对对, 狠狠地揍他一顿, 龙公笑哈哈地附和道, 一旁的蛇婆则是在翻白眼, 不知道这死老头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爷爷, 那个叶峰没有走吧, 我这就去找他算账, 当时龙公蛇婆为了避免叶峰影响到孟依然, 所以让对方在另一边吸收魂环, 没有走, 没有走, 龙公一副十分溺爱的姿态, 谁不知道在孟家, 孟依然是这二老的掌上明珠, 宠爱到了极致, 他怎么还是这一副姿态, 是受重伤了吗, 走过来, 孟依然发现叶峰居然还是他几个小时之前看到的姿态, 而且因为是天亮了, 没有昨晚暗夜影响, 叶峰身上的血迹变得更加惊悚, 特别是对方背后三道血痕, 简直触目惊心, 他本来还想过来跟叶峰好好打一场, 结果这样他怎么报仇, 嗨嗨, 就在这一刻, 忽然叶峰咳嗽了一声, 嘴里一口黑血吐出, 爷爷, 孟依然一声惊呼, 这个家伙怎么好端端的吐血了, 他可还没有打回去呢, 这混蛋绝对不能死, 长这么大他就没有被谁这么欺负过, 要是这个仇无触暴他能憋死自己, 怎么了, 龙公急忙跑了过来, 只见他快速拿起叶峰的手, 对方该不会是被魂兽怨念反噬了吧, 要真这样, 那就糟了, 一旦被魂兽反噬脑部受损, 轻则变成傻子, 重则直接蹊跷流泻身亡, 那自己今天晚上守了一个晚上, 便功亏一篑了, 他, 他不会是死了吧, 只看到此刻孟依然那一双玉手紧紧握着小红唇, 一副吃惊到极致的姿态, 正常人有谁会吐出暗黑色的血, 而且受了这么重的伤, 感觉也活不成了吧, 忽然, 孟依然有些黯然伤神了起来, 死不了死不了, 这小子当真是让我有些惊讶啊, 龙公收回自己的魂力, 整个人满是诧异, 对方竟然把万年魂环给吸收了, 这是何等的天才, 正常的魂宗最佳的魂环匹配是黄, 黄, 为何叫最佳呢? 因为整个魂世界, 几乎所有的优秀魂师都是这个配置, 结果这小子居然第四魂环就吸收了黑色魂环, 那对方的魂环配置应该是黄, 黄, 紫, 黑, 试问, 这个世间有几个人能有这种级别的配置? 此子绝对是千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天才, 而此前听闻对方在仓辉学院, 仓辉学院论声援来说, 算是整个大陆算是比较垫底的学院, 贵族子弟不回去, 世家子弟也不会过去, 皇室更加不用说, 所以基本上都是一些较为普通的家庭, 或者一些小富小贵之族, 如此的话, 相信他的条件应该很容易能打动对方。 龙公放下了叶峰的手, 此刻脑海中思索万千, 爷爷, 他怎么了? 孟依然看到自己爷爷这么一副怪异的姿态, 顿时有些疑惑, 没什么, 他刚刚把魂环吸收顺便将体内淤血清理出来而已, 龙公说道, 啊, 你这老婆子, 回头我再帮你找一个万年魂环不就行了? 至于那么大怨气, 龙公没好气地吐槽道, 龙公蛇婆? 而另一边, 叶峰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经过一个晚上的, 他终于把暗影独狼这个魂环给吸收了, 幸好有系统加持, 要不然真的悬啊, 然而他这一睁眼, 差点没把他给吓一大跳, 面前的竟然是龙公蛇婆, 还有孟依然, 这三个人怎么会在这里, 到底发生了什么? 小子, 你终于醒来啊, 龙公看着叶峰倒是有些惊讶, 这小子居然知道他们龙公蛇婆, 混蛋, 你终于醒过来了, 之前的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现在我已经晋级到了魂尊, 我要再度挑战你, 看到叶峰醒了过来, 下一秒, 孟依然整个人直接炸了, 无比愤怒的怒火, 让他瞬间将刚刚所有的疑惑都抛之脑后, 有了千年暗影独狼武魂, 他现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加持, 就不幸还会一招落败, 好巧, 我刚好也成为了魂踪, 叶峰站起身来, 什么? 魂踪? 孟依然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身体猛的一震, 那一双眉眸满是疑惑的看着一旁的龙公蛇婆, 哼, 臭小子, 沾着别人的光, 晋升到了魂踪, 有什么好嘚瑟的? 蛇婆趁着拐杖走了过来, 那语气中充满了怨气, 沾着别人的光? 叶峰听到这话, 满脸问号, 他沾了谁的光啊? 特么的这魂环确定不是他拼死换来的, 你要硬说沾光, 他只能说沾了系统的光, PS, 第一羹送到了, 作者军球推荐票, 球月票, 各种球啊, 同时还感谢今天打赏的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还有两羹, 23点59分前更晚, 第43章, 这样的夫君也还挺不错的, 第二羹, 昨夜面对群狼, 要是没有坚挺一分钟丹药, 他现在估计已经成狼屎了, 他真不知道这老太婆说的沾光是沾哪里, 你知不知道, 你吸收的那一只暗影独狼是我的魂环, 蛇婆剁着蛇杖冷道, 你的魂环, 叶峰大写的问号脸, 什么鬼, 这森林里的魂兽什么时候开始写别人名字了, 小子, 你得感谢我们,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那一只暗影独狼肚子下边有一道伤痕, 那边是我们打伤的, 否则, 你也没有那么容易将其斩杀, 只见到此刻的龙宫来到了那一只暗影独狼身体旁, 随后指着那一道伤口说道, CNM信号信号, 这是你们打的, 叶峰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直接对龙宫蛇婆表示最忧心的感谢, 你这小子不说感谢也就算了, 怎么还骂人, 你知不知道, 这一只暗影独狼我们追杀了整整两天, 就在准备得手的时候被你杀了, 龙宫蛇婆两人一脸猛逼, 这小子直接开口就问候人, 这不是应该感谢他们吗, 为何他这么激动, 感谢你们的仙人版本, 你知道我昨晚经历了什么吗, 数千只狼来围攻我一个人啊, 劳资特么的原来是帮你们背了过, 叶峰心中那个火气大, 他现在总算是知道, 为什么这些狼会围攻他一个人了, 昨天晚上他怎么都想不通, 今天龙宫蛇婆这两个混账东西一说, 他立马悟了, 原来是龙宫蛇婆此前想要杀这暗影独狼当魂环, 结果对方跑了, 后来这暗影独狼带着狼族大军来复仇, 看到在森林中的自己, 还以为跟他们是一伙的, 于是不分青红皂白就对着他袭击了过来, 他叶峰都成史诗级背锅侠了, 这两个家伙脸不红心不跳的居然要自己感谢他们, 谁给的脸, 真十万的草泥马在奔腾, 哈哈, 你这小子倒是真性情, 不过这是你得到魂环事实, 咱们这一家人也就不讲两家话, 便就此过去吧, 本来还想听听后背一阵感谢的龙宫此刻被骂得一脸猛逼, 这小子还挺暴躁, 不过换一句话来说, 他确实算是帮他们挡了祸事, 无缘无故被群狼袭击, 但这也侧面验证了这小子确实很强, 能在狼群的袭击中活下来, 他真是捡到了个宝, 一家人不讲两家话, 叶峰听到这话梦了, 什么鬼, 爷爷, 你在说什么呢, 一边的孟依然听到这话, 也是傻眼了, 他差点以为自己出现了幻听, 只有一旁的舌婆一副懂了的样子, 原来这老头子卖了半天关子, 就是为了招这小子回孟家, 怪不得一直舍不得杀, 抛开恩怨来说, 对方也确实是个难得一见的天才, 哈哈, 依然你不是说要报仇狠狠地教训他一个吗, 到时候成了一家人, 你想怎么教训都可以, 龙公笑哈哈地说道, 奶奶, 你看爷爷在说什么风言风语, 孟依然挽着舌婆的手, 在他眼中爷爷一定是疯了, 这混蛋刚刚欺负了他, 而且还让他的身子遭一些猥琐难看到, 他不但不帮自己报仇, 还说成什么一家人, 这不是疯了是什么, 你爷爷决定的事, 我可管不了, 舌婆美好气地说道, 不是, 你们在说什么, 另一边叶峰头顶全都是问号, 他是谁, 他在哪, 这里发生了什么, 小子, 我这孙女也算是大美人一个, 我看导演你们情投意和狼才女貌, 我这个做长辈的就许你们在一起了, 龙公看着叶峰笑眯眯地说道, 爷爷, 谁要跟他在一起啊, 他之前当着很多人的面欺负我, 还让我的身子遭人看了, 你要帮我报仇狠狠地教训他才是, 孟依然跺着脚一副抓狂的姿态说道, 依然, 不得胡闹, 这男女之间的正常接触怎么能叫欺负呢, 而且现在外边现在不是也流行比较清凉的方式吗, 我倒是觉得这是小枫想和你的深入沟通的一个信号把了, 龙公朝着孟依然瞪了一眼, 随后也不知道从哪里扯出了一大堆歪力, 一旁的舌破没眼看, 为了讨个孙女婿, 自己的夫君已经不要脸到了这种程度, 简直难以想象, 旁边的叶峰今天就差没长成问号的模样了, 哪只眼睛看到他们狼才女貌情投意合, 还特么深入沟通的信号, 他就问你, 这是什么狼虎之词, 奶奶, 你快说说爷爷, 哪有这样让自己孙女受欺负, 不管还反倒把孙女卖给一个混蛋的, 孟依然崩溃了, 顿时向蛇婆求救, 依然,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你现在也十六岁是时候找个夫君了, 这小子虽然毛病挺多, 但倒也是个不错的人才, 相信以后你们在一起肯定会幸福的, 蛇婆开口说道, 奶奶, 你, 看到自己爷爷奶奶都同意将自己嫁给这小子, 顿时梦依然彻底梦了, 你这丫头, 爷爷奶奶是不会看错人的, 正如你爷爷所说, 你们二人狼才女貌甚是合适, 至于这感情嘛, 也是一天天过日子过出来的不是吗? 蛇婆一脸苦口婆心的姿态对着劝说道, 可是奶奶她比我小啊, 小什么小, 那里小了, 人家身高跟你一样高, 你现在身上这个魂环也是人家打伤的魂兽, 这还不满意吗? 还没等蛇婆说话, 一旁的龙宫便又再度开口道, 爷爷, 梦依然忽然心中五味杂陈, 怎么来找一个魂环就把自己给卖出去了, 不要抛开之前的事来说, 这个人倒也确实有实力, 居然能以一人之力杀掉这么多的狼, 这估计连魂王都很难做到吧, 真的是太强了, 有这么一个夫君的话, 以后还可以一起对练, 想想还是不错的, 喂, 你们在说什么呢? 谁说要进你们梦家了? 另一边叶峰猛了, 自己今天究竟经历了什么? 这些人这有问过他同意, 这独角戏是不是有点过了? 第44章, 局书, 第三个, 小子, 不要得了便宜, 还卖乖, 我孙女这么个美人胚子, 还配不上你不成, 龙宫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整个人语气直接含了下来, 这个倒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 是我没这个想法, 叶峰对着说道, 孟依然长得确实可以, 但特么他才十三岁, 谈这种事是不是太早了? 怎么没这个想法? 小子, 老夫也是过来人, 面对这么一个大美人儿, 你那点心思我还是知道的, 没什么好羞耻的, 你们想干什么, 老头子我都准许了, 龙宫神太别样的对着叶峰说道, 甚至最后还看着他抖了抖眉, 啊这, 叶峰人傻了, 这老家伙为了把自己骗进孟家, 当真是不择手段啊, 孙女说卖就直接卖了, 不带一点犹豫的, 可他现在压根对这种东西没兴趣好吧, 爷爷, 你在说什么呢? 孟依然听到爷爷说这么羞耻的话, 顿时小脸直接红了起来, 哈哈, 不打紧不打紧, 孟属不要脸的笑了, 其实在这个大路上, 十几岁结婚的比比皆是, 急风而行,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六, 趁着龙宫哈哈大笑的之后, 叶峰知道现在这装饰不拔腿跑, 回头就真的解释不清了, 小子, 你干嘛呢? 龙宫猛了, 舌婆也猛了, 这小子不按套路走啊, 直接一声不吭的就跑了, 谢谢龙宫前辈昨晚帮忙护法, 只可惜我现在对这种什么娶妻生子的是不感兴趣, 你让孟依然另寻他人吧, 叶峰留下一句话, 小子, 你给我站住, 龙宫要去追, 他是真的没有想到这一个男人还能抵挡得住一个美女诱惑的, 自己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 只要他想, 他干嘛都可以, 结果对方直接跑了, 这算是怎么回事, 老头子, 我就劝你少折腾一点吧, 人家的心压根就不在依然的身上, 就在这个时候舌婆开口道, 哎, 早知道我就防一手, 谁能想到, 他居然会一声不打招呼, 直接跑, 这里有这么多狼死在这里, 龙宫想去追, 但碍于对方已经跑远, 而他又想到依然和自己妻子在这, 万一再多出一头万年暗影独狼率领狼族过来, 那就麻烦了, 此刻只能生生叹息, 一副追悔莫及的姿态, 昨天晚上当真是白折腾了, 爷爷, 估计人家看不上我呢, 而且, 哪有这样直接配婚的, 孟依然没好气地瞪着自己的爷爷, 刚刚爷爷就差没说想抱曾孙了, 这十个人都能被吓跑好吧, 只见到此刻的孟依然朝着叶峰刚刚离开的方向看去, 有些小兴奋又有些小失落, 总之很复杂, 而另一边的叶峰整个人直接狂奔了百里地, 妈爷, 这实在是太吓人了, 差点自己这帅气的身躯要被人侵占了, 还好跑得快, 这会儿先找路出去吧, 确定了安全之后, 叶峰开始找出去的方向, 你这小子命倒是挺大, 这样居然还没死, 我来接你回去了, 忽然就在这一刻, 叶峰听到了一道声响从后方传来, 谁? 叶峰朝着声音来源的方向看去, 整个人顿时变得警觉了起来, 除了我, 还能有谁这么好心的在这星斗大森林里找你, 还要把你接出去啊, 一道妖娆的身影走了出来, 龙庄燕抹, 赤焰红唇, 原来是菊树啊, 我当是谁呢? 叶峰看到来者, 顿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眼前的这个不是别人, 是月官, 也就是五魂殿的封号斗罗, 菊斗罗, 这货比之前看动漫的时候, 那角色还要阴柔, 整个完完全全就是人妖, 而且还喜欢赤焰红唇, 走吧, 跟我回五魂殿帮你疗伤, 菊花官瞅着叶峰随后招了招手, 示意对方往自己怀里来, 在两年前, 千任雪偷偷对叶峰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并且特地让他与五魂殿有交集, 所以, 五魂殿的一部分长老也认识叶峰, 也别是对方惊人的天赋, 让他们大为震撼, 把他当成五魂殿未来重要部分照顾, 谢谢菊说, 不过妈, 这个倒是真的不用, 我还死不了, 养养伤就行, 叶峰开口说道, 有系统帮他, 他现在的自愈能力比之前强了数倍, 只是现在他看起来有些凄惨罢了, 实际上他已经在恢复中了, 等完全恢复只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当然最关键的是, 菊花叔的怀抱有点阔怕, 总感觉有点那傻, 自己那么弱小, 万一, 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可不管你了, 菊斗罗看着叶峰, 要不是接到了少主千任雪的密令, 他才不会大老远跑来这星斗大森林里边, 结果跑来就算了, 现在还得空手回去, 自己这做的算是什么事吗? 嗯嗯, 就劳烦菊叔报个平安, 我估计得晚点才能回去, 叶峰对着说道, 既然来到了这里, 那自然要去索托城走走, 回头去梯梯使来客馆子, 相信玉小刚见到他, 表情一定很精彩, 随便你, 不过我有一件事得跟你说一下, 帝国那边有意思, 想让你去天斗皇家学院一趟, 只见到此刻, 菊斗罗对着说道, 啊, 去天斗皇家学院? 为什么? 叶峰文言有点懵了, 具体拥有不知道, 到时候你回去少主会告诉你的, 我只是在这里顺便提点一下罢了, 菊斗罗此刻开口说道, 啊, 好吧, 叶峰耸了耸肩, 行了, 该说的我都说了, 你的话我会帮你带到, 菊叔说完这一句话, 整个人直接消失了, 总是那么来无影去无踪, 而叶峰此刻则是找个一条河, 洗了个澡, 转眼来到了三天之后, 这一天, 索托成一个相貌英俊的少年型走在街上, 索托大斗魂场, 看起来挺热闹的嘛, 叶峰走着走着就来到了索托成大斗魂场附近, 之前只是看, 现在真真切切站在这里, 还是莫名感觉到一股震撼, 晚上找个时间可以进去玩玩, 叶峰心中如此想到, 在这里踢踢馆子也不错, 到时候顺便再虐虐史莱克的参赛选手, 第四十五章, 在线玉小刚, 第一更, 此时的叶峰心中如此盘算道, 毕竟来到斗罗界, 不打卡一下索托大斗魂场, 乃能叫来过, 不过眼下先不急, 先去玫瑰酒店打打卡, 万一碰上风流无敌, 又多惊带手还能揍两下, 这会儿, 他们应该早就回来了吧, 毕竟自己因为暗影独狼的袭击, 在星斗大森林里待了这么多天, 而他们这些没事的, 应该早溜了才对, 就这样叶峰朝着玫瑰酒店的方向走去, 一个白色十分浪漫的建筑, 这还是十分显眼的, 而此时索托城城北, 只见一辆马车缓缓驶来, 刚驶入城门, 便看到那车窗的帘子慢慢拉开, 是一个身穿黑色服饰满脸胡渣子的男子, 四五十岁的模样, 对于这城中的风景, 他似乎有些怀念, 就好像曾经来过此多次一般, 车缓缓再行走, 随后来到了城郊, 一块破烂的木牌子, 上边刻着史莱克学院这五个大字, 学院内, 院长办公室外边的小洋台上, 只见一个魁梧的大汉, 和一个长得就很奸商的眼镜男, 坐在那喝茶, 没有想到, 你们这一次居然会遇到泰坦巨猿, 哪怕这次是我们两人一起去, 也不能幸免, 说话的是一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 这是史莱克学院的院长, 弗兰德, 他现在正一脸唏嘘, 哎, 这倒是句实话, 估计泰坦巨猿出现在星斗大森林最外围, 也只是个偶然吧, 只不过, 我现在一直疑惑小五说的那一声牛吼, 究竟是什么, 赵无极抿了一口茶, 整个人一脸疑惑的姿态, 这个问题他从森林思索至今都没有答案, 让泰坦巨猿恐惧的牛吼, 我也没有听过, 弗兰德微微地摇了摇头, 你说的牛吼, 应该是指天青牛蟒, 就在这个时候, 只见到一个四五十岁的男子, 推门进入到了办公室的阳台处, 他一身黑衣, 副手而立, 脸上还戴着丝丝傲气, 仿佛一副很有威严的样子, 刚刚就听到有人来了, 无极,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我的老伙计玉小刚, 对方也是唐三的老师, 别人都叫他大师, 被打断话的弗兰德, 直接站起身来对着赵无极介绍道, 啊, 原来您就是大师啊, 久仰大名, 赵无极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人差点没跳起来, 之前老师听到唐三提起他的老师, 是多么多么厉害, 今天果然见到了, 整个外形看上去就觉得很厉害, 一副很威严的样子, 大名倒是没有什么大名, 也就提出了个五魂十大核心竞争力, 和教了唐三这么一个徒弟罢了, 不知道小三此行有没有安全归来, 大师对着赵无极问道, 然而, 此刻他心中还是十分心悦, 毕竟得到了一位魂王的瞻仰, 实在是没有想到, 大师如此厉害, 还这么谦虚, 此行大家都已经安全归来了, 赵无极急忙回答道, 这个还真谈不上厉害, 我这次过来的目的是, 想把这里所有人都培育成小三那样的人, 至少让他们在同龄人中属于最强的存在, 大师抿了一口赵无极道的茶, 自从收了唐三这个徒弟之后, 他感觉自己腰也不酸腿, 也不抖一口气, 能讲三个小时教徒经验了, 无极, 我这老伙计, 可是我亲自从诺丁学院请过来的, 从今以后, 他就充当我们史莱克学院的教学主任, 后勤主任, 这样的老伙计去哪里找, 关键对方教学能力确实还行, 也不是个水货, 身兼两职, 那大师你能忙得过来吗, 我也当了这么多年教学主任, 要是你忙不过来的话, 可以找我, 赵无极对着大师问道, 这个倒不用, 后厨那边我还是可以的, 至于教学也一直是我的强项, 唐三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相信他现在应该成为魂尊了吧, 大师对着赵无极问道, 嗯嗯, 小三经过这一次星斗大森林之旅, 现在已经成为了魂尊, 赵无极点了点头, 对于大师的教学能力他自然不敢怀疑, 可以说, 唐三是第一个贯彻我理论的人, 所以在教学上不动冥王你就放心吧, 大师一脸意味深长的模样说道, 既然大师都这么说了, 那无极自然也没有什么好怀疑的, 只不过,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有唐三这样的徒弟, 他哪里还敢怀疑大师, 不动冥王有什么事, 可以尽管问, 大师看向赵无极, 当初跟唐三一起向您拜师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叶峰的人, 赵无极对着问道, 叶峰? 忽然大师正愣了一下, 嗯嗯, 赵无极点了点头, 当初他好像听到叶峰和大师似乎有点关系, 好像是什么拜师失败, 后来就恨上了大师与唐三, 但具体是什么关系, 他也没有细问, 而当时来的太迟, 话也只是听到了一些残言碎语, 所以今天大师既然来到了这, 他就想问问, 解解心中的疑惑, 这个是唐三告诉你的吧? 叶峰这个人, 我确实是认识, 当年哭着喊着, 跪在了, 我那个楼一整夜, 要我收他为徒, 只可惜, 我与小刚此生只想收一个徒弟, 倘若今天不动名王不提这个人, 我都忘记他长什么模样了, 大师淡淡一笑, 此刻对着说道, 似乎在他记忆中, 这个人仅存在于五年前, 啊, 可是大师, 您收一个徒弟的话, 当初为什么不收他, 而收唐三呢? 赵无极猛了, 收一个徒弟的话, 叶峰才是最合适的吧, 对方明显要比唐三强上许多, 小三现在才刚晋级魂尊没多久, 估计那个叶峰用不了多久, 就晋升魂尊了吧, 他起初以为大师收唐三为徒, 是因为浩天殿下的原因, 毕竟这可是浩天殿下的亲儿子, 收叶峰为徒, 对方天赋那么差, 我疯了吧, 才会收他为徒, 大师直接没好气地说道, 啊, 叶峰天赋差? 赵无极满脸问号, 十三岁达到了三十九级, 在星斗大森林外边集结小镇的时候, 以一人之力打败了戴姆白, 还打败了唐三, 你居然说他天赋差? 第四十六章, 凄惨马红俊, 腰部以下部位截肢, 第二个, 好了, 过去的事就不必再提了, 我也不想听, 只见到此刻大师直接终止了这个话题, 对于一个死人没什么好说的, 他记得自己不是像小三说过, 最好不要说这件事吗? 怎么对方还管不住自己这张嘴? 看来回头得跟他好好说道说道, 对对对, 小刚你刚刚说天青牛莽, 那是什么? 另一边的弗兰德赶紧转移话题, 作为一个精密的商人, 他已经察觉到了对方的不耐烦, 要是再这么继续说下去, 只会适得其反, 嗯嗯, 大师, 你刚刚说的天青牛莽到底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听说过, 赵无极自然也是接到了弗兰德的讯号, 当即不再聊这个话题, 而这一幕越发地让他肯定了大事一定发生过什么, 不然不会如此不耐烦这件事, 他估摸着估计是当初因为浩天殿下的原因, 所以在两个天才之间大师收了唐三, 并没有收下叶峰, 这或许成了他心中的一个痛, 所以提起这件事对方才会如此忌惮, 赵无极此刻在自己的心中脑补了一个过程, 同时他作为一个成年人, 也有属于成年人的情伤, 那就是这件事对方不想提他也就不提了, 现在对方是新一届的教学主任, 得罪了他对自己这个副院长没有一点好处, 天青牛蟒是星斗森林里比泰坦巨猿更强大的魂兽, 弗兰德不愧是大师的好伙计, 对方充分知道对方的喜好是什么, 只见这个问题一提, 玉小刚当即来了兴致对着两人解释道, 什么? 比泰坦巨猿更强大? 听到这一句话, 两人震惊了, 嗯嗯, 如果将泰坦巨猿比作森林里的王, 那么天青牛蟒就是森林里的帝王, 这是当初他在五魂殿魂兽记载古籍里看到的知识, 因为是第一强, 这两人普及道, 他知道这个世界的魂尸基本上都注重修炼和实战, 这些知识基本为零, 赵无极和弗兰德两个魂圣果然是听得一愣一愣的, 就好像是什么神奇的知识增长了一样, 啊, 忽然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一声惨叫, 怎么了? 赵无极听到这叫声顿时整个一脸猛逼, 这学院中为何会传来如此凄惨的叫声? 不好, 是小三, 弗兰德快带我下去, 只见到此刻的大师整个人瞳孔紧缩对着弗兰德说道, 好, 弗兰德施展出五魂, 另一边赵无极也直接从楼上跳了下来, 然而眼前这一幕让赵无极和弗兰德他们两人都深深吸了一口气, 这堂三的背后居然长出了蜘蛛爪子, 看上去就像是一只人形蜘蛛一样, 恐怖至极, 院, 院长, 不好了, 马洪俊被划伤了, 旁边的奥斯卡大喊道, 什么? 弗兰德立马来到了马洪俊的身旁, 院, 院长, 我的脚, 因为是刚刚被划到, 此时马洪俊还有一点迷糊的意识, 放心, 没什么大问题, 只是受了点伤, 腰部以下部位截肢就能好, 弗兰德封住了毒素扩散, 而后嘴角扬起一道笑容, 啊, 腰部以下部位截肢, 啊, 马洪俊的嘴里吐出了一个小幽灵, 整个硬生生被吓晕了, 就这点出现, 弗兰德美好气地看着马洪俊, 来得及时, 现在毒素被封锁在了脚部的位置, 回头找个什么吸出来, 应该就差不多了, 刚刚弗兰德只是觉得, 这小子最近实在是太放荡了, 就故意吓唬, 吓唬对方罢了, 不过这个好搞定, 那个长了蜘蛛找的人形蜘蛛怎么办? 弗兰德朝着远处唐三的方向看去, 小三, 小三, 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另一边, 大师开启了自己的心理疗法, 旁边没见过大师的人文词都一脸猛逼, 这个黑衣服的男人想干嘛? 老, 老师, 你, 你怎么来了? 唐三强忍着剧痛, 你现在听好了, 你放松, 深呼吸, 然后试试收缩一下, 当着众人的面, 大师来了一套教程, 众人脸上问号更多了, 这张牙舞爪的, 放松, 深呼吸再收缩一下能行? 结果匪夷所思的事情出现了, 唐三背后的蜘蛛腿居然消失了, 老师, 我可以了, 唐三此刻将蜘蛛腿收了回去, 而后十分兴奋地说道, 嗯嗯, 你刚刚伤了一位同学, 去把他身体里的毒素吸出来吧, 不会没关系, 我知道你如何吸, 一间小房子, 唐三是放出了蜘蛛腿, 随后将毒素吸收, 做完这一切之后, 大师朝着唐三看了一眼, 紧接着两人便出去了, 老师, 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正巧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说, 来到校园后边的一片森林, 只见到此刻, 唐三开口道, 他本来还想着回头找个时间去找找自己的老师, 当年老师到底做了什么? 为什么现在叶峰还活着? 这一切当真是太奇怪了, 哦, 那真是太巧了, 我也有点是想跟你说, 大师停下了脚步, 整个人十分严肃地对着唐三看去, 老师也有事想跟我说, 是什么事呢? 唐三听到大师这一句话, 顿时整个人好奇中带着一丝丝疑惑, 是关于叶峰的事情, 大师看着唐三说道, 刚刚听到赵无极说叶峰, 他就知道是唐三说的, 啊, 老师您都知道了, 听到自己老师说出这一句话, 顿时唐三有些诧异, 因为他想说的也正是叶峰, 这个人不但还活着, 而且还变强了, 更加入了那个什么仓灰学院, 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当然, 最不可思议的是对方轻松地打败了自己, 不过那是之前的自己, 现在的他, 有人面磨珠几语的毒素蜘蛛找外富魂骨, 取胜轻而易举, 关于叶峰这个人我已经跟你说过了, 过去的事情终归就过去了, 从今往后都不要提起, 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一切, 就当没有发生过知道吗? 只看到此刻的玉小刚直接对着唐三说道, 语气更加严肃了几分, 就好像是命令一般, 第47章, 打败他, 为老师争口气, 第三个, 嗯嗯, 老师我知道了, 唐三点了点头, 估计老师当初确实和叶峰达成了某种约定, 也不一定, 或者老师已经单纯地不愿意提起整个人了, 他说的没错, 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了吧, 没必要纠结, 倒是自己格局有些小了, 嗯嗯, 那就好, 从今天开始好好修炼, 不要因为对方太影响你自己的心态, 虽然他当初已经故意避免让唐三看到叶峰的尸体了, 结果没有想到自己还是给他留下了心理创伤, 说到底他当时还只是一个六岁的孩子, 忽然看到童香被蛇咬死, 这种事迹一辈子也是正常, 倘若当时说叶峰已经治好, 并且已经离开, 估计会好一点, 只可惜这些事不能再来, 相信今天自己这一番警告之后, 对方能彻底忘记这件事, 明白了, 我一定会努力修炼, 唐三紧紧握着拳头, 叶峰不是嚣张吗, 到时候他就打败对方, 然后把他摁在地上摩擦, 狠狠地为老师争一口气, 此时的唐三在心中暗自发誓道, 他觉得老师之所以这么敏感, 甚至不允许提叶峰的名字, 估计就是因为当年他放弃的这个人, 现在竟然成为了如此强大的存在, 甚至在集结小镇的时候打败了他, 所以老师受到打击了, 不过那是之前, 相信下一次遇到他一定能打趴下对方, 让他事实连肯定是一种什么感受, 行了, 今天先去休息吧, 过两天我亲自带你们上课, 只见到此刻的大师对着说道, 嗯嗯, 唐三点了点头, 很快夜幕降临, 索托城不愧是不夜城, 夜晚简直比白天还要热闹, 特别是索托城大豆魂场, 那简直热闹得不行, 叶峰走了进去, 玫瑰酒店打卡, 没看到多金的代哨, 那自然要来这索托城大豆魂场打打卡了, 确定注册嗜血恶魔这个名字, 需要支付十个金币, 叶峰提交信息, 只见到此刻那一名服务员小姐姐对着问道, 嗯嗯, 叶峰点了点头, 并交了十个金币, 这是您的铁斗魂徽章, 一会儿倘若安排到您参赛的话, 上面会有提示的, 那一名小姐姐将徽章递到了叶峰的手上, 叶峰接过铁斗魂徽章, 还别说这分量感倒是挺足, 如果他没记错的话, 史莱克学院毕业要达到银斗魂徽章吧, 不知道自己在这里能到什么级别, 叶峰拿着徽章在手里玩弄了几下, 十分钟之后, 到他上场了, 璀璨的灯光在照耀, 比赛马上不要开始, 欢迎各位在今天这个美好的夜晚, 来到索托大豆魂场, 就在这一刻, 只见一名黄色头发, 背后一双有隐形翅膀的美女飞在半空中, 就是本场的主持人, 当他一开口, 现场一片沸腾, 今天我们十八号场地第一场比赛, 是胖虎对战嗜血恶魔, 有请两位入场, 首先进来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胖子, 随后则是一个戴着鲜红色面具的男人, 那人自然是叶峰, 他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且他也不想动用自己的第四魂环, 所以隐藏实力报名了魂尊级的赛事, 与雪儿相识这么多年, 隐藏魂环的技巧对方有, 隐藏魂力的技巧对方依旧有, 所以这个倒不是什么问题, 至于为什么他要这么做, 需要多久才能达到淫斗魂徽章, 顺便在这里检验一下自己平时修炼的功法之类的, 站,站, 主持人声音落下, 顿时擂台周围的观众就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一个个扯着嗓子喊道, 然而下一个呼吸, 全场一片敬意, 所有人就好像是一座座栩栩如生的雕塑, 他们看到了什么, 这个叫嗜血恶魔的, 仅仅是一击就干掉了对手, 胖虎就这么直径倒下, 轰轰一声, 魂尊场真是垃圾, 这也太差了吧, 一拳干掉了对手, 叶峰没好气地说道, 这是一种从未想象过的简单, 于是乎, 这一夜, 斗魂场出现了一个超级新人, 打完常规赛对方竟然去打挑战赛, 生死赛, 在魂尊场连胜十局, 越级挑战魂宗场连胜五局, 今晚十五连胜, 夜晚十一点, 哎, 这些魂尊也太弱了, 明天还是继续打生死场和越级赛吧, 叶峰已经从大斗魂场中走出炉了, 只见他此刻一人走在街头, 正朝着玫瑰酒店方向走去, 啊, 不要, 忽然, 远处一个小巷里传来一道女人的叫喊声, 第四十八章, 年轻人玩得这么滑, 第一更, 啊这, 叶峰听到这声响愣了一下,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这么开放的吗, 这大街上就玩得这么滑, 叶峰走过那幽深而又漆黑的小巷子, 无奈地耸了耸肩, 这真是什么事情都能碰上, 他这纯洁的小心灵啊, 救命啊, 也不知道里边是不是感受到有人路过, 瞬间扯着嗓子喊道, 啪, 我的小美人儿, 你以为你逃得掉吗, 喊破喉咙都没有人敢来救你, 那猥琐男是个身材高挑的瘦子, 头顶黑皮帽, 身穿皮克夹, 扭曲的皱纹脸再配上两颗兔牙, 真正诠释了什么叫丑到了灵魂深处, 只见他一个巴掌甩在了那女孩的身上, 嘴角带着令人毛骨悚然的邪笑, 不, 不要, 我才十二岁, 叔叔求求你了, 放我走吧, 女孩那一张粉嫩的脸蛋, 那一双美眸中满是楚楚可怜的泪花, 放你走, 放你走我今天晚上怎么办, 猥琐男笑容更加邪恶了数分, 今晚的运气可真是不要太好了, 竟然蹲守到了这么一个漂亮小美人, 看来又是一个愉快的夜啊, 叔叔, 我求求你了, 我家里还有个卧病在床的母亲, 求求你放过我吧, 我给你下跪了, 猥琐男靠近, 那一双恶心的手正在游走, 女孩害怕极了, 但奈何病了的母亲需要换药, 他就冒险出来买,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竟然碰上了这个大恶人, 被围堵到了这么一条小巷里, 听说被恶人抓走的人, 十个有九个回不来, 他先会把年轻姑娘凌辱, 然后再杀死, 要是他死了, 病了的母亲怎么办, 跪下, 嗯, 确实我比较喜欢跪下这个动作, 男人不为所动, 这种理由他听得多了, 再说, 别人的妈在病床上跟他有关系吗, 他现在只要拥有一个愉快的夜, 那女孩知道今天这个人是不会放过自己了, 顿时不顾刚刚被打的疼痛拼命大喊, 哎, 怎么就不长记性了, 我都说了, 喊破喉咙也没有人敢救你, 男子摸了摸额头, 表示一副很无奈的姿态, 喂, 你是不乐, 忽然小巷中一道身影走了进来, 他身穿红色上衣, 一条宽敞的黑裤, 嗯, 小子你认识我, 瞅到灵魂深处的猥琐男有些疑惑地看着叶峰, 碰, 下一秒叶峰提起拳头, 直接一拳把不乐砸在了墙上, 系统强化再加上自己修炼系统奖励, 功法金刚诀, 混沌诀的原因, 此时的他肉体强硬程度是一般魂师的二十几倍, 速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如果让他现在不用魂力, 基本上干掉大魂师还是轻而易举的, 而刚刚这种忽然袭击, 哪怕是不乐这种魂宗都免不了下巴脱臼, 跟我走吧, 我送你回去, 叶峰对着那小姑娘说道, 人家才十二岁, 不乐这个四五十岁的人怎么能下手, 他难道就没有孩子吗? 哦, 他绝后, 刚刚叶峰本来想走的, 毕竟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多管闲事, 结果听到这女孩子说自己才十二岁, 家里还有个生病的母亲, 硬生生跪下来求这个人放过, 结果没有想到, 这家伙还在说那些污秽的话, 最终他忍不住出手了, 你平时作恶他管不着, 但是, 你对这么一个可怜的孩子作恶, 他不能忍, 嗯, 那女孩先是有些恶然, 随后点了点头, 今晚的事让他吓坏了, 妈的, 臭小子你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居然敢打你不乐大爷, 突然一阵强风席卷, 叶峰的举动彻底把不乐给惹毛了, 他疯起来, 男女不论, 这小子我要抓回去, 然后狠狠地折磨, 让对方知道惹上他要付出什么代价, 他, 他来了, 只看到那女孩子十分惶恐地喊道, 这个人已经让他产生了心理阴影, 放心, 交给我吧, 叶峰将身旁的女孩子推到了身后, 今夜在索托大斗魂场打得还不够过瘾, 没想到晚上回去还有这样的机会, 既然如此, 那就好好跟这个不乐打一场吧, 哼, 两个拳头交织, 不乐后退了树步, 你居然还是一个魂师, 不乐感受到了叶峰身上魂力波动, 顿时有些惊诧, 怎么, 你怕了, 叶峰看着不乐, 问道, 怕, 在我不乐的眼里, 就没有怕这个字, 不乐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整个人变得阴寒了起来, 啊, 希望一会儿, 你还能这么自信, 叶峰的手心涌动出一个黑色的武魂, 那是一把像家常版妻子的镰刀, 哎哟喂, 小子你口气倒是不小啊, 不乐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笑了, 他可是这做成出了名的恶棍, 哪怕是城主府都拿他没有办法, 就这么一个小屁孩, 居然还敢口出狂言, 他估计, 这对方最多也就是大魂师罢了, 第一魂祭, 思天, 紫色的魂环融入, 紫色, 魂尊, 不乐有些诧异, 咻, 下一秒他只感觉到似乎有什么东西穿过身体, 哇, 是血, 不乐发现那个小子已经来到了他身后, 而他像是被打了花刀的鱼, 血瞬间喷了出来, 这鱼衣服更是被整整齐齐的打成了菱形网格, 你, 你干了什么, 不乐发现自己身上前所未有的痛, 没什么, 给你全身都开了点口子, 叶峰收回魂力, 啊, 下一秒传来不乐如同杀猪一般的哀嚎, 凄惨无比, 原来他身上所有的皮肉都被叶峰给割裂了, 整个就像是鱼鳞一样, 一片一片, 只要对方一动, 那么血就会渗出来, 至于那一两寸的事情, 也没了, 对于这种人不值得同情, 直接废掉还省事, 扑通, 不乐跪在了地上, 撕心裂肺, 走吧, 我送你回去, 叶峰对着那小姑娘说道, 秋, 忽然天空绽放了一朵烟花, 谢谢这个帅气的哥哥, 不过这, 这怎么放烟花了, 忽然那女孩有些猛, 第49章, 惨无人寰, 不乐的痛有谁懂, 第二个, 看来你又得多等一会儿了, 叶峰对着说道, 他看到这东西, 是从不乐的手中发射出来的, 也就是说, 对方现在在班救兵, 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 他确实是有两个朋友, 一胖一侏儒, 似乎叫什么老鹅和天涯的, 小子, 有, 有本事, 你别走, 不乐完全成了一个血人, 钻心骨的疼痛, 让他整个人的筋, 在不断的抽搐, 但他要报仇, 报仇, 远处亦高亦矮, 不乐这个家伙, 不是说今天晚上带我们乐呵吗, 怎么回事, 现在都找不到人在哪, 你说, 他该不会是一个人去享乐了吧, 只看到那一名矮小的男子说道, 他整个人眼中满是疑惑的神色, 鬼知道他, 吃毒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那一名稍微胖一点的男子耸了耸肩, 爷, 老鹅, 你快看, 忽然锁多城中心窜起一道烟花, 随后砰的一声在空中绽放, 不好, 是不乐的求救信号, 我们快点过去, 老鹅看到这信号之后, 整个人瞳孔紧缩, 随后立马朝着远处的一个方向跑去, 这是他们的求救信号, 只有在遇到生命危险的时候才会使用, 小孝, 看来你真是不知死活, 那我就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吧, 叶峰本来都想走了, 结果对方居然叫人过来, 既然这样, 那趁着对方人没来, 他就再深入塑造一下不乐吧, 你, 你想干嘛, 不乐看着叶峰走了过来, 顿时整个人一副非常慌张的姿态看着他, 想干嘛, 我帮你活动活动筋骨, 叶峰的笑容更加完为了几分, 紧接着整个小巷子之中传来了一声声痛苦的惨叫, 肋骨断裂了一半, 四肢粉碎性骨折, 手掌直接踩碎, 包牙更是一颗颗的被砸了下来, 不乐先是昏厥了过去, 很快又被刺骨的疼痛给刺激的醒了过来, 如此往返, 直到十分钟之后, 小巷处才传来了两道气喘吁吁的声音, 老鹅, 在, 在这里, 只看到其中一道喘着粗气说道, 嗯嗯, 我嗅到火药味了, 那一名称之为老鹅的男子点了点头, 你, 你们, 被折磨了十分钟的不乐, 此刻已经崩溃了, 再来迟一点都可以持席了, 这俩个家伙怎么这么不靠谱, 不乐, 你怎么了, 小巷子虽然没有灯光, 但是借着月色还是能看清楚人, 只见到那一胖一挨两人整个一副非常惊讶的姿态, 他们从未见过不乐这一番模样, 你们是他的伙伴, 叶峰看着这两人, 问道, 正是, 你这小子到底是谁, 你知不知道, 我们可是所托成出了名的恶人, 敢伤我们兄弟你必付出代价, 那一名胖男对着说道, 整个人语气充满了阴寒, 老鹅不好了, 你快过来看不乐, 不乐他, 那一名矮男此刻正浮起不乐, 当他近距离观察之后, 整个人完全惊呆了, 怎么, 回屋的男子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有些好奇地走了过去, 啊这, 不乐, 你, 你, 你怎么成这样了, 臭小子, 你下手真的好狠心啊, 不乐外边所有的皮肤没有一处好的, 里边四肢粉碎性骨折, 肋骨直接断了一半, 甚至一颗颗牙都被敲掉了, 当然最关键的就是, 他一两寸没了, 这个可不怪我, 谁能想到你们十分钟后才过来, 叶峰耸了耸肩, 本来他就想让对方骨折的, 结果没有想到十分钟之后, 援冰才过来, 无聊的他踩烂了手掌, 粉碎性骨折四肢, 敲掉了对方所有的牙, 这也说得过去对吧, 毕竟无聊嘛, 混蛋, 我要跟你拼了, 为兄弟报仇, 天涯直接释放出了魂环, 白, 黄, 黄, 53级魂王, 我也要为不乐兄弟报仇, 今天哪怕你是天王老子, 我也要让你付出代价, 老鹅也释放出了自己的魂环, 白, 黄, 黄, 52级魂王, 地上一个个光环闪烁, 既然是两个魂王, 那我也就全力以赴吧, 叶峰嘴角扬起一道笑容, 他好像自从得到了第四魂环之后, 就从来没有全力以赴过吧, 今天就拿这两人练练手, 哼, 全力以赴, 今天就算两个你来全力以赴, 也无济于事, 我们也要让你承受一下, 失去一两寸的痛苦, 天涯恶狠狠地说道, 没错, 我要为兄弟报仇, 我要把你全身都打满花刀, 然后让你生不如死, 胖男也咆哮板吼道, 那就来吧, 紫色, 紫色, 黑色, 黑色, 四个魂环缭绕在叶峰的身旁, 扑通, 下一秒, 事才还嚣张无比的两人腿软了, 大, 大, 大爷, 我们有眼无珠不小心得罪了您, 还请您把我们当一个屁给放了吧, 天涯直接跪在叶峰的面前, 笑话, 这是什么魂环配置, 对方是什么年龄, 看上去也就是十三四岁, 四个魂环, 还都特么是紫色黑色, 就问你这样的人会是什么出身, 他们是恶人, 但他们也是有脑子的恶人, 得罪了这样的人, 回头不但全足皆死, 搞不好祖坟都能被他们给挖了, 你们这是干嘛, 刚刚那股嚣张的劲儿, 叶峰看着两人, 大爷, 我们其实跟他不熟, 没错没错, 这个不乐我们完全不熟, 两人一脸求生欲报表的姿态, 哦, 不熟, 那你们刚刚还说要留下谁一两寸来着, 叶峰盯着两人, 没, 我们是说想不乐这样的色魔, 就不应该留下一两寸, 对吧, 老鹅, 天涯对着问道, 嗯嗯, 我也是这么认为了, 大爷, 你等一下, 噜噜噜, 狗子, 来, 吃点东西, 只见老鹅连滚带爬来到了不乐的身边, 魏表决心, 立马将一两寸丢给了远处的流浪狗, 啊, 你你你, 不乐刚从昏迷中醒来, 忍着疼痛本以为自己的朋友已经干掉了那小子, 结果看到了这一幕, 整个人立马晕死了过去, 啊这, 叶峰万万没有想到, 这两人居然这么粗暴, 果然是恶人出身, 大爷, 您看, 现在我们能走了吗? 第五十章, 这该死的眼神对上了, 第三更, 只看到此刻两人一脸哀求的姿态, 我可听说这些事, 你们都有参与, 你觉得我会这么容易放过你们吗? 叶峰冷冰冰的盯着两人, 大爷, 冤枉, 我们也是刚刚被不乐叫到这锁托城没几天, 要不然, 刚刚也不可能找了十分钟才过来, 真实的情况是, 我们不熟悉这个地方, 老鹅和天涯两人同时对着说道, 他们是被不乐叫过来享乐的, 谁能想到, 才到这没两天就遇上了这些事, 你真以为我是小孩子不成, 就在刚刚, 你们可还称自己是锁托城出了名的恶人, 叶峰身上的魂光更亮了, 大爷, 那是不乐让我们说的, 我们兄弟二人可以以五魂起誓, 才到这里两天, 听到这一句话, 两人当即一脸冤枉的模样, 哦, 叶峰盯着二人, 我们以五魂起誓, 老鹅和天涯两人见到叶峰, 还是一副不愿意相信的姿态, 顿时直接以五魂起誓表决心, 赶紧滚吧, 从今往后, 我不希望再看到你们, 看着这两人发完, 是叶峰冷冰冰的说道, 不得不说, 这两人求生欲确实是报表, 不过对于不乐这样的人, 说实话留着也没有什么用, 根据索托城官方统计, 这短短三个月, 已经失踪了差不多上百个姑娘, 其中不乏有十三四岁的小女孩, 而这些人之中, 能回去的不是疯了, 就是受到了极大的精神创伤, 而没回去的有半数之多, 所以叶峰刚刚才会下手这么狠, 毕竟这一个人最大的报复, 不是让他死, 而是让他痛苦地活着, 谢谢大爷, 我们这就走, 两人连滚带爬, 等等, 把他给我带上, 明早我要看到他在广场那儿, 并且挂着认罪书, 能做到吗? 叶峰指了指不乐, 能, 能, 两人疯狂点头, 不要问他们为什么这么怕, 正常人没有人第一魂环是千年, 而对方又确确实实地显示出来了四个魂环, 这也就证明对方会魂环隐藏术, 这种属于顶尖大族世家才会有的东西, 从这可以得出了对方的身份, 而从魂环这里, 又可以得出了对方至少前面还有一个至两个魂环, 这样的变态选手, 他们要是对上了, 回头估计会成为第二个不乐, 所以老老实实认怂才是活命的正道, 小姑娘别怕, 他们全都走了, 叶峰走进那个躲在一旁捂着眼睛的小姑娘, 而后叶峰亲自送他回到了家里, 夜晚玫瑰酒店门口, 妈的, 胖子你说我是图什么? 戴木白整个一副粪粪的样子, 对啊, 戴老大你看人家脸色干嘛, 这双胞胎不香吗? 一旁的胖子对着附和道, 哎, 我好歹也是浪子回头, 为了他都整整一个多月没有来玫瑰酒店, 更是断了之前那些人的联系, 结果他骂我肮脏的男人, 我哪里脏了? 戴木白手里拿着酒, 今天本来想着放假, 他就去找朱竹青, 结果被对方骂得狗血喷头, 一点不给他面子, 还骂他脏, 他就问自己哪里脏了, 气不过的他直接跟胖子去喝了酒, 那是那是, 男人嘛就该放荡一些, 这是有本事有魅力的体现, 你说对吧, 那朱竹青就是不懂, 胖子疯狂地点头说道, 没错, 他就是不懂, 我这是有本事有魅力, 你看看那些个普通男人有谁能这样的, 戴木白带着几分醉意, 说得更大声了, 这一两个月他为了追他, 可以说是做了极大的让步, 结果热脸贴冷屁股, 什么都没得到还挨了一身骂, 今晚他终于爆发了, 戴老大要我说, 还是双胞胎香, 人朱竹青再怎么漂亮, 也只是一个人, 这双胞胎能左拥右抱两边夹击, 简直不要太爽, 要不今晚还是联系那双胞胎姐妹过来解解闷吧, 只见到此刻的胖子对着说道, 跟戴老大有汤喝, 平时对方叫双胞胎的时候, 一般都会给他准备一个还行的美女, 还有免费的房间, 不过这样美好的生活已经有一两个月没出现过了, 他怀念, 两个双胞胎, 不, 我不要, 戴木白摇了摇头, 啊不要, 胖子在一旁有些梦了, 难道戴老大真的改邪归正了, 我特别要找十个双胞胎, 戴木白喊道, 啊, 哇, 挖草, 十个, 胖子的手在抖, 牛批呀, 果然是戴老大, 没错, 走, 我现在就去找经理安排, 戴木白前段时间被坑了一大笔钱, 今天又被骂, 他早就想狠狠地发泄一场了, 老大, 那, 那你看我, 看着戴木白往玫瑰酒店走, 胖子在旁边疯狂暗示, 放心, 都是兄弟, 我给你安排三个, 戴木白伸出三根手指, 哇, 戴老大, 你就是我马红俊再生父母, 今晚, 这趟转翻了, 戴老大的眼光可刁钻着呢, 对方认为一般的美女, 可都是他平时去勾拦点不起的顶尖妹子, 一下子三个, 特娘的太幸福了, 哐荡, 戴木白一袋金币撒在前台, 前台的男服务员瞬间慌了, 急忙联系经理, 刚躺下的经理, 听到戴少来了, 立马跑了过来, 半个小时之后, 整个大厅竟然来了三个长相交好的妹子, 和五对身材算是顶尖的双胞胎, 哇, 胖子心已经飞了, 直接飞到了楼上的房间,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戴老大居然真要了十个双胞胎, 这难道就是超能力吗? 他好想拥有, 戴少, 您要的五对双胞胎已经找来了, 全都是服侍过您的, 对您的生活习惯也都熟悉, 今晚的房间是最顶楼的总统爱情套间, 床足够大, 而且全都是羊毛地毯, 希望您玩得愉快, 那一名经理此刻向齐了戴木白的私人管家, 此刻正在介绍道, 戴少好, 众女齐声喊道, 戴木白平时没有什么特别的癖好, 为爱双子心, 此前在索托城更有双杀戴少的美称, 门口, 送完小女孩回家的叶峰刚进玫瑰酒店, 原本已经很晚, 他只想回房休息, 忽然这一声戴少吸引了正准备上楼的叶峰, 然后这该死的眼神对上了, 第五十一章, 勾篮草机, 战况激烈第一根, 双眸一正, 好家伙, 两人玩得这么嗨皮的吗? 十三个妹子, 五对双胞胎, 这现场整个就跟选妃一样, 果然频繁限制了他的眼界, 胖子, 那个是不是仓辉学院的小子? 忽然戴木白也注意到了叶峰, 刹那双眸一凝, 整个人身上满是煞气, 上次在星斗大森林本来说好好教训对方一顿, 结果因为泰坦巨猿出现导致大家被搞散了, 没有想到啊, 冤家路窄竟然在这玫瑰酒店碰上了, 仓辉学院? 戴老大, 你看错了吧, 胖子现在的心思都在三个妹子身上, 什么仓辉学院的小子, 哪怕是仓辉学院的杀父仇人, 他都没有心思去理, 活在当下, 解决当下, 呦, 原来是戴少啊, 怎么, 今晚要一龙战十凤, 叶峰走了过来, 笑眯眯的看着戴木白, 这位少爷, 您今晚也是要大开心一下吗? 我们玫瑰酒店包安排呢? 看到此刻的叶峰, 那一名经理还以为对方也有需求, 顿时上前懒道, 跟戴少认识, 给的小费肯定不会少, 算了吧, 我可没有戴少那么有爱心, 平时还会自助双胞胎小姐姐, 叶峰一脸冷嘲热讽的姿态, 妈的, 居然真的是你这小子, 听到声音, 胖子终于将放在美女身上的目光转移到了叶峰身上, 当他看到叶峰那一刹那, 硬了, 拳头直接硬了, 哟, 我当是谁呢? 这不是管不住自己下半身的勾兰草鸡吗? 叶峰目光转向了马红俊, 论损人他叶峰还真没输过谁, 你, 你说什么? 插那胖子直接炸了, 草鸡, 勾兰, 这是他最不想听到的词汇, 罢了罢了, 看你们那不服气的样子, 就一起过来吧, 叶峰招了招手, 仿佛召唤狗子一样, 你, 戴木白气得浑身颤抖, 另一边的胖子此刻, 也是一副恨不得直接冲过去, 撕烂叶峰嘴的姿态, 戴少不要生气, 不要生气, 我们回房间好好放松放松, 要是因为这种人气坏了身子, 那可不值得, 酒店经理当即看出来了, 这是仇家, 刹那朝着那十个双胞胎暗示了一下, 顿时其中一名比较识趣的, 衣服在戴木白的身上, 一副撒娇的姿态说道, 是啊, 戴少, 气坏了身子, 你让这些娇滴滴的姐妹们怎么办啊, 插那一个个衣服在戴木白的身上, 拉手的, 青脸的, 抱身子的, 撒娇卖萌的, 几乎全方位覆盖, 哦, 我差点把这叉给忘了, 戴少晚上还得嫖, 奶能误了她的雅信, 让小姐姐们寂寞空虚呢, 是吧, 没关系, 我住333号房, 明天早上来找我就行, 我随时奉陪, 还有, 那只勾兰草鸡, 叶峰朝着戴木白说道, 随后扫了马红俊一眼, 说实话, 其实叶峰挺为朱朱卿感到不值的, 就戴木白这么一个四处嫖娼生活, 一丁点都不减点的人, 怎么会和她是官配, 特别是今晚, 居然一口气准备嫖十个, 还他妈全是一对一对的双胞胎, 她真是惊呆了下巴, 还有马红俊, 这个胖子就不说了, 老嫖客, 妈的, 忍不了, 都给我滚开, 白虎附体, 戴木白今天本来心里就憋着气, 这混蛋一而再再而三挑衅, 他这会儿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五魂, 瞬间白虎附体, 五魂, 邪火凤凰, 本来今晚能好好地搂三个美人睡觉,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这混蛋居然跳出来捣蛋, 还骂他勾拦草机, 这只要是个人都不能忍, 刹那只见一只凤凰浮现在胖子身后, 啊, 那些姑娘看到两人都释放出了五魂, 顿时吓了一大跳, 戴少, 戴少, 今晚这么美好的夜, 坏了雅兴不值得呀, 一把直接将经理推到了一旁, 今晚哪怕天王老子来了, 他也要把这小子给揍一顿, 以解心头之恨, 等等, 我想问一句, 叶峰做了个暂停的手势, 怎么, 你怕了, 马红俊盯着叶峰, 戴木白也是一副寒气肆虐的姿态, 怕, 我只是想问戴少还是全赔, 叶峰看着戴木白, 嘴角扬起一道玩味的笑容, 这, 胖子朝着戴木白看去, 毕竟他没钱, 赔, 老子有的是钱, 戴木白豪言壮语, 我就喜欢跟戴少这样的交朋友, 叶峰动了, 大厅中几道身影在交织, 战况非常的激烈, 第一魂祭, 白虎护身杖, 打, 第二魂祭, 白虎裂光波, 给我死, 第三魂祭, 白虎金刚变, 转顺大厅地板飞起, 叶峰和戴木白在肉搏, 双方你来我往, 第二魂祭, 浴火凤凰, 第一魂祭, 凤凰火现, 戴老大, 让开, 让我烧死他, 胖子跳跃在半空中, 嘴里喷出火焰, 找死, 第二魂祭, 苍龙蔑视, 叶峰手持视线摩连, 随后对着胖子的方向一挥, 下一秒, 刀锋幻化成一条苍龙, 直接对着胖子的方向冲了过去, 啊, 胖子胸口被冲击, 冲破了屋顶, 从百米高空重重砸了下来, 胖子, 戴木白瞳孔紧缩, 戴少, 先管好你自己吧, 左勾拳, 右勾拳直接打在了戴木白的脸上, 紧接着, 叶峰就像是玩八神岸连击一样, 第一魂环亮起, 嗜血磨连一记丝天, 紧接着是第二魂祭苍龙蔑视, 刀锋画苍龙, 直接将戴木白顶飞, 然而这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戴木白在落地的时候, 看到一只红色如烈焰一般的小虫子, 轰, 剧烈的爆炸冲击, 整个玫瑰酒店前店直接被炸没了, 只剩下后边一栋客房, 在风中凌乱, 至于戴木白和胖子人鼻青脸肿不说, 浑身还被炸得漆黑, 那小眼神呆滞, 口中冒着白烟, 一副我是谁, 我在那, 发生了什么的猛逼姿态, 真是没意思, 睡觉睡觉, 打完收工, 叶峰回到了房间, 反正戴少负责, 四日一早, 史莱克学院请示, 戴老大, 胖子, 你们这是怎么了, 看到两人撑着拐杖回来, 衣服还破破烂烂的, 你们两个不会是出去找座那时没付钱让人给打了吧, 奥斯卡也被惊醒了, 顿时一脸匪夷所思, 可平时只有胖子会发生这种事才对, 怎么戴老大呀, 第五十二章, 复仇, 第二个, 哎, 别提了, 兄弟是栽了呀, 只看到此刻的戴木白捂着自己的脸说道, 整个人一副非常憔悴的姿态, 栽了, 栽了, 另一旁胖子被打成一个猪头, 说话莫名露着风, 原来仔细看, 牙齿也掉了几颗, 胖子,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们不能憋在心里啊, 说出来, 我们一起面对, 唐三整个人一副非常纳闷的姿态对着问道,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才能把戴老大和胖子打成这样, 是那个叶峰, 胖子恶狠狠地说道, 本来他今晚有三个美女, 结果叶峰把他的好戏都给搅乱了, 气死, 叶峰, 仓辉学院那个, 奥斯卡已经惶恐, 另一边的唐三整个人也是一副目光深邃的模样, 嗯嗯, 这不是好不容易放的假, 联络一下感情, 谁知道突然遇见了叶峰, 然后就把我们两个给打了一顿, 胖子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 凄惨无比, 什么, 还有这是, 莫非这个叶峰当真我们史莱克没人了吗, 奥斯卡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人一副愤愤的姿态, 他现在可还在玫瑰酒店, 唐三对着戴木白和胖子问道, 言语也更加阴冷了几分, 自己的伙伴被打成这样, 他自然没有办法再忍下去, 这个仇必须要报, 再说, 当初自己没有得到外赴魂骨的时候, 曾经输给这个混蛋过, 现在自己得到了外赴魂骨, 早就想把这个场子给找回来了, 再, 我记得他昨天晚上说自己好像是住333号房, 胖子对着回答道, 那还等什么, 三哥, 我们这就走, 去为代老大和胖子报仇, 奥斯卡此时对着说道, 到时候, 唐三攻击他辅助, 一定能将那个叫叶峰的打得落花流水, 嗯, 走吧, 趁这时候还早先去赌他, 唐三点了点头, 同意了奥斯卡这个方案, 等等, 我们也要去, 只见到代木白对着说道, 虽然连肿得不成样子, 但是, 既然小三他们要去给他们报仇, 那他和胖子岂能在这里等着, 只要是打叶峰, 他们便还能站, 这, 这不太合适吧, 你们两个都这样了, 还是先休休也好, 只见到此刻的唐三对着说道, 嗯嗯, 我和三哥去就可以了, 你们在寝室等我二人凯旋归来, 奥斯卡开口, 少说废话,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跟着去报, 小奥, 恢复香肠, 报仇, 香肠, 胖子也来了精神, 整个人一副意气风发的姿态, 好, 那我们就四个人一条心, 一起去赌那个仓辉学院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奥斯卡当即用武魂制作出来了两根恢复大香肠, 代木白和胖子吃下这两根香肠之后, 整个人顿时感觉腰也不疼腿也不酸, 精神不少, 十分钟之后, 男请, 一行四人敲咪咪的在想往外边走, 因为楼道的尽头那边是女请, 他们害怕吵到女生, 特别是代木白和胖子, 要是让女生看到他们成了只猪头样, 能当场射死, 只啊,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奇妙, 往往他们想什么不来, 那往往就会来什么, 女请的大门忽然打开, 只看到小五挫着朦胧睡眼, 你, 你们怎么会在这, 忽然他吓了一跳, 因为他看到了四个人, 他们脚步轻盈, 看到自己之后仿佛就像是定住的雕塑, 栩栩如生, 虚, 奥斯卡和唐三做了个虚的动作, 这, 这发生了什么, 代老大, 胖子, 谁把你们打成这样的, 此时的小五满脸激动, 怎么了小五, 女请传来一道声音, 是代老大和胖子被打了, 小五直接说道, 下一秒, 宁容容出来了, 紧接着朱竹青也出来了, 胖子和代木白两人在风中凌乱, 难道小五就没有看到, 那个虚的动作吗, 射死, 真正的射死, 奥斯卡,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 宁容容对着奥斯卡问道, 被, 被人打了, 对于宁容容的询问, 奥斯卡好像没有一点免疫力一样, 直接说了出来, 被人打了, 被谁打了, 小五整个人万分好奇, 抢先问道, 哎, 就是之前那个仓辉学院的小子, 代木白无奈的耸了耸肩, 既然被发现了, 他也懒得遮遮掩掩, 直接将自己那满是伤痕的脸, 给展示了出来, 而另一边的胖子, 也将猪头脸面向众人, 三女顿时一阵惊诧, 所以你们这么早是打算去报仇, 朱竹青开口问道, 嗯嗯, 奥斯卡点了点头, 小三, 你报仇不叫我们, 有没有把我小五, 还有竹青和荣荣当成自己人了, 小五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直接对着唐三质问道, 这, 我这不是担心影响你们休息吗, 唐三无奈的耸了耸肩说道, 他真是一个随机应变的小可爱, 哼, 打架这种东西, 随时叫随时能打, 上次被那个叶峰弄疼了, 这次我一定要把场子找回来, 我也要狠狠的让他屁股砸在地上, 只看到此刻小五紧紧揣着拳头, 整个一副非常愤怒的姿态, 行吧, 与似乎史莱克七人集体出门, 他们的脸上都挂满了愤怒, 势必要去玫瑰酒店围堵叶峰, 零零, 三百三十三号房, 早上八点, 作为高度自律的男人, 他已经绕着索托城跑了一圈, 这会儿正在浴室洗澡, 忽然一道门铃的声音响起, 嗯, 谁, 叶峰对着问道, 但没有人回答, 而是继续在按门铃, 一大早搞什么呢, 叶峰裹着浴巾, 从浴室里走了出来, 门外, 他肯定是被吓得不敢开门了, 要不我们破门进去吧, 小五, 宁荣荣, 朱竹青三人在门口, 至于为什么三个女孩子上来, 是因为小五, 打架他在行, 原本他想一个人上来, 结果唐三不同意, 最终宁荣荣和朱竹青陪着对方上来, 而唐三他们则是在楼下, 预防叶峰跳窗逃走, 毕竟这里是三楼, 对于一个浑师跳窗逃走, 那简直轻而易举, 第五十三章, 到底是谁找谁算账, 第三更, 所以下边战场比上边战场尤为重要, 估计这个叶峰听到这种敲门, 立马就会怀疑是仇家找上门了, 嗯嗯, 踹门吧, 宁荣荣点了点头, 朱竹青也表示没有意见, 你们让开, 小五退后两步, 准备进行一个冲刺, 他毕竟不是力量型浑师, 有个冲刺的话会更好解决一点, 是啊, 忽然就在这一刻叶峰打开了房门, 正在冲的小五完全杀不住车, 对着叶峰撞了过去, 卧槽, 叶峰完全搞不清楚状况, 只看到有一个人影冲了过来, 身体习惯性地往侧了一下, 好巧不巧, 小五的身体刚好就碰到了叶峰的浴巾, 啊, 接下来的画面简直不要太美, 宁荣荣和朱竹青两人吓得尖叫, 仿佛地动山摇, 叙利亚风格的玫瑰酒店楼下, 你们听什么声音, 戴木白站起身, 那是女孩子尖叫的声音, 不好, 小五, 唐三瞳孔紧缩, 瞬间想到还不会是那个家伙对小五出手了吧, 他敢, 小五是他的逆灵, 要是他敢对小五出手的话, 他唐三一定要亲手了解这个人, 此刻的唐三师展出鬼影迷宗, 迅速上楼, 戴木白和马红俊以及奥斯卡三人也都跑上了楼, 然而现场却是一幅非常和谐的画面, 荣荣, 小五呢, 唐三冲过来问道, 掉, 掉下去了, 宁荣荣回答道, 掉下去了, 唐三满脸问号, 这可不关我的事, 他刚刚自己冲下去的, 门进来稍微歪一点就是窗户, 小五, 唐三立马从窗户冲了下去, 荣荣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奥斯卡看着宁荣荣, 戴木白也是眼神深邃的看着两人, 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感觉这两个有点不太对劲, 没, 没什么, 就是刚刚小五掉下去, 我们有点被吓到了, 宁荣荣说道, 朱朱卿微微点了点头, 那种是哪能说出来, 真的, 奥斯卡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不但是他, 胖子和戴木白也一样, 怎么, 你还不信我, 宁荣荣盯着奥斯卡, 信, 奥斯卡哪里敢说什么, 当即说信, 喂, 叶峰是吧, 你为什么欺负戴老大和胖子, 当真以为我们史莱克没人了吗, 机智的奥斯卡转移了话题, 直接盯着叶峰, 不管发生了什么, 人没事就好, 再者, 今天是过来找叶峰算账的, 可不能把这正事给忘了, 哟, 昨晚被打的勾兰草鸡今天带人来了呀, 还是个食物吸魂师, 叶峰此刻已经换好了衣服, 笑眯眯地朝着胖子的方向看去, 哟, 勾兰草鸡, 一旁的宁荣荣听到这话, 当即没忍住扑斥一声, 因为他知道勾兰是什么意思, 结合这段时间对胖子的了解, 这勾兰草鸡简直就是最契合他的称呼, 你, 你说什么, 胖子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整个人直接炸了, 昨晚除了代老大以外没人, 勾兰草鸡对他的伤害还不大, 今天女同学在这里, 对方竟然还这么说, 这简直就是把他马红俊的尊严摁在地上摩擦, 特别是看到宁荣荣扑斥一笑, 竹竹青再忍笑, 他更是炸锅了, 从未有过今天这番受辱, 难道不是吗, 还有昨晚代少也玩得很花吗, 叶峰忽然将目光朝着戴木白看去, 小子, 你说什么, 我警告你, 可不要乱说, 戴木白嗅到了一丝丝危险的气息, 当即指着叶峰吼道, 天哪, 竹竹青在这里, 要是昨晚的是被对方知道了, 他自己可就真的玩完了, 他现在有点后悔, 把竹竹青他们这帮女的给带过来了, 这简直就是个错误, 怎么了, 大名鼎鼎的双杀戴少慌了, 叶峰朝着戴木白看去, 嘴角微微扬起一道弧度, 小子, 我劝你最好给我闭嘴, 戴木白恶狠狠地盯着叶峰, 如果是别人或许也就慌了, 只可惜他对面的是叶峰, 对于戴木白他一点都不慌, 甚至还是一副无所畏惧的姿态, 毕竟对方打又打不过他, 势力嘛, 又在兴罗帝国, 他有什么害怕的呢? 双杀戴少是什么意思? 一旁的朱竹青对着问道, 这个词汇他从未听过, 没, 没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战斗力强, 一个能打两个的意思, 听到这一句话戴木白当即求生欲满满地 对着朱竹青解释道, 毕竟他还想追对方呢, 要是这是被捅出去, 自己可谓是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哦, 真的吗? 朱竹青听到这一句话, 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戴木白还有胖子, 这, 真的, 戴老大战斗力特别强, 所以叫双杀, 感受到朱竹青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胖子当即慌的一批, 立马机智地回答道, 反正他这也没有说谎, 毕竟说的是战斗力, 又没有具体说哪个方面, 另一旁戴木白松了一口气, 刹那给了胖子一个好兄弟的眼神, 可算是给他把秘密给兜住了, 这特末不是要给自己报仇, 找叶峰算账吗? 现在到底是谁找谁算账? 惊心的一批, 确实戴少真是战斗力强, 昨晚还打算五杀呢? 哦, 不对, 是十杀, 简直是个男的, 看了都羡慕, 叶峰嘴角微微一扬, 啊, 跟他玩, 还嫩了点, 今日不费一丝力气, 他就能让你们毫无战斗力可言, 这话一出, 戴木白彻底僵住了, 他现在巴不得找个地方钻下去, 自己今天就真不应该过来, 哪怕过来也不能带着朱竹青, 哦, 朱竹青的语气瞬间隐喊了数分, 朱竹,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那种战斗力, 那种, 他没说清楚, 戴木白这下彻底的慌了, 手忙脚乱的回答道, 是是是, 都是双胞胎的那种, 叶峰耸了耸肩说道, 肮脏至极, 朱竹青终于忍不住了, 狠狠的瞪了戴木白一眼, 啊, 小子, 我要杀了你, 第五十四章, 嗜血恶魔第一根, 求推荐票, 戴木白全身发颤, 想朝着叶峰的方向攻击, 特别是说出昨天晚上那种事, 简直就是在挑拨离间, 怎么, 气急败坏还想杀了我, 叶峰就这么平静地看着戴木白, 完全一副不害怕的姿态, 因为他知道, 朱竹青在这里, 戴木白不会攻击过来, 一旦他做了, 这件事就是铁板上钉钉子, 谁也没有办法洗掉, 而对方在内心深处, 是喜欢朱竹青的, 你, 戴木白怒目原睁, 他想动手, 但不敢动手, 因为朱竹青在盯着他, 一旦他动手了, 那么这件事就相当于是实锤了, 到时候任凭他怎么解释都没用, 哼, 肮脏, 朱竹青瞪了戴木白一眼, 随后直接扭头朝着楼下走去, 如果戴木白和胖子被打, 他们确实应该帮忙, 但这两人是嫖娼被打, 那这有什么好帮的, 特别是某个人还找十个女的, 五对双胞胎, 打死算了, 叶峰, 你这个混蛋, 就在这一刻, 只看到小五拿着浴巾冲了上来, 刚刚在他冲进门的一瞬间, 一个浴巾套在了他的头上, 紧接着, 他整个人直接从三楼给冲了下去, 叶峰, 你这是什么意思, 唐三紧随其后, 眼中也是杀意弥漫, 为什么用浴巾套着小五的头, 为什么就把小五推下了三楼, 为什么, 嗯, 忽然唐三和小五感觉这上边的氛围不太对劲, 朱竹青扭头就直接走了, 戴老大, 朱青妹妹, 宁荣荣跟在身后, 戴老大赶紧追啊, 我去给你作证, 一旁的胖子看着双目无神的戴木白顿时对着说道, 他昨晚说朱竹青如何如何, 只是为何得到免费的妹子而已, 实际上他觉得像朱竹青这种极品跟戴老大还是很般配的, 这, 戴木白有些发愣, 他想去又拉不下脸, 你还愣着干什么, 有我作证, 就说这小子是瞎编的, 实在不行, 再把三哥和小傲架上, 他肯定会相信我们的, 胖子对着说道, 那走, 戴木白下了决心, 直接追了下去, 于是现场除了叶峰就只剩下了三个人, 奥斯卡, 唐三和小五, 奥斯卡, 这发生了什么? 唐三和小五两人都是一脸猛逼, 这好端端的怎么就走了? 这事情很复杂, 我们也赶紧去帮帮戴老大吧, 奥斯卡一脸苦笑的说道, 啊, 那他, 他呢? 奥斯卡拉着唐三的手就往下边跑, 戴老大的后半生幸福比较重要, 这个我们稍后再找他算账吧, 奥斯卡一脸激动地说道, 啊, 这, 小五, 唐三喊着小五, 怎么, 你要跟我打, 叶峰此时也朝着小五看去, 等等, 我来了, 小五立马往下边跑, 不知道为什么, 他在这个男人的身上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威胁感, 自己留在这里肯定不可能答应他, 哪怕真能打赢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还是等着大家一起过来吧, 此刻的小五心中如此想到, 于是乎, 叶峰就这么看着这一帮人下了楼, 他朝着窗户看了一眼, 朱朱亲头也不回地再走着, 宁荣荣在后边追, 在后边则是戴木白和马红俊, 至于追不追得上, 这个叶峰就不知道了, 毕竟已经离开了他的视线范围, 再说, 别人的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史莱克学院, 小刚, 你这么玩这学院经费, 可就撑不住了啊, 弗兰德满脸惆怅地看着玉小刚写的, 未来一个月学院各项支出费用预算, 好家伙, 对方一个月要干掉他们学院一整年的学费, 弗兰德就没有见过这么离谱的事情, 你既然叫我来, 那么我自然有我的打算, 大师副手而立, 仿佛天崩地裂都没有谁能改变他的想法, 可是我们没钱啊, 弗兰德大涂苦水, 那你想不想让这帮孩子成为同辈之中最强的存在? 大师问道, 当然想啊, 弗兰德说道, 他把大师叫过来, 就是为了让对方培养这帮孩子成才, 毕竟他都把这个唐三教得这么好了, 其他的孩子应该也没问题, 那不就行了, 就照着这个方法做, 大师直接说道, 可我的老伙计, 这帮孩子们一年的学费, 才够你折腾一个月, 你叫我去哪里找这么多钱给你? 弗兰德拍着桌子说道, 这学院差点就因为资金倒闭了, 这么大的支出, 他去哪里找钱, 其实还是有办法的, 可以让他们训练一个礼拜, 然后下一个礼拜, 送去索托大斗魂场挣钱, 如此反复, 不就能把钱给挣回来了吗? 大师对着弗兰德说道, 在斗魂场, 战斗赢了的话是有钱的, 可这样是不是有点为难这些小家伙? 训练一周再到大斗魂场一周, 他怕这些小怪物扛不住就麻烦了, 再说, 谁能保证场场能赢? 放心吧, 经过我的训练, 在挣钱这方面绝对没问题, 大师十分自信, 那好吧, 既然对方都这么说了, 那弗兰德自然没什么好说的, 大斗魂场, 今夜一到身影依旧是万众瞩目, 他戴着鲜红色的面具, 无论是平常的战斗, 还是生死战又或者越级战, 他都游刃有余, 而且从来最多只用一个魂计, 但对手却无人能扛, 嗜血恶魔, 胜, 又是一场, 嗜血恶魔再胜, 第二场, 之后第三第四, 他一直打到了十一点, 斗魂场的一个VIP房中, 一个来身穿黑色服饰的男人, 狠狠地盯着那个戴红色面具的男子, 这个叫嗜血恶魔的男人, 说不定会是这帮孩子最大的对手, 此人到底是什么身份, 为何会如此强? 上边VIP包厢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大师玉小刚, 毕竟下个礼拜史莱克的学员要过来这边实战, 而他作为老师自然要过来先踩点, 看看什么这帮孩子适合什么赛事, 十一点半, 玉小刚从VIP包厢走了出来, 此时正思考着, 如果这帮孩子遇到嗜血恶魔应该怎么办, 忽然一个红色上衣黑色裤子的少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PS, 哇, 今天作者君不就是白天盲眉更新吗? 天啊, 推荐票排行榜, 直接掉了12个名次, 完了呀, 大家给力一点挖, 第55章, 玉小刚找上门, 第二个, 别的本事没有, 玉小刚记忆力还是不错的, 刚刚在VIP包厢时候, 看到那个屡创记录的嗜血恶魔, 上身就是红色, 下身则是黑色的裤子, 跟眼前这一名少年几乎相差无几, 不过对方怎么会这么年轻, 背影看上去跟唐三他们差不多一样打, 简直太匪夷所思, 大师不敢过分上前, 生怕引起对方怀疑, 他准备先观察几日再看看, 毕竟孩子们一周才过来, 接下来几日斗魂场依旧热血, 嗜血恶魔再创纪录, 成为了整个斗魂场最快的铜斗魂, 而且赢斗魂也近在咫尺, 这一天叶峰从斗魂场出来, 真是没劲, 他现在的积分已经达到了900多分, 这还是他没有全力以赴的情况下到达的, 按照斗魂场的规矩, 100积分铜斗魂, 1000积分赢斗魂, 明天他就可以达到赢斗魂徽章了, 史莱克学院的毕业条件也不过如此嘛, 他就这么随便玩完一周就达到了, 叶峰现在考虑究竟是明天拿到银斗魂徽章之后, 再玩一段时间升级到金斗魂徽章, 还是先回一趟天斗皇宫, 看看雪儿找自己究竟有什么事, 记得之前局叔通知过他, 要他有时间就先回去一趟, 嗨嗨, 忽然就在这个时候想起了一道咳嗽声, 当然这个大街上饭咽喉咽的那么多, 叶峰总不可能都有闲心去管不是, 他停留都没有停留, 直接就走了, 玉小刚? 不应该啊, 自己的咳嗽声他没有听到, 经过这几天的跟随, 玉小刚确认了这位就是嗜血恶魔, 不要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 问就是他虽然没看过那位的脸, 但是能清晰记得对方的衣服, 而且这几天他还特买了静坐, 仔仔细细记下了那位嗜血恶魔的衣服, 裤子, 鞋子, 对方也就两套, 要么是红衣服, 黑裤子, 黑鞋子, 要么就是白衣服, 黑裤子, 黑鞋子, 所以只要稍微上点心, 记下衣服上独一无二的纹样, 在外边守着找到人还是很容易的, 嗨嗨, 就这样, 玉小刚又跟到了叶峰的身后, 在使劲咳嗽, 然而前边的那一道身影, 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是嗜血恶魔吗? 忽然玉小刚快步走到了叶峰的旁边, 随后开口说道, 他在观察这个人的表情, 如果他有一些迟疑, 那么就证明这个人是嗜血恶魔, 要是对方不理会他, 或者充满疑惑地看着他, 那或许就是自己认错了, 但认错的可能不大, 嗯? 叶峰转身, 当他看到这一张熟悉的面孔那叉, 瞳孔猛的一缩, 这特么不是玉小刚吗? 对方怎么会在这里, 而且还找上了他, 这家伙想干嘛? 你就是嗜血恶魔吧? 玉小刚注意到了叶峰的表情, 顿时露出一道笑容, 因为时间已经过了很多年, 当年叶峰穿得破破烂烂, 大师压根也没有正眼看过他, 所以完全不知道眼前这个就是叶峰, 要是他知道这是叶峰的话, 估计就笑不出来了, 是, 叶峰回答, 他真猛了, 这玉小刚好像不认识自己, 当年自己亲手被对方所杀, 他难道这么快就忘了吗? 第五十六章, 他真的一点愧疚心都没有, 第一刚, 求推荐票啊, 他当真杀一个人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 才没过多少年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还有, 这家伙叫他干什么? 难道是看了之前的斗魂场比赛, 所以来跟他取经? 不对啊, 按照玉小刚的性格应该不可能做这样的事, 他到底在刷什么花招? 或许你不认识我, 玉小刚此刻跟随着叶峰一起走, 装作一副二人是朋友的姿态, 叶峰? 不认识你? 你特么话称灰我都认识你? 所以呢, 当然叶峰不会把心里话说出来, 而是直接冷淡地对着问道, 他想看对方葫芦里究竟卖什么呀? 你放心, 我没有任何恶意, 我只是这些时日看你在斗魂场, 创出了如此辉煌的战绩, 想认识认识你罢了, 只见到此刻的玉小刚一脸善意地对着叶峰说道, 对方这么年轻, 应该还是在上学的时候, 要是能把对方安排来史莱克学院, 成为他的学生, 践行他的理论, 那么他玉小刚说不定以后就能明镇整个大陆, 从此将会再也没有人对他不满, 看不起他, 说真的, 他都没有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 这次来考察斗魂场, 居然会碰到这么一个人才, 这一趟索托城斗魂场之行, 实在是太有意义了, 大师心中一阵狂血, 当然, 他完全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叶峰, 要是他知道的话, 估计就不会笑得出来了, 哦, 是吗? 叶峰冷笑一声, 真是令人作呕, 当年让他滚, 现在过来说认识认识一下, 这家伙的脸怎么这么大, 还有他真的一点都记不起自己了吗? 想到这里, 叶峰莫名又觉得这玉小刚更恶心了, 人往往对自己做错的事会记忆深刻, 如果玉小刚还记得他, 那么当年的事, 对方还可能抱有一定愧疚感, 然而现在对方压根不记得他, 这也就证明了此人彻底忘了他, 也就别提有什么愧疚感了, 估计在玉小刚心里, 根本就不认为将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孩子欺辱, 再把他推向蛇口杀是错的, 不知道这位小友叫什么名字, 玉小刚感觉到了叶峰的冷意, 不过他并未打算放弃, 毕竟这千里马可不容易找, 无名, 叶峰直接回怼道, 什么时候这玉小刚也有这么狗皮膏药的一面了, 我看你应该十三四岁, 还在上学吧, 没想到这么年轻就晋级到了魂尊, 真是天才啊, 玉小刚不顾叶峰的冷淡, 依旧热脸贴冷屁股, 喋喋不休, 你凑过来就为了恭维我, 我不像是某些人好听别人恭维, 并把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当作毕生追求, 叶峰依旧是一副冷冰至极的姿态, 还暗中嘲讽了玉小刚一波, 当然不可能, 我是想天才嘛, 自然要跟天才在一起, 玉小刚似乎没听出来叶峰话外的意思, 恶此不疲地继续说道, 他的目的很简单, 先把叶峰骗进史莱克学院, 然后再收为自己的徒弟, 这样不但唐三他们在赛场上碰不到叶峰, 甚至叶峰还能为史莱克学院挣钱, 简直两全其美, 哦, 叶峰颇有意味地看着玉小刚, 好家伙, 这货难道是觉得自己战斗力不错, 华天下之大击, 就问, 你玉小刚能教点什么, 每天让所有人背背石头泡泡圈, 每名其约锻炼体力, 你要真想锻炼体力, 直接带学生去工地搬砖, 这不但能挣钱, 还能起到锻炼体力的作用, 在苍辉学院, 一般大魂师到魂尊级, 都是在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 训练战斗技巧和魂技, 比如控制系魂师, 更好的锻炼控制力, 力量型魂师, 寻找实力相当的对手交战, 相互吸取经验, 闽工系则是专门的敏捷场所训练, 而辅助系魂师体力较差, 依照个人增强一些力量型负重的训练, 至于更高级一点的天斗皇家学院, 无论是哪个类型的魂师, 都进入到拟太场地去模拟, 最大程度的茶漏补缺, 说真的, 当初在地球的时候, 他就觉得大师胡乱教, 现在来到这里之后, 他更加有这种感觉, 也就唐三和戴木白, 他们这些大陆上数一数二的天, 才能经受大师这么折腾, 要换诺丁学院王胜他们给大师这么训, 这辈子除了能搬砖也就完了, 你不要不相信, 在城郊有一所学院叫史莱克, 里边的孩子们都是天才, 年纪尚且比你小一点, 但基本上都是二十八级以上的魂师, 甚至有些都已经突破了魂尊, 最强的那位十三岁达到了三十三级, 还有一位十五岁达到了三十八级, 我猜你应该也就是三十五级左右吧, 大师此刻对着叶峰问道, 因为他就看到过叶峰施展一个魂环, 而其他的魂环应该是隐藏了起来, 估摸着对方是来自像蓝殿, 霸王龙家族或者其他一些有名望的世家, 天赋好, 技巧强, 才能在这王国小城里大放光彩, 是啊, 你真聪明, 被你猜中了, 叶峰似笑非笑地说道, 真是新鲜啊, 曾经杀了他的仇人, 现在要邀请他去对方执教的学院, 哈哈, 我不但知道你三十五级, 我估摸着你身份不简单, 应该是来自这个大陆上某大族吧, 之前他猜测的大概级别是三十三到三十七级, 玉小刚没有想到自己随便要的一个中位数居然还真重了, 顿时他整个人变得万分自信了起来, 他正在想, 要不要再出一个关于武魂的十一条定律, 哦, 这你都能看出来啊, 叶峰一脸很正差的姿态, 实在心中看小丑表演, 他真想直接说出自己就是当年那个叶峰, 想看看对方究竟是什么表情, 相信一定非常的精彩吧, 哈哈, 那是那是, 我玉小刚连这个都看不出来, 那这么多年的学识, 岂不是学到别的地方去了, 我想你肯定知道这个大陆上, 有一个人对武魂研究到了极致, 被魂世界称之为大师, 而我就是那个大师, 玉小刚顿时来了兴致, 直接对着叶峰介绍道, 如果有什么身份证明的话, 估计直接掏出来了, 第五十七章, 公主, 王子, 封号斗罗之子, 皆是我图, 第二更, 大师这么自信的吗? 叶峰听到这一句话, 满脸问候, 谁知道你? 你很出名吗? 大师在斗罗大陆上, 是个贬义词, 整个就类似于当时地球上的某些专家, 坑蒙拐骗的江湖大师, 这家伙居然还好意思在这里忽悠, 真是长见识了, 你以为他叶峰会跟当初的唐三一样, 这么好忽悠吗? 这不是自信, 这是有实力者自然流露出来的抵御, 如今你还尚且年轻, 不知我大师之名也正常, 你只需要知道, 我的学生有七宝琳宗的公主, 还有帝国王子, 甚至还有曾经冠决整个大陆的封号斗罗之子, 大师副手力高高地抬起头颅, 就好像等着别人夸他有多么厉害一样, 所以呢, 然而叶峰却看不到这些, 他只看到了一个借着别人来太高自己的江湖神棍, 所以, 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史莱克学院, 这样你就能得到我的亲自指导了, 大师对着叶峰说道, 真是可笑, 我为什么要加入你的史莱克学院, 为什么要得到你的亲自指导, 叶峰现在甚至在怀疑玉小刚的情商, 因为你的实力只有在史莱克学院才能找到伙伴, 哪怕你来自大宗族, 你看七宝琉璃宗不一样, 把孩子送到我这里来, 这也侧面佐证了我的教学实力不适, 在整个帝国, 没有人比我对武魂研究更深测, 也没有人比我教得好, 只看到此刻大师对着说道, 滚, 没兴趣, 叶峰听不下去了, 直接让大师滚, 多年前, 大师也让他滚出了阁楼, 没有想到, 仅仅是几年时间, 这风水轮流转就转到了他叶峰的身上, 只不过这就仅仅是一个开端, 他会让玉小刚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撕心裂肺, 小友, 你别走啊, 你可以质疑我, 但是你不能质疑我的成果, 我跟你说, 我现在的青传弟子, 他武魂仅仅是一株蓝营草, 我直接将他调教成了33级的魂尊, 大师在后边追着叶峰说道, 这简直就是他见过最好的苗子, 他现在就想将其收为徒弟, 试问, 十四五岁三十五级, 关键对方在所有的比赛中都只用一个武魂, 这至少应该属于跟唐三势均力敌, 甚至要比小三还要强的存在, 一旦将其收为徒弟, 两颗双子星在手, 他玉小刚害怕成不了这大陆的最强老师, 无论去哪里都是尚未贵宾, 哦, 蓝营草这种废物武魂, 没有想到大师你居然能调教成33级的魂尊, 你真的是好厉害啊, 叶峰看着在旁边追着自己的玉小刚, 带着几分嘲讽之意说道, 如果他知道, 现在自己追着的这个人, 就是当年他那疏杂的脑袋起包, 推给曼陀罗蛇咬死的那个小孩, 不知道他会是什么表情, 再者, 这家伙为了忽悠自己, 当真是手段无所不用, 如果真是一个单纯的蓝营草, 你要能挑战成33级魂尊, 他夜风服气, 可关键你收的唐三, 是不是单纯有一个蓝营草武魂, 你玉小刚心里没有电逼术, 真没看出来啊, 这家伙居然这么无耻, 那是那是, 这点本事, 我要是没有那, 怎么能称为大师, 小友, 既然你不愿意透露自己的真实名字, 我就暂且称你为嗜血吧, 今晚我也坦白了, 观察了你好几天我真诚的想收你为徒, 作为大陆上武魂研究第一眼, 到时候, 我一定用最快的方法, 把你培养成封号斗罗, 大师此刻, 那表情无比的真诚, 当然那真诚之下, 却想着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 你要是真的有诚意的话, 明天早上来玫瑰酒店332见我吧, 叶峰淡淡的说道, 随后直接离开了, 玉小刚嘛, 就该吊着, 等明天早上见到他, 到时候, 他再狠狠的把对方羞辱一顿, 然后从今往后看到史莱克的人, 他就狠狠的虐, 再往后慢慢把玉小刚的一切都踩得支离破碎, 没错, 他叶峰就是这么记仇, 相信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 能对一个杀几仇人宽宏大量, 这, 玉小刚看着叶峰逃离的背影, 顿时整个人充满了不舍, 不过没关系, 明天就是玫瑰酒店332看看吧, 因为前段时间小五冲出去, 把玻璃撞烂了, 叶峰就换到了332号房, 他原本以为史莱克的人会去找他, 结果出奇的安静, 然而叶峰不知道, 这段时间唐三他们每天都被大师要求, 背着石头跑圈, 要么就做各种体力锻炼之类的, 累得筋疲力尽, 自然也没有时间找上叶峰, 小刚, 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呢? 史莱克学院, 弗兰德和赵无极正在院长办公室的阳台上吃着夜宵, 毕竟白天工作都交给大师, 他们现在清闲了不少, 唉, 大师进入到了阳台, 整个人深深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难道是斗魂场那帮人太变态了? 靠这个挣钱这条路走不通? 弗兰德看到自从玉小刚踏入这个门之后, 整个人十分不对劲, 就好像是收到了什么沉重的打击一样, 这个倒不是, 在斗魂场我相信这帮孩子都能游刃有余, 只不过我今天遇到一个变数, 玉小刚有些惆怅, 变数? 听到这一句话, 弗兰德和赵无极都梦了, 什么意思? 没错, 我去了一周, 便看到那人一周, 他是一个三十五级的魂尊, 是整个斗魂场最快获得同斗魂的选手, 估计明天就是赢斗魂徽章了, 大师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位嗜血魔鬼, 就像是犯了相思病一样, 什么? 一周赢斗魂徽章? 小刚你确定没骗我们? 文言弗兰德和赵无极两人眼睛瞪得老大, 就好像是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样, 要知道, 引斗魂徽章可是他们学院的毕业条件, 人家一周就达到了, 这是不是太浮夸? 我骗你们干嘛, 主要重点不在这, 经过我几天的服饰特征记忆, 发现这个人竟然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孩, 大师说道, 第五十八章, 这能忍? 第三更, 十四五岁的小孩? 弗兰德惊了? 这特么不就跟学院里木白一样大? 好像木白现在铜斗魂都不是吧? 这世界上真有这种欺人, 所以大师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另一边赵无极有些猛逼了, 他是一根筋的粗汉子, 对手强就让他强去吧, 跟自己家这帮小怪物有什么关系吗? 此刻他非常的费解。 是啊, 小刚这个人跟我们史莱克这帮小怪物又有什么关系呢? 对方到时候晋升了引斗魂, 也不可能跟我们遇上才对。 弗兰德也反应了过来, 于是对着问道, 你们是无法感受到我这心痛到窒息的心情, 试想, 这么一个天才万一以后走错路, 最终缓慢逐渐夭折, 这岂不是整个魂世界的悲哀? 大师对着两人说道, 啊这, 弗兰德猛了, 自己这个老伙计的责任感已经上升到整个魂世界了吗? 另一边赵无极也是一脸匪夷所思的姿态, 果然是大师啊, 这格局就是不一样, 终究是他赵无极狭隘了, 所以我就想收他为徒, 将其引入我们史莱克学院好好指导。 大师, 又开口了, 赵无极? 大师, 你不是说你发过誓此生只收一人为徒, 唐三就是你的唯一弟子? 怎么现在? 赵无极脸上大写得猛逼, 就在几天前, 他第一次见到大师的时候, 对方还信誓旦旦地说什么, 此生自己只会有一个徒弟, 那就是唐三。 好家伙, 这才几天又变卦了, 合着说出来的话就是屁, 简直离谱, 不动冥王, 那是以前, 以前没找到合适的自然只有唐三一人, 现在找到合适的那就不一样了, 一旦把对方培养起来, 那么, 此人未来将会成为比唐三还要强大的存在, 那么, 整个史莱克学院的光辉必将照耀于整个大陆, 大师此刻整个人一副热血沸腾的姿态, 就好像是为什么伟大事业奋斗, 前进一半, 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 一旦收了嗜血恶魔成为自己的弟子, 那他将拥有两大强途, 成长起来必将凌驾于整个大陆之上, 蓝殿霸王王家族曾经看不起他, 那现在他就强势回归, 还有比比东, 那个因为他魂力跌而背叛他的女人, 你们五魂殿不是很强吗? 这两个强途在手, 五魂殿又如何? 到时候是他的光辉照耀于整个大陆, 他的名字将会刻在那不朽神碑之上, 永世不朽, 好像有点道理, 赵无极又怎么会绕得过大师这种利己主义读书人呢? 三两句话, 他就觉得似乎合理了, 那小刚, 这个人最后答应了没有? 只见到此刻的弗兰德对着问道, 我看他应该是想答应了吧, 估计是害怕家里人, 所以让我明天去玫瑰酒店找他, 今晚可能跟家里人在沟通, 大师此刻对着说道, 那要不明天我陪你去找他, 正好弗兰德明日也有时间, 说实话, 他倒是也想见见小刚说的这个天才, 我也去吧, 赵无极对这个人也感兴趣了, 顿时对着说道, 无极, 我跟小刚过去, 明天你就负责这帮孩子的日常训练, 不过也不多, 就早上而已, 下午让他们休息, 晚上带他们去斗魂场, 只见到此刻的弗兰德说道, 好吧, 赵无极微微耸了耸肩, 四日一早, 这玫瑰酒店怎么成这样啊? 八点, 弗兰德和大师两人来到玫瑰酒店, 顿时弗兰德一脸诧异, 整个酒店的前脸彻底没了, 简直匪夷所思, 难道之前有什么人在这里打过架, 把酒店毁了? 先不管这个, 我们去332号房吧, 大师有些迫不及待, 毕竟今天过来的目的就是找嗜血恶魔的, 而不是过来看什么玫瑰酒店如何, 对方如何当真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好的, 弗兰德点了点头, 332号房, 叶峰刚洗完澡, 系统的功能是只要运动就能升级, 而斗魂场的战斗也算是运动的一种, 所以现在他每天都能得到大量经验, 但即使是这样, 他还是改不了早上出去晨跑, 毕竟这么多年都已经习惯了, 刚穿好衣服, 忽然叶峰听到门外传来了一道声响, 哦, 这么快就来了吗? 有了上次的经验, 叶峰此次换了一个总统套间, 简单的来说就是, 外边是类似于一个客厅会议室一样的地方, 而房间则是在里边, 比此前的333号房间宽了整整一倍还要多, 且十分奢华, 至于要多少钱? 不用钱, 现在他住任何一个房间都不用钱, 不但不用钱, 甚至还拿到了一笔不菲的赔偿款, 赚了好几十万金币, 他已经能联想到那位代哨在咆哮, 只见此刻叶峰慢悠悠地擦了擦头发, 至于于小刚嘛, 就让他等着, 小刚, 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 为什么我们敲了整整五分钟都没有人理会? 外边弗兰德整个一副疑惑脸, 这都五分钟了, 他严重怀疑自己这个老伙计记错了地方, 这不应该啊, 昨天晚上他明明跟我说了是玫瑰酒店332号, 于小刚也纳闷, 这什么情况? 难道自己被割了? 进来吧, 叶峰打开了房门, 最后继续拿着毛巾擦头, 完全没有看他们一眼, 等他坐在了那柔软的皮质沙发上, 这才看到于小刚和弗兰德两人, 真是稀奇, 没有想到弗兰德居然也来了, 小友, 我们刚刚差点以为走错了地方, 你怎么五分钟都没开门啊? 于小刚此刻对着叶峰问道, 不过他不敢大声, 而是一副低声下气的姿态, 洗澡, 叶峰回答, 然后并没有再多说一句, 没错, 老子就是这个傲娇, 当初你怎么对他叶峰的, 他叶峰现在就怎么还回来? 二者, 一旁的弗兰德猛了, 这小子也太嚣张了吧, 小刚能忍? 对方竟然真能忍, 然而弗兰德不知道, 对于裕小刚来说, 只要得到叶峰, 他就拥有了双子星, 最终进化成整个大陆最优秀的老师, 他有什么不能忍的? 第59章, 含泪, 挣90多万, 第四更, 二人就坐, 大师是吧? 你就说, 你有什么优势让我选择你? 还有一个即将倒闭的史莱克学院, 叶峰翘起二郎腿坐于主位中心, 史莱克学院的状况, 估计这个世界上也就弗兰德比他知道的多一点, 果然, 昨晚嗜血小友去做了背调, 大师一脸别样的说道, 看来这波忽悠没那么容易了, 果然, 这种有钱人家的孩子人脉就是广, 根本没有当年的唐三那么好忽悠, 不过这也难不倒他, 毕竟八分真两分假就不是假话, 很快, 玫瑰酒店的经理走了进来, 老板, 您要的饮料, 酒店经理一脸恭敬的看着叶峰, 没错, 叶峰那天顺手把叙利亚风格的玫瑰酒店给买了, 不多, 也就花了二三十万金币吧, 之后, 派了大唐王经理去要赔偿款, 这个钱妈开口, 当然是写三百万了, 后来讲了讲价, 看在戴木白一共在玫瑰酒店开过八百三十九次房, 资助了一五十三个贫困少女的情况下, 一百二十万成交, 听到这个结果, 戴木白感恩戴德, 叶峰骂含泪挣九十多万, 虽然完成系统任务有钱, 如今总资产也达到了一千多万金币, 但谁会跟钱这个东西过意不去呢? 再说, 坑代少他还是很开心的, 老, 老板, 听到这一句话, 弗兰德敏锐的鹰眼瞬间闪亮, 这个人应该不是锁托成土著, 和着这家伙来这边打一个礼拜的斗魂场比赛, 顺便买下了一栋酒店, 这他娘的, 是个财主啊, 学院这会儿正好没有经费, 如果把这个财主带进学院, 到时候何筹没钱, 不过他不动声色, 毕竟现在先让小刚发挥, 嗯, 我只是去查了史莱克而已, 叶峰回答道, 王经理此刻送完饮料, 悄悄地关上了门, 离开, 其实, 我想说的是, 去史莱克你选择的不是史莱克, 而是史莱克的人, 大师不愧是胡有, 立马说出了一句几乎让人不能反驳的话, 哦, 选人, 那就请大师介绍介绍吧, 叶峰笑眯眯地看着大师, 那我就介绍介绍吧, 这位是史莱克学院的院长, 78级战魂圣, 弗兰德, 五魂四眼猫鹰, 大师看向弗兰德, 你好, 弗兰德对叶峰打了个招呼, 示意了一下, 然后我们史莱克学院, 如今还有一名魂圣, 是76, 等等, 我只想听在场的人, 叶峰示意大师停下, 你想听我, 大师看着叶峰, 其实他对自己的境界十分自卑, 嗯, 既然大师说进史莱克学院是选人, 那你既然教导出了这么多优秀的学生, 甚至封号斗罗都把孩子送给你培养, 那我当然很感兴趣了, 叶峰说道, 我曾是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少主, 当今大陆五魂十大核心竞争力的提出者, 被世人尊称大师, 玉小刚开口道, 旁边的弗兰德有些惊讶, 小刚果然是活出去了呀, 没有想到, 大师居然是曾经蓝殿霸王龙的少主, 叶峰装作一副很诧异的姿态, 这是自然, 要是没有这底蕴, 如何教授大家不是成才, 所以, 小友你打算进我们史莱克学院了吗? 我的青传弟子目前只有一个名额, 争夺却极为激烈, 提起蓝殿王龙家族, 玉小刚自信来了, 有货, 要成了? 一旁正在喝饮品的玉小刚心中暗道, 一不对呀, 怎么没有武魂和魂力? 然而玉小刚不知道, 叶峰这是拐弯抹角在寒谶他呢? 这, 这不重要, 说完, 玉小刚有些尴尬地避闪着叶峰, 不敢直视对方的眼神, 就他那点魂力哪敢说出来啊? 这不让人笑话吗? 到时候他怎么收徒? 都说到了这个地步, 这个武魂和魂力一定要守住, 第六十章, 乳玉小刚, 第一根, 求推荐票啊各位, 调名次了, 弗兰德院长, 你们学院的老师居然认为在面对一名魂师时, 不介绍武魂和魂力不重要, 叶峰看向弗兰德, 杀一个人容易, 说实话, 他叶峰现在晋级到了魂宗层次, 想要干掉大师简直轻而易举, 对方不过是一个二十九级的蝼蚁罢了, 但杀人又诛心, 岂不是快灾? 是你, 你会让你的仇人这么便宜的死去吗? 我想, 你会无所不尽其极, 就像猫抓住了猎物, 不着急吃, 慢慢玩, 玩到他筋疲力尽, 渐渐失去求生欲, 再一口吃掉, 在这里也是一样, 叶峰要把玉小刚丑陋的面目一层层撕下来, 然后, 让他身败名裂, 痛苦死去, 任何游戏都需要时间, 这盘大戏也是一样, 小刚在正式的相互介绍时, 不提武魂和魂力是看不起对方的意思, 弗兰德看向大师, 显然玉小刚这个二十九级的废物, 压根就没有参加过正规的赛事, 甚至都没有魂师与他切磋, 所以, 这种常识性的东西都不知道, 既然如此, 那我就介绍一下吧, 我是一名二十九级的大魂师, 五魂师罗三炮, 不要看我等级地, 但哪怕是魂胜, 魂斗罗都得尊称我一声大师, 只看到此刻的玉小刚对着介绍道, 明明一个大魂师却硬生生介绍出了封号斗罗的气势, 玉小刚是个矛盾体, 一方面他自卑自己的境界, 另一方面又不希望别人看不起他, 所以他相尽方式地抬高自己, 扑迟, 原来大师你只是一个二十九级的废物啊, 弗兰德院长, 你这七十八级的魂圣, 怎么会找个二十九级废物来教学呢? 他能教什么? 叶峰笑出了声, 肆无忌惮地嘲讽着大师, 今天从对方踏进这个门开始, 就决定了一切, 他玉小刚能忍就忍, 忍不下就滚, 到时候他会用他的方式毁了他的一切, 你再骂人? 刹那大师的脸瞬间黑了下去, 他最讨厌别人提起废物这两个字, 就好像是触及了他内心最敏感的地带, 大师我骂你了吗? 身为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少主, 你现在才二十九级, 这不是废物是什么? 我现在总算是明白了, 你为什么用曾经这两个字, 该不会是被赶出家族了吧? 叶峰轻轻仰着嘴角问道, 你, 你, 大师听到这一句话, 脸直接红到了脖子根, 差点没跳起来, 一旁的弗兰德很尴尬, 好家伙这小子嘴真的毒啊, 而且智商简直爆表, 连这都能推断出来, 小刚今天确实是来收徒的, 而不是过来受辱, 怎么, 大师生气了? 叶峰看着大师那气急败坏的样子, 翘着二郎腿, 嘴角微翘, 这当众接人伤疤的感觉真是爽啊, 呼, 生气倒是不至于, 我只是希望你抛开武魂和魂力去更沉层次的看我, 我敢保证, 倘若你进入我们史莱克学院按照我的方法训练你, 那么, 你将来成为封号斗罗的几率将是别人的十五倍, 大师深深的呼出了一口气, 不生气才有假, 在他看来, 这个嗜血就是一条桀骜不驯的狂龙, 而他玉小刚愿意做这个驯龙人, 刚开始肯定会被咬几口, 没关系, 只要对方在史莱克见证了他玉小刚强大的人格魅力之后, 一定会跟唐三一样拜自己为师, 从此死心塌地, 十五倍, 啊, 大师你可真敢说啊, 叶峰冷笑一声, 这玉小刚简直张口就来, 倘若是没见过世面的小孩, 或许还真有可能被忽悠住了, 只可惜, 他对面的人是叶峰, 一个穿越者, 就玉小刚有几斤几两, 他清清楚楚, 这个数据千真万确, 如果你愿意拜我为师, 我便引导你走捷径, 得了吧, 就你们史莱克学院的入学条件, 哪怕是一头猪去教都能起飞, 你还当真以为是自己的功劳, 叶峰冷笑了一声, 这个世界好像没有梁静如吧, 大师哪里来的勇气, 一头猪叫都能起飞, 哼, 史莱克学院在我没来之前便招了三个人, 是七十六级浑圣不动明王亲自教学, 后边怎么样了, 他们能比得上我的弟子唐三吗, 论战斗力, 哪怕那个三十八级的学生都比不过我的学生, 这就是区别, 玉小刚看着叶峰冷哼了一声, 这, 一旁的弗兰德很尴尬, 自己成了垫脚石, 不过唐三这应该算一个例外吧, 人家爹是谁, 是封号斗罗浩天殿下, 儿子又怎么会差, 你要知道, 今天我亲自过来是求财若渴, 是担心, 你以后会走错路, 让魂世界损失一名洞梁之财, 所以放下身段来找你, 至于你现在在斗魂场取得的这些成绩, 看似傲人, 但这仅仅是一个王国下边的小城市罢了, 我的学生上场之后, 一样可以达到, 甚至全面碾压你, 玉小刚起身, 一脸威严地朝着窗外看去, 副手而立, 曾经哪怕教皇都跪在他面前, 对他摆一摆顺, 这小子居然接二连三地嘲讽他, 他也是有脾气的, 而且在他眼中, 唐三经过他教导之后, 不一定会比此人差, 废物叫天才, 居然还交出了优越感, 真是有趣, 叶峰淡淡地说道, 小刚, 你还真不怕你那帮学生被他给教坏了, 叶峰开口朝着弗兰德看去, 教不教坏也是我们史莱克学院的事, 小刚, 我们还是走吧, 弗兰德站起身, 很显然这个人并不像小刚所说的有兴致加入史莱克, 与其在这让小刚受辱, 还不如回学院舒服自在, 既然你如此狂, 那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玉小刚真的被气炸了, 指着叶峰, 哦, 你想赌什么, 叶峰看着歇斯底里的玉小刚, 嘴角微微一扬, 赌你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明日我的学生会去斗魂场历练一周, 倘若他们的分数有一人比你高, 那你那边败入我的门下, 戴木白他不知道, 但是对于唐三大师有信心, 第六十一章, 赌约, 弗兰德满脸问号, 第二章, 好一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倘若你输了怎么办, 叶峰看着大师, 哼, 我输了, 那我就承认我是废物, 叫不动你, 大师甩秀说道, 他是不可能输的, 一个是戴木白, 一个是唐三, 正巧, 这两人也是魂尊, 相信对付此人应该没有问题, 这是什么条件, 你本就是废物, 还需要承认, 叶峰耸了耸肩, 他不是看不起大师, 是一直都看不起, 你, 那你想怎么样, 大师强忍着怒气, 这条狂龙, 他与小刚发誓, 一定要驯服, 到时候让对方彻底败在自己人格魅力和丰富的学识之下, 赌约都是相对对等的, 倘若我输你要我败入你的门下, 那我赢你, 也得拿出相对的东西出来, 这赌约才成立, 倘若没有的话哦, 为何要跟你赌, 叶峰淡淡地对着玉小刚说道, 难道我说我拜你们下, 玉小刚冷哼一声, 这个就算了吧, 我可受不了五十岁, 还二十九级的废物徒弟, 叶峰瘫了瘫手, 那你想要什么, 我现在只是史莱克教学部主任, 除了一个职务之外, 什么都没有, 玉小刚现在身上什么东西都没有, 就连最值钱的魂倒气都给唐三了, 史莱克, 叶峰轻轻难了一声, 怎么, 你对史莱克感兴趣, 那要不这样, 你赢了, 我就把我这个教学主任的位置让给你, 只看到玉小刚对着说道, 为了达成这个赌约, 他也是拼了, 不不不, 我对这什么教学主任不感兴趣, 要不直接拿史莱克对赌吧, 我要是赢了你就把史莱克让给我, 叶峰忽然想玩一波大的, 你可真敢赌, 我玉小刚奉陪, 大师刚刚一直被叶峰刺激, 此刻直接印了下来, 那就签字吧, 叶峰当即立自聚, 弗兰德, 小刚, 这史莱克学院是我的吧, 弗兰德在一旁直接给梦了, 怎么两人对赌, 还把他的史莱克学院给带上了, 这就好比两个邻居在打赌, 他们赌的是你家的房子, 作为房主的主人, 你是不是一脸问好, 弗兰德, 你昨夜不是说准备让我当副院长吗, 还说现在这史莱克学院要跟我分一半, 大师把弗兰德拉到了一边, 是一半, 但那还有一半是我的呀, 弗兰德一脸茫然地对着说道, 赌无极虽然是副院长, 但这学院分不分给他其实无所谓, 只要能管他一口饱饭就行, 而且他昨晚说那些话, 是为了让小刚更加努力地参与学院教学, 不是隔人拿学院当赌约的, 弗兰德, 你忘记了吗, 当年我们黄金铁三角的兄弟情, 什么你的我的, 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不一样, 还是你的, 而且我们要是把这个人带进史莱克学院, 以后我们学院还愁缺钱, 大师给弗兰德做思想工作, 他有百分百的信心, 能赢这个嗜血恶魔, 可我还是不想拿学院去赌, 毕竟这是我的心血, 弗兰德摇了摇头, 兄弟亲是真的, 什么你的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就算了吧, 为了收这个徒弟, 弗兰德感觉自己, 这个老伙计都有些魔争了, 弗兰德,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 我这可是为了让史莱克学院更上一层楼, 你好好想想, 现在史莱克学院还有什么, 只有一大堆账物, 你房租都被催一个月了, 只要我们赢, 那学院就会多了一个像弹幕白一样的人, 岂不美哉, 玉小刚三寸不烂之蛇继续说道, 主要是现在赌约就是史莱克学院, 一旦弗兰德不愿意, 那打赌就无法进行, 这可是他唯一的一个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再者, 这徒弟一旦收了, 史莱克学院必能蓬壁增辉更上一层楼, 他现在倒是有些傲懒, 怎么现在这弗兰德的眼光如此短浅了, 这种事都需要考虑, 瞻前顾后的, 这, 好吧, 但我只愿意让出你的那一部分, 这是我的底线, 弗兰德看着玉小刚对着说道, 这是他的底线, 至少到时候还有一部分主动权是自己的, 不至于无法跟那帮陪着自己的兄弟交代, 弗兰德, 你这, 糊涂啊, 大是一副恨铁不成钢的姿态, 你去问问他吧, 只有一半, 能签就签, 万一输了, 我不可能让跟随着我打拼的那帮兄弟, 无家可归, 弗兰德态度坚决, 能让出一半出来, 这已经是他看在小刚的面子上给的最大极限了, 他后边还有一帮跟随他的兄弟, 万一到时候输了, 此人要赶走他们, 他该怎么跟大家交代, 还有学校里的那帮小怪物, 他们又应该怎么办, 作为校长, 他必须要多方面考虑, 不能一股热流上头, 就做出这么夸张的事情出来, 糊涂, 糊涂至极, 弗兰德, 我们这么多年的兄弟, 我与小刚可以用性命跟你保证, 绝对不会输, 而且, 你这史莱克学院有什么啊? 就几笔破障, 一堆烂木房而已, 大师听到这话, 顿时一脸十分激动的姿态, 对着弗兰德说道, 这么多年的兄弟情淡了吗? 居然还不相信自己, 小刚, 虽然我的史莱克学院破旧, 甚至没有积蓄, 但那里仍是我热爱的地方, 一半是我的原则和底线, 而我也正是因为, 看在你是我兄弟的份上, 我才会拿出一半, 弗兰德开口道, 底线和原则不会变, 行吧, 一半也可以, 大师跑去问叶峰, 叶峰点了点头, 大手一挥, 签下了字, 玫瑰酒店外, 大师拿着字句, 喜出望外, 而弗兰德则沉闷不已, 他越发地觉得, 今晚的事情有些荒谬, 如果不是自己这个老伙计, 现在拿着字句在傻笑, 他甚至都要怀疑, 对方是不是联合别人做局, 在骗他的史莱克学院, 弗兰德, 刚刚我原本以为, 对方要整个学院, 才会跟我达成赌约, 没有想到, 仅仅是史莱克学院一半的股份, 对方就愿意签下字了, 这是个好兆头啊, 大师拍着弗兰德的肩膀, 哈哈大笑道, 什么好兆头, 弗兰德听到这话, 脸上满是问号, 第六十二章, 大师的神级推理, 第三个, 拿半个学院跟别人赌, 这是好兆头, 自己这个老伙计的脑子里, 究竟在装些什么, 是, 看来, 你还是不懂, 大师将字句小心翼翼地收在了衣服里, 嘴角挂着神秘的笑容, 我是不懂, 弗兰德承认自己不懂, 他愚昧, 不知道这算是什么好兆头, 你想啊, 刚刚开始的时候, 赌约条件约定是学院, 后来半个学院也能签, 这证明此份字句只是个形式, 他并不在意具体得到了什么, 那也从侧面佐证了, 他实际上是想拜我为师的, 只是找个台阶应付家族那边而已, 大师此刻一副深层次剖析的姿态, 啊, 你是说他刚刚说的一切都是故意的, 最后这一份字句也是为了个形式签的, 不知道为什么, 弗兰德觉得这话很扯, 但自己旁边的老伙计却深信不疑, 搞得他有些不自信了, 嗯嗯, 我敢保证一定是这样, 估计刚刚的房间里, 搞不好有一位封号斗罗隐藏在某个角落旁听, 所以他不能答应, 但这一份字句一旦欠了的话, 他只要一输就能根据这字句败入我的门下, 哪怕家族那边也不能阻拦, 毕竟白纸黑字, 玉小刚对着说道, 可是小刚,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弗兰德猛了, 他觉得这话有点道理, 但仔细一想又没道理, 为什么这么做? 这还不简单, 肯定是家族那边不愿意他拜个29级的老师, 那种大族最重视的就是那些什么魂力, 武魂啊之类的, 所以他需要一个强制性不能拒绝的理由败入我的门下, 大师对着解惑道, 可他为什么要败入你的门下? 弗兰德又问道, 弗兰德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我的弟子唐三, 一个蓝银草五魂的人都能把他培养成33级魂尊, 成为当今史莱克学生中战斗力最强的存在, 我想他不可能不感兴趣, 大师对着说道, 如果他现在放出要收徒的消息, 估计史莱克大部分人都想拜他为师, 因为唐三起到了标杆作用, 好吧, 不过这事我觉得还是得小心一点, 毕竟欠了半个学院, 弗兰德对着大师说道,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心里惶惶的, 有些六神无主的姿态, 你啊, 就是这些年躲在这么一个小地方都不敢拼了, 就他那样的, 我估摸着木白都能超越他, 更不用说唐三这个秘密武器, 所以说我们稳胜, 你就等着吧, 大师对着弗兰德说道, 那自信的笑容挂满胡渣脸, 大师, 老大, 你们终于回来了, 刚到学院, 只见到正在待课的赵无极一脸兴奋地打招呼道, 大师, 弗兰德院长, 新同学在哪里呢? 史莱克众人也都是一副好奇的姿态, 今天早上, 他们就听到赵无极老师透露, 史莱克要来一位新同学, 而且, 这位新同学还很厉害, 所以大家都十分的期待, 结果发现, 大师和弗兰德院长两人身后, 却一个人都没有, 刚才那满脸兴奋, 一下子变得有些尴尬, 新同学想进入史莱克学院, 也是要经过考验的, 今晚你们去斗魂场, 就是考验新同学的时候, 只听到此刻的大师对着说道, 反正那小子拜他为师, 只是时间问题, 而另一边, 弗兰德则是朝着院长办公室走去, 他越发地觉得自己这个兄弟可能磨争了, 路上, 反正他越想越觉得奇怪, 怎么了, 老大, 赵无极跟了上去, 他总觉得自己老大回来之后, 一副闷闷不乐的姿态, 没什么, 你也辛苦了一个早上, 去休息吧, 弗兰德对着说道, 这件事, 他暂时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 操场, 老师,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晚的对手有新入学的同学, 唐三问道, 小三, 果然你很聪明, 没错, 今天晚上, 你们的战斗, 有可能会遇到那名新同学, 所以, 作为学长学姐, 我希望你们要拿出最强的实力出来, 不要闹笑话, 而且这一周, 我要你们最基础, 要拿到铜斗魂徽章, 小三, 我要你最低拿到银斗魂徽章, 大师看着唐三说道, 斗魂场的徽章等级分为铁斗魂, 铜斗魂, 银斗魂, 金斗魂, 紫金斗魂, 蓝宝石斗魂, 红宝石斗魂, 钻石斗魂, 银斗魂只是在第三个等级, 需要一千几分罢了, 相信唐三做到这一点, 应该游刃有余, 第六十三章, 去斗魂场吧, 至少能活一条命, 第一个, 什么, 银斗魂徽章, 一周, 戴木白震惊了, 旁边的胖子, 更是匪夷所思, 当然, 其他人也是一脸惊呆了的姿态, 毕竟上次弗兰德院长, 带他们尝试过斗魂场的战斗, 至今两人加起来都没有超过二十分, 按照斗魂场的规矩, 一场战斗获胜一次将得到一个积分, 而输了的话将会被扣掉一个积分, 连胜十场之后每一场积分星号二, 也就是说前十场连胜每一场将获得十个积分, 到达十一场的时候就变成了一, 积分星号二等于两个积分, 第十二场的时候就是二乘以二等于四个积分, 连胜十三场的时候就是三乘以二等于六个积分, 而银斗魂徽章最低需要一千个积分, 也就是说小三一周之内至少要连胜三十多场, 平均每天五场, 这也太凶残了吧, 当初他们打两场就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大师的要求这是人能完成的, 没错, 这还是最低要求, 而且我建议木白你也要达到这个层度, 大师十分严肃地对着戴木白说道, 啊, 大师你饶了我吧, 我现在才两个积分, 戴木白整个人一副非常憔悴的姿态, 这锁托成大斗魂场可没有那么好混, 哦, 饶了你, 那可以啊, 接下来一周, 继续早上五点起床, 每天一千斤负重跑一百公里, 大师冷哼道, 哇, 这是会要命的, 大师, 戴木白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一股窒息感迎面来, 这一周, 他们魂尊级的每天负重三百斤, 跑五十公里就已经累得差不多了, 现在大师直接说负重一千斤跑一百公里, 这是人干的事情, 所以, 你是要继续训练还是斗魂场, 大师看着戴木白, 斗魂场, 斗魂场, 戴木白直接说道, 就戴木白话音刚落, 奥斯卡开口问道, 当然不要, 每天四百斤负重再再跑一百公里就行, 大师抬头, 那眼神带着一股死亡的良意, 不了不了, 那我们还是一起去斗魂场吧, 哪怕拼了命都得拿下同斗魂徽账, 听到这一句话, 奥斯卡直接吓得凉气一口道息, 这要求能死人, 还是去斗魂场吧, 至少能活一条命, 这才是我玉小刚的好学生嘛, 玉小刚一副很满意的姿态, 哼哼, 众人一阵白眼, 这听起来就是不能完成的任务, 特别是戴木白和马洪俊, 两人此前在斗魂场混了这么久, 深知那个地方有多么恐怖, 一周拿到同斗魂徽账, 几乎不可能, 哪怕最快也要连胜十九场, 前十场十个积分, 后十场按照一乘以二, 二乘以二, 三乘以二, 四乘以二, 九乘以二后的总和计算, 九场一共九十个积分, 加起来刚好一百个, 可这连胜十九场, 简直就相当于是天方夜谭, 你能保证你遇到的都是弱的对手, 哪怕你三十八级, 你都有可能遇到三十九级, 甚至未取得魂环的四十级顶格魂尊, 遇上那些人就问你, 你如何取胜? 基本不可能, 特别是小三这种现在才三十三级, 遇到三十八级三十九级的几率大大增加, 在这种情况, 想取得十连胜都万分困难, 更别说是三十多场连胜了, 很好, 那我对你们还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今天晚上的斗魂场比赛, 我要求你们不能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性命, 年龄, 明白了吗? 大师看向众人, 明白, 众人点头应答, 还有, 你们所有人可以用任何手段, 还有特别交代小三, 在必要的时候, 你也可以使用自己的暗器, 但绝对不能让自己的外父魂骨暴露, 明白, 玉小刚说吧, 最后目光落在了唐三的身上, 他这事故意为唐三解禁, 斗魂场伤亡与他无关, 他只要看到能超越那嗜血恶魔的积分就行, 至于外父魂骨, 这是他的底线, 因为这东西一旦暴露出来, 后边将引来非常多的麻烦, 所以他暂且不让对方暴露, 相信自己的清传弟子没有这个外父魂骨, 一样能超越对手, 完成三十四连胜, 三十五连胜, 甚至四十连胜, 彻底与那条狂龙拉开差距, 好, 众人声音再度响亮, 行了, 都回去休息吧, 下午六点集合, 大师挥了挥手, 众人解散, 老师, 你这么做是为了那个新同学吗? 唐三并未走, 此时的挠了挠头有些疑惑道, 不, 老师是为了重振史莱克雄风, 让史莱克三个字身印在索托城众魂石百姓的骨髓里, 只听到此刻的大师开口道, 哦, 唐三没有想到自己的老师格局居然会这么大, 顿时看着对方都觉得伪案了许多, 终究是自己浅薄了呀, 他还以为老师是为了新同学, 所以才让他们这么拼的, 不过, 你们这些做学长学姐的也要给新人做一份榜样, 所以, 老师这一次希望你不只是以引斗魂为目标, 应该朝着更高的方向去走, 其实, 老师对你还是有一些期望的, 玉小刚副手而立, 一副意味深长的姿态说道, 那老师觉得那应该拿多少积分? 唐三问道, 我觉得至少得一千五百积分往上, 这是我对你的最低期望, 如果能拿两千积分, 那就更好, 大师说道, 两千吗? 那只能拼一把了, 唐三微微低沉着脑袋, 眼中多出一道决然的目光, 此前一千积分是三十二场, 也就是每天四场到五场战斗, 凭他的本事, 这个还是游刃有余的, 反正只要尽力, 一千五百积分之下, 应该都行, 但要达到两千积分, 他就得连胜四十六场, 这个就比较困难了, 估计老师是想给自己一个突破自己的机会, 那就拼一把吧, 也不是不可行啊, 很好, 这才是我与小当的弟子, 先回去休息吧, 晚上见, 大师很满意, 毕竟是自己一手交出来的清传弟子, 嗯, 那老师晚上见, 很快唐三离开, 而此刻另一边玫瑰酒店, 坐在会客室的叶峰打开了系统, 第六十四章, 神秘客人, 第二根, 昨日运动值结算, 三二W, 金币一, 四W, 无其他奖励, 以自动帮宿主换算成系统经验三, 二W, 总经验已相加, 请查收, 宿主, 叶峰, 所在卫面, 斗罗大陆, 性别, 男, 年龄, 十三岁, 五魂, 第一五魂, 嗜血魔帘, 第二五魂, 猎空暴, 战力属性, 已展开, 魂环, 第一魂环神兽白虎, 千年, 魂祭四天, 第二魂环九千年古兽苍龙, 魂祭苍龙蔑世, 可攻可防, 防则苍龙盾, 第三魂环万年金刚泰坦, 魂祭泰坦金刚之力, 第四魂环三万年暗影独狼, 魂祭三秒绝命独, 魂鼓, 1693W, 物品蓝, 居然升级了, 这倒是有些意外惊喜啊, 叶峰看到自己, 居然从44级, 晋升到了45级, 不得不说, 在斗魂场, 自己这运动值, 倒是增长得有些出乎意料, 几乎每天, 都能拿到三万多的经验, 最多拿到了五万, 今晚史莱克学院的学员要上场, 也不知道这周的运动量会怎么样, 会不会涨到七八万呢, 叶峰看着床上的红, 金, 蓝, 黄, 嘿, 白, 紫七个面具, 嘴角微微一扬, 既然赢, 那就要赢得干脆一点, 斗魂场, 战斗是每天晚上六点开始, 但此刻前台依旧有服务员在, 不过只可以负责魂师的注册, 和一些规则介绍等事项, 嗜血恶魔二号, 确定注册, 那一名美女服务员问道, 嗯嗯, 叶峰点了点头, 很快交了十个金币, 接下来嗜血恶魔三号注册, 嗜血恶魔四号注册, 嗜血恶魔五号注册, 嗜血恶魔六号注册, 嗜血恶魔七号注册, 叶峰一口气, 直接注册了七个号, 不要问为什么, 问就是能碰上史莱克那帮人的概率大大增加, 他叶峰要一个个捶爆他们狗头, 然后一周之内, 所有小号最低达到银斗魂徽章级别, 他大师拿什么跟他比, 史莱克, 他要定了, 叶尔, 你确定这个地方有得完, 一个王国下边的小城市罢了, 还不如回去睡觉舒服, 就在此刻, 黑色衣服的少年走了进来, 对方整个一副语气冷淡的姿态, 似乎对这个地方完全不感兴趣, 条件是差了点, 但虐人玩总比我们自己修炼要快了多吧, 只看到此刻青年身旁的女子开口说道, 这一行人看上去都十五六岁的样子, 也是, 那就今晚大家就先玩玩吧, 我们去注册, 就这样一行人去注册了起来, 玉天恒, 男子直接开口说道, 玉天恒, 刚注册完六个小号的叶峰有些诧异, 这不是天斗皇家学院的人, 真是巧啊, 他正好缺个团战, 这样就凑齐了, 本来他想叫苍辉学院那边来点人跟他组组队, 但是吧, 现在他们应该都是在学校了, 组队基本不太可能, 毕竟苍辉学院距离这里也真的算是很远, 再者, 这些人虽然都十六七岁了, 但都是他苍辉学院低年级的学弟学妹, 他们得到魂环之后还得去巩固, 叫他们过来显然有些不太现实, 而眼前的天斗皇家学院简直就是雪中送炭, 不过叶峰不着急, 一切可以慢慢来, 先单个锤抱史莱克学院狗头, 再组队一起锤, 想想就觉得刺激, 叶峰回到了玫瑰酒店, 他有混沌诀和金刚诀要修炼, 这两种功法, 一种是内在, 一种是外在, 皆是系统奖励的高级功法, 反正唐三那种玄天功啊, 控鹤擒秦龙之类的在他系统的眼中就属于下层功法, 渣渣类型, 叶峰现在有信心, 倘若他和唐三不用武魂, 他能把唐三打得连他爸都不认识, 疯, 回来了, 刚开打332号房, 忽然一道身影映入眼目, 声音清脆悦耳, 雪儿, 你怎么会来这里, 叶峰看到此人顿时有些诧异, 这不是雪儿吗, 两人关系极好, 在私下千任雪都是用女生, 当然, 公共场合他还是雪清和太子, 至于为什么他愿意在叶峰面前袒露自己的身份, 愿意相信对方, 这个他也不知道, 那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直觉, 这个人不会出卖自己, 而且跟对方在一起, 他竟然莫名感觉到一丝温暖, 或许从相遇, 相识, 相知这一切都是冥冥中注定的缘分吧, 你呀, 都在这里十来天的都没有回去, 那我还不得亲自过来啊, 千任雪此刻笑眯眯地说道, 还不忘拿出茶具给叶峰气了杯热茶, 之前局叔说的我倒是知晓了, 不过到底有什么是这么重要, 非得我跑去天窦皇家学院, 雪儿, 我这还有些事, 要不再缓缓一周, 叶峰刚好跟大师进行了个赌约, 要是这个时候走, 一旦那边事情多折腾了几天, 那可就真的有点寻了, 一周, 千任雪看着叶峰, 那一双美眸中多出一道别样之色, 啊, 一周都不行吗, 叶峰像泄了气的皮球, 到底有什么是这么着急, 扑斥, 哼, 你别激动, 别说一周了, 你要是愿意在这里一个月, 甚至几个月都行, 千任雪看着叶峰这番模样, 顿时眼嘴扑斥一笑, 在叶峰的面前, 千任雪总能找到最真实的自己, 一个十八九岁姑娘应有的模样, 灵动, 活泼, 纯真, 没有那么多架子, 一切回归平凡, 嗯, 那你不是说要找我回去, 什么天斗皇家学院那边有事, 听到对方说出这一句话之后, 叶峰整个人都是一副疑惑的姿态, 第六十五章, 我, 我还有一份礼物, 第三个, 这丫头一天到晚究竟在搞什么, 因为人啊, 我都给你安排了过来, 你在这里完成就行, 千任雪此刻对着叶峰说道, 人都给我安排过来了, 什么人, 叶峰彻底的梦了, 怎么感觉这丫头说的话自己完全不懂吗, 对方这一次想找自己回去, 究竟是为了什么, 就是天斗皇家学院的学生, 我让他们老师安排到这里历练了, 这样峰你也不用回去, 在这里就能忙你的事, 千任雪开口说道, 整个就是一副非常体贴的姿态, 很难想象, 这居然是五魂殿的少主, 啊哈, 叶峰满脸问号, 嗯, 就是天斗皇家学院那帮孩子因为缺乏对手, 倒是有些骄傲自大, 总认为自己天下第一, 从而修炼怠慢, 这让帝国方面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就想请你帮忙刺激一下, 千任雪对着叶峰解释道, 刺激一下, 雪儿, 这个怎么刺激, 叶峰看着千任雪, 想怎么刺激就怎么刺激, 只要人别打死了就行, 其他的帝国和天斗皇家学院那边让你随便怎么训, 只要板正他们的修炼态度, 激发他们的修炼潜能就行, 千任雪对着说道, 他这一次主要也是趁此事才能出宫一趟, 不然都无法在外边见到疯, 至于怎么找到叶峰的具体居住的酒店, 这对于一个帝国太子来说, 压根不是什么难事, 那仓辉学院那边我怎么办, 叶峰此时对着问道, 仓辉学院, 你都成榜一了, 你还想继续待着呀, 反正那边的话, 你基本上已经可以毕业了, 但你要是实在怀念, 也可以给你留个学籍, 偶尔回去逛逛就行, 今后你更多的是在天斗皇家学院, 千任雪此刻对着叶峰说道, 不得不说, 自己看中的男人就是时刻在创造惊喜, 即将十四岁, 对方居然达到了魂宗层次, 不得了啊, 这都跟当初的自己差不多了, 当初他十四岁的时候, 也不过是五世纪魂王罢了, 可在魂环上他跟风还有些差距, 风第一魂环就是千年, 他没吸收天使神装的话, 只是最佳魂环匹配罢了, 哦, 叶峰好像明白了, 就是他现在两个学院都可以随便浪, 但主要就是教训贵族那帮自大的小屁孩, 苍灰学院跟天斗皇家学院相比, 天差地别, 换个地玩玩, 说不定有新体验, 嗯, 想想也不错, 最关键的是, 他可以留在这虐唐三他们, 然后彻底击溃大师那一套所谓的优秀级教学, 想想就觉得刺激, 嗯, 这信物, 倘若他们不服你, 你可以拿出来, 千人雪将一个映着天斗皇家学院校徽的小玉佩, 交到了叶峰的手中, 放心吧, 他们不会不服的, 叶峰嘴角微微一扬, 他正想找那帮人呢, 没想到居然白送了机会, 既然这样, 那他定然会好好对待天斗皇家学院那帮人, 那辛苦你了, 千人雪露出一道十分甜美的笑容, 对着叶峰说道, 辛苦, 辛苦什么, 雪儿, 你这给我送了一份大礼, 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叶峰笑眯眯地说道, 这样到时候, 他武魂对天斗皇家学院的人做什么事, 都不用担心任何后果, 简直爽翻天了好吧, 是吗, 这就算大礼了, 千人雪忽然美眸一闪, 略微有些俏皮地看着叶峰, 嗯, 这当然算了, 叶峰点了点头,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雪儿的眼神有点不太对劲, 总觉得有点怪怪的, 啊, 可, 可是我还准备了一份大礼怎么办, 千人雪凑了过来, 那一双美丽的眸子就这么看着叶峰, 声音前所未有的轻易, 甚至叶峰还能感受到一股酥麻的感觉, 第66章, 暖暖的感觉第一根, 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甚至叶峰开始慌了, 这丫头到底想干什么, 峰, 生日快乐, 千人雪从浑倒气之中拿出了一份十分精致的糕点, 那一双水灵灵的美眸就这么看着叶峰, 这是他亲手做的, 生日, 叶峰看着那印着神似自己外形的糕点, 顿时满脸诧异, 这应该是雪儿自己做的吧, 避开皇室的眼线做这些东西可不容易, 当然叶峰最不可思议的是, 雪儿居然记得他的生日, 说实话, 他自己的生日他都不在意, 甚至都不记得了, 不知道为什么, 此刻他的心里忽然有一种暖暖的感觉, 好似有一股莫名的热流涌上心头, 我就知道, 你肯定会忙到忘记自己生日, 尝尝吧, 这是我昨晚上抽时间做的, 希望峰你不要嫌弃, 千人雪此刻扬起一道十分甜美的笑容, 与帝国或者武魂殿不同, 这一道笑容无比的温婉动人, 雪儿, 你真的是有心了, 但下次还请不要做这么危险的事, 要是帝国那边知道, 你一个太子居然为别人做点心, 而且还印着另一个男人的头像难免会生你, 叶峰不想因为这种事而暴露雪儿, 以他现在的能力还没有办法保护对方, 若真因为这是暴露, 那可就真因小失大了, 你放心吧, 这是我出来的时候做的, 帝国那边肯定不会发现的呢, 雪儿小嘴唇轻轻一抿, 整个看上去还有些俏皮的姿态, 他想着此前的生日他都因为各种事情而忙着, 这一次难得有机会就亲自做了一份糕点, 打算送给峰, 说实话, 他其实不太喜欢这种身居高位的感觉, 因为处处都有人盯着, 自己想做的事情根本做不了, 就这样, 在这房间中两人一起吃起了糕点, 不得不说, 雪儿的手艺还真是不赖, 吃完糕点, 两人在房间里聊了一会儿天, 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很快, 直接来到了下午的五点多, 疯, 那我就先回去了, 因为帝国那边给雪儿出来的时间有限, 所以雪儿晚上还得赶回帝国, 其实他真的是挺想在这里待上一天的, 只可惜时间不允许, 身为太子早已身不由己, 嗯嗯, 我送你, 叶峰一路将千韧雪送到了酒店外边, 而此刻的另一边, 史莱克学院, 集合, 五点半一声独特的集合喇叭响起, 史莱克一行人, 刹那从学校各个角落, 集中到了操场上, 各位, 过去一周, 你们的身体亦已经打下了一些基础, 但是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魂师, 这还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从今天开始, 我要对你们进行第二次阶段教学, 来检验你们上一周的训练结果, 一般在学校之中, 做什么大事之前都有一个试试大会, 然后有什么领导讲话之类的, 史莱克学院虽然只有七个学生, 但这个环节依旧存在, 此时讲话的就是大师, 对方说了大概十分钟, 紧接着就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而后轮到弗兰德, 弗兰德倒是很能体谅这帮学生, 也就讲了讲句话, 随后一行人便出发了, 斗魂场, 一间超大的VIP包间中进来了八个人, 史莱克七人, 大师, 还有弗兰德, 毕竟今天是这帮小怪物们集中训练之后, 第一次全院出动, 他这个院长总得过来数钱, 呸, 是总得过来为他们加油不是, 斗魂场的战斗的钱, 可以选择周结, 月结, 也可以选择季节, 上一周小刚的消耗, 倒是学院欠了一大笔账, 他当然希望周结了, 单单斗魂场这边, 晋级同斗魂徽章就有一百个金币, 赢斗魂徽章一千个金币, 想想就兴奋, 这是你们的面具都拿好, 我只有一点要求, 那就是绝对不能暴露你们的真实信息, 知道吗? 大师对着众人说道, 是, 众人点头, 一个个都是信心报表的姿态, 还有, 你们不仅要一对一的斗魂中获得赢斗魂徽章, 同时也要获得团战的赢斗魂徽章, 从今天起, 你们将以史莱克七怪的团队名称出战, 月小刚复手而立, 一副十分严肃的姿态开口说道, 团战? 众人对这个词还是非常陌生的, 哪怕是之前的弹幕白, 他们都没有参加过团战, 嗯嗯, 团战不但可以让每个人都获得个人积分, 同时还有一个团队积分, 这是二对二斗魂中所没有的, 当然最关键的是, 可以锻炼你们的配合能力, 这也是团战的目的, 大师看向众人, 整个就像是军队里出来的教官一般, 严肃, 充满威严, 仿佛让人不敢抗拒, 明白了, 众人纷纷点头, 声音洪亮, 对于这个团战, 他们都是一副非常激动的姿态, 很好, 那接下来我要进行最后一项, 你们今晚的目标分是多少, 大师那一双冰冷严肃不可抗拒的眼眸, 朝着众人看去, 多少分, 这, 听到这一句话, 大家也都有点发梦了, 其实, 今晚要拿多少分, 他们也不知道, 因为此前就没有计划过, 唐三, 你最先开始, 今晚要拿多少分, 大师盯着唐三, 今晚我要拿十分, 唐三直接开口道, 十分, 听到这话, 众人一脸匪夷所思, 他们是不是听错了, 要知道, 十分可是连胜十场才能拿到的分数, 小三今晚要打十场, 简直难以想象, 哥, 你这, 小五看着唐三, 十场, 这是多么疯狂地举措啊, 万一累坏了怎么办, 而且明天晚上还得继续, 放心吧, 十场我应该是可以的, 今天他精力充沛, 如果自己速度足够快, 每一场保持在十分钟之内, 连胜十场未尝不可, 这还是他保守的情况下, 要是放手一搏, 各种暗器偷偷施展出来的话, 他有信心拿二十分甚至更高的分数, 很好, 十场, 十分, 不愧是我的清传弟子, 小五, 你呢, 大师听到唐三的话之后, 整个人前所未有的满意, 而后下一秒目光落在了小五的身上, 第六十七章, 运气这么好, 第一场碰上了, 第二个, 我, 我要不就拿五个积分吧, 小五对着大师回答道, 上次弗兰德院长带他们过来, 简直累得要死, 一个晚上连胜无常, 这对他来说已经算是极限了, 其实他打算是今晚先打两三场, 反正按照计算, 一周达到通斗魂徽章需要连续获胜十九场, 而一周有七天, 一天两三场基本上也能达到目标, 但小三直接开口说了个今晚要连胜十场, 拿十个积分, 再加上大师那眼神, 他就不敢说两三场了, 取了个中间数五场, 这已经是他的极限了, 好, 小五五场, 弹幕白你, 做一个38级的魂尊史莱克学院所有同学的学长, 今晚应该拿多少积分, 我对你的期望是赢斗魂, 七个积分吧, 弹幕白挠了挠头说道, 整个人一副非常憔悴的姿态, 说实话, 做一个之前29级就在斗魂场混的人, 深知一个晚上连胜无常以上的概念是什么, 那简直难比登天, 整个斗魂场都找不出几个的那种, 但小三都说十个积分了, 小五也说五个积分, 再结合大师那眼神, 感觉他要是说比小五少能被对方给迫害致死, 最终说出了七个积分, 而后马红俊四个积分, 朱竹钦四个积分, 宁荣荣三个积分, 奥斯卡三个积分, 等这一项完成之后, 众人便开始下楼注册去了, 而此时的另一边, 叶峰已经来到了等候大厅, 没错, 他今晚开了六个小号, 正所谓乱圈能打死老师傅, 这么多号无论如何, 也能砸爆好几次史莱克成员狗头, 他今晚要玩前所未有的极限, 那就是从七点一直干到十一点, 这一种激进疯狂的魔鬼师历练, 能让他各方面都得到淬炼, 很快, 斗魂场的战斗开始了, 上边VIP包厢, 史莱克这帮孩子早已不在, 只剩下弗兰德和玉小刚两人, 小刚, 有句话我不知当不当讲, 只听到此刻的弗兰德开口说道, 整个人一副欲言又止的姿态, 什么事, 你要说就直接说, 扭扭捏捏可不像是你的作风, 听到弗兰德这一番话, 大势美好气地说道, 我说, 你要这帮小怪物定这么高的积分, 这确定能行, 弗兰德刚刚就想说这个事情, 凡是目标要有, 但至少也得贴合实际不适, 要知道当初戴木白在这里打了上百场战斗, 最终只拿到了两个积分, 而马红俊也是打了四十多场战斗, 最后拿了九分, 但刚刚看到自己老伙计那一副澎湃高昂的姿态, 他又不忍心打断, 所以此刻等人离开之后才开口问道, 凡是要给对方一个面子不是, 特别是对于自己老伙计这种自尊心强的要命的人更应该如此, 其他人我不知道, 但是我的清传弟子唐三是绝对有这个本事的, 甚至时常我都觉得有点少了, 以他的实力, 连胜十五场都没有什么问题, 大师副手而立, 微微抬起头颅说道, 对于自己的清传弟子, 他那是绝对的有信心, 小三这么厉害的吗? 弗兰德有些吃惊, 斗魂场一个晚上连胜十五场, 这纵观整个斗魂场的历史, 此种狠人都极其少见, 我教出来的学生, 难道我还不比你明白? 大师冷淡地说道, 那小刚, 你觉得其他人呢? 弗兰德一脸充满兴致地朝着大师看去, 小五是我从诺丁学院带出来的, 算是我与小刚影响下出来的魂师, 完成的几率估计有90%以上,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可以, 至于戴木白的话估计有点悬, 其他几个嘛, 两个辅助靠战魂师, 哎, 应该没问题, 另外, 朱竹青和马红俊估计也比较困难, 总的来说的话, 在他看来, 能完成任务的只有自己的弟子, 唐三和小五, 以及两个辅助戏魂师, 至于戴木白虽然是38级的魂尊, 但缺乏类似于他玉小刚一样的梁士指导训练, 一直都是野蛮生长, 想连胜七场还是非常困难的, 朱竹青和马红俊就更不用说了, 两个无论是战斗素养, 还是其他各方面都差了一大截, 这么说来, 倒也有四个能完成任务啊, 弗兰德听到自己老伙计这么一个估计之后, 顿时扬起了一道欣慰的笑容, 他还以为一个都完不成呢, 看来倒是他低估大家的水平了, 啊, 才四个你就这么高兴, 既然我来到史莱克学院, 那么我就要把他们培养得跟我的弟子唐三一样优秀, 大师看着弗兰德这么一副轻易满足的姿态, 顿时美好气地朝着他瞪了一眼, 弗兰德尴尬地笑了笑, 请牵手修罗与嗜血恶魔三号到18号擂台准备, 忽然, 下边一道广播声响起, 牵手修罗, 小刚, 是小三开始比赛了, 我们切换到快18号场地, VIP包间有一个巨大的屏幕, 那里可以看到任何一个场地的实时直播, 嗜血恶魔三号, 忽然, 玉小刚整个人有些纳闷, 怎么感觉这个名字很熟悉的样子, 楼下等候是, 哥, 到你了, 史莱克一行人正在候场, 忽然听到广播, 嗯嗯, 唐三点了点头, 没有想到今晚居然是第一个上场的, 加油, 小三, 戴木白对着唐三说道, 大家都要加油, 唐三戴上了面具, 随后朝着18号场地的擂台出发, 而此时另一个后场区, 牵手修罗, 运气这么好的吗, 叶峰听到这个名字, 顿时笑容逐渐变态, 这是唐三的名字, 没有想到居然真给他碰上了, 而且好像是第一场, 第一场那不得给自己这同乡一个深刻教训, 只见此刻的叶峰戴上了面具, 随后走专门的通道往擂台走去, 他在的是VIP后场区, 单人见, 不要问为什么, 问就是有钱, 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索托城大斗魂场, 激烈的赛事即将开始, 只见此刻, 一个背后长着翅膀的美女主持人, 飞在斗魂场半空, 第68章, 鬼影迷踪, 犹如龟爬, 第一更, 众人一片欢呼的掌声, 这是今晚的美女主持人, 月月, 整个斗魂场最漂亮的女主持人, 接下来, 我们有请今晚的18号擂台的主角, 牵手修罗和嗜血恶魔3号登场, 美女主持人月月的声音十分悦耳, 只见斗魂场的左边入口, 唐三面无表情地走上了擂台, 对于今晚的对手, 他倒是有些期待啊, 真不知道谁会是他拿到 赢斗魂徽章的第一块垫脚石, 小刚, 小三上台了, 远处VIP包间中, 弗兰德开口道, 应该不可能, 肯定不是, 这个是蓝色面具, 一旁, 大师在喃喃道, 怎么了小刚, 忽然弗兰德发现大师居然不理自己, 一个人在那沉思, 然后说什么不可能, 不是还有蓝色面具之类的, 搞得他很猛逼, 他差点以为自己, 这个老伙计得失心疯了, 没什么, 刚刚在考虑小三用多久能打败对手而已, 只听到大师此刻对着说道, 原来是这样, 小刚,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点变化都没有变啊, 弗兰德开口说道, 果然自己这个老伙计的格局就是大, 他看自己的学生上场, 而对方则早就在思考, 如何能赢, 多久能赢了, 这就是格局的区别啊, 把孩子交给他, 他这个做院长的也放心多了, 下方, 观众雀跃, 一个个欢呼声不断, 嗜血恶魔三号, 难道是那位的狂热粉丝吗? 嗯嗯, 我觉得这个有可能, 观众席上一些观众听到这个名字, 再看到出来的人顿时一个激情高昂的姿态, 如果是狂热粉, 应该有几分本尊的实力吧, 上一周, 斗魂场之中, 一个叫嗜血恶魔的人横扫整个斗魂场, 创造了一周几乎达到引斗魂徽章的神话, 嗜血恶魔三号, 另一边的唐三听到这个名字, 心中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叫嗜血恶魔三号呢? 这难道是一个什么组织? 不过不管怎么样, 他一会儿都要快速打倒这个蓝色面具的家伙, 斗魂场十一点结束个人场, 现在已经是七点了, 而这个时间, 他必须要打够九场, 这第一场也是他经历最为充沛的时候, 他消耗不能超过五分钟, 下面, 我们来介绍一下两位, 牵手修罗, 三十三级控制系战魂尊, 五魂蓝银草, 女主持人飞在半空中, 用十分激昂的语气介绍道, 蓝银草? 下边的观众听到这一句话之后, 一个个满脸都是问号, 这蓝银草也能当魂尸, 而且还是魂尊? 这世界变了吗? 在下边这些观众的眼中, 蓝银草是一种不择不扣的废五魂, 根本不可能修炼才对, 要是谁觉醒的时候, 觉醒了的蓝银草, 能被人给笑死。 第二位是嗜血恶魔三号, 三十三级强攻击战魂尊, 五魂一把镰刀, 叶峰对着现场观众挥了挥手。 他这个一把镰刀五魂自然是临时响的, 不只是这个, 哪怕他现在三十三级的魂力都是假的, 用的是雪儿教他的魂力隐藏之法。 这么多年, 雪儿在天斗皇宫都没有被发现过, 至于这小小的斗魂场更是容易隐瞒, 只要略失手段便可。 为了让这小号更真实, 他还把每个都设置成了不一样的五魂的魂力级别, 比如, 他现在是嗜血恶魔三号, 蓝色面具, 三十三级, 四号, 这总开小号的不能太明显不是? 镰刀? 这, 这不会是跟嗜血恶魔一个家族的吧? 观众们疯狂了, 镰刀? 另一边, 唐三也愣了一下, 还别说, 这一把镰刀跟那个人的确实有点像。 不过, 擂台是二十成二十米的大型擂台, 双方各在一边距离整整有十五六米, 而对面整个人的五魂又出现在他的手心里, 也根本看不清。 再说, 这个世界上相同五魂的人倒也不少, 特别是镰刀, 平五魂认人还是有点草率, 现在双方准备完毕, 我宣布战斗正式开始。 介绍完双方之后, 此刻的主持人迅速飞到了半空中, 动手吧, 一会儿可别说我欺负你, 只看到此刻的叶峰笑眯眯地看着唐三, 狂妄, 那就让我来试试你的深浅, 鬼影迷踪? 唐三没有释放魂力, 一个三十三级的蝼蚁罢了, 他唐三还用不着施展魂力, 直接用前十的绝学解决便可, 什么情况? 我们的牵手修罗居然不动用魂力, 直接冲了上去, 他想干什么? 想直接通过技巧打败对手吗? 上面的主持人月月此刻一脸惊奇, 在大陆上不用魂力的战斗方式, 他们称之为技巧。 小三这孩子想干嘛? 上边VIP包厢, 只见到此刻的弗兰德满脸疑惑, 魂师对决不用魂力, 而是这么一股脑地冲上去, 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他估计是想节省体力, 放心吧, 在肉搏技巧这方面, 我这清传弟子唐三也属于顶尖的存在, 暂无一人能与他匹敌。 大师很快了解了唐三的意图, 顿时对着弗兰德解答道, 鬼影迷宗? 巧了, 那就混沌诀吧。 叶峰看到唐三施展武学, 顿时嘴角微微一扬, 唐三身上虽然有六门诀学, 但叶峰身上的混沌诀和金刚诀分管内外, 属于最顶尖的功法。 分分钟秒抱唐三, 只见他微微闭上双眸, 整个人静如鼓松, 牵引四处。 刹那, 他的感官能力比之前提升了十倍, 唐三的鬼影迷宗在他眼中犹如龟爬。 这就是混沌诀的恐怖之处, 它是一种由内至外的提升。 修炼到极致, 百倍, 千倍, 来至万倍都有可能。 这, 这嗜血恶魔三号怎么闭上眼睛了? 他这是放弃了吗? 上边, 主持人月月更加猛逼了。 他今晚主持的究竟是一场什么怪异的比赛? 嗜血恶魔三号, 你在干嘛? 赶紧干它啊! C&M, 这里不是睡觉的地方, 赶紧起来干对面那小子。 卧日, 凉了凉了, 我今晚买的是这睡神社, 赔钱买卖。 兄弟们, 赔钱买卖啊! 第六十九章, 大师的自信, 唐三的惨叫。 第二个, 下边看到这奇葩的一幕, 一部分观众们直接抱走了。 斗魂场可是赌徒们的乐园, 听到嗜血恶魔这四个字, 许多人直接就买了。 结果这混蛋现在闭着眼睛, 这尼玛不是输定了吗? 后悔, 直接开始骂娘了起来。 结束吧, 恐吓秦龙。 唐三施展鬼影迷宗转了两圈, 终于找到了破绽。 只见此时的他准备施展恐吓秦龙, 直接将面前的对手丢出擂台。 上高! 叶峰猛地睁开眼睛。 什么? 忽然唐三感觉自己被一股含义锁定, 直觉告诉他一定要快速抽身。 金刚爵一众, 手不强化。 叶峰的手插那一股气环绕, 紧接着肉眼可见的膨胀紧绷, 肩如磐石。 一拳砸在了正在施展恐吓秦龙的唐三腹部, 紧接着一扬指直截其叶下。 叶下, 人最薄弱的地方之一。 啊, 全身刺痛到麻痹。 唐三忍不住一声惨叫, 二十米的擂台, 直接被叶峰的力打飞到了边缘处。 全身像是发癫痫病一样, 抽搐着。 卧槽! 我看到了什么? 刚刚还在咒骂的赌徒们, 梦啊! 特么的! 嗜血恶魔三号牛屁! 嗜血恶魔三号, 我们错怪你了, 你压的是最棒的。 看到蓝色衣服的牵手修罗被打飞了十几米, 刹那刚刚嘴里满是污秽言语的赌徒们疯狂喊叫, 巴不得把自己脑海里所有赞美人的话都给说了出来。 没办法, 在斗魂场赌徒们总是翻脸, 比翻书还要快。 小三! 上边弗兰德瞳孔紧缩, 万万没有想到小三居然中招了。 哼! 我平时教的东西都学到哪里去了? 都说了, 在战斗的时候不要大意, 更不要轻敌, 刚开始就应该施展武魂来打。 你看看现在, 被对方占了上风, 那是人家故意露出来的破绽他, 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只看到此刻的大师一脸愤怒, 刚准备送到嘴里的苹果, 也硬生生被他砸在了地上, 顿时苹果被摔得稀巴烂。 下方, 唐三艰难地爬了起来, 马后炮谁都会, 但刚刚眼前这个嗜血恶魔三号, 实在是隐藏得太出色了, 哪怕是活了两世的他, 都被对方给引诱到了陷阱之中, 把故意露出来的破绽, 当成了制胜关键, 导致现在自己十分被动, 因为左腋下被坚硬如棍的手指对点攻击, 他现在整个左上半身, 就好像是瘫痪了一样, 无比疼痛, 或许这种疼痛, 一般人无法理解。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好像是有人拿筷子, 猛地戳了一下你的腋下, 那滋味要多酸爽, 就有多酸爽。 小刚, 你说小三该不会有事吧? 左手在摆动, 就仿佛残废了一般。 最关键的是, 他的腿在控制不住地抖, 估计刚刚那一下是真的伤到了他。 这个没事, 我的弟子, 我还是知晓对方的, 一会儿就缓过来了, 不过这嗜血恶魔三号真是卑鄙, 居然还伤人此种地方。 大师神色阴冷, 不过招惹了小三, 这小子接下来定要惨了。 按照对方的性格, 估计会被虐得很惨。 对于自己弟子, 大师还是十分了解的, 唐三肯定会报复。 弗兰德此刻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放下了心。 要是第一场就输了, 这也太丢人了。 下方, 站起来了。 手痛。 叶峰此刻笑眯眯地朝着唐三的方向看去。 跟他玩功法? 还嫩了点。 至少在这个低级位面, 他的功法能玩爆任何功法。 我会让你后悔的。 第一魂迹, 缠绕。 唐三直接施展出了自己的魂迹。 刹那, 一根根蓝蚓草从擂台下方钻出。 这, 这是蓝蚓草。 现场的观众们一个个匪夷所思的姿态。 他们从未见过此种蓝蚓草。 是写恶魔三号还能行吗? 可千万别说啊。 观众席上一个个心揪到了极致。 哈哈, 小三占据上风了。 上边VIP包间弗兰德一脸高兴地说道。 刚刚他还在担心。 现在看来是多余了。 那是, 也不看看是谁的弟子。 在我的指导之下, 小三的应变能力早已非同寻常。 对手想击垮他可没有那么容易。 大师高傲地抬起头, 整个一副看起来有些傲娇的姿态。 所以嘛, 我才愿意将我们史莱克学院的这帮小怪物 交给老伙计你来交。 弗兰德笑道, 看上去心情很愉悦。 啊, 把这帮小怪物交给我, 也就是你这辈子做过唯一一件正确的事。 大师语气有些冷淡。 小高, 什么叫我这辈子唯一的一件正确事? 难道我之前做的是不正确? 弗兰德听到这一句话, 有些摸不着头脑。 正确吗? 就拿今早上的协议来说, 是完整的还是一半? 要不那件事就给你搞黄了。 大师没好气地说道, 想起今早的那份赌约, 他心中就莫名觉得恼火。 他们多少年的交情了, 结果弗兰德居然不相信自己, 说什么都要把史莱克学院留下一半。 说得好像把史莱克学院全押进去, 那嗜血恶魔能把史莱克学院拿走似的。 有自己在, 他终究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哦, 原来是这事啊, 我这不是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吗? 弗兰德略微有些尴尬。 你呀, 就是这些年过安逸的日子太多了, 整个人变得畏畏缩缩, 有句话说得好, 不入虎穴, 阴得虎子。 你连这点本金都不舍得下, 怎么能把那样的天资纵横之子照进来? 大师没好气地说道, 整个一副教训的姿态。 我的老伙计, 这件事是我草率了, 但我也得为大家考虑考虑, 不是。 弗兰德苦笑道, 毕竟是校长, 身上背负的东西太多了, 他总得留一条后路不适。 行了行了行了, 我不想跟你说这么多, 好好看比赛吧。 按照这个速度, 小三应该一两分钟之内就能解决对手。 第七十章, 控制细魂狮最强, 战魂狮一力破万法。 第三更, 大师并不想跟弗兰德继续扯皮下去, 顿时直接终止了话题, 十分自信地朝着下方的方向看去。 蓝营草缠绕一出, 必定伴随着鬼腾寄生。 也就是说, 整个场地都成为了唐三的地盘, 这就是控制细魂狮的厉害之处。 根据他的研究, 在整个魂狮界, 同级控制细魂狮完全秒虐同级战魂狮, 甚至超越个七八级都没有问题。 比如三十三级的控制细魂尊, 对付四十级的顶格战魂尊依旧可以。 后悔, 就这几根烂草, 叶峰直接快速地朝着唐三冲了过来。 什么? 唐三瞳孔紧缩, 他的所有蓝营草全都被震碎。 面前这个人就像是一只穿云剑, 就这么飞了过来。 势不可当, 疾风而行? 金刚拳? 叶峰施展魂骨技能疾风而行, 随后施展五计金刚拳。 此时的他, 就像是一根钢筋从五十层高楼笔直落下, 可开天劈地。 就这么几根草, 又如何能挡得了他? 鬼藤! 继生! 唐三慌了, 急忙施展出自己的鬼藤。 结果继生的鬼藤就好比从五十楼笔直落下的钢筋。 你在十楼拿出个捞鱼的鱼网, 想把对方拦住, 你觉得可能吗? 压根不存在的。 别说是塑料边的鱼网, 就算是铁网, 也无济于事。 因为五十楼掉落下来的加速度太大了。 看到自己的鬼藤寄生完全不起作用, 唐三满脸不可置信。 不过, 好歹也是活过两世的人。 其应对能力的速度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 第三魂计, 主网束缚。 我劝你, 最好不要过来了, 我这蓝银草有毒。 第三个紫色的魂环浮现, 厚实而又不满毒素。 哼, 一拳。 叶峰直接冲破了唐三的防御, 随后重重地将唐三杂飞出了擂台。 控制细魂狮之所以能成为同级最强存在, 就是因为没有战魂狮能破了对方的控制手段。 但战魂狮已一力破万法。 控制细魂狮, 狗屁都不是。 就像现在的唐三, 他赖以控制的东西就是蓝银草。 一旦冲破, 他必手忙脚乱。 至于后边的毒, 这种东西对他有用吗? 平时暗影毒狼抓人面魔猪当小爬虫玩, 如果对方味道美味, 估计早就吃绝了。 世人面魔猪身上那一股像粪池一样的味道, 让暗影毒狼放弃了此种奇葩生物。 下面我宣布, 嗜血恶魔三号获胜。 积分加一。 美女主持人下来举起叶峰的手。 在场的众人此刻才从目瞪口袋的猛逼中反应了过来。 万万没想到, 这嗜血恶魔三号如此的厉害。 本以为对方凉定了, 结果来了的大反转。 嗜血恶魔三号? 牛批! 破音! 牛批! 歇斯底里! 在场的那些观众直接站起身来欢呼, 当然叫得最凶的还是那些赌徒, 因为他们赢钱了呀, 所以自然叫得欢快。 这, 这怎么可能? 楼上, 大师感觉自己的脸疼, 就好像是被人啪啪啪甩了几个巴掌一样。 说真的, 简直匪夷所思。 小三怎么可能会输呢? 这简直不符合实际呀。 难道这个嗜血恶魔三号是嗜血恶魔本人? 可这也不符合情理呀。 他花了点钱买了一份今晚参赛名单, 一共有两百多名魂师嗜血恶魔就在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二、 四、 五、 六、 七号。 如此推断, 这个三号定然不可能都是嗜血恶魔本人, 估计是他们家族的人或者是嗜血恶魔的疯狂粉丝, 所以开了一样的名字, 只是加了个续号。 最终, 大师归根结底得出了一个结论, 小三大意了。 而另一边的唐三并没有上台, 而是灰溜溜地从台下走了。 其实刚当的书他带着几分故意在其中, 毕竟今晚的夜还这么漫长, 自己第一场就耗费那么多体力, 怎么行? 这第一盘输了也就输了, 再重新开始去新的擂台战斗, 总不可能又遇到这个嗜血恶魔三号吧? 第七十一章, 疯狂的夜, 震耳欲聋。 第一章, 中秋节快乐, 球票! 只要不遇到这个变态, 那就肯定能达成连胜时局的小目标。 就这样, 他离开了场地。 下一场距离现在还有三十分钟, 先好好调理调理。 索托大斗魂场有一个比较人性化的地方, 那就是选手可以自己选择参加战斗的时间。 有无间隔场, 五分钟场, 十五分钟, 三十分钟场, 六十分钟场, 和一百二十分钟场。 所谓的无间隔, 就是你从一个擂台下来, 可立马无间隔去到另一个擂台战斗。 此为无间隔。 五分钟场, 就是你刚从一个擂台下来, 休息五分钟之后, 又上一个擂台参加战斗。 十五分钟意识同上, 下擂台, 间隔十五分钟, 再上。 三十分钟, 则是休息三十分钟再上。 不过一般没有人会选择无间隔, 和三十分钟以内的时间。 大多数会选择间隔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甚至有人间隔三个小时。 叶峰下场, 回到专属的个人VIP休息室里, 直接坐在了那柔软的真皮沙发上。 他叶峰又不是守财奴, 前段时间这不财刚从代哨哪, 坑了九十多万金币。 这不得享受享受。 再者, 今晚要掌控七个号, 在公共的休息室里, 也不好操作不适。 请嗜血恶魔做好准备, 即将在十一号擂台参加战斗。 就在这一刻, 一道甜美的广播声响起。 哦? 这么快的吗? 叶峰选择的是五分钟一场的比赛。 七个号, 为了避免撞在一起, 他都是下场之后在选择报名。 没想到这才两分钟, 广播就开始播报了。 只看到此刻, 叶峰换了一身衣服, 并且戴上红色的面具。 五分钟一场, 一个小时十二场, 达到十一点也就五个小时, 总共六十场。 七个号, 平均下来一个不到九场。 还是觉得有点少。 下次试试几次无间隔吧。 他还想着, 一个晚上至少干七十场来着。 只见缓了一会儿, 叶峰带着红色面具上场了。 嗜血恶魔出现, 刹那整个斗魂场, 响起了前所未有的欢呼声。 楼上? 小三?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唐三刚刚进入VIP观战包间, 大师直接脸色铁青地站了起来。 他本以为自己的弟子会吻胜, 结果阴沟翻船, 直接输了比赛。 简直不可饶恕。 小刚, 小三也是大意, 下一场赢回来就好, 你也不必过多责怪。 看到自己老伙计拍砖起, 弗兰德在旁边满是甘大的劝道。 毕竟人非圣贤熟能无过, 忠实对小三期望太高。 是啊, 大师, 三哥可能是没有遇到过那么诡异的对手。 马洪俊也开口道, 此刻包间中, 马洪俊和朱朱青以及戴木白等人都回来了。 因为遇到的对手都比较简单, 因此顺利拿到了第一个几分。 我当然知道他下一场能赢, 但有问题, 我们作为老师的就得指出来, 绝对不能再犯。 特别是刚刚那种粗心大意的事。 大师生辞严厉, 刚刚他在弗兰德面前放下话, 唐三肯定能赢。 结果呢? 唐三直接输了, 而且还是惨败。 最最关键的是, 刚刚他预测戴木白玄, 马洪俊玄, 朱竹青玄, 结果这三人都拿到了第一几分。 这已经不是在打他玉小刚的脸了, 也是往他脸上狂山巴掌。 生他! 老师, 我刚刚确实有些粗心大意, 只听到此刻的唐三一脸认错的姿态。 说了就是说了, 没什么好解释的, 毕竟这就是现实。 知道粗心大意说了就好,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哪怕你现在是天外天, 也要注意阴沟里翻船, 这世上有不少强者, 他们最终陨落就是因为自大和大意, 你明白吗? 对于自己这个弟子大师还是十分清楚的。 刚刚之所以落败, 估计就是因为大意, 所以他必须纠正对方, 让他认真对待。 嗯嗯, 不过, 老师其实刚刚我是故意输的, 如果真的要硬打下去, 我有99%的信心能绝地反击。 唐三开口说道, 思索了一波, 他还是要解释一下。 不为别的, 为了安慰老师, 故意输, 包间中所有人都惊呆了。 这还有故意输一说, 如果是别人说出这一句话, 他们肯定以为对方打肿脸充胖子。 但眼前是唐三, 这个曾经让赵无极老师都头疼的男人。 怎么说, 大师也是满脸疑惑地看着唐三, 第一次听到这种话, 你想, 那个嗜血恶魔三号, 实力应该与我差不多, 估计也就比我弱一点。 他今晚或许只打一场两场, 全力以赴没关系, 可我今晚要完成十场, 甚至更多场, 我没必要把这么多力气浪费在对方身上不是, 所以我故意输了。 唐三此时对着众人说道, 众人听完这一句话, 顿时一副毛色顿开的样子。 原来是这样, 原来如此, 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对策。 大师点了点头, 这孩子有时候确实能想到一些出人意料的点子。 赢这一场, 而后边的比赛无法战斗, 还不如当断则断, 直接斩掉这场比赛, 然后后边再连胜。 请十一号场地两位选手入场, 一区出口柔骨媚兔, 二区出口嗜血恶魔。 广播声响起, 嗜血恶魔? 这, 这怎么可能? 玉小刚听到这广播, 刹那瞳孔紧缩, 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消息一样。 怎么了? 老师, 看着自己老师脸色立马变得阴沉下来, 唐三满脸疑惑。 这个嗜血恶魔到底是什么组织? 说实话, 刚刚遇到的嗜血恶魔三号, 是他这么长时间以来遇到的最强对手之一。 小五, 这次怕是麻烦了, 这个嗜血恶魔不简单啊。 玉小刚深深吐出了一口魂气, 整个人就眉头紧簇。 下方场地十一号场地, 哪怕在外场都能听到观众疯狂的欢呼。 是血恶魔? 是血恶魔? 他们一个个兴奋大喊, 特别是那些买了赌注的人, 娶老婆都没有今天高兴。 这个赌徒们的财神, 斗魂场的不败神话, 他今晚再次出现了。 疯狂地业, 有能加餐的赌徒, 斗魂场震耳欲聋。 第七十二章, 该干就得狠狠地干。 一样的观众, 整个人有些茫然。 面前这个人究竟是谁? 很厉害吗? 真是冤家路窄啊。 二区出口的叶峰, 嘴角微微一扬。 没有想到, 自己居然会碰上小五。 那今天就好好玩玩这只兔子。 各位小伙伴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 月月。 一名像是天使一样的美女, 飞在半空中。 她今晚负责三个场地的主持工作。 18号, 11号, 15号, 月月, 月月。 下边一些单身狗在呼喊。 只要有月月在的地方, 总是充斥着荷尔蒙。 没办法, 毕竟太漂亮了。 这现在都快成斗魂场一张招牌了。 下边, 有请两位魂尊级参赛选手, 亮五魂。 主持人月月的声音响起。 五魂, 柔骨魅兔。 31级, 只见到此刻小五迅速亮出了五魂。 虽说对手似乎人气很高, 但这人气高不一定就厉害。 正好, 他也喜欢暴打这些所谓人气高的选手。 五魂, 魔帘, 35级。 叶峰此刻开口道, 嗜血恶魔这个号当初他报名的时候进行魂力测试, 隐藏在了35级这个层次。 而五魂的话, 则是魔帘。 倘若说出嗜血魔帘这四个字, 估计唐三就有可能会联想到自己。 他现在暂时还不想暴露自己的身份。 就像玩剑叠战一样, 深入敌后慢慢玩, 最后逐个击破。 这样才有乐趣。 现在, 我宣布比赛正式开始了。 主持人直接飞到了半空。 休, 小五也没有丝毫怠慢, 整个人加速度冲到了叶峰的旁边。 他最擅长的就是近身攻击。 所以, 最开始必须要先拿到有力局面。 战斗刚开始就直接进入到了最激烈的战况之中, 我们的柔骨魅兔直接率先出击, 嗜血恶魔将会何去何从。 主持人月月在上方解说道, 何去何从, 当然是干死他。 下边的观众直接喊道, 没错, 干死他, 干死他。 观众们歇斯底里, 疯狂者直接挥舞起了拳头。 依附准备上场给柔骨魅兔来积拳的姿态。 魂戒? 妖弓? 一个黄色的魂环亮起, 带其力量融入体内之后, 小五瞬间感觉自己的妖力量增强了数倍。 妖弓, 这是他的第一魂戒, 增强自身妖力百分之百, 韧性增强百分之五十。 魂力实际以后, 每增加一级, 妖弓使用时增幅效果增加百分之一。 不好, 不要啊, 小五。 上边VIP包间, 唐三看到这一幕紧紧握着的拳头。 刚刚他听到老师介绍了这个嗜血恶魔。 对方在斗魂场连胜三十一场, 还差一场就完成了三十二连胜, 获得斗魂场赢斗魂徽章。 这样的对手, 绝对不赖。 而且他刚刚对战了嗜血恶魔三号, 应该是跟这个嗜血恶魔属于同根同源的魂尸, 毕竟武魂都是镰刀。 对方的肉搏技巧无比强悍, 就把夹住了此人, 到时候被对方反制。 小三, 别激动, 以柔克刚说不定小五会得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呢? 旁边的戴木白安慰道, 只是大师和弗兰德都很沉重, 因为嗜血恶魔本人, 他们都见过。 其身上透着一股莫名的压迫感, 不卑不吭, 小五对上对方恐怕很悬。 下方擂台, 小五施展妖弓, 两只脚已经挂在了叶峰的脖子上, 这个姿势很有味道。 叶峰站着, 小五挂在叶峰脖子上, 打算把叶峰给掀翻。 金刚诀, 三重, 金中汉室, 叶峰身上一股气缭绕, 整个人现在就像是寺庙的万年谷中, 虽还是直立, 但屹立不到。 什么回事啊? 小五发现, 自己的腰完全无法把眼前这个人给甩起来,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双腿夹在了一棵苍天大树上一样, 好好的腰弓变成了怪异版的仰卧起坐。 没用的, 叶峰整个人顺势压了下去。 啊, 不好, 双腿夹着叶峰脖子的小五感觉到他的身子往下道, 想走, 然而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腿被两只莫名出现的手紧紧抓住, 他根本无法挣脱。 小五, 上方的包肩, 唐三瞳孔紧缩, 他发誓, 要是这个混蛋敢伤害小五, 下次自己遇到这个他, 一定要狠狠地暴揍一顿, 让他生不如死。 唐三紧握着拳头, 碰, 小五架在叶峰脖子上, 而叶峰顺势往后猛摔, 身为肉垫的小五挡住了所有的力, 自然全身都砸在了无比坚定的地上, 而最惨的还是他的屁股, 差点没开花。 啊, 惨叫, 小五感觉自己屁股要麻痹了, 这个家伙就不能怜香西域吗? 怎么用这么猥琐的手段攻击自己这么一个美女? 不过好在砸下来的时候, 自己挣脱了, 不然再踢起手肘朝着中间来一下, 那今晚就不用打了, 等着别人抬出去, 只见此刻小五忍着剧痛站起身来, 腿莫名有点抖, 毕竟刚刚那一下实在是太疼了, 嗜血恶魔牛皮, 嗜血恶魔熊松不道, 看到对面这个妹子被这么粗暴的摔惨了, 顿时下边一部分崇尚暴力的观众直接欢呼道, 果然是嗜血恶魔, 看着就是爽, 小五小心, 他来了, 上方唐三看到这个嗜血恶魔没有丝毫停歇, 又动手了, 而且亮起的是一个紫色的魂环,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信号, 一旦小五大意, 说不定就会受伤, 虽然只是博弈场, 但只要不伤人性命就不会违规, 而重伤, 残废也在规则之内, 他现在恨不得上去帮小五, 说, 是血恶魔, 干, 没错没错, 给老子狠狠干死他, 不要因为是妹子就手下留情, 把他心肝宝贝, 人家只是拿你当备胎, 兄弟我支持你, 该干就得狠狠地干, 一定不能舔, 几只舔到最后义务所有的舔狗相互抱团, 此刻看到叶峰施展出紫色魂环瞬间燃起了熊熊烈火, 就仿佛把自己舔不到女神的怨气, 全都发泄了出来, 第73章, 叶峰残忍, 双标的史莱克, 第三个, 不好, 第三魂技, 瞬移, 看到对手直接释放魂技, 并且已经攻击了过来, 小五顾不得屁股疼, 急忙施展了自己的第三魂技, 五米之内瞬间转移, 疾风而行, 叶峰看到小五居然想躲开, 顿时施展左腿魂骨技能追上, 对方的瞬移自己确实比不上, 他的急风而行, 只是百倍速度罢了, 小五估计五米之内能到两百倍, 甚至五百倍速度才能瞬移, 但对方距离短, 而自己持久, 破他这招, 只是时间问题, 天啊, 我们的两位选手, 居然在场地里比拼起了速度, 不得不说, 这柔骨魅兔的速度确实是快, 但嗜血恶魔也丝毫不落下风, 双方追逐着, 究竟最后的胜利会花落谁家, 拭目以待, 半空中的月月又开始解说了起来, 两人的速度, 让他这个飞行类五魂的人都忘惊叹, 简直是太快了, 这么下去不是个办法, 该怎么办, 短短一分钟的时间里, 小五瞬移了数百次, 他现在已经筋疲力尽, 看着那个家伙, 好像上还有余力的样子, 再这么下去, 可就真要被对方抓住了, 你跑不掉的, 后边, 叶峰看到小五已经进入了疲惫期, 顿时露出一道笑容, 跟他比速度, 还那了点, 短期爆发你小五无敌, 但论持久, 他叶峰无所畏惧, 哦, 是吗? 第二魂技, 魅惑, 小五脑海中快速地闪过一个念头, 继续这么跑根本没什么用, 还不如出其不意去攻击他, 说不定还能意外取胜, 所以, 他决定拼了, 直接一个转身, 一个黄色魂环融入, 第二魂技魅惑瞬间启动, 叶峰清晰地看到, 小五的眼睛变成了粉红色, 不过他并没有被迷失心智, 因为混沌诀直接唤醒了他的意识, 让他不受影响, 你还是中招了, 果然, 男人, 小五看到叶峰愣了一下, 顿时嘴角微微上扬, 露出一道得意的神色, 第一魂技, 邀功, 小五还是像刚刚一样, 迅速锁住了叶峰的脖子, 柔戒, 暴杀八段摔, 小五的腰部发裂, 打算给叶峰来一个暴杀八段摔, 这一套下来别说是魂尊了, 哪怕是魂宗都吃不了兜着走, 要取胜了吗? 楼上VIP包间, 大师那一双眼眸注视着下方, 暴杀八段摔最狂暴的一种摔法, 只要被摔出第一下, 就没有反抗的可能, 而且每一下都附带眩晕效果, 不, 小五说了, 唐三的眼眸散发着紫光, 那是紫急魔童, 小五的魅惑对这个人压根没有一点作用, 嗯, 怎么还是摔不动, 小五猛了, 当然摔不动了, 我现在让你看看, 什么叫真正的柔戒, 叶峰嘴角微微一扬, 紧接着如同拳皇中穿木鸡的大叔大门五郎一样, 直接抓着小五重重的往地上砸了下去, 而这就结束了吗? 并没有, 接下来叶峰的招数如同大门五郎的必杀戟, 他抓起小五的脚, 一百八十度左摔, 一百八十度右摔, 砸来砸去, 整个擂台上都是一声声惨叫, 哼, 一个抱着的过肩砸, 石头做的擂台直接给整出了裂缝, 这, 现场的人愣了, 牛皮, 下一秒是雷炸了的声音, 一个个疯狂大喊, 小五, 唐三直接冲了下来, 将小五抱在怀里, 那一双眼眸恶狠狠地盯着叶峰, 哥, 我, 小五一副很虚弱的样子, 小五, 你有什么事就说给我听, 我在这呢, 唐三紧紧抱着小五, 轻, 轻点, 我, 我快, 快, 快什么了, 你放心, 我一定会救火你的, 而且我也一定会找那个混蛋报仇, 唐三的拳头紧绷, 不是, 哥, 你把我抱得这么紧, 勒得我喘不过气来了, 小五憋红了脸, 啊, 唐三这才发现, 自己太过于担心小五, 紧紧地捂住了他的脸, 呼呼, 小五这才呼吸到了新鲜空气, 你没事吧小五, 唐三对着问道, 没事, 就是屁股好疼, 要炸了一样, 小五眼睛泪汪汪的, 这辈子都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屈辱, 不过那个人真的好强,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唐三松了一口气, 恭喜我们的嗜血恶魔, 今晚完成三十二场连胜, 一脸激动地喊道, 是血恶魔, 是血恶魔, 现场的观众就像是打了鸡血, 一个个在疯狂叫喊, 而另一边的唐三则是在大家呼喊声中抱着小五离去, 而叶峰自己则是回到了专属的VIP休息室里, 此前在地球的时候, 拳皇是他比较喜欢的一款游戏, 大门五郎也是他比较喜欢用的一个角色, 好巧不巧, 他在与小五对打的时候, 发现对方的攻击刚好克制小五的柔记, 于是一葫芦画瓢直接给用了出来, 万万没有想到效果竟然出奇的好, 要是在小五摔地上的那一刹, 再来个手肘俯冲砸下, 只要对的是小五身上那几个关键部位, 估计红色魂环就出来了, 小五, 楼上的VIP包间, 所有人都齐了, 看到唐三把小五带上来, 顿时一个个凑了上去, 脸上都是担忧之色, 因为他们看到小五的身上都是伤, 简直太可怜了, 这嗜血恶魔简直干得不是人事, 怎么会对一个美女下这么重的手, 重人一脸愤怒, 然而他们不知道, 曾经小五持强凌弱, 抢了一个穷孩子本可以借用的被褥, 让他大冷天无处可睡, 差点冻死在夜里, 当然, 或许有人说这些是陈年就是, 提出来干什么, 那就安静地来说吧, 刚刚的柔记暴杀八段摔, 倘若叶峰是个普通魂尊, 不会破招, 一旦中了此柔记, 只会比现在的小五更惨, 详情参照此前的不乐, 当然这个世界的不乐, 被叶峰给揍了, 但之前叶峰在地球上看动漫时的不乐中此招, 那可是一个惨字当头, 现在的叶峰用大门五郎的爆摔, 顶多算是以牙还牙, 结果就这, 史莱克的人居然说他残忍, 不干人事, 不得不说, 真是双标, 当然, 这些话叶峰也听不见, 因为此时的他, 又换了一套衣服, 准备上场, 五分钟一局, 就是这么刺激, 第七十四章, 媲美上三宗, 第四更, 此时的他是以嗜血恶魔二号的身份出场进行比赛, 结果好巧不巧, 遇到的竟然是一个熟人, 对手为天斗皇家学院的独孤燕, 也是斗皇战队的副队长, 结果吗, 叶峰自然是狠狠地教训了对方一顿, 当然, 这些是后话, 楼上, 大师对不起, 我可能没有办法完成今天的任务了, 只看到此刻的小五一脸歉意地对着大师说道, 整个人十分憔悴, 他本来想速战速决好进行下一场战斗, 结果谁能想到, 还被打成了这样, 接下来的战斗基本上没办法参加了, 所谓的团战可能都没戏, 哎, 这不怪你, 谁叫你遇上了他, 大师微微叹息了一声, 要是小五有自己的弟子小三一半聪明的话, 估计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了, 说到底还是缺少了一些指导, 大师, 这个嗜血恶魔到底是什么组织, 这些人感觉都很强的样子, 只看到此刻的戴木白对着问道, 不但小三认说, 小五现在也变成了这个样子, 实在是有些匪夷所思, 而刚刚大师正是介绍了嗜血恶魔, 说对方如何如何强, 对嗜血恶魔整个组织并没有做过多的介绍, 戴木白现在非常想知道, 嗜血恶魔后边加伟号的, 我猜应该是属于同一个家族的吧, 我猜应该能与蓝殿霸王龙甚至浩天宗相媲美, 大师开口说道, 倘若不是一个家族, 也不可能拥有同样的武魂, 所以他猜测, 对方可能是一个家族的, 跟上三宗相媲美, 大师, 纵观整个大陆应该没有这样的家族吧, 一旁的宁荣荣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有些匪夷所思, 啊, 你说没有就没有吗, 斗罗大陆地大物博, 光星斗大森林, 现在人类也只是进入到了十分之一的地盘, 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影视家族, 只是因为你是个女孩子, 宁宗主没有跟你说吧, 大师听到宁荣荣这一句话之后, 整个人没好气地说道, 七宝琉宁宗宁丰峰至十几个儿子, 唯独宁荣荣一个女儿, 自小他就极其宠爱, 再加上那两位长老当心肝宝贝一样爱护, 所以他从小只知道任性压根不知道这世间势力如何分布, 之所以他知道这些, 是因为曾经他遇晓刚是蓝殿霸王龙的少主, 也就是家族未来的掌权人, 当时他从祖老口中得知这世界还有太多太多秘密, 嗯嗯, 另一旁的戴木白也微微点了点头, 他也知道一些机密, 说实话, 他们邪谋白虎一族就不弱于上三宗任何一个宗门, 只不过他们不屑于出来争斗罢了, 所以下次遇到这个嗜血恶魔, 如果能打的话就直接打, 不能打的话就认输, 知道吗? 大师对着众人说道, 是, 众人点了点头, 哪怕是唐三此刻也是同意, 反正他再也不想遇到以嗜血恶魔为前缀的对手了, 不然今天当真要打脸, 因为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 哇呜, 嗜血恶魔二号牛逼, 下方场地, 又是一阵阵欢呼, 嗜血恶魔这四个字就好像是财富密码, 但凡出现, 绝无败仗, 恭喜嗜血恶魔二号获胜, 主持人拿起叶峰的左手举起, 然而此时的叶峰略为有些失望, 第75章, 怀疑人生的独孤燕, 第一更, 之所以为什么失望, 是叶峰怎么也没有想到, 天斗皇家学院的独孤燕实力竟然是如此的差劲, 难怪雪儿找自己, 看来帝国那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这帮所谓的天子骄子都没有经受过社会的毒打, 总以为自己很强, 实际上出来什么都不是, 就这样发展下去, 后期会被史莱克碾压, 只见此刻叶峰躺在等候室里, 不得不说五分钟一场战斗, 这么下来真是有些刺激, 幸好之前没有选择一整晚都是无间隔, 否则真要累死, 副队长, 你没事吧, 独孤燕回到上边的VIP包间, 斗皇战队的众人便围了过来, 万万没有想到才五分钟的交战, 他们的副队长竟然输了, 在天斗城斗魂场的时候都没有这一种情况, 在这么一个小小的索托城, 输了, 简直不可思议, 燕儿, 是不是昨晚没休息好, 只看到玉天恒凑了上来, 对着独孤燕问道, 独孤燕的实力他非常的清楚, 哪怕自己打败对方都要费很大的劲, 可刚刚那一场战斗对方惨败, 不可思议, 不是, 独孤燕微微地摇了摇头, 他怎么都没有想到, 三十九级的自己居然会输给一个三十二级的魂尊, 最关键的是对方全程只施展一个魂迹, 就这么打败了自己, 那是什么, 难道是大意了, 听到这一句话的玉天恒有些猛, 那个人很奇怪, 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独好像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 独孤燕满脸迷茫地说道, 他现在还沉浸在惊悚之中, 长这么大就没见过如此可怕的对手, 就仿佛你的一切攻击在他的眼中宛如虚无, 能免疫你的毒, 窦黄战队的众人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一副非常不可置信的姿态, 难道对方也是毒属性浑尸? 所谓的毒属性就是用毒的浑尸, 一般同时用毒之人, 有些人能对比较弱的毒产生免疫, 但是独孤燕的碧灵蛇也不算是比较弱的毒啊, 不知道, 独孤燕很猛, 罢了罢了, 你先好好休息, 唐娃让我遇到这个人, 我一定帮你报仇, 玉天恒此刻对着说道, 能免疫毒可不一定能免疫自己的蓝电霸王龙, 另一边叶峰早已经在场上战斗, 对手嘛, 不到一分钟就倒在了他的面前, 如此反复, 转眼间来到了十一点, 个人单独博弈场的尾声, 十一点之后就是团战缓解, 史莱克, 一个个憔悴的身影推门而入, 他们稚嫩的脸上带着兴奋和前所未有的疲惫, 好了, 除了木白和唐三以外, 其他人都好好休息一下吧, 任务基本完成了, 看着小怪物们一个个都回来了, 弗兰德十分欣慰, 个人包括双人组队博弈场总结, 朱竹钦四个积分, 马红俊四个积分, 宁荣荣两个积分, 奥斯卡两个积分, 小武林积分, 弹幕白武积分, 唐三八个积分, 今晚的战绩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辉煌, 天啊, 院长, 我就从来没有打过这么累的战斗, 奥斯卡累坏了, 本身就是辅助细魂师, 平时压根连这斗魂场都不怎么进, 今天连续打了两场战斗, 简直累得不行, 谁说任务完成了, 还有, 连续战斗两场就说了, 食物细魂师是最应该锻炼的人, 大师覆手而立, 最后目光落在了奥斯卡身上, 吓得奥斯卡当即平住呼吸, 捂住了嘴, 祸从口出, 他可不想因为跟大师顶嘴而遭罚, 小刚, 这距离十一点还有半个小时, 你总不可能让大家还战斗吧, 要是这一场输了的话, 之前的连胜可全都没了, 一旁的弗兰德听到大师说出这一句话之后, 满脸诧异, 人要突破自我没错, 但不能往死里整罚, 放心, 我给他们报了十二点的团战, 大师对着说道, 啊, 团战? 史莱克众人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一副匪夷所思的姿态, 老师, 小五不是受着伤, 应该不能参加团战吧, 唐三一脸苦涩地看着大师, 小五身上受的伤还挺严重的, 正常走没问题, 但要是打斗, 估计很悬, 实在打不了, 你可以把他保护在后边, 这不就行了, 再说, 除了你和木白其他人, 可都缺一个团战积分, 大师说道, 小刚, 其实有些是差不多就行了, 没必要这么严肃, 弗兰德听到这话, 偷偷把大师拉到一旁, 这帮孩子今晚实在是太惨了, 再这么继续折腾下去的崩溃, 而且小五的身体受了伤, 也不太好打呀, 万一被人趁虚而入怎么办, 弗兰德你跟我过来, 大师走进了一个小包间, 小刚, 有什么话不能在那里说, 非得跑到这, 跟着大师走进小包间, 这是一个绝对隔音的会议室, 楼上的VIP包间组成, 分别是一个类似于大厅一样的空间, 再加上一个十来平方的会议室小房间, 弗兰德你不懂, 之所以我叫他们参加团战, 是因为刚刚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只听到此刻的玉小刚, 对着弗兰德一脸严肃地说道, 非常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 听到这话, 弗兰德梦了, 发现了什么, 你有没有发现, 今晚有好多以嗜血恶魔为称呼的人, 分别是二到七号, 大师对着弗兰德问道, 嗯嗯, 你不是说这是嗜血恶魔家族的人吗, 小刚你发现了什么, 只见到此刻的弗兰德满脸问号地看着自己这个老伙计, 为什么之前没有, 偏偏在今晚有, 而且刚好是我们签完合同之后, 大师语气凝重地问道, 你是说, 那个小子故意开几个小号来挑衅我们, 弗兰德听到这话, 脾气瞬间上来了, 嗯, 我怎么会有你这么纯的兄弟, 大师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一阵白眼, 宛如看智障一样看着弗兰德, 难道不是吗, 弗兰德看着自己老伙计这么一副模样, 满脸疑惑地问道, 当然不是了, 你这典型的就是, 平时只知道修炼不注重理论学习, 所以你没有逻辑思维能力, 大师没好气地说道, 第76章, 大师的神级推理, 第二根, 球票, 啊, 那是什么, 我的老伙计, 你就别卖关子了, 弗兰德梦了, 急忙随着问道, 我问你, 今晚有没有发现, 嗜血恶魔上场的场次变少了, 一共才六场, 大师问道, 嗯, 好像确实才上了五六场, 弗兰德点了点头, 那其他带嗜血恶魔前缀的呢, 上了几场, 你知不知道, 大师又再度问道, 弗兰德微微摇了摇头, 这正经浑师, 谁会去记这个, 又不是他的学生, 我就知道你没有记, 所以说, 史莱克学院为什么一路发展下来, 最终会走向倒闭边缘, 那是因为你这个校长不懂数据, 大师将一张纸摆在了桌上, 紧接着立马拿笔写了下来, 嗜血恶魔二号, 连胜七场, 七个积分, 嗜血恶魔三号, 连胜七场, 七个积分, 嗜血恶魔四号, 连胜八场, 八个积分, 嗜血恶魔五号, 连胜七场, 七个积分, 嗜血恶魔六号, 连胜八场, 八个积分, 嗜血恶魔七号, 连胜九场, 九个积分, 牛皮亚, 小刚, 这你都能记下来, 弗兰德一脸惊叹, 差点没给跪了, 这算什么, 我问你, 你有没有在这里边发现什么规律, 虽说进行浑尸, 战斗不行, 但多年的背书经验, 对于记忆这种小事, 他遇小刚还是游刃有余的, 只见到此刻大师对着弗兰德问道, 规律, 这有什么规律吗, 难道是这嗜血恶魔背后, 与其一脉相承的人很强, 弗兰德疑惑地问道, 那把嗜血恶魔鹰的六场加上去, 看看有什么不同, 大师把嗜血恶魔鹰的数据给加了上去, 小刚, 你可急死我了, 直接说吧, 别卖关子了, 自己这个老伙计什么都好, 就是太磨叽, 而且在自己擅长的事情上喜欢卖梦, 你发现了, 就直接说出来不就好了, 他弗兰德看了这么久, 愣是没看出来, 这就证明他没发现吗, 哎, 这都摆在面前了, 你居然还看不出来, 那我便告诉你吧, 从这些数据中明显看出了, 嗜血恶魔本尊在减少参赛次数, 而这些以嗜血恶魔为前缀的人增加了参赛次数, 且普遍拿到了七分以上, 最高拿到了九分, 大师一脸正经地分析道, 就这, 弗兰德满头问号, 这谁都能看出来好吧, 嗜血恶魔只有六个积分, 其他人要么七个积分, 要么八个积分最高的有九个积分, 这能体现什么, 反正他弗兰德不知道, 弗兰德, 你当初好歹也是黄金铁三角的富老大, 怎么我感觉, 你现在跟不动冥王这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在一起, 之后, 你也变得头脑简单了, 大师一阵比一, 那我怎么简单了, 弗兰德在风中凌乱, 这明显就证明这是一个测试啊, 大师恨铁不成钢的姿态对着弗兰德说道, 测试, 你是说这是嗜血恶魔背后家族对我们的测试, 弗兰德眼睛睁得老大, 一脸匪夷所思地看着大师, 你终于算是说对点了, 你想, 为什么我们刚刚签完协议斗魂场立马出现嗜血恶魔二, 三, 四, 五, 六, 七这六个称呼, 而且, 一个个战斗力还这么强悍, 大师问道, 弗兰德在摇头, 但他很专注, 因为他觉得自己这个老伙计说的有点道理, 并不是你说的什么嗜血恶魔开了六个小号, 试问, 这个世界上谁能一个晚上打五十多场, 要真有人能做到, 我与小刚跪在他面前喊爸爸都可以, 弗兰德, 我真的很为你感到悲哀,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说实话, 刚刚听到弗兰德开口, 大师差点没窒息, 因为只要有点正常的逻辑思维都不能说出这么荒谱的话来, 一个晚上谁能打五十多场, 而且还是魂尊场, 当初自己那初恋情人都没有这么体力, 这倒也是弗兰德有些尴尬, 要真大人能开六个小号打五十多场, 简直太变态了,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测试, 嗜血恶魔背后家族对我们的一个测试, 大师说道, 那具体怎么测试呢? 好家伙, 又回归到了原点, 他弗兰德现在就想知道, 对方是怎么测试的, 当年自己这个老伙计还没有这么莫及, 怎么现在? 弗兰德现在心中一言难尽, 不要着急, 容我慢慢说, 按照嗜血恶魔的实力, 今晚打十场都没问题, 可为什么才打了五六场? 我估摸着, 是因为他想拜我御小刚为师, 所以才故意打了六场, 大师分析道, 弗兰德此刻就是一个现实版大业地铁看手机JPG表情包, 整个一副前所未有的疑惑加迷惑脸, 你想啊, 我这个未来的徒儿家里, 肯定不可能这么容易把人交给像我们这样的人对吧? 虽然我曾经是蓝电霸王龙家族的少族, 但现在仅仅是理论第一人的大师而已, 所以他们派出了一些族中精英天才对我的理论, 还有用我理论培养出来的学生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测试, 大师好像发现了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一样, 嘴角带着迷人的自信, 嗯? 弗兰德还是有些迷茫, 他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 简单的总结就是, 我们之前签署的那份协议有漏洞, 只是说一周之内分数比嗜血恶魔高, 那对方就得入史莱克学院拜我御小刚为师, 但并没有规定有前缀和伪罪的嗜血恶魔不算, 大师说道, 算入其中,弗兰德宛如醍醐灌顶, 拨开云雾见天日, 他悟了, 嗯, 虽然我这预备徒弟一直在放水想拜师, 但对方家族不认同啊, 所以就派出了这些人, 而这些人现在分数最高也就是九个积分, 我估摸着, 这应该是他们这些家族年轻魂尊一辈的极限了, 只要我们超过九个积分, 那就能让他们哑口无言, 把嗜血恶魔从家族的束缚中解救出来, 大师目光坚定, 同时也很欣慰, 他终于把弗兰德给说通了, 实在是太难得了, 第77章, 冤家路窄, 唐三对战嗜血恶魔, 第三更, 天, 老伙剑, 你实在是太牛了, 弗兰德伸出大拇指, 就差没给大师一个兄弟间的拥抱, 那份合同弗兰德和大师两人都签字了, 确实没有规定嗜血恶魔有前后追的不算, 一旦到时候对方拿这些人的数据说是, 那他们史莱克学院可就危险了呀, 我要是连这点都推断不出来, 怎么算理论第一人, 你们这些只管修炼的浑尸头脑, 就是太简单了, 大师微微扬起下额, 没好气地说道, 其实, 平时只要多看书, 多注重逻辑思维, 这种事基本上一看就能看出来好吧, 所以我这不就是把你这个老伙计找来互补了吗? 弗兰德笑黑黑地说道, 有这么个好兄弟, 史莱克学院和筹发展不起来, 啊, 算你做了件对的事, 大师没好气地冷哼的一声, 不过小刚, 既然对方最高是九个积分, 小三今晚的目标是十个积分, 明明都可以超过他们了, 为什么还要进行团战呢? 只看到此刻的弗兰德问道, 小三发现这个阴谋确实很赞, 但这跟团战有什么关系? 你傻呀, 团战又不占名额, 而且哪怕输了, 也不影响大家现在的连胜战绩, 而一旦赢了, 小三就是十一个积分, 而木白就是八个积分, 一方面彰显了我们史莱克的实力, 另一方面也绝对压制了他们, 大师说道, 毕竟谁知道, 那个九分的会不会在最后这半个小时突然发疯拿到十个积分呢? 一旦对方拿到了, 而小三也是十个积分, 这就成了平局, 而拿到十一个积分, 那就能取得碾压性的胜利, 这样一周之后, 他那个预备徒弟就能顺利败师, 我明白了, 弗兰德又懂了, 原来这么做, 是为了更稳, 他刚刚倒是有些格局小了, 居然觉得小刚有些冷血, 原来对方一切都是为了史莱克学院, 惭愧, 实在是有些惭愧, 请牵手修罗做好准备, 五分钟后将进行个人博弈场战斗, 位置在十五号擂台, 就在这个时候广播声响起, 我们出去吧, 小三的个人场要开始了, 只听到此刻弗兰德说道, 嗯嗯, 大师点了点头, 外边, 三哥, 大师和院长到底有什么要说的? 你都准备去等候室了, 这两人还没出来呢? 马洪俊一脸美好气的姿态吐槽道, 有什么悄悄话要说这么久? 没事, 木白, 到时候我们就按照之前老师制定的计划行事便可, 唐三对着一旁戴木白的方向看去, 他和木白各缺两个积分才达成今天的目标, 大师安排他们先进行一场个人博弈场, 然后再两人组队进行双人战, 这样就能稳稳地拿下两个积分了, 我没问题, 戴木白点了点头, 那我们就约定十分钟之内解决战斗, 唐三开口, 可, 木白点头, 小三, 你的对手出来了吗? 只见到此刻大师和弗兰德从会议室里走了出来, 对着问道, 还没呢, 估计得等人到后场区才能公布, 唐三说道, 那你赶紧去吧, 老师只有一句话送给你, 那就是, 作为我玉小刚的弟子, 必须时时刻刻创造辉煌, 今晚的战绩也是, 明白吗? 大师语气严厉, 当然更多的是妄图成龙, 毕竟这是他玉小刚收的第一个徒弟, 明白, 唐三那一双眼眸子中满是战役, 今晚, 佛党杀佛神祖图神, 他唐三必要拿下十连圣神话, 另一个后场VIP休息室, 娘爷, 这就不是人干的事情, 叶峰整个人万分憔悴, 今晚他干了整整52场, 如果用一个号的话, 估计今晚斗魂肠得爆炸了, 毕竟一个晚上52连圣, 干神都不能这么干, 所以他现在瘫软在沙发上, 感觉身体被掏空, 还有半个小时, 他发现牵手修罗好像八个积分, 比他多两个, 虽然有一个号九个积分了, 但大号嗜血恶魔才六个积分, 怎么低都得比唐三强吧, 所以剩下的半个小时, 叶峰打算练大号, 就全用嗜血恶魔这个马甲来报名了, 请15号擂台的两位选手牵手修罗, 嗜血恶魔做好准备, 战斗于三分钟之后开始, 就在这个时候, 斗魂场传来一道广播声, 什么? 楼上包厢? 史莱克众人瞳孔紧缩, 嗜血恶魔? 这不是打伤小五的那个, 怎么会撞上他呢? 大师也是一副语气沉重的姿态, 自己这个徒弟什么都好, 就是太重感情了, 遇上打伤小五的人, 怕是要急于报仇, 不惜动用余力, 哥, 小五望着窗外, 15号擂台刚好是玻璃窗能观察到的最佳位置, 但他却没心思在意战斗, 而是那一双眼眸中充斥着浓浓的担忧, 后场区, 真是冤家路转, 你终究让我给碰上了, 唐三语气冰冷, 刚刚还有些疲惫的他, 瞬间精神十足, 小三, 记得留一些力气, 戴木白也在公共候场区, 自认也听到了唐三的对手是谁, 你放心, 我甚至可能都不用理解, 唐三双眸煞气弥漫, 在他的眼中, 这个嗜血恶魔已经是一具冰凉的尸体了, 啊这, 戴木白一阵苦笑, 他知道小三要干嘛, 一定是动用那些恐怖的暗器, 他能干嘛, 只能默默替这个嗜血恶魔感到不值, 你说你好端端的打小五干什么, 这下好了吧, 把自己命送进去了, 打伤一个人赔一条命, 真惨, 可谁叫你惹到的是唐三, 另一边, 有意思, 休息室里, 叶峰戴上了红色的面具, 他现在很精神,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能要提前下班, 之所以刚刚准备连续干三十分钟, 就是为了让大号超过唐三, 毕竟对方得到了八个几分, 现在好了, 自己直接与他对上, 那只要打败他, 他就得倒扣一分, 变成七个几分, 而且连胜将终止, 第七十八章, 生死赌斗, 第四更, 也就是说, 对方再得重新开始, 并且连胜十局才能积分乘以二, 而他赢了对方, 那今晚相当于获得了连胜七场, 当然, 他早已经不是七连胜了, 这不是跟大师签订了那个什么协议吗, 斗魂场有斗魂场的算法, 他们有他们的算法, 从这一周开始, 无论此前在斗魂场得到多少积分, 在协议上都按照新人开始来算, 今天连胜七场, 明天只要再打三场, 从第十一场开始, 遵照斗魂场新人参赛者的积分规定, 自己的积分就能乘以二了, 简单的来举例, 明天打完三场获得十连胜之后, 重新开始的第一场他将得到两个积分, 第二场他将得到四个积分, 第三场六个积分, 唐三将望尘莫及, 想想, 完全可以提早下班, 各位, 十五号场地开启, 我是今晚主持人月月, 即将上场的两位选手, 是牵手修罗, 还有嗜血恶魔, 十五号场地释放着璀璨的光芒, 看上去十分炫酷, 而一名长着翅膀的美女正在半空中飞翔, 她手持话筒, 姿态优雅, 嗜血恶魔, 嗜血恶魔, 此时与之前场地不同的是, 在无人互换月月的名字, 因为嗜血恶魔, 这个斗魂场所有人崇拜的对象, 甚至这个场地爆满, 就是因为他, 牵手修罗, 也有一部分人在喊牵手修罗, 毕竟对方获得了八连胜, 在这么一个小地方的斗魂场, 不是嗜血恶魔这个组织出现, 对方会是一颗闪亮的心, 当然, 主要是因为对方赔率大, 一赔百, 而嗜血恶魔, 只是一赔一, 这个世界总是少不了一些, 想减落报复的赌徒, 搏一搏, 单车便摩托, 各位, 作为斗魂场主办方, 我们有必要提醒一下, 嗜血恶魔是赢斗魂级选手, 但我们索托成大斗魂场, 因为魂尊级赢斗魂选手不足, 他依旧可以参加, 赢斗魂徽章之下级别赛事, 这并不违规, 主持人月月对着解释道, 索托成大斗魂场属于比较基层的斗魂场, 所以没有那么多规则, 天, 只要是魂尊就都可以对打,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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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月月说出这一句话之后, 下边的观众席瞬间又炸了, 因为他们亲眼见证了一名迎斗魂诞生, 下面, 有请两位魂尊级参赛选手登场吧, 主持人月月的声音再次响起, 现场的欢呼声再度达到了一个高度, 现在右边入口进来的是牵手修罗, 五魂蓝银草也是今晚八连胜的存在, 看着选手登场, 月月发挥了主持与解说的强大功底, 修罗, 修罗, 支持唐三的瞬间爆发出了声音, 但在茫茫人海中依旧是威, 左边进场的是我们的老熟人, 嗜血恶魔, 恶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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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音, 夜风一出, 刹那全场的气氛点燃到了最高潮, 仿佛天崩地裂, 好, 现在我们请两位选手做好准备, 战斗即将开始, 月月也是被这阵势给吓了一跳, 顿时开口道, 说真的她从未见过人气如此高的选手, 这可能也与嗜血恶魔是财富密码有关, 等等, 忽然就在这一刻一道声音响起, 是牵手修罗, 刹那, 全场一片静意, 一个个都发猛一般看着唐三, 牵手修罗要干嘛, 难道是认输吗, 另一边的夜风也有点疑惑, 对方在玩什么把戏, 牵手修罗你有什么事, 只见到此刻的月月飞到赛场中间, 那一双美眸充满疑惑, 我要把这一场博弈斗升级为生死赌斗, 唐三开口道, 她已经起了杀心, 嗜血恶魔, 必诛之, 赌斗, 全场恶然, 她疯了吗, 打算跟嗜血恶魔进行赌斗, 那你要赌什么, 而且, 我得询问一下嗜血恶魔, 倘若对方同意, 那才可以升级为生死赌斗, 主持人问道, 赌斗是斗魂场的一种, 可以不顾生死, 哪怕杀了对手都不犯规, 我要赌谁输谁的积分清零, 如何, 唐三问道, 赌什么不重要, 她的重点在杀人, 只要升级为赌斗, 哪怕赌一个金币都能名正言顺杀掉对手, 积分清零, 月月朝着夜风的方向看去, 牵手修罗不过是八个积分, 而嗜血恶魔早已上千积分, 并且获得了三十八连胜, 属于引斗魂徽章拥有者, 这明显是一个不公平的对赌协议, 在她看来, 嗜血恶魔答应的可能不大, 可以, 夜风微微一笑, 她感受到了一股杀意, 那就看谁杀谁吧, 答应了, 兄弟们, 嗜血恶魔答应了, 听到夜风答应, 全场先是一阵愕然, 赌斗, 赌斗, 随后排山倒海一样的呼喊声, 仿佛能掀翻整个斗魂场, 第七十九章, 激烈交锋, 和尔蒙爆标, 第一根, 现场充斥着前所未有的和尔蒙, 然, 爆, 经过申报, 刚刚所托成大斗魂场组委会, 同意将此场博弈斗, 升级为生死赌斗, 博弈场的规则将不再束缚, 两位选手签下契约, 生死有命, 两份契约书从天降下, 这是生死场要签署的契约, 无论出现什么情况, 哪怕是死, 都合法合规, 不再追究, 不要啊, 哥, 上方的小五趴在玻璃墙上, 那一双眼眸中充斥着惶恐, 他知道小三很强, 但这个嗜血恶魔同样不赖, 当初在对付他的时候, 对方只是用了一个魂技, 就把他给打败了, 一旦两人对上, 到时候万一小三出了点事, 那他可怎么办, 自己都已经成这样了, 他真的不希望小三, 还去为了所谓的报仇, 以生命为赌约, 小三这简直就是胡闹, 弗兰德那一双阴谋凝重, 整个人气氛不已, 这怎么能随随便便升级为生死赌斗, 生死赌斗敞下来的人, 基本不死也惨, 他怎么能做事这么冲动呢, 这个嗜血恶魔不就是打伤了小五, 再不一场, 你把对方打伤, 这完全足矣, 哪怕是重伤也不违反规则, 生死场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要把这个嗜血恶魔置之于死地, 混账, 混账东西, 大师手拿一串葡萄, 刚准备悠然地欣赏自己徒儿暴虐对手, 结果他猛了, 他听到的是嗜血恶魔和唐三的对战, 最令他愤怒的是, 这一场战斗上升为了生死赌斗, 气得他直接把葡萄砸在了地上, 双脚踩得稀巴烂, 他与小刚狠气, 很愤怒, 嗜血恶魔可是他的预备徒弟, 这蠢徒弟为了个女人, 至于要将对方赶尽杀绝, 如果可以, 他现在真的想上去给唐三一个巴掌, 两个无论是谁受伤, 那不都是他与小刚的损失, 再者, 要是这场都耗尽力气了, 后边和戴木白的组合战以及团战怎么办, 剩了也才九个积分而已, 人家嗜血恶魔家族那边早就有人九个积分了, 这小三怎么一点都不识大局, 白瞎了他与小刚交这么久, 大, 大师, 包厢中, 看着大师十分暴力地将葡萄踩得稀巴烂, 众人傻眼了, 从未见过大师这么暴力的一幕, 估计对方是因为担心唐三吧, 毕竟小三可是大师的清传子弟, 与别人进行生死赌斗担心对方安危也正常, 下方擂台, 唐三毫不犹豫地牵下牵手修罗四个大字, 他此战就是为杀人而来, 这张协议他等得太久了, 至于另一边的叶峰, 那更是爽快, 双方生死赌约协议已经签订, 下面我宣布生死赌斗正式开始, 花音落下, 月月飞到了半空中, 这一次他飞得前所未有的高, 因为生死赌斗双方战斗都是拼尽全力, 故而产生的余波也是很强, 主持人被选手战斗余波打中的例子不在少数, 所以他定然不可能在低矮的地方, 万一被打中了, 这岂不是白白受罪, 甚至严重的都有可能断绝主持人职业生涯, 武魂, 来饮草, 唐三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磨练, 叶峰释放武魂, 此刻也变得警觉了起来, 因为他知道, 唐三这小子手段很多, 还有那些什么暗器, 虽说完不死他, 但偷袭来偷袭去也很讨厌不是, 你不问我为什么? 唐三那一双眸子盯着叶峰, 语气冷淡地问道, 他居然不问自己为什么升级为赌斗, 唐三憋在心里的话都不知道如何释放了, 我为什么要问? 叶峰微微一笑, 他为什么要问呢? 对手来, 他站遍事了, 好, 好啊, 那我就让你永远闭上嘴, 唐三怒了, 伤了他的女人, 还这么一副傲慢的姿态, 今天必捉, 鬼影迷踪, 唐三师展出自己的鬼影迷踪, 紧接着下一秒, 直接对着叶峰的方向攻击了过来, 混沌绝, 叶峰凝神, 注意这四周, 忽然他发现, 唐三的手似乎有点不太对劲, 龙虚针, 唐三将魂力包裹在龙虚针之上, 紧接着瞄准方向, 直接对着叶峰的眉心攻击了过去, 万年魂骨技能, 疾风而行, 叶峰早就察觉到了唐三的一样, 直接释放出魂骨技能, 不须针刺穿钢板墙, 好巧不巧, 正好好斗魂场副主管的办公室, 他此刻搂着秘书的小蛮腰, 正准备愉快地进行下一步, 轰碰, 结果没有想到, 头顶的吊灯直接炸了, 小蜜被吓得花容失色, 当然, 罪魁祸首唐三可不知道, 躲过了, 他此刻正一脸匪夷所思, 魂技, 撕天, 叶峰手中的镰刀X形劈砍, 刹那, 一道道刀器飞出, 什么, 蓝银草, 缠绕, 唐三万万没有想到, 此人竟然不但躲了过去, 还能反击, 顿时快速地施展出蓝银草, 打算阻挡叶峰的攻击, 然而在锋利的刀面前, 他的蓝银草始终是草, 嗜血磨连产生的刀器 直接砍在了唐三的背上, 他的上衣瞬间粉碎, 后背还出现了一个X形刀痕, 还想用暗器偷袭我, 你还嫩了点, 叶峰冷哼一声, 唐三典型偷鸡不成反十八米, 三哥, 上边VIP包间, 众人一阵惊呼, 这个嗜血恶魔实在是太狡猾了吧, 楼下擂台, 哦, 是吗, 你看看究竟是谁那了一点, 唐三嘴角扬起一道笑容, 很疯狂, 就像是涂一层后的邪魔一般, 争鸣恐怖, 嗯, 叶峰忽然感觉自己的身体, 好像有些反应迟钝, 第二魂祭, 鬼疼寄生, 叶峰像是树人, 身上一根根蓝银草冒了出来, 然而这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第三魂祭, 朱网束缚, 蓝银草编制成网, 每一根上边带着前所未有的剧毒, 那毒, 来自人面魔珠, 牵手修罗, 牵手修罗, 看到这一幕, 那些赌徒们眼睛发红了, 金钱的气息啊, 是血恶魔要输, 一旦对方输, 那么他们将得到一赔百, 第八十章, 千枚暗器齐发, 避置你于死地, 第二根, 球票, 上方, 史莱克其他人表情应转情, 终于, 三哥占据上风了, 弗兰德也是一副松了一口气的姿态, 只有大师猛地捶了一下剥裂, 心中那个郁闷, 这个可是他提鹅板上钉钉的预备徒弟啊, 要是对方死了, 他怎么办, 哦, 看来这索托城大斗魂场, 真的是卧虎藏龙啊, 另一个VIP包间是天斗皇家学院的人, 这一场战斗无疑也吸引到了他们, 此时, 他们脸上都带着不可思议, 本以为嗜血恶魔这个组织够强了, 结果这个牵手修罗居然能困住嗜血恶魔, 这个人今晚他们有两个与他对上, 第一个是毒孤燕, 第二个是石墨, 都是落败, 可以说是非常强大, 战斗还在继续, 就在众人都以为嗜血恶魔死定了的时候, 一把镰刀刺穿了出来, 一滴滴液体掉落在地上, 刹那与地面反应, 产生灼烧, 这毒竟然有灼烧感, 所有人都梦了, 这得是多么恐怖的毒, 才能灼烧地面, 嗜血恶魔死定了吗, 这是他最后的回光返照, 嘶, 一道撕裂的声音, 那是一个戴着红色面具的身影, 手持摩连, 宛如死神现实, 他出来了, 一点事情都没有, 嗜血恶魔没死, 在场的观众傻眼了, 刹那前所未有的欢呼声响起, 嗜血恶魔是财富密码, 很多人今晚都买了他赢, 甚至直接拿出了老破本, 要是神话中断, 那他们可是血本无归啊, 见到这一幕, 刚才那些心情低沉的人, 仿佛迎来了人生的希望, 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一样, 在疯狂呼喊, 怎么可能, 唐三目光有些凝重, 自己人面魔珠产生的毒素, 对他怎么可能无用, 难道他对毒免疫, 很惊讶, 还有更惊讶的呢, 叶峰盯着唐三, 居然把他闷在那些臭蓝营草里, 他要让唐三付出代价, 哼, 好巧, 我也是有让你更惊讶的东西, 鬼影迷踪, 唐三冷哼一声, 快看, 牵手修罗的速度好快, 在场的人一脸震惊, 对方明明没有施展魂迹, 但他们却看到了残疑, 这是什么样的速度, 真的是一个人可以达到的吗? 比快, 你这算什么, 左腿魂骨都启动, 撕天, 叶峰施展魂迹撕天, 刹那上百道刀锋画器, 对着唐三的方向攻击, 玄御手, 唐三转身停下, 因为那百道攻击压根没有办法避开, 他只能用玄御手硬扛, 咫咫咫, 玄御手与叶峰的刀锋相撞, 竟然出现了兵器碰撞的声音, 这是什么技能? 众人猛了, 没见过呀, 啊, 然而就在这一刻, 他们忽然听到一声惨叫, 是嗜血恶魔, 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牵手修罗的身后, 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 一记无影脚对着牵手修罗踹了过去, 正在专心对付那些刀锋剑气的牵手修罗, 哪里能想到对手会突然出现, 整个人被直接踢飞了驱除, 原本那后背刚刚因为被魔帘攻击, 夺出了一个X型的刀痕, 现在又增加了数不清的脚印, 我要你死, 唐门密集暗器白解, 唐三彻底目了, 他一个回眸, 手中上百只龙虚针, 并且还有他特制的纤枚暗器, 咻, 他猛的一甩, 咻的一声破空而出, 如果不出意外, 下一秒将看到这个混蛋千疮百孔, 就这, 叶峰全力动用混沌绝, 刹那感官提升百倍, 这些暗器此刻就仿佛停止在叶峰面前, 紧接着他的左腿迸发出一道黑色的光, 万年金翅大鹏魂骨, 速度增加百倍, 双向配合他直接以最巧妙的方法轻松躲过, 没有受到一点的伤害, 但叶峰躲过了, 有些人就没有那么好运了, 15号场地一堵钢墙之后, 那是索托城大斗魂场的副总管办公室, 副总管的办公室很大, 前边是办公, 书架处有一个暗门, 推进去就是一个房间, 据说副总管平日工作操劳, 所以就专门设计了个房间用来午休, 至于为什么有洗浴设备和一张超大圆床, 这个就很好解释了, 他累了要洗个澡, 这也合情合理对吧, 至于床就更好解释了, 家里的床是方的都看腻了, 他在这用个圆床找点新鲜感, 这更合情合理对吧, 小宝贝, 放心, 在这里肯定没有人能打扰到我们, 只见斗魂厂王副总管牵着小秘的手, 来到了这用来午休的房间中, 王总管, 真的没事吗? 小秘扭扭捏捏, 随后两人直接就滚在了床单上, 休, 忽然不知道什么东西穿过, 啪啪啪, 随后数百道声音传来, 仿佛无数子弹穿梭, 枪林弹雨, 轰隆, 半想, 房子一面墙轰然倒塌, 原本仅靠开灯才能亮起来的房间, 瞬间刺入强烈的光芒, 下方, 斗魂厂十五号场地的观众, 不禁朝着这巨大声响的方向看去, 天啊, 居然能把一面墙给切割下来, 这得有多恐怖, 然而没有想到, 接下来, 他们看到了更恐怖的一面, 那面墙的背后, 是两个紧紧搂着的人, 男的有些肥头大耳, 女的衣冠不整, 他们两人此刻那小眼神也十分迷茫, 王, 王副总管, 那房间在二楼, 主持人月月此刻飞在半空, 造成了这么大的余波, 她自然朝着那方向看了一眼, 结果看到王副总管抱着上个礼拜刚来的秘书在床上, 两个仿佛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反正地上残渣一片, 卧槽牛批啊, 哈哈, 王总管真的是老当义壮, 王总管, 你这应该是收费栏目吧, 这点钱我们还是给得起的, 月月手持话筒, 这声音刹那就像是喇叭一样遍布整个会场, 下边一个个哄堂大笑, 王胖子, 忽然, 一声嘶吼, 只见到十五号场地一处, 一个魂王直接跳跃而起, 直奔上方, 那是一个女人, 老婆, 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 刚刚小凤说想帮我换换床单, 我就带她来看她, 众所周知, 王副总管老婆极其凶残, 他拼命地解释, 但信不信就不知道了, 反正后台很激烈, 就跟十五号擂台一样激烈, 是邪恶魔和牵手修罗, 先是肉搏, 然后是魂技轰炸, 坚硬的擂台被划出了树道刀痕, 第八十一章, 这擂台伤痕累累, 整个狼狈不堪, 光从这一点, 就足以见得双方的战斗有多么激烈了, 可以说是整个斗魂场魂尊层次前所未有的存在, 哥, 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真的真的不要再继续习去了, 上方小五紧紧贴在那玻璃的面前, 他真的不忍心唐三为自己这么拼命, 其实他没事, 真的没事, 要是小三为了他而受伤或者丢了性命, 他甚至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而且现在他的心也非常的疼, 仿佛被什么东西掐住了一样, 三哥, 撑住啊, 史莱克马洪俊, 奥斯卡等人此刻也都是一脸祈祷的样子, 战斗真的很血腥, 地上洒满鲜血, 这战斗比小三上次对付赵无极疯狂百倍, 而且这两人真的是拿命在拼, 小刚, 弗兰德朝着大师看了一眼, 神情前所未有的凝重, 似乎在说什么, 嗯, 大师微微点了点头, 仿佛像是同意了什么, 下方, 战斗还在继续, 很多观众嗓子都喊哑了, 但激情还是前所未有的爆表, 鬼影迷踪, 恐吓秦龙, 鬼疼济生, 唐三在联机, 这是他见到的唯一一个如此难缠的对手, 而且对方似乎非常的了解自己, 处处防备, 暗器压根无处施展, 既然这样, 唐三决定放弃策略, 直接硬钢, 以他的实力, 对付魂宗都没有问题, 哪怕魂王都可一战, 害怕这小小的魂尊, 当然有机会的话, 还是施展暗器取胜, 他真希望这里不是擂台, 这样的话, 他的外腹魂骨便能使用了, 一旦那个东西用上, 死子必死无疑, 真是可惜了, 破, 魔帘挥舞, 刀锋万千, 所有蓝营草成了一地残渣, 而冲过来的唐三, 更是被他一把甩了出去, 干完这一切之后, 他喘着粗气, 真的很累, 今晚连战52场, 几乎五分钟一场, 四个多, 差点五个小时, 加上这一场, 整整53场, 生产队的牛, 都没有这么干的, 但别说, 他很痛快, 已经不知道停了多久, 没有像今日, 这么激烈的交战过了, 破, 不知道这一招, 你还能不能破, 唐三嘴角流淌着血迹, 背后满是伤痕, 整个凄惨无比, 但他那一双眼眸, 透着无尽的战意, 摧残无比, 哦, 那我倒是要看看了, 叶峰听到这一句话, 嘴角微微一扬, 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你唐三的把戏, 他叶峰全接了, 那你可接着了, 第三魂记珠网束缚, 整个场地一株株堪比参天大树的蓝营草, 直接窜出, 斗魂场迅速被包裹了起来, 就像是一个蛋, 但这个蛋里面不是空的, 而是有无数的隔层, 就这, 叶峰的视线虽然直接被这些高大的蓝营草遮挡住, 但他有把握, 能在三秒钟之内让唐三的草窝荡然无存, 你算是个天才, 只可惜你惹到了我的女人, 下辈子见到我唐三绕着走, 与此同时, 唐三寄出了自己的秘密武器, 寒沙射影, 这是他最新制作的激阔类暗器, 从针筒中释放出飞针, 带有剧毒, 并且还能喷射喷射毒物, 他曾经内测过一次, 其威力可以直接动穿钢板, 这一发一共二十克, 足以让眼前这小子身体满是窟窿, 直接身亡, 咻, 寒沙射影飞出, 不好, 使用混沌绝的叶峰各个感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当即感觉到一股致命的危机感袭来, 终于他看清了, 面前密密麻麻, 一颗颗黑色的珠子, 上边沾染着剧毒, 还有致命的穿透力, 想杀我, 啊, 那我们就来看看谁先死, 第四魂祭三秒绝命毒帘, 叶峰看到这一幕双眸透过一丝阴寒, 双方打了这么久, 也打出了前所未有的怒气, 正好这高耸的蓝莹草也为他提供了天然的庇护环境, 哪怕释放第四魂祭都不足以被人发现, 只见一个黑色的魂环缓缓缓从他脚下生气, 这是他从未用过的第四魂祭来自三万年魂兽暗影毒狼, 三秒绝命毒帘, 简而言之, 但凡沾染上魂力等级比他低的三秒内必亡, 你唐三用暗器, 他叶峰就用最强毒剂, 看谁死, 融入第四魂环的嗜血魔帘被叶峰像回旋镖一样甩了出去, 当枪, 嗜血魔帘与寒沙射影射出的铁球相撞, 窜出前所未有的火花, 瞬间爆开, 但嗜血魔帘乃是五魂, 更融合了三万年暗影毒狼的力量, 变成了三秒绝命毒帘, 硬生生打掉了好几颗铁球, 杀出了一条冲向唐三的路, 玄狱手, 唐三也感觉到了致命的威胁, 当即用最后一点力气施展玄狱手, 以唐碧当车之势妄图挡住三万魂迹, 金刚诀第三重, 金中汉室, 叶峰缓缓施展出金刚诀, 还有十来颗铁球, 躲是不可能躲掉了, 只能硬抗, 但另一边的唐三也一样躲不掉, 他要硬抗自己的三秒绝命毒帘, 那东西可比这个劲爆多了, 他们二人若有一死, 那必是唐三, 咻, 忽然斗魂场十五号场地之中一股飓风在席卷, 擂台直接塌陷, 碎石飞扬, 所有人都睁不开眼睛, 正准备用玄狱手接住那把飞来毒帘的唐三只, 感觉到自己忽然被一股力扯到了一旁,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脖子一疼, 他倒了下来, 甚至连到底是谁, 他都没有看清楚, 然而唐三没看清楚, 但叶峰看清了, 竟然是唐浩, 他出现在了这博异场的擂台上, 可对方为什么会上台, 难道是自己威胁到了他的儿子, 所以对方来报仇了? 叶峰心沉如一潭似水, 真是光速啊, 在对方面前, 是才签订的生死契约就是一张废纸, 说实话, 如果不是今晚唐三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衅自己, 甚至接二连三想杀自己, 他并不打算施展这一招, 毕竟对方的身后有唐浩以及整个浩天宗, 至少现在, 自己这个阶段杀了对方会有很大的麻烦, 哪怕是雪儿想护住自己, 都很难, 并且一旦这么做, 雪儿为了自己就得暴露身份, 武魂殿潜伏多年的黎毛换太子计划就要功亏一篑, 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 瞬间波及整个大陆局势, 他现在实力太低, 承受不住这样的风险, 毕竟做人不能脑子一热干就完了, 疯狂后的一地鸡毛还得收拾, 这场生死赌斗, 就此结束吧, 唐浩看着叶峰, 那一双眼眸中透着一丝灵力, 第82章, 被威胁, 第四更, 为什么? 他想杀我, 而我却不能杀他, 浩天前辈, 这就是你们唐家的脸, 叶峰直接质问着面前唐浩, 对方虽然是封号斗罗, 但他不怕, 既然唐三想杀自己, 那么自己还击也合情合理, 你们小孩子难免有些误会, 没必要不死不休, 而且他是我唐浩的独子, 唐浩的声音很淡, 就像是在说一些不经意的话一样, 但是叶峰却感觉到了一股莫名的威压在席卷, 差点喘不过气来, 好一个独子, 叶峰抵抗着唐浩的威压, 直接冷哼了一声, 这一句话他要是听不出是威胁, 那就真是白火两世, 轰隆, 忽然, 唐浩消失, 现场一声巨响, 唐三编织的珠网束缚瞬间被炸开, 碎屑掉落一地, 上方, 只看到一个鸟人在飞翔, 他戴着眼镜, 那一双阴谋, 拓着前所未有的迷茫和疑惑, 真的他什么都没做, 不知道为什么, 小三的蓝银球龙就忽然自己爆炸开了, 只看到唐三倒在了地上, 而另一边叶峰, 完好无损, 是雪恶魔赢了吗? 激战过来, 只剩下一片狼藉的战场, 现场众人先是发猛, 随后一个个不可思议的狂欢, 是雪恶魔, 是雪恶魔, 疯狂的呼喊声响起, 这是整个斗魂场从未有过的兴奋, 因为这场战斗实在是太精彩, 哪怕是中心擂台都难以有这种精彩的赛事, 小三, 趁着众人欢呼, 上边的弗兰德俯冲而下, 直接抱起唐三, 他本来想直接出来终止这一场战斗的, 毕竟按照小刚的说法, 一个是他的现任徒弟, 一个是他还未进门的预备徒弟, 这自相残杀算是怎么回事, 结果他刚准备制止, 一切结束了, 还活着, 弗兰德摸了摸唐三的脉搏, 顿时松了一口气, 人还活着就好, 他还真怕唐三回头出了什么意外, 那这可就麻烦大了, 毕竟浩天殿下之子, 另一边获胜的叶峰回到了VIP休息室, 他现在整个脑海中都是刚刚唐浩出现的一幕, 说到底还是自己太弱, 倘若再强一些, 有何必受限于人, 现在两个棘手的是, 大师的背后是蓝殿霸王龙家族, 甚至比比东对他也有一些情绪未断, 而唐三的背后是唐浩, 还有浩天宗, 那他叶峰的背后有什么呢? 除了雪儿, 什么都没有, 当然系统也不能忽略, 但系统不能辅助他所有, 更不可能让他一时半会强大到足以对唐浩 以及蓝殿霸王龙家族的组长御元镇那条老龙, 这东西有个周期, 而他得在这个周期里做点什么? 思来想去, 在提升自己的同时, 他是时候该培养一些自己的势力了, 未来不论是辅助自己还是帮雪儿, 或是震慑他人, 都可, 这一战让叶峰感触甚深, 继续在索托城玩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周结束就直接摊牌吧, 他就是叶峰? 曾经你遇小刚看不起的那个小孩, 而且, 你现在培养的徒弟倘若不是他老爹出现, 得死, 相信到时候大师的表情一定很精彩, 只见此刻的叶峰收拾了点东西, 紧接着便离开了斗魂场, 他得回去做个计划, 搞完这件事, 到时候到底是去骗仙草, 还是去偷仙草? 第83章, 可靠的答案? 第一更, 唐浩的出现除了叶峰以外无他人知晓, 休息室的灯光在此刻暗了下来, 仿佛一切重归寂静, 而楼上, 一间观战VIP包间却格外热闹, 所有人都围在了那三人坐的沙发上, 我, 我这是怎么了? 只看到此刻唐三脸色苍白, 醒了, 天啊, 谢天谢爹, 小三你终于醒了, 只看到此刻史莱克众人深深呼出了一口气, 刚刚那奄奄一息的唐三差点没把他们给吓死, 好在醒了过来, 哥, 答应我好吗? 以后不要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了, 小五真的没事呜呜, 小五扑在唐三的胸口, 眉眸充满了汪汪泪水, 我的心都碎了一地, 与嗜血恶魔那一场战斗虽受了点伤, 但他真的不在乎, 不值得小三用命去拼, 我怎么在这儿? 是赢了还是输了? 看着埋在自己胸口大哭的小五, 周围一个个那担忧的眼神, 唐三现在很猛, 他不是在下边和那个嗜血恶魔战斗吗? 怎么好端端的来到这里了? 而且全身酸胀, 三哥你输了, 是弗兰德院长把你带上来的, 宁荣荣开口说道, 这种事对方迟早要知道, 也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我说了, 唐三忽然瞳孔紧缩, 他唯一记得当初有个人出现在身后, 紧接着他便晕倒了, 会议室内, 弗兰德你是说刚刚你根本没出手? 这怎么可能? 仅有大师和玉小刚在其中, 只见此刻的大师满脸疑惑地盯着弗兰德, 嗯嗯, 我刚到上边, 然后小三建立的珠网球龙就直接炸开了, 紧接着我便看到了小三倒在地上, 另一旁的嗜血恶魔完好无损, 弗兰德想不通, 按道理这是唐三施展出来的杀技, 必要取嗜血恶魔的性命才对, 为什么就这么看似有些仓促的结束了呢? 这就奇了怪了, 你说会不会是小三魂力耗尽, 被嗜血恶魔冲散了最后一击? 大师喃喃道, 那一双眸子似乎在思索什么深邃的事, 他原本以为是弗兰德暗中施展手段, 强行分开了两人, 结果没有想到弗兰德什么都没做, 可按照那种局势, 战斗应该不可能这么快就结束才对, 这个我有考虑过, 但那种不死不休的战况之下, 我看到嗜血恶魔也动了杀意, 小三越虚, 他应该越会趁势要他的命才对, 可为什么小三最后却毫发无损地晕倒在地上, 就仿佛被人突然打晕似的? 而且小三的珠网束缚也像是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直接冲开, 弗兰德毕竟是魂胜, 从现场那一地碎屑中也能判断出一二, 你是说有人提早与你阻止了这场战斗, 大师整个人的语气变成了加强版的疑问局, 显然他不屑, 嗯嗯, 对方很有可能打晕了唐三, 并且从里边冲破了唐三施展出来的珠网束缚, 弗兰德点了点头, 他认为这个可能性非常大, 你觉得这种是可能吗? 众目睽睽之下, 这个人怎么进去? 即使进去了又怎么躲过众人的眼睛离开? 大家都眼瞎了? 好, 所有人都眼瞎了, 包括我与小刚,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 要真的有人打晕了唐三, 炸开了唐三的第三魂迹, 那对面的嗜血恶魔在干嘛, 你不是说他整个人充满杀意, 要杀人? 这么好的机会, 他就这么在看戏, 大师直接对弗兰德来了个三连问, 那表情宛如看智障一样, 看着弗兰德, 这, 或许嗜血恶魔被威胁的了, 弗兰德脱口道, 不过说出来, 他就有些后悔了, 这嗜血恶魔家族里光魂尊就有这么多强者, 那定然是来自于一个影视家族, 这种人谁能威胁他? 你这里是不是有问题? 对方背后是什么家族? 试问谁能威胁他? 果不其然, 大师直接抓住了最矛盾点, 然后做了个执脑袋的动作, 仿佛在说, 兄弟你脑子进水了吧? 人家是什么身份? 有钱有势, 还有天赋和实力, 这种人在小小所托城谁能威胁? 他会听你的? 大师没好气地说道, 弗兰德到底是什么脑回路? 哎, 这么说也是, 弗兰德微微叹息了一声, 确实听起来很荒谬, 不过小刚我有一件事, 在心中不知道当不当讲, 弗兰德开口说道, 说, 大师回了一个字, 你知不知道小三的父亲是那位? 如果是他出手的话, 这倒是有可能, 弗兰德凑近一步, 悄悄地说道, 生怕被别人听到一样,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谁能做到刚刚那一步, 除了那位别无可能, 当然, 他不知道自己的老伙计, 晓不晓得唐三是那位的儿子, 你认识这个东西吧, 他早已隐居了, 根本不在这儿, 大师拿出一开令牌, 他, 他竟然连这东西都给你了, 弗兰德一脸惶恐, 从小三拜我为师的第一天, 我便知道这人是谁, 后来甚至对方父亲还亲自登门找我, 要我好好指导, 大师副首尔利说道, 还那位那位, 他与小刚早就知道唐三的父亲是唐浩, 那位曾经冠决整个大陆的超级天才, 他承认对方确实能做到, 可他会来这里吗? 显然不会, 所以, 这是一个可以通过经验结合实际排除的选项,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哎, 看来只有等小三醒过来才能知晓了, 弗兰德微微摇了摇头, 询问当事人比他们在这里, 瞎才要强多了, 这个倒不用询问他, 刚刚我已经根据实际梳理出了一个可靠的答案, 大师下额微微抬起, 望着床窗外, 若有所思, 可靠的答案? 那是什么? 听到这话, 弗兰德满脸兴致, 第84章, 社会我风哥, 甩玉天横巴掌, 第二根, 是嗜血恶魔, 大师覆手而立, 窗户刚好能看到下边那满目窗移的15号擂台, 他神情沉重, 嗜血恶魔? 什么意思? 弗兰德感觉自己的脑子转不过来, 嗜血恶魔今早与我们签订过协议, 你觉得他会没有去调查过史莱克学院, 还有我玉小刚吗? 所以, 我猜他定然知道唐三是我的徒弟, 故而手下留情只是打晕了他, 大师直接摊排道, 这是他经过非常缜密的思考得出的一个结论, 啊? 弗兰德听到这话, 他忽然感觉自己仿佛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我知道你或许不认同这个答案, 但真相有时候往往就是那么匪夷所思, 就从你刚刚的猜测切入吧, 就说现场所有人眼下真让人前进了15号擂台, 那么对方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 是为了阻止这一场战斗救下小三, 那为什么最后小三反倒晕倒了? 正常不应该是不是打晕嗜血恶魔让小三获胜吗? 大师对着弗兰德问道, 思维清晰, 逻辑严谨 这, 弗兰德表情苦涩, 他真被问住了, 好, 那我们说他是嗜血恶魔这边的人, 他是为了避免嗜血恶魔受伤, 所以潜入到了其中, 可他不应该而趁着兰茵草阻碍观众视线, 从而击杀小三吗? 毕竟小三最大恶极都逼到了嗜血恶魔身后, 封号斗罗及强者出手, 可结果是什么? 唐三晕倒在了地上, 除了之前受的伤以外, 什么伤都没有, 这合理吗? 大师声音再度响起, 不合理, 弗兰德微微摇了摇头, 他的表情此刻正不断地变迷茫, 这不就对了吗? 此时很明显, 就是嗜血恶魔从未打算真正杀掉小三, 因为他明白自己对小三注入了很多心血, 杀掉以后, 他进师门与自己这老师岂不是有隔阂了? 但今晚小三太狂傲又不能不教训, 于是选择了个折中的方式, 打晕他取胜, 大师神采异议, 因为他的推理逻辑成功必还了, 也就是说, 这能说得通且很合理, 说实话他真的没有想到自己这预备徒弟的心思居然如此缜密, 当真是可较眼, 厉害啊, 小刚, 弗兰德这下是彻底的服了, 因为对方这么一说, 简直合情合理, 无懈可击, 推理不难, 难的是安排这一切, 嗜血恶魔这孩子真有心了, 大师一脸欣慰地说道, 不过, 小刚我还有个疑问, 就是嗜血恶魔那把镰刀的魂迹都是切割类的吧? 可刚刚小三所做的半圆形球龙是直接被炸开的, 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这是弗兰德的一个疑问点, 当时他在上空, 那东西就像是炸弹一样, 瞬间引爆, 效果简直震撼, 完全不像是魂尊级能做到的, 弗兰德,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你见过他施展其他魂迹吗? 在那种情况下, 施展其他魂迹谁说不能瞬间炸开? 大师反问弗兰德, 这, 弗兰德哑口无言, 去往玫瑰酒店的路上, 阿帖, 叶峰打了个喷嚏, 什么鬼, 这天气好像也不凉啊, 怎么就连续打了七八个喷嚏呢? 叶峰搓了搓鼻子, 真是怪, 让一让, 都给我让一让, 就在这一刻, 叶峰身后几辆马车在狂奔, 只见那车夫争鸣大喊, 就仿佛他家着火了一样, 不过好汉不吃眼前亏, 叶峰还是微微侧身让车子通过, 咻, 超快的速度, 直接掀起一阵风, 就这么从他的身边飞了过去, 差一点点就撞到了他, 晚上十一二点飙车, 你个锤子, 疯了吧, 叶峰没好气地喊道, 要不是今天斗魂场耗光了体力, 搞得他现在不想过分生事, 否则他非得追上去, 好好叫车辅作人, 让开, 都给我让开, 就在这一刻, 后边又来了一辆马车, 速度只比之前那辆块没有慢的, 今晚这到底是什么阴间日子, 怎么会有人这么没素质? 叶峰侧身到了一旁, 就, 忽然马车窗子一个橘子皮飞了出来, 好巧不巧, 正好砸在了他脑袋上, 橘子皮绿色的, 此刻包得像一顶帽子, 你他妈什么意思, 叶峰怒了, 不知道男人最忌讳什么吗, 这凭空一顶绿帽想干嘛, 这行为, 书能忍审都不能忍, 叶峰直接追了上去, 玫瑰酒店门口, 哎, 终于到了, 真不知道, 上边为什么会让我们来住这么个破酒店, 只见到此刻, 一名长相略微有些妖娄的青年, 整个显得有些惆怅, 他叫奥斯罗天斗皇家学院的成员, 鬼知道呢, 不过上边既然让我们来这么个地方, 住这种破酒店也正常了, 赶紧进去吧, 玉峰耸了耸肩, 不等一下队长和副队, 两个魁梧的壮汉下车, 其中一人问道, 他叫石墨, 对对对, 我的玲玲还在车上呢, 玉峰露出一道看起来有些猥琐的笑容, 调戏玲玲是他日常生活, 沙忽然只见一辆马车飞来, 随后一个漂亮的五米长沙, 都愣着干什么, 进去吧, 明天还有一整天呢, 下车的是一个青年, 一身黑色的衣服, 手中拿着半个橘子, 在悠闲地吃着, 他是玉天恒, 这一次过来, 他们斗黄战队的队长, 紧随其后的是两个姑娘, 一个看起来有些性感, 手中拿着两三片橘子, 而另一个则一副很文静的样子, 就这么随在他们身后, 这不是等队长你吗? 只见到奥斯罗和玉峰笑眯眯地说道, 石墨兄弟也笑眯眯地摸了摸头, 你们这群小子给我站住, 就在这一刻, 只见到后边一道身影冲了过来, 嗯? 这是在叫我们吗? 一行欺人有些纳闷, 这橘子皮是谁的? 给劳子站出来, 终于叶峰追上了, 他气喘吁吁地吼道, 纯用力气去追, 真探娘的刺激, 就跟当初学校体测跑一千米一样, 差点没累死, 我的, 怎么了? 玉天恒盯着叶峰, 语气很冷淡, 他倒是很佩服, 一个橘子皮竟然还追上来了, 真是不知死活呀, 怕, 你的, 你他妈就这么做人哪, 叶峰直接一个巴掌, 甩在了玉天恒的脸上, 第85章, 帮雪儿完成任务, 第三更, 一阵寒风吹过, 凌乱, 前所未有的凌乱, 天斗皇家学院的所有人都傻眼了, 当即石化在原地, 犹如一座座栩栩如生的雕塑, 发生了什么? 他们的队长, 因为丢一个橘子皮, 直接被甩了一个巴掌, 这是哪里来的社会人, 这么暴躁的吗? 记得索托成明峰, 没有这么彪悍才对, 你, 你居然伤我巴掌? 玉天恒的脸在抽搐, 从小到大他都是族里众星所捧之乐, 几乎没有什么人敢骂他, 打他更是一丁点没有, 至于脸, 就更不用说了, 碰都没有人碰, 因为他的脸, 就相当于是蓝天霸王龙家族的脸, 试问整个大陆谁敢碰, 结果好家伙, 今晚被甩了一个巴掌, 啪, 忽然叶峰毫无征兆地伸出手, 又是一个巴掌, 甩在了玉天恒的脸上, 怎么不敢, 你很牛吗? 他指着玉天恒的鼻子问道, 对于天斗皇家学院, 他背后有免死金牌, 一丁点都不虚, 雪儿的原话, 只要不弄死, 就往死里弄, 再说, 敢丢绿色橘子皮到他脑袋上, 暗示什么, 作为一个合格的男人, 都得整死你, 好家伙, 石墨兄弟, 奥斯罗和玉峰数目相对, 哪怕是最文静的叶玲玲, 此刻都抬起了头, 似乎是有些匪夷所思, 到底是谁敢这么挑衅他们队长, 你他妈找死, 那我今天就让你死得透彻一点, 玉天恒怒了, 刹那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武魂, 蓝殿霸王龙, 整个大陆之上被号称最强兽武魂, 当然, 号称而已, 三个魂环接地而起, 黄, 黄, 最佳魂环匹配, 玉天恒, 三十九级魂尊, 完了, 玉峰耸了耸肩, 基本上可以预料到, 这小子会死得很惨, 不过, 赶山蓝殿霸王龙家族的少主的脸, 这点已经足够他死后吹嘘了, 你魂尊很厉害, 你魂尊就可以乱丢垃圾, 你魂尊就可以把绿色的橘子皮砸在爷的头上, 叶峰腿部释放出一道红色的光芒, 守妙庭, 啪啪啪一直在甩玉天恒, 正好, 趁着这个机会好好修理一下, 这帮天斗皇家学院自认为自己是天子骄子的家伙, 也顺便帮雪儿完成工作, 独孤雁梦了, 叶凌凌猛了, 天斗皇家学院斗皇战队, 所有人都梦了, 什么鬼, 他们只看到眼前这个男人在疯狂的山域天恒巴掌, 对方身上还透着黑气, 魂王, 因为黑色是魂王的象征, 正常情况下, 五魂匹配都是黄, 黄, 黑, 只有第五个才是黑色, 第三魂祭, 雷霆之怒, 都愣着干什么, 赶紧给我列队, 玉天恒怒了, 直接释放出了自己的最强魂祭雷霆之怒, 这魂祭施展出来, 可以令蓝殿霸王龙五魂暂时处于暴走状态, 威力巨大, 攻击力提升百分之百, 魂力提升百分之五十, 但缺陷是, 如果不主动停止, 就会持续到体力耗尽, 最终被其他敌人所杀, 但这里只有一个敌人, 而他有这么多队友, 哪怕体力耗尽, 都无所谓, 第八十六章, 小绿龟, 小蠢龙, 第一个, 是, 玉天恒那充满怒意的话音落下之后, 窦黄战队所有人迅速集结组成队列, 纷纷施展出了自己的武魂, 这小孩看上去比他们还小, 倘若对方是魂王打死, 他们都不信, 估计最多顶天了, 也就魂尊, 黑色的气可能是魂祭效果, 目测是一名速度行魂师, 出其不意, 才捆掌到了他们的老大, 不好, 打起来了, 孩子, 快跟妈妈过来, 玫瑰酒店的前边是一个小广场, 自带喷泉灯光效果, 晚上周围居民经常带着孩子来散步, 此刻虽然是11点多, 但喷泉灯光效果一直持续到12点, 此刻依旧有一部分精力旺盛的小孩在玩乐, 一声吵闹之后, 忽然亮起的魂环, 吓得刚刚还玩的欢快的人一个机灵, 他们立马带着孩子跑到一旁, 魂尸打架, 烦人遭殃, 在索托城这个魂尸比例, 只占据10%的地方更是一样, 普通人看到魂尸打架, 那是能有多远就躲多远, 因为一旦你被魂尸伤到, 只能自认倒霉, 至于想问魂尸要赔偿, 做梦吧你, 伤了或者死了都活该, 小子, 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惹到我们老大, 只见一个魁梧的壮汉身旁冒着绿光, 这是石墨, 五魂玄武龟, 37级战魂尸, 哦吼, 等等, 叶峰忽然叫停, 随后朝着石墨走了过去, 嗯, 你, 你想干嘛, 石墨满脸问号, 天斗皇家学院众人见此, 也是一个个满脸疑惑, 来, 带好, 不要歪了, 叶峰一本正经的将绿色橘子皮放到了石墨头上, 虽然对方长得很壮, 但也不算高, 石墨问号脸, 绿光跟绿帽更配哦, 叶峰微微一笑说道, 扑痴, 天斗皇家学院众人直接没憋住给喷了, 这怎么能有人一本正经的在做这种事, 哪怕是最文静的叶玲玲都没忍住, 眼嘴扑的一声偷笑, 你干嘛找死, 橘子皮是绿色的, 戴他头上, 还说什么不要歪了, 这不是暗示给他戴绿帽吗, 你就说, 哪个男的能忍这事, 当然, 最重要的是, 石墨发现自己在追的女神居然也笑话自己, 刹那直接爆炸了, 挥舞着拳头被叶峰砸了过来, 但毕竟是乌龟, 防御力不错, 但这速度嘛, 就不敢攻卫了, 叶峰轻而易举躲开, 小绿龟, 还有那条小蠢龙, 你们想打可以, 但在这里打控制不住, 会伤到人或者毁了建筑, 去后山那边放得开一点, 跟我过来吧, 特么的, 现在玫瑰酒店是自己的, 这玉天恒虽然是蓝店霸王龙的少主, 但跟戴木白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建筑毁了对方压根赔不起, 莫不成让他去找玉元镇那条老龙去要站, 活腻了吧, 还是到后山清静, 怎么打都没问题, 只见叶峰朝着石墨看了一眼, 随后就这么静止地走过了玉天恒的身旁, 顺便还撞了一下他肩膀, 小蠢龙? 他刚刚是在叫谁? 是个男的都知道, 撞肩膀是一种挑衅, 而这句小蠢龙, 玉天恒猛了, 老大, 他好像是在叫你, 玉峰开口道, 我干他仙人板板, 咯吱, 咯吱, 玉天恒的拳头紧紧揣着, 一拳直接干倒了旁边的十年香章树, 扇他脸, 现在还他妈撞他肩膀挑衅他, 这些他都忍了, 小蠢龙是什么? 侮辱他, 还是侮辱他们蓝殿霸王龙家族? 这能忍, 这要是忍下去, 他就不叫蓝殿霸王龙天恒, 而叫蓝殿霸王龟天恒了, 小绿龟, 一旁的石墨在凌乱, 沙包大的拳头更抖得厉害, 走, 都给我跟过去, 老子让他看看什么叫小蠢龙, 玉天恒怒气炸天, 在市里打架确实施展不开, 而且毁了民房或是建筑到时候也很麻烦, 去山林里, 无论是虐这小子还是杀这小子都不会引起恐慌, 走, 石墨怒气冲天, 戴绿帽, 小绿龟, 这些都是他人生字典的禁忌词, 他一定要用沙包大的拳头咋包那小子脑袋, 远处叶峰再朝着后山的方向走, 虽然今晚累得不行, 体力几乎耗尽, 但对付几个魂尊还是有把握的, 而且还是在没人的森林里, 那就更有把握了, 天恒, 忽然独孤燕的声音响了起来, 怎么, 倘若是别人叫住他, 玉天恒此刻怕是直接发飙了, 可对面是独孤燕, 他强忍着怒气回了两个字, 那一双眼眸红光未散, 你觉得这其中会不会有诈? 独孤燕看着玉天恒对着说道, 他心中有些不安, 是啊, 我也觉得这其中有问题, 对方像是故意挑衅老大年, 然后引我们到森林里去的, 看着叶峰那背影, 窦皇战队的奥斯罗此刻也对着说道, 管他有没有诈, 小小所托成, 还有人能杀了, 我们不成, 还有, 我刚刚挨那一个巴掌, 也不可能白挨, 谁怕死就留在这, 不怕死的, 就跟我来, 玉天恒的声音几乎像是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 随后直接朝着叶峰的方向追了过去, 小蠢龙, 此刻就像是一根针刺在玉天恒心口, 老子陪老大过去, 你们回去休息, 只见到此刻石墨开口道, 敢叫他小绿龟, 今天我不管你是谁, 老子让你死, 石墨像是行走的坦克, 直接冲了过去, 副队, 怎么办, 玉峰和奥斯罗看着独孤燕, 整个人显得有些迷茫, 还能怎么办, 追过去, 他们毕竟是一个整体, 哪怕真的有危险, 大家一起也可以应对, 针就他们两个的话, 一旦出示死亡几率大大增加, 就这样, 他们斗黄战队朝着后山森林进发, 此刻, 索托城大斗魂场灯火通明, 此时时间尚未到十二点, 还有三场团战才结束今晚的时光, 最后一场赫然写着史莱克战队对战狂战队, 第87章, 失落的弗兰德, 史莱克学院将不复存在, 上边, VIP包间, 大家都围在唐三的旁边, 因为大师刚刚要求唐三把当时擂台下边发生的所有事情, 全部复述了一遍, 总之, 我也不知道, 那个人到底是谁, 但我的蓝营草所建立的屏障没有被破, 这点我可以肯定, 唐三十分坚定地对着大师说道, 如果蓝营草的第三魂纪珠网束缚出现了问题, 大师语气有点淡, 像是明白了什么, 老师受害了大家没能参加团战, 实在是对不起, 但他伤了小五, 必须要去报仇, 唐三满脸歉意, 他现在的积分是零, 并且因为自己元气大伤, 所有人都不能再参加团战, 相当于白白丢了一分, 他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了自己老师那浓浓的失望, 但他发过誓, 谁都不能欺负小五, 哼, 在这个世界, 对不起是最不值钱的三个字, 而且, 你也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你应该跟大家说对不起, 因为你的自私酿成了难以挽回的后果, 大师冷哼了一声, 唐三积分直接清零, 也就是说, 他们这边最高分是木白, 六个积分, 而嗜血恶魔那边最高九个积分, 无论是最高分还是平均分, 他们都完败, 说真的, 大师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最看重的徒弟反手捅得他最深, 请今晚的最后一支队伍史莱克战队做好准备, 十分钟后将进入中心擂台进行团战, 忽然就在这一刻, 斗魂场的广播响起, 小刚, 要到我们进行团战了, 现在应该怎么办, 听到广播, 弗兰德此刻有些凌乱, 当即对着大师问道, 团战赛的报名无法取消, 可要是大家不上场, 可就相当于白白输掉一个积分了呀, 而且最严重的是, 不但团队会被扣掉一个积分, 所有人都得要扣掉一个积分, 今晚这个战绩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戴木白六分, 唐三零分, 小武零分, 朱竹青三分, 马洪俊三分, 奥斯卡二分, 宁容容二分, 要大家还被扣掉一个单项个人积分, 那就麻烦了, 哼, 还能怎么办, 我的好徒都成这样子了, 强行上去送死, 缺席自动认输吧, 大师语气冷淡地说道, 认输, 那, 那件事怎么办, 弗兰德表情有些苦涩, 大家可全面落后啊, 还能怎么办, 难不成我们能顶上去, 大师朝着弗兰德看了一眼, 唉, 这可如何是好, 弗兰德深深叹息了一声, 整个人像是苍老了十几岁一样, 弗兰德院长, 发生什么事了, 戴木白看到弗兰德有些不太对劲, 顿时满脸疑惑地对着问道, 没什么, 一会儿就让小刚带你们回去吧, 我先出去散散心, 弗兰德十分没落地朝着门外走去, 整个人就好像是输光了全家当的赌徒一样, 大师, 这, 这到底怎么了, 戴木白猛了, 是啊, 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马洪俊也很猛了, 弗兰德是他的老师, 他从未给见过自己的老师这样, 史莱克学院没了, 大师开口道, 包厢一片寂静, 所有人满头问号, 或许你们不知道吧, 你们的弗兰德院长跟别人签订了一份赌约, 如果这一周你们无法达到目标, 史莱克学校将不复存在, 只听到此刻的大师十分认真地说道, 演戏嘛, 他熟, 不下下这帮人, 他们还继续放肆下去, 现在开局已经出了毛病, 要是继续下去, 那他们可就危险了, 这样自己到时候怎么受徒, 史莱克学院将不复存在, 大师, 这倒是什么意思, 众人听到这话, 一个个露出一道匪夷所思的神光, 哪怕是受伤的唐三, 此刻也直接坐了起来, 行了, 也没什么意思, 这件事我不想说了, 都解散回去吧, 天色也不早了, 大师没有解释, 语气十分冷淡, 整个人充满着一股丧感, 大师, 你别呀, 学院怎么了, 是啊, 大师, 到底出什么事了, 是因为钱的问题吗, 马洪俊的话刚落下戴木白的声音, 又响了起来, 众人将大师牢牢围住, 虽然他们来到史莱克学院的时间, 也不算很长, 但是毫无例外, 他们对史莱克都产生了感情, 要是学院没了, 他们可接受不了, 哎, 既然你们都问了, 那我就跟你们说了吧, 弗兰德院长跟某位家族世子, 进了一个赌约, 我之前要求你们做到的内容, 就是赌约之一, 如果你们完不成就等于是输了, 那样的话, 学院会成为对方的囊中之物, 大师开口说道, 什么, 听到这一句话, 所有人都炸了, 所以你们, 也不要怪弗兰德院长刚刚不理你们, 主要是小三今晚太冲动一下子, 把他的计划都给打乱了, 哎, 行了, 不说这些事, 都回去吧, 大师略微有些无奈的开口说道, 哥, 小五看了一眼唐三, 唐三现在的心情也很复杂, 不行, 老师, 我觉得我还能打, 今晚这一场团战, 我们一定要打赢, 只见此刻的唐三直接撑起身子, 完全不顾此前受的伤, 没有想到自己竟然犯了这么一个不可饶恕的过错, 什么时候都应该以大局为重, 结果万万没有想到, 不用了, 今晚你们的战队是狂战战队, 那是一个非常强大的战队, 赢不了的, 上去也不过是输罢了, 大师微微摇了摇头, 啪, 忽然, 唐三狠狠地甩了自己一个巴掌, 小三, 你这是干嘛, 戴木白看到这一幕, 急忙上前拉扯住, 你们别拦我, 唐三心中无比后悔, 今晚因为一时解气, 他竟然将整个学院置于水火之中, 自己做的这是什么事? 哥, 你是为小五报仇的, 要打的是小五? 小五抬起手, 又要朝着自己脸上来一个巴掌, 好了, 够了, 忽然, 大师直接吼了一声, 刹那, 包厢一片寂静, 第八十八章, 玉天恒, 被欺诈了第三更, 我是在看你们两个唱戏吗? 你们要是真的有诚意道歉, 明天晚上就必须达到我的目标, 按照我的命令形式, 绝对不能掺杂任何的私人情感, 今晚只是第一个晚上我们还有希望, 大师直接冷声喝道, 明白了, 大家听到这一句话, 刹那所有人燃起一股战意, 史莱克战队弃权, 所有成员扣一分, 戴木百五分, 唐三负一分, 小五负一分, 朱竹钦二分, 马红军二分, 奥斯卡一分, 宁荣荣一分, 忽然就在这个时候, 广播声响起, 大屏幕上出现几个头像, 那是史莱克众人戴面具之后的样貌, 而分数也发生了变化, 那间VIP包间在此刻也关了灯, 史莱克人走了, 朝着城郊外的学院方向, 另一边锁托城郊外后山森林, 他们犹如败杖之君, 路上士气低沉, 天窦皇家学院七人将叶峰牢牢围住, 真没有想到, 你居然一个人在这, 真是不知道谁给你的胆量, 石墨冷冷地盯着叶峰, 而独孤燕也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周围, 发现真的没人, 简直有些匪夷所思, 就你们, 我还要找人, 叶峰微微一笑, 摊着手说道, 原本今晚打算回去好好睡一觉, 结果遇到这么一处事情, 今晚他们必将会为那橘子皮付出代价, 叫什么名字? 玉天恒开口问道, 七个对付一个, 周围确定没有埋伏, 他现在有大把时间折磨这小子, 所以耐着性子问道, 当然他也不傻, 确定一下此人是不是大族或者世家贵族子弟, 倘若误杀也是麻烦得很, 关你屁事, 小蠢龙还有小绿龟, 要上的话就一起上吧, 你爷爷回头还得回去睡觉呢, 叶峰勾了勾手指, 那姿态就像是斗狗的模样, 既然你想死, 那我就成全你, 听到这么放肆的话, 玉天恒被气得上气不接下气, 直接炸了, 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狂妄的人, 啊, 你再敢说这三个字, 我撕落你的嘴, 石墨因为武魂是玄武龟, 而且施展武魂时身上散发着的是绿光, 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叫小绿龟, 好的, 小绿龟, 叶峰瘫了瘫手, 笑眯眯的看着石墨, 哥, 我想撕了它, 石墨沙包大的拳头在颤抖, 这是再侮辱, 谁能受得了这个, 我们兄弟一起上, 石墨直接释放出了武魂, 好, 循规附体, 武魂召唤, 两人身上杀气漫天, 就你们两只乌龟不配, 把小蠢龙和自尽蛇以及鸟人, 黑豹子, 九星海棠花加上还差不多, 叶峰开口说道, 自尽蛇, 你是在说我, 独孤雁听到这话, 迷茫了, 碧灵蛇什么时候变成自尽蛇了, 这家伙去哪里起这些歪门邪道的名字, 自信点, 把问号语气去掉, 修炼碧灵蛇有个毛病, 那就是蛇毒会蔓延到浑尸自身, 一般情况下活不过二十岁, 这不叫自尽蛇, 这叫什么, 要不是看在这些人是雪儿管的份上, 他才不会跟对方废话, 鸟, 鸟人, 嘿, 黑豹子, 玉峰和奥斯罗也猛了, 当然, 最震惊的还是叶玲玲, 他可从未在这人面前展露过自己, 他竟然知道自己的五魂是九星海棠, 他到底什么来头, 小蠢龙, 你又叫我小蠢龙, 我他妈老子今天不杀了你从此以后, 王子倒着血, 其他人只是震惊, 接二连三被挑衅的玉天恒, 直接怒了, 当即施展出第三魂计划龙, 对着叶峰攻击了过来, 他要让叶峰看看, 究竟谁是小蠢龙, 第八十九章, 吊打斗皇战队, 第一更, 哦, 那从此以后, 你玉子就到这写吧, 就在这一瞬间, 叶峰面前一把磨连浮现, 这把镰刀, 远处的独孤雁瞳孔紧缩, 太熟悉了, 今晚自己就是被这一把镰刀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远处的石墨也愣了一下, 因为他也发现, 这刀好熟悉, 然而,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接下来这一幕, 他们差点下巴没掉在地上, 一个紫色魂环浮现, 紧接着又是一个紫色, 而后又是一个黑色, 最最最后, 还有一个黑色, 紫, 紫, 黑, 黑, 刚刚还战役十足的天斗皇家学院, 众人此刻都傻眼了, 这什么鬼, 我看错了吗, 玉峰错了错自己的眼睛, 假的吧, 一定是假的, 这怎么可能呢,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魂环配置, 咦, 一道刺耳的声响, 玉天恒直接被炸开, 是摩连轻轻挥舞了一下, 紧接着刀锋化为苍龙, 他们的老大直接被顶飞了百米, 森林里一棵棵树轰然倒下, 所有人, 上, 本来独孤燕以为今晚这个人是嗜血恶魔, 但这四个魂环实在是完全打消了他的念头, 此刻, 他的心头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危机感, 难怪对方赶来这里, 竟然是超级魂宗, 是, 所有人集中, 石墨石墨两兄弟在最前方, 叶玲玲也从震惊中走了出来, 五魂, 九星海棠, 伴随着一股淡淡的香气, 一道白色光芒从天而降, 那白光看上去极为奇特, 竟然是花瓣形态, 徐徐飘落, 直接落在了玉天恒身上, 只见那花瓣轻飘飘地融入到了玉天恒的体内, 势材伤痕累累的玉天恒裸露在外的伤口, 竟然奇迹般地飞速愈合着, 整个人的脸色看上去也已经变得好了很多, 仅仅一秒, 对方就直接站起了身, 叶玲玲, 整个窦黄战队唯一的辅助细魂师, 五魂是极其罕见的九星海棠, 对方的能力也十分的变态, 那便是范围性全体治疗, 只要几方战友还有一口气, 拥有九星海棠五魂的魂师就能救活对方, 当然, 他也有一个缺陷, 那就是回血不回蓝, 简单的来说就是能恢复伤势, 但是恢复不了魂力, 但这种也算是极为变态了, 速度真慢, 忽然, 叶玲玲感觉自己的耳旁传来一道声响, 什么? 他心头一颤, 咻, 叶玲玲感觉自己的手被什么东西抓了一下, 随后, 整个人直接飘了起来, 玲玲? 独孤雁看到这个男的居然直接把叶玲玲扯走, 立马将碧灵蛇施斩, 好似要追上叶峰, 玲玲同学, 石墨和石墨顿时也不防外边了, 两兄弟立马追了上来, 当然, 还是石墨比较疯狂, 因为他一直在追叶玲玲, 这一次对方遭遇危险, 他英雄救美, 说不定没能增强对方对自己的好感, 以后以身相许, 也不是不可能, 你已经死了, 但因为你是辅助吸魂狮, 我没有打你, 现在就站在这一棵树下, 不许出圈, 叶峰将叶玲玲拉到了一棵树下, 地上快速画了个圈, 啊, 叶玲玲很猛, 这个男人好帅, 呸, 是好奇怪, 就这么画了个圈, 让自己在这待着, 还说自己已经死了, 第三魂祭, 碧玲子独, 把人给我们还回来, 独孤燕怒道, 居然当着我们的面卢走队友, 你魂罪又如何, 石墨也举着大拳头对着叶峰袭击, 还整个天斗皇家学院的胶子呢, 这队形压根没把辅助吸魂师给保护好, 刚刚我若是动手, 他早已经死了, 叶峰拳头对着石墨猛砸, 啊, 下一秒石墨就像是被拳头砸中的排球一样, 飞得更远了, 至于那绿色的乌龟甲, 直接凹陷了下去, 小绿龟真不堪一击, 叶峰拍了拍手, 这, 这么强, 叶峰后边叶灵灵傻眼了, 他一拳居然把三十七级的石墨给打飞了, 要知道, 石墨石墨两兄弟的武魂可是号称防御之罪的玄武龟, 那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另一边的独孤燕指挥着碧玲蛇张开血盆大口, 紧接着嘴里喷出了紫色的蛇毒, 得了吧, 就这自尽蛇杀你们家族自己人还差不多, 杀我就差远了, 叶峰直接伸出手挡在了蛇口, 不要啊, 有毒, 后边叶灵灵看到叶峰就这么拿手挡在了碧玲蛇口, 差点喊出了声, 碧玲子毒是一种极其恐怖的毒素, 被称之为蛇众毒王, 自己的九星海棠花都不一定能救回来, 用手挡不出三秒, 手不降变成白骨, 可接下来惊奇的事情出现了, 对方的手不但没有变成白骨, 整个人看上去也一副完全没有任何事的姿态, 这怎么可能啊, 独孤燕见到这一幕也惊呆了, 第一魂技, 雷霆龙爪, 刚恢复过来的玉天恒虽然满脸震惊, 但也快速施展连技, 对手实在是太强大, 玉天恒的手变成了锋利的龙爪, 对着叶峰抓了过来, 此爪可断木裂石, 像叶峰这种肉身, 一旦被抓可直接被砍成三四段, 死天, 两个字, 一把七字刀, 叶峰轻轻一挥, 刀锋化气, 玉天恒身上的衣服直接炸开, 只剩下一条满是小爱心的花短裤, 扑, 远处叶峰的目光忽然被这东西乱入, 直接没忍住笑喷了, 老大, 你, 你还喜欢这个色啊, 玉峰也是一副憋笑的样子, 俗, 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玉天恒的身上, 独孤燕美好气地看了一眼,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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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天恒指着叶峰, 整个人脸色通红, 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尴尬的, 毕竟还没有人知道他喜欢穿粉红色, 加白色小爱心图案的闷骚短裤, 这下好了, 全曝光了, 看着大家的眼神, 他真的想找个地洞钻下去, 好了, 今晚就到这里结束吧, 你们斗黄战队比我想象中要差劲许多, 叶峰收回了魂力, 嗯, 众人听到这一句话, 一个个满脸问好, 这家伙居然一副长者的姿态评价他们, 他凭什么, 一个个这都是什么表情, 难道我说错了, 你们斗黄战队很强, 看着天斗皇家学院这些人一副很不满的姿态, 他凌乱了, 难怪雪儿要自己让他们吃点苦, 确实应该, 不然这帮含着金钥匙的人都不知道什么叫毒打, 小子你是谁啊, 你以为你打败了我们就可以对我们指手画脚的了, 叶玲玲, 你刚刚为什么不辅助大家, 只见到此刻穿着花裤衩的御天恒脾气直接就上来了, 刹那叶峰说道, 紧接着目光看向叶峰后边的叶玲玲, 他在质问, 啊, 他, 他说我不能辅助, 因为已经死了, 叶玲玲听到御天恒突然提自己的名字, 不知道为什么忽然间情不自禁的有些慌乱了起来, 一脸卡顿地回答道, 他说你死了你就死了呀, 你到底是谁的人, 你是我们窦皇战队的成员, 御天恒美好气地说道, 天哪, 这都是什么猪队友, 秀, 磨连刀锋化气, 地面直接斩出两道足足有十余米的刀痕, 杀人了, 两道刀锋宛如地龙从御天恒身旁穿过, 吓得他紧紧抱住了自己, 看你好像很不服的样子, 今晚来个月光玉, 我让你知道我是谁, 叶峰盯着御天恒身上一股前所未有的灵力气息在涌动, 手中握着的嗜血磨连更是嗡嗡作响, 像是等候吸血的鬼, 不不不, 你是我大哥, 大哥你要淡定, 淡定, 夜晚有点冷, 紧紧抱住自己的御天恒在瑟瑟发抖, 要是这位那锋利的七字形镰刀朝着自己来两下, 那御家可就要绝后了, 再说这月光玉就算了, 简直灭绝人性, 他御天恒还是个保守的小帅哥, 虽说独孤燕名义上是他的女朋友, 但实际上两人的关系都还非常纯洁, 甚至连手都没牵过, 哪能在这个时候展示果给对方看呢, 一定要保持神秘感, 来, 刚当你不是挺横的, 叶峰淡淡朝着御天恒靠近, 啊, 啊呀, 接下来霹里啪啦, 可怜的御天恒又挨了十几下, 哪条印着小爱心的裤衩都破了几个洞, 居然不怎么可怜自己这个队长, 甚至还有点小窃喜, 但他觉得自己肯定是神经错乱了, 不然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想法, 这下你服了吗? 叶峰看着御天恒, 服了, 御天恒满脸屈辱, 造孽啊, 今晚自己为什么要惹上这么一个变态, 面对他的时候别说反抗之力了, 哪怕反抗之意都生不起来, 御天恒现在真的想穿越回到半个小时前, 那个坐马车上手剑丢橘子皮的自己面前, 然后狠狠地甩一个巴掌, 我特别让你丢橘子皮, 我让你砸这么个变态, 只可惜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药, 其实刚刚御天恒说的没错, 你今晚有点圣之不武, 倘若林林辅助我们的话, 你绝对不会这么容易攻破我们, 就在这个时候独孤燕开口说道, 他今晚有点不服气, 哼, 辅助? 你觉得他可能辅助你们吗? 在队伍之中, 辅助细魂师是防御力最差, 也是最薄弱的存在, 可是你们却从未重点在他身旁布局防御, 若是实战, 他早死了, 听到这一句话, 叶峰冷哼了一声, 有叶玲玲这么一个无限回血的, 巴布不好好保护, 还想打赢自己, 做梦呢? 这, 独孤燕听到这话, 有些哑口无言, 确实刚刚这人直接来到了叶玲玲的身旁, 要是实战玲玲, 确实生死难料, 我原本想着, 你们这些天之骄子再怎么差, 也差不到哪里, 结果, 就这, 叶峰瘫了瘫手, 这么好的牌, 硬生生整成了相互牵制, 当时史莱克也就四个魂座而已, 唐三, 小五, 戴木白, 奥斯卡, 而窦皇战队这边呢? 队长玉天恒, 五魂蓝殿霸王龙, 39级, 副队长独孤燕, 五魂碧灵蛇, 38级, 队员石墨, 五魂玄武龟, 38级, 队员石墨, 五魂玄武龟, 37级, 队员玉蜂, 五魂风灵鸟, 36级, 队员奥斯罗, 五魂鬼豹, 36级, 队员叶玲零, 五魂九星海棠, 35级, 这么高的配置, 会打不过一根草, 一只兔, 一只白虎, 和一根香肠, 当时他就觉得匪夷所思, 你, 独孤燕没有想到, 这家伙居然一副鄙夷的模样, 罢了罢了, 明天早上到玫瑰酒店后广场集中吧, 我对你们进行特训, 后广场是玫瑰酒店一个内部广场, 拿来训练他们几个, 勉强行, 记得史莱克还有个团战分, 正好就用窦黄战队来打压他们, 经历绝望吧, 玉小刚, 啊, 明天后广场集合, 你对我们进行特训, 听到这话, 窦黄战队众人直接梦了, 闹呢, 眼前这人看上去好像比他们还小, 还对他们特训, 你是封老师, 忽然叶玲玲好像想起了什么, 记得在出发的时候, 学院副院长交代过来到索托城, 会有一名老师带他们, 当时问了一下老师叫什么名字, 对方没说, 只是说可以叫封老师是一个很强大的存在, 封老师, 应该就是我吧, 叶峰耸了耸肩, 想必这应该是雪儿让他们这么叫的, 一个代号, 也就算了, 什么, 你就是封子老师, 难怪这么疯狂, 这么变态, 玉天横虎躯一阵, 封, 封子老师, 叶峰听到这话, 满脸问号, 情下在小说APP爱乐APP阅读最新内容, 嗯嗯, 太子殿下说来到这边会有一名代号封的老师带我们, 他冷血无情泯灭人性, 让我们一定要还好听话, 玉天横对着说道, 他对强者有一种游心的敬畏, 冷血无情, 泯灭人性, 是太子说的, 叶峰在风中凌乱, 这是什么狼虎之词, 第九十一章, 史莱克的变态训练第一更, 次日一早, 玫瑰酒店后广场, 叫官, 所有人已经全部集中后广场, 可以开课, 玉天横此刻扯着嗓子喊道, 叶峰昨晚费了一点魂力, 终于纠正了天斗皇家学院对他的称呼, 而且他也把昨晚这些学员对他冷血无情, 泯灭人性的呆板印象进行了纠正, 变成了善良有爱, 无比体贴, 看来大家今天的精神都还不错, 那就按照你们原先的方法列队, 早上我们先进行一场实战, 只听到此刻叶峰对着说道, 啊, 实战, 众人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像是淹了的皮球, 一个个满脸苦涩, 谁想跟这个变态打啊, 纯粹找虐好不好, 怎么, 有问题吗? 烂了下来, 教官, 你还是直接教我们一些战斗技巧吧, 团战我们昨晚七个人都不够你打, 今天还打, 这不是找虐吗? 郁天恒那张脸直接变成了个苦瓜脸, 一副囧态, 哦, 这样, 那可以啊, 叶峰点了点头, 教官, 真的可以吗? 听到这一句话, 郁天恒两眼放光, 太好了, 终于可以不用挨打了, 当然可以, 你今天穿什么颜色? 忽然, 叶峰冷不丁地来了一句, 啊哈, 郁天恒听到这一句话, 莫名感觉下半身凉了, 腿竟然不自觉地得扒了起来, 还有谁今天不准备团战吗? 小蠢龙算一个, 叶峰对着在场众人问道, 参加参加, 天斗皇家学院的学员, 一个个的都慌了, 谁知道这位善良有爱, 无比体贴的教官会对他们做什么, 顿时直接喊出要参加, 教官, 我也参加, 旁边的郁天恒慌了, 他害怕这位封教官一不小心刀子骗, 那可就凉凉了, 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听爷爷交代,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再说, 这位还是雪清和太子殿下亲自找来的, 这还差不多, 我给你们两分钟商量阵行, 如果出现昨晚的错误, 后果自负, 叶峰声音落下, 紧接着坐在了后广场的一个小椅子上, 天斗皇家学院众学员, 昨晚出事的就是辅助系魂师, 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先保护辅助系魂师, 郁天恒对着众人说道, 嗯嗯, 我同意, 石墨点了点头, 其他人亦是一样, 那今天我们就做好防守, 不主动出街, 独孤燕开口道, 而此时所托成的另一边, 史莱克学院, 早上六点, 大家都还没睡醒, 大师就直接冲进了他们的寝室, 一直到现在八点, 众人都还在忙碌, 甚至早饭都没吃上, 戴木白, 你跑慢了, 给我速度加快一点, 大师指着戴木白喊道, 大师, 这六百斤真的不是人能扛的, 戴木白感觉自己的背后背了一座大衫, 肩膀都磨出了血, 上一周他背三百斤就已经要死了, 今天六点起来直接六百斤, 跑完二十公里才能吃早饭, 这简直要命, 不是人扛, 今天你们要是再输, 到时候家都得被人家端了, 给我快点, 你还有五公里, 大师对着戴木白喊道, 呼, 呼, 忽然就在这一刻, 一个身穿蓝色的衣服的少年走过, 他背后的石头又大又重, 累吗? 昨晚你老师的心更累, 给我快点, 大师凑近,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唐三, 唐三的步伐沉重, 主要是因为他背着七百斤的石头, 比戴木白整整重了一百斤, 十五公里下来, 他人已经差不多要傻了, 是, 唐三咬咬牙, 浑身肌肉紧绷, 再度冲了出去, 今天晚上的战斗, 他们无论如何都得获胜, 就这样, 史莱克众人一个个从大师的面前跑了过去, 小刚, 你说这样能行吗? 忽然弗兰德走了过来, 他看到了唐三和戴木白的肩膀都累出了血痕, 这么下去, 怕是会练出问题啊, 我定制的训练法绝对有效, 今天晚上, 你就看着他们逆袭吧, 大师对着说道, 虽然六点起来很辛苦, 这么疯狂的训练, 甚至会让大家一身是伤, 但为了获得赌约的胜利, 他不惜一切, 再说, 这帮孩子, 肯定也会为这短短一周制的飞跃而高兴, 好吧, 不过我们这前, 弗兰德表情更为苦涩了数分, 今天大师要的药材都是名贵级的, 这一遭直接干掉了整个学院三个月的开销, 你放心吧, 今晚大家的战绩将会惊艳全场, 大师开口道, 可战斗营的钱按照这个开销似乎还是有点不够啊, 弗兰德无奈道, 毕竟一天就是三个月的开销, 这谁受得了啊, 其实我这里倒是有一两万金币, 大师开口道, 毕竟是蓝殿霸王王家族曾经的少主, 在诺丁学院这么多年基本上都不用一分钱, 所以他倒是攒下了不小的财富, 什么, 你有这么多钱, 那还愣着干什么, 快拿出来投资这帮孩子们吧, 我要真再这么搞下去, 学院撑不到后天, 弗兰德听到大师说有一两万的财富, 顿时两人放光, 不着急, 这些钱交给你你也是用掉, 今晚我小小操作一下便能钱生钱, 大师副手力道, 你是想买, 弗兰德有些惊诧, 那是自然, 今晚我就买我的学生营, 相信这一两万块至少能翻两番, 这样便能缓解这学院的燃眉之急了, 大师露出一道十分自信的笑容, 高啊, 小高, 我之前怎么没有发现, 竟然有这么好的商业头脑, 一两万买自己人, 那何止才生这点钱, 总不可能他们史莱克的全都输吧, 另一边玫瑰酒店, 战斗已经开始了, 教官, 这一次想靠近我们的辅助系魂师, 可没有那么容易, 只见到此刻石墨和石墨两兄弟, 挡在了叶玲玲的面前, 这一波他们换了个阵法, 那就是防守, 优先保护辅助系魂师, 主要辅助系魂师没被偷, 那他们就能一直回血, 第九十二章, 系统的两条提示, 第一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确实有进步, 不过叶峰这嘴角微微一扬, 啊, 忽然叫声一响, 玲玲同学, 挡在叶玲玲面前的石墨和石墨两兄弟, 看到辅助系魂师又被掳走了, 顿时彻底猛了, 什么情况, 你们两个防御的魂师, 反应速度太慢, 叶峰淡淡地说道, 所有人围攻, 背水一战, 没有了辅助系魂师, 就相当于失去了后续补给, 只见此刻玉天恒直接对着众人喊道, 是, 原本在后边的石墨和石墨两兄弟迅速挡在前方, 窦黄战队也改变了原来的战斗理念, 转手围攻, 一起上, 那更好, 叶峰的左脚亮起一道光, 与昨晚的筋疲力尽不同, 现在他是精力充沛, 什么, 奥斯罗, 玉峰小心, 玉天恒扑了个空, 他发现这位温柔体贴的教官朝着玉峰和奥斯罗的方向冲了过去, 啊, 玉峰被击飞, 足足有十余米, 鬼报, 第三魂, 奥斯罗反应比玉峰快一点, 他准备施展第三魂计, 结果人直接自由飞翔, 曲线掉落在了五十米开外, 还剩下四个, 叶峰手中摩连施展, 我来主攻, 叶尔尼辅攻, 石墨石墨, 你们两个负责防御, 玉天恒毕竟是三十九级魂尊, 而且属于天斗皇家学院之中顶尖的天才, 反应速度还是及格的, 是, 四个人很快组织了阵型, 他们昨天晚上是打完斗魂场回来的, 所以有些体力不支, 毕竟除了辅助细魂是零零之外, 每个都打了两场以上, 像玉天恒硬生生打了四场, 可以说昨晚是非常的疲惫, 但今日不同, 经过一夜休息, 他们尽力充沛, 虽然知道教官是个变态, 但联合起来的话, 不一定会被虐得很惨, 第一魂技, 雷霆龙爪, 玉天恒释放自己的攻击, 双手当即化为可碎石断木的龙爪, 第一魂技, 碧灵红毒, 亢奋之毒, 独孤燕也直接释放出了魂技, 亢奋之毒能刺激神经, 增强攻击力, 哪怕在速度上也能提高百分之二十, 相当于此毒施展出来之后, 他无限接近于魂宗, 苍龙盾, 两人袭来, 叶峰一道紫色魂环亮起, 嗜血磨脸挡在面前, 有如一只苍龙盘旋, 什么? 独孤燕和玉天恒都震惊了, 这位教官只是将五魂挡在面前, 他们的攻击就这么被挡住了, 匪夷所思, 再来, 第二魂技雷霆万钧, 玉天恒迅速施展第二魂技, 狂暴的电击充斥着整个后广场, 副队, 石墨和石墨两兄弟同时大喊一声, 两个龟盾挡在了面前, 独孤燕迅速撤离, 因为他见识过这一道攻击, 破坏力极强, 呲呲呲, 广场发出耀眼的光芒, 一些植被直接被电成了焦炭, 玉天恒露出久违的笑容, 在自己这道攻击之下, 教官这下必定挂采, 然而等光芒散去, 他震惊了, 那个男人竟然毫发无损, 没错, 是毫发无损, 唯一的变化应该是他的姿势, 人笔直站立, 一只手副手在后方, 另一只举着五魂, 横着像是一字一样挡在面前, 啊, 啊, 下一秒夜风动了, 玉天恒看到这位教官的手, 肌肉瞬间紧绷, 就像是拉满的橡皮筋, 现场噼里啪啦, 短短半个呼吸, 玉天恒直接被揍了五十多下, 保护, 我, 啊, 玉天恒凄惨地喊道, 肚子和脸连续遭受暴击, 一阵翻山倒海, 差点没把隔夜饭吐出来, 至于那张原本有些英俊的脸, 此刻已都肿成了猪头, 下手这么狠, 简直造孽啊, 为什么自己昨晚那么嚣张, 要作死, 这下成了教官特训对象, 老大, 我们来了, 魂技玄归盾, 石墨和石墨两兄弟迅速出手, 第三魂技, 碧玲子毒, 独孤燕也迅速施展出了自己的第三魂技, 好, 那就都来吧, 第三魂技, 泰坦金刚之力, 叶峰将玉天恒丢到一旁, 刹那黑色的魂环直接亮起, 万年魂技, 玉天恒见到这一幕, 瞳孔紧缩, 黑万年魂技都施展出来了, 太浮夸了吧, 这教官是要把他们往死里整吗? 石墨石墨, 用之前训练的办法, 玉天恒连滚带爬, 快速躲在了石墨和石墨两兄弟的身后, 哄, 两人的玄归盾被叶峰直接震开, 碧玲子毒, 就在石家兄弟被震开那一刹那, 一团紫雾喷出, 嗯? 叶峰先是愣了一下, 第三魂技, 雷霆之怒, 忽然他看到玉天恒施展第三魂技杀了过来, 哄, 如果叶峰施展的是第二魂技, 或者第一魂技, 现在肯定是要躲开了, 但他现在施展的是第三魂技, 轰隆的剧烈声响, 玉天恒与叶峰交战, 刹那他整个人直接被镇飞摆拟, 一切尘埃落定, 窦皇战队, 完败, 教官, 你这也太狠了吧, 只看到独孤雁满脸苦涩,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感觉天恒好像是被针对了一样, 狠吗? 叶峰咧嘴一笑, 他还打算让窦皇战队对付史莱克呢, 若是还跟之前一样松散, 他们必败, 再说, 雪儿拜托他来是调教窦皇战队的, 而不是来夸他们的, 再说, 有玲玲这个无限回血的Bot在, 害怕什么, 众人默默不语, 只是摸了摸自己那一把差点摔散家的老骨头, 还有那到处擦伤的皮肤, 好了, 先休息五分钟, 玲玲给他们疗伤吧, 叶峰看向叶玲玲, 嗯, 叶玲玲点了点头, 随后便开始治疗了起来, 而叶峰此刻则是来到了一旁, 叶, 你有两条新消息未查收, 叶峰的系统自动弹出了一条提示, 估计是昨天的运动值结算了, 叶峰心中一喜, 昨日运动值结算, 七万四千点, 以自动转化为经验值, 七万四的经验, 好家伙, 宿主, 叶峰, 所在卫面, 斗罗大陆, 性别, 男, 年龄, 十四岁, 经验值, 五十九八W, 一百W, 晋级到魂宗之后, 每获得十万经验, 就可以晋升一级, 昨天差点晋升一级, 简直不可思议, 这周结束之后, 自己是不是可能晋升到魂王了, 想到这里, 叶峰心中满是期待, 十四岁的魂王, 那是冠决整个斗罗大陆之巅的存在吧, 那还有一条消息是什么, 叶峰忽然发现, 今天系统来了两条消息, 第九十三章, 狠狠操练, 第二个, 叮, 恭喜宿主, 昨天运动直破纪录, 获得十W金币奖励, 奸挺一分钟丹药, 两颗体力药丸加配方, 系统面板自动打开, 金币, 一七零四W, 物品栏, 神秘丹药星号一, 体力药丸星号二, 好家伙, 居然还有奖励, 叶峰震惊了, 而且还奖励了一颗, 奸挺一分钟丹药, 这丹药可是好东西啊, 上次对战暗影独狼, 就靠着奸挺一分钟, 捡回了一条命, 没想到, 竟然又获得了一颗, 奸挺一分钟丹药, 这下, 哪怕是面对独孤伯这个老毒物, 至少也有保命的手段了, 体力丸, 叶峰很快就发现了另一个东西, 他从未见过的体力丸, 并且还有配方, 他点开说明, 体力丸, 普通丹药, 魂王之下, 可瞬间快速恢复体力, 单日极限两颗, 令附配方宿主可自己制作, 品级可由系统帮忙检测, 叶峰刚点开体力药丸, 便看到一行字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好家伙, 还有这种神奇药丸, 而且还给了配方, 叶峰惊呆了, 同时也很兴奋, 这系统真会办事, 制作出这东西, 天斗皇家学院的那帮小屁孩, 自己岂不是可以狠狠操练, 他很是满意的将系统收了回去, 看来今天又有的忙活了, 封教官, 所有人伤势都已经治疗完毕, 并且还特别声明自己叫蜂, 山蜂的蜂, 而不是蜂子的蜂, 在教学期间可以叫他教官, 也可以带上蜂子, 只见此刻的他对着叶峰会报道, 大家都是一些皮外伤, 所以对他的耗损也不算大, 很快便可痊愈, 好, 所有人集中过来吧, 叶峰收回系统从石凳上站起身, 很快斗皇战队所有人, 全部集中到了叶峰的面前, 一个个都是一脸期待的姿态, 这位神秘而又强大的教官, 究竟会教他们什么? 今天我们训练的内容是团战, 叶峰开门见山地说道, 团战? 众人听到这话, 眼中纷纷露出一道疑惑的神色, 这团战怎么训练? 没错, 你们单人作战能力, 经过我的测试算是及格, 所以现在, 我要特训你们各自之间的配合能力, 而团战是最好的实现在体, 叶峰对着众人说道, 教官, 其实我觉得我们单人战斗能力, 还有很大的提高, 教官, 如今在这斗魂场里, 有一个叫嗜血恶魔的组织, 哪里的人都超级恐怖, 昨天副队就被他们给虐了, 只见到此刻的石墨对着说道, 天窦皇家学院众人都纷纷地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哦, 嗜血恶魔? 叶峰嘴角微微一扬, 嗯嗯, 那个人也跟教官一样, 拿着的是镰刀武魂, 不过是魂尊级的, 我想学习打败他的技巧, 独孤燕开口说道, 他现在真的太想打败那个叫嗜血恶魔二号的家伙了, 这一周, 你们所有人的精力先放在团战上, 单人或者组队博弈尽量少参加, 至于嗜血恶魔更是先放到一边去吧, 会有机会的, 叶峰开口道, 教别人打败自己, 这个技巧他可教不了, 明白, 众人虽然有些疑惑, 但教官既然这么安排, 他心想肯定是有其道理, 估计是想先从整体开始逐步提升吧, 很好, 那我先说一下, 今天的训练计划一共分为两个部分, 其一是阵型, 其二便是战斗技巧, 我会让你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化的利用自己的能力, 忽然叶峰的语气变得沉重了起来, 首先是阵型, 你们原先的阵型直接摒弃, 我会给你们安排一个最好的阵型, 从最薄弱的辅助吸魂师开始说起, 对方确实需要人保护, 但并不需要两个防御吸魂师, 而是叶峰开始授课, 天斗皇家学院所有人都是一副神情严肃的姿态, 认真倾听, 转眼来到了夜晚六点, 玫瑰酒店专门的内部广场后广场, 此刻一行人正在艰苦地训练, 一个个汗如雨下, 轰, 忽然, 332总统套奸传来一道爆炸声, 那张奢华的木质长桌直接被炸出了一个裂缝, 叶, 检测到宿主成功炼制出劣质体力丸, 可恢复魂尊集满体力, 单日最多使用一颗, 系统声响起, 劣质, 魂尊, 一颗, 一颗就一颗吧, 叶峰伸了身懒腰, 炼丹这种事真不是人做的, 特别是这种什么体力要玩, 简直累死个人, 他失败了好几次才支出了一炉, 总花费高达几十万金币, 不过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就先用这一炉残次品先顶着吧, 整整一百颗, 叶峰收进了魂倒器, 这个世界的魂倒器其实也就是储物戒着, 换了个称呼罢了, 后广场, 天啊, 我不行了, 只看到御风瘫坐在地上, 石墨和石墨两兄弟也是累炸了, 教官这么晚, 今晚我们确定还有力气去斗魂场, 只见石墨开口, 这训练方式比他们之前在天斗皇家学院的勤明老师还要变态, 不太清楚, 封教官的本意也有可能是让我们直接参加最后的那场团战, 叶灵灵回答道, 他也是香翰淋漓, 今天的训练怎么样, 忽然一道身影出现后广场, 教官, 刚刚还摊坐在地上的斗魂战队所有人迅速起身, 今晚八点大家门口集合, 主要进行团战, 至于一些个人博弈或者组队, 你们谁想去也行, 但前提是一个不能超过两场, 叶峰直接开门见山地对着众人说道, 教官, 大家都累成这样, 今晚团战都选啊, 玉天恒衣服全都湿透了, 一身臭汗, 这些体力丸你们拿着, 吃了之后就能恢复体力, 但你们要记住一天只能吃一颗, 叶峰每个人给了一个小袋子, 里边装了五颗药丸, 嘶, 我, 我感觉有力气了, 石墨第一个服下, 刹那他感觉自己充满了力量, 疲惫感更是顷刻消失, 紧接着斗黄战队一个接着一个服用丹药, 瞬间体力拉满, 一个个精神焕发, 此刻的他们顿时对今晚的斗魂场充满了向往, 第九十四章, 谁是第一, 第三更, 锁托城大斗魂场, 今天的观众格外兴奋, 小刚, 你又赢了, 八点个人补一场, 上边VIP包间, 弗兰德整个人十分兴奋, 因为小刚又赢了, 好家伙, 今天的小三简直如同战神, 看来我也要加油了, 戴木白此刻盯着下方, 今天每个人都立了目标, 唐三今晚的积分十个, 戴木白自己的积分是八个, 小五七个, 马洪俊和朱朱卿两人, 今天要得到五个积分, 至于两个辅助系魂师, 今天也要完成四个积分的任务, 六点过来, 现在八点, 一共过去了两个小时, 十五分钟一场, 唐三连续战斗了八场, 连载获得了八连胜, 在整个斗魂场可以说是金字塔顶尖, 而大师今晚的一万多金币, 直接赢到了十万, 旁边的弗兰德人差点笑眉了, 十万金币啊, 这下他们史莱克学院按照大师的消费指南, 再称三年都没问题, 赢点钱只不过是意料之中罢了, 万万没有想到, 我的特训成果竟然如此显著, 看来那件事倒也不用担心了, 按照小三这个速度, 别说是一枚银斗魂徽章, 哪怕是一周两枚都可以, 大师微微仰起了嘴角, 嗜血恶魔今晚这一周必输, 哈哈, 我的好兄弟, 得亏了有你, 弗兰德一脸笑咽咽的模样, 下方, 一间VIP等候室之中, 唐三正在运转玄天弓, 连续八场, 他现在极为吃力, 但为了让学员获胜, 他拼了, 今晚打十二场, 再进行最后一场团战, 那么今日便可以连胜十三场, 他将得到二十多个积分, 因为连胜十场之后, 积分就可以成二, 他还差两场就十场了, 小三, 你还能行吗? 只见到此刻, 小五来到唐三身旁, 放心吧, 我没事, 准备一下, 我们去双人博异场, 唐三迅速站起身来, 另一边, 叶峰他们一行人来到了斗魂场, 教官, 你不跟我们上VIP包间督战吗? 只见到此刻, 独孤燕对着叶峰问道, 不去, 我还有些事情要忙, 不过, 我只会在你们团战的时候, 去上面找你们, 你们参加个人博异也好, 组队博异也好, 最好给我留一点力气, 知道吗? 只看到此刻, 叶峰对着说道, 明白, 那教官忙完记得过来, 众人点了点头, 行了, 去你们该去的地方吧, 叶峰说吧, 朝着一楼一个方向走去, 楼上的是VIP包间, 而楼下的是VIP等候间, 他要了一个最豪华的VIP总统等候间, 围期一周的, 你们有没有发现, 教官好像朝着的方向是等候室, 忽然独孤燕有些疑惑地说道, 等候室, 估计教官是随便去逛逛吧, 玉天横开口, 估计也是, 就这样他们去到了新开的包厢, 最奢华的等候室中, 叶峰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这间房间很宽敞, 足足有上百个平方, 里边还有各种用具, 当然他的面具也在其中, 而进入这里需要特殊的门卡, 除了他谁都不能进入, 这便是至尊总统级的等候室, 专为私人打造, 哦, 个人连胜日榜, 牵手修罗, 叶峰坐在柔软的沙发上, 看着已经获得九连胜的唐三, 嘴角微微一扬, 看来自己不在的这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 对方倒是很努力在爬嘛, 短短两个小时就连胜了九场, 积分从一变成了现在的八个积分, 看来是时候该上场了, 叶峰戴上了面具, 快看, 嗜血恶魔的名字出现了, 刹那, 整个斗魂场一片沸腾, 旁边的天斗皇家学院众人, 也都密切关注着外边, 因为那个红色面具的身影, 在这里实在是太过于闪耀, 特别是昨天的那场赌斗, 更是深入人心, 小刚, 嗜血恶魔出来了, 弗兰德看着大师, 告诉他们, 尽量先别参加战斗, 我来计算对方参赛的规律, 尽量避免遇到嗜血恶魔这个组织, 大师神情名重, 昨日自己那优秀的图都输在了这个人的手上, 要是其他人, 那只会更加麻烦, 好, 小刚, 我这就去告诉他们, 只见到此刻的弗兰德对着说道, 下边一共开了两间普通VIP等候室, 一间是唐三单独用, 一间是所有人用, 斗黄战队包厢, 话说, 我有点手痒, 没有想到, 这个小小索托城竟然有这些人物, 现在有谁要去参加个人或者组队博弈比赛的吗? 玉天恒对着问道, 看着下边这一个个打得激烈, 而且那日榜上居然还出现了好几个陌生的面孔, 且全都比他强, 手痒痒了, 已经报名, 独孤燕开口道, 加一, 加一, 七个人有五个都提前报了名, 你们, 玉天恒一脸凌乱, 就离谱, 有了教官就不要原先的队长了, 不过他也没有丝毫耽搁, 也快速报了名, 时间悄然, 转眼过去了两个小时, 这两个小时斗魂场观众增加了整整一倍, 一传十十传百, 谁都想来看看这位神秘的嗜血恶魔, 还有嗜血恶魔的组织, 当然今晚的星星也很亮眼, 那就是牵手修罗, 甚至集聚商业头脑的斗魂场, 另开了一个嗜血恶魔与牵手修罗的桩, 简单的来说就是, 买谁今天能在日榜排名第一, 牵手修罗一赔十, 嗜血恶魔一赔一, 一个个争相竞购, 嗜血恶魔追上来了, 牵手修罗连胜十一场, 嗜血恶魔连胜十场, 那些压了钱的一个个激动不已, 毕竟这就是要追上的节奏, 真不知道对方下一个对手是谁, 楼上, 小刚, 没想到今晚按照你的计算方式, 大家真的避开了嗜血恶魔, 弗兰德整个一副非常兴奋的姿态, 其他人也都回到了包厢, 只剩下最后一场战斗便可以等候团战了, 那是自然, 就他们这些把戏, 我早就摸清楚了, 没完成任务的, 继续按照我说的去报名吧, 大师依旧是那一道十分自信的笑容, 第95章, 高傲的大师第四更, 嗯嗯, 史莱克众人按照大师的方法开始报名, 报的都是五分钟的加急场, 因为经过大师的研究, 嗜血恶魔这个组织为了避嫌, 场次绝对不重合, 且中间相隔最短有五分钟, 最长有十五分钟这样, 那只要在对方刚获胜的时候报名, 那就绝对不会碰上, 这不, 今晚大家没碰上嗜血恶魔战果, 那可谓是前所未有的丰厚, 唐三现在已经是连胜十一场, 获得十三个积分, 戴木白连胜七场, 加上昨天的积分, 现在也是十三个, 至于小五, 朱竹青他们基本上, 也都无限接近于今天的目标, 按照这么下去, 学院基本上也不用担心被他人霸占, 小三, 一会儿记得留一些体力, 只要完成今天的最后一场团战, 那么就稳了, 大师看着众人都报上了名, 顿时对着说道, 嗯嗯, 老师你放心, 唐三点了点头, 另一边刚获胜的叶峰走回了休息室, 今天两个小时, 居然没有碰上史莱克学院的人, 难道是玉某这个数据整理员又整合了一些数据, 他有点郁闷, 按照昨晚的乱拳打死老师傅的报名方式, 至少能碰上一两次史莱克学院的人,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今晚居然一个都没有碰到, 当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既然这样的话, 那就试试报名一个无间隔赛事, 玩一下反套路, 叶峰嘴角微微一扬, 直接又报上了名, 很快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大屏幕上, 他没有换其他号, 因为今天他重点刷分的是, 嗜血恶魔这个大号, 其他的小号, 一个来个三四场也就差不多了, 毕竟今天来晚了两个小时, 定然不可能像昨日一样, 打53场, 各位观众朋友们, 空闲的八个擂台参赛选手已经摇滚起来, 你们最期待的嗜血恶魔和牵手修罗, 会不会再度像昨日一样对战在一起呢? 来, 我们三二一喊停, 斗魂场为了吸引观众, 今晚特地改了规则, 只见那报名了的参赛选手, 他们头像在闪烁, 有点类似于截图选老婆的动态图, 哼, 嗜血恶魔对上牵手修罗, 这种事不会发生了, 史莱克学院的人有我再你一个都别想碰上, 大师听到这话冷哼了一声, 这一切可是经过他周密的计算, 咚咚咚, 就在这个时候门口传来一道声响, 进来吧, 大师语气平淡, 史莱克学院的两位领队大人, 这是刚刚获胜的金币, 一共十万, 原来是赌场的美女管事上来了, 她手持一张金卡递到大师面前, 今晚大师全忙压的是史莱克成员, 然后今晚史莱克全员获胜, 因此大师赚飞了, 全挣了十万金币啊, 大师你好厉害啊, 你简直就是我马洪俊的偶像, 只见大师副手力站在前方, 马洪俊看着对方, 就仿佛看着一个散发着光芒的伟人一样, 主要是这金币的数字实在是太诱人, 继续盲牙吧, 五万金币邪谋白虎, 五万金币牵手修罗, 大师一脸高傲的样子, 甚至连金卡都没接过来, 便直接自信满满地说道, 盲牙是一种特殊的赌法, 那就是选择喜欢的选手, 在不知道对手是谁的情况下, 直接买他赢或者他输, 只要对了, 那赌注翻倍, 小刚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这可是十万金币, 要不我们留下一两万吧, 弗兰德听到这钱还没捂到手, 就要再拿去赌, 顿时他整个一副心痛的姿态, 弗兰德,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既然我都能把两万金币变成十万, 那变成二十万又会有多难呢, 你就放心吧, 大师副手而立, 脸上始终是一副十分自信的姿态, 主要是整个斗魂场魂尊级几乎就没有能赢得了他, 青传弟子唐三还有戴木白的人, 当然, 嗜血恶魔这个组织不算, 但他已经研究过了对方的出场定律, 一定不会碰上, 好吧, 那下次这钱可不能赌了, 我真怕一不小心弗兰德整个一副心痛到窒息的样子, 很快, 一张下注凭证被打印了出来, 停, 远处一道声音落下, 斗魂场面向八方的超大水晶屏幕分成了八份, 什么, 当画面定格的那一刹那, 史莱克众人目光一正, 第九十六章, 打, 给我往狠狠地打, 第一更, 戴木白对上了嗜血恶魔, 史莱克众人都揉了揉眼睛, 假的吧, 大师不是都算好了吗, 并且信誓旦旦地保证, 绝对不会碰上嗜血恶魔, 不用大惊小怪, 估计是嗜血恶魔这个组织打乱了规律, 所以木白才会碰上嗜血恶魔, 看着大家都盯着自己, 大师淡淡地开口道, 小刚, 那木白对上嗜血恶魔岂不是输定了, 弗兰德如热锅上的蚂蚁, 那可是整整五万金币啊, 想着要输, 他就窒息到脑子一片空白, 你不用太悲观, 其实木白对上嗜血恶魔不一定会输, 大师充满神秘的开口道, 嗯, 弗兰德惊了, 难道小刚发现了嗜血恶魔的弱点, 木白经过今天我的特训之后, 你现在的体力已经远超嗜血恶魔, 你一会儿尽管施展权力便可, 大师没有理会弗兰德的惊讶, 而是直接对着戴木白说道, 今天一个早上的训练, 下午抛药育了整整一个下午, 从小三如此坚挺, 两个小时胜八场, 四个小时连胜十一场中, 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天的训练成果有多么的傲人了, 相信木白也没问题, 我明白了大师, 我会尽力的, 戴木白双眸闪烁着坚定的目光, 唐三对上了嗜血恶魔, 小五对上了, 他戴木白早就期待着这一刻的到来, 木白不是尽力, 是一定得赢, 五万金币啊, 院长我特批了,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拿到胜利, 弗兰德对着戴木白说道, 想到五万金币有可能落入别人口袋, 他就心痛到窒息, 嗯嗯, 我会得院长, 戴木白点头, 他绝不能输, 行, 那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要是你输了的话, 你就资出这么一笔钱给我们学院当经费, 你赢了的话, 到时候, 奖金院长我慷慨地拿出一千金币, 给你当辛苦费, 再请你吃个大餐祝贺一下, 弗兰德拍了拍戴木白的肩膀说道, 啊, 戴木白满脸问号, 嘖嘖嘖, 其他人一个个对着弗兰德投来一阵鄙夷的目光, 见过不要脸的院长, 就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嗨嗨, 小三你的对手是谁来着, 院长, 我帮你评估评估, 弗兰德见状干咳了两声转移话题道, 小三的对手是天恒, 忽然大师开口道, 天恒, 小刚你认识, 弗兰德听到大师说出这一句话, 顿时有些疑惑地问道, 这名字听着似乎很亲切的样子, 认识, 是我侄子, 大师点了点头, 侄子, 现场所有人都惊了, 那老师需要我手下留情吗? 唐三对着问道, 真没想到, 自己老师的侄子居然也在这里, 曾听闻老师自己说, 他是蓝殿霸王王家族的少主, 这位的武魂应该也是蓝殿霸王王吧, 其实唐三倒是有些期待, 跟老师嘴中所说的, 这个世界上最强兽武魂进行战斗,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你给我往会议室来一下, 大师朝着唐三看了一眼, 很快, 二人当着所有人的面来到了会议室, 老师, 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不到三十秒, 唐三在脑海中已经做了数个猜测, 估计是老师想让自己手下留情, 但又不想让大家知道, 故而指导他巧妙取胜吧, 蓝殿霸王龙的弱点就是不持久, 一会儿不用手下留情, 给我狠狠地打, 只要人不打死就行, 大师副手而立, 淡淡地开口道, 啊, 狠狠地打, 为什么? 唐三刚刚做了数个猜测, 结果愣是没有想到, 老师居然让自己狠狠地打, 难道老师跟这个侄子有过节? 教育! 让他知道,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三十九级又如何, 不好好修炼, 不找到对的方法修炼, 就一定会被别人打败, 大师开口说道, 他当年不能告诉小三, 当年蓝殿霸王龙家族赶他出来剥夺他的少主之位, 是因为自己太废物, 而他现在要通过小三证明自己, 来告诉蓝殿霸王龙家族, 你们赶他出来是个绝对的错误, 他与小刚虽然实力不行, 但他可以教学, 可以培养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天才, 你三十九级的现任少主, 一样被他现在三十二级的徒弟惨虐, 我明白了, 老师, 唐三点了点头, 哪怕对于自己的亲侄子老师都这么严厉, 果然自己败了个好老师, 不会煽动关系, 以私牟利, 很快, 唐三离开了会议室, 小刚, 你说穆白真的能赢失血恶魔吗? 包间中, 所有人已经去参加最后一场比赛, 只见弗兰德此刻略微有些憔悴, 虽然刚当大师保证没问题, 但他还是很担心, 如果我不出马穆白获胜的几率是百分之二十, 但如果我出马的话, 胜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大师开口道, 什么? 什么意思? 弗兰德疑惑道, 我一会儿我去找找这未来的徒儿谈谈, 相信他应该会看在我的面子上放个水, 只见到此刻的大师说道, 脸上挂满了自信, 另一个包箱, 牵手修罗的资料拿过来了, 天恒, 这属于一个很强的对手, 只见到此刻的独孤燕对着说道, 好家伙, 昨天才开始第一场报名, 第一天连胜七场, 直接跟嗜血恶魔赌斗, 今天连胜十一场, 看到这资料, 众人一口凉气道息, 这也太强了吧, 小小所托称当真是卧虎藏龙啊, 切, 最后对上嗜血恶魔不一样, 还是输了, 对于这个人, 我倒是一点不慌, 反倒还有些期待, 只见到此刻的郁天恒咧嘴笑道, 比赛即将开始, 请嗜血恶魔和邪魔白虎进入15号擂台等候区, 请牵手修罗和郁天恒进入20号擂台等候区, 请战斗即将开始, 广播声再度响起, 大师, 你怎么来了? VIP等候时, 刚准备进入通道的代目白, 看到大师满脸诧异, 你从几区上场? 大师问道, 二区, 怎么? 戴木白一脸猛地回答, 没什么, 大师转身离开了, 他要去一区, 第97章, 比比东一定被扑二了, 第二更, 猛逼树上猛逼果, 猛逼树下你和我, 戴木白耸了耸肩, 脸上大写的猛逼, 外边, 专属于选手入场的特殊通道, 一道黑色的身影走入了15号擂台的区域, 您好, 这里是15号擂台选手登场通道, 闲杂人等不允许入内, 只见到此刻, 一名工作人员拦住了大师, 我是领队, 有些事要交代我的队员, 大师直接拿出了领队徽章, 史莱克? 这位领队大人, 您的队员在二区通道, 距离比赛开始还有两分钟, 若有事交代您抓紧时间, 工作人员十分尊敬地对着大师说道, 牵手修罗, 邪谋白虎, 柔骨魅兔这些, 可全都是史莱克战队出来的, 今天的战绩可谓是前所未有的辉煌, 嗯, 大师点了点头, 一区和二区的通道是贯通的, 往里走之后, 大师直接朝着一区的方向走去, 另一边, VIP总统等候室, 叶峰喝了一口茶, 果然, 刚打乱顺序就遇上了戴木白, 叶峰嘴角微微一扬, 把面具戴好之后, 他走向专用通道, 那里可以直接通往15号擂台的入口, 他是一区, 也就是擂台的东面, 嗨嗨, 居然一道干咳声响起, 叶峰此刻注意到了那个副手而立, 身穿黑色大衣王八气十足的身影, 嗜血恶魔小友, 只见那人转身, 故意压低了声音, 装作一副深沉的姿态, 二区在另一边, 你走错了, 叶峰冷淡地回答道, 他刚刚还纳闷, 今天这工作人员怎么跑这里边来, 居然是玉小刚, 这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智障了, 连个一二区都分不清, 嗜血恶魔小友, 我今天就是来找你的, 只看到此刻大师的声音更为深沉了几分, 哦, 你找我干嘛, 自从上一次被唐浩威胁之后, 叶峰便制定了一个十分清晰的计划, 所以, 也就没了心思, 继续戏耍玉小刚下去了, 因为没有实力的戏耍到头来, 小丑中是自己, 他必须要提升自己, 按照原先他的计划, 是隐藏身份, 在这里几个月或者大半年, 渗透到史莱克内部, 让所有人见识到玉小刚那虚伪丑陋的真面目, 还是简单了些, 对玉小刚这些远远不够, 复仇的初级阶段, 摆明身份, 拿到半个史莱克, 让玉小刚毁不当初足矣, 不要问为什么现在不杀, 蓝殿霸王龙家族他解决不了, 还有比比东, 说石化叶峰严重怀疑对方是被大师扑了, 不然这高高在上的女教皇, 怎么会舔这么一个废物, 如果自己贸然杀了大师, 比比东估计也会来找麻烦, 雪儿不一定能保下他, 报个仇, 回头把自己报没了, 乃至比比东等所有人彻底认清虚伪的玉小刚, 最后让他众叛清离, 含恨而终, 这么干才爽, 这里也就我们两人嗜血恶魔小友, 可以不用这么谨慎, 今天我来也没什么事, 只是想跟你说一声, 今天这一场战斗可以稍微放水一点, 偷偷让木白胜出, 大师开口说道, 叶峰瞥了一眼玉小刚, 整个人的眼神宛如在看智障, 这家伙哪里来的自信, 让自己打假赛, 其实你也知道我特别想收你为徒, 昨日你对小三手下留情的意思, 我也知晓, 做, 神经病, 叶峰留下一句话, 走了, 这家伙也太能应赢了吧, 他该不会是以为, 昨天自己对唐三手下留情, 是因为看在他玉小刚的面子上, 特别要不是因为唐号, 唐三现在那怕不死也废了, 你玉小刚的面子算什么, 啊, 神, 神经病, 看着叶峰的身影, 玉小刚凌乱了, 这不应该啊, 上边包箱, 小刚, 怎么样了, 弗兰德看到大师回来, 急忙迎了上去, 有点奇怪, 他居然说我神经病, 大师整个人一副很郁闷的姿态, 啊, 骂你神经病, 弗兰德凌乱了, 那这件事算了凉了啊, 五万金币就这么没了, 天哪, 素孝救星丸在哪, 他弗兰德想吃一桶, 说真的, 弗兰德这事实在是太怪了, 他对我异常的冷漠, 就仿佛换了一个人一样, 你说会不会是因为对方家族, 有人在暗中监视的原因, 只见到此刻的大师对着弗兰德问道, 思来想去, 也就只剩下这个原因了, 小刚, 你, 你有没有考虑过另一个原因, 弗兰德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整个人那一双眼眸子变得深邃了起来, 什么原因, 大师有些疑惑地看向弗兰德, 其实那位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好, 他也并没有你说得那么想拜你为事, 弗兰德思索了一会儿之后, 最终开口道, 其实他早就有所察觉, 小刚有点一厢情愿, 但看在是自己老伙计的份上, 他又不忍开口, 毕竟他弗兰德也没有证据, 这是他的直觉而已, 弗兰德,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在这里, 我问你一句话, 你觉得我优秀吗? 忽然大师神情十分凝重地对着弗兰德问道, 优秀啊, 无论是当初在黄金铁三角时候, 还是现在, 你都很优秀, 弗兰德说道, 光是能为史莱克学院免费教学, 在弗兰德眼中就已经无比优秀了, 至少比那些上课还要收费的老师优秀得太多, 那不就行了, 我培养出了唐三这样的人, 而且明确告诉他我想招他为徒, 他没有理由不愿意拜我为师啊, 大师拍着自己的大腿说道, 这, 弗兰德语色, 再说, 如果他不愿意拜我为师, 为什么昨天放过小三, 你能解释? 我想, 这其中肯定是有其他原因, 所以他才对我这么冷漠, 你说会不会是今天小三连胜十一场, 他连胜十场, 被刺激到了, 一定要争个高低, 所以才不愿意说, 大师忽然又想到了一个原因, 他有观察过, 一般那些天才都很有求知欲, 自己这么优秀, 还培养出了唐三这么多个徒, 对方没理由会拒绝自己这个香薄薄的邀请, 那木白岂不是输定了? 然而这话在弗兰德听来, 直接换了一个重点, 他满脑子都是钱, 这个倒没有那么绝对, 木白也是经过我特训的学生, 对付嗜血恶魔应该有百分之二十的胜算, 大师说道, 想通了这件事之后, 他原本憋屈堵着的心通畅了, 靠谱, 弗兰德确认道, 那肯定靠谱, 我计算出来的结果, 要不然, 你想想, 今晚小三为什么能连胜十一场, 那肯定是我的特训方法有效, 他才能连胜这么多, 大师对着弗兰德说道, 第98章, 脸好痛, 第三个, 哇, 是血恶魔, 是血恶魔, 忽然下边15号场地传来一道震耳欲龙的呼喊声, 这些观众都跟疯了一样, 发生了什么? 弗兰德有些猛, 估计是两人打得太激烈了, 观众们兴奋过头吧, 大师慢悠悠地起身, 这, 这怎么可能, 穆白说了, 然而接下来两人来到窗边, 弗兰德不可置信地盯着下方, 整个身子都趴在了玻璃上, 带穆白说了, 说得很惨, 脸一边被捶肿, 身上的衣服都被魂迹余波撕得稀巴烂, 一个大字趴在擂台上一动不动, 啪啪啪, 另一边的大师感觉被人扇了好几个巴掌, 脸疼啊, 这才多久, 一分钟, 一分钟, 穆白就输了, 也太快了吧, 小刚啊, 这可怎么办, 五万金币没有了呀, 你不是说穆白有百分之二十的几率获胜吗, 弗兰德整个人一副崩溃的模样, 他仿佛看到金钱女神从他面前溜过, 如果不是刚刚穆白答应补贴上来的话, 他现在真的要吃一桶塑啸就行完了, 造孽, 他就应该拦着小刚, 不能让对方这么糟蹋钱, 弗兰德瞧你这德行, 在赌局上输赢乃是尝试, 我们总不能一直赢吧, 偶尔输一局也是可以的不是, 再说, 另一边不还有小三吗, 五万金币到时候翻倍, 这不十万又回来了, 我们没亏, 大师看着一脸绝望的弗兰德顿时没好气地说道, 他一个二十九级的大魂师都看得这么开, 对方一个七十八级的魂胜, 斤斤计较, 至于吗, 不就是五万个金币, 对对对, 还有小三, 忽然弗兰德仿佛又看到了希望, 顿时整个人回过神来, 二十号擂台, 唐三和裕天恒在进行战斗, 虽然只是当当开始, 但这战斗却是极为激烈, 第二魂技, 雷霆万军, 赛场上裕天恒被唐三的蓝银草控制, 整个直接包裹了起来, 顿时怒了, 差那一个黄色的魂环闪烁, 一道电光飞起, 直冲天际, 这, 这真的是魂尊之间的战斗吗, 狂暴的余波直接将在上面的主持人给震到了一旁, 差一点主持人就掉落了下来, 在场的许多人也非常震惊, 如果说刚刚嗜血恶魔和邪魔白虎之间的战斗, 是单方面爽跃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紧张, 刺激, 充满视觉冲击感的战斗, 丝毫不弱于此前那场的另外一种爽感, 小高, 这蓝店霸王王武魂不容小事啊, 在楼上的VIP包厢之中, 弗兰德紧紧盯着屏幕, 就仿佛担心什么时候五万金币会长腿跑掉一样, 你放心吧, 这个我还是绝对有信心的, 而且我已经将天衡的弱点告诉给了小三, 大师此刻信心满满, 哎, 可是他们这差距确实也有点大, 一个39级, 一个33级, 相差整整6级, 虽然弗兰德很想相信大师, 但是连续好几次翻车, 他越来越慌了, 弗兰德, 你不信我, 大师惊了, 自己这个好兄弟竟然不相信他, 没有, 我怎么可能不信你呢, 你就是, 包厢中大师咄咄逼人, 一定要弗兰德相信他, 弗兰德表示相信, 但大师还是不相信弗兰德相信他, 反正很混乱, 很复杂, 终究还是轻敌了, 另一边楼下的一个豪华休息室, 叶峰坐在那真皮沙发上, 他之所以描解决戴木白, 就是回来想看看玉天恒和唐三的战斗, 在这里有一个水晶屏幕, 他可以切换到任何一个擂台, 看了一会之后, 他微微叹息了一声, 从一开始, 玉天恒就陷入到了这一只披着羊皮的狼的圈套中, 所以, 任凭他怎么努力, 依旧被唐三掌控着局面, 不过这样也好, 现在暴露越多的问题, 到时候在团战指导中, 他就能越针对性地去解决, 不管唐三现在赢多少局, 今夜的团战输了的话, 他的积分加倍就得重新计算, 按照昨天七连胜, 今天十一连胜来算, 他现在已经十七连胜, 前边十场是十个积分, 后边七场的计算方式是, 一乘以二, 二乘以二, 三乘以二, 四乘以二, 五乘以二, 六乘以二, 七乘以二, 共五十六个积分, 五十六加十等于六十六个积分, 而唐三昨天积分清零, 今天哪怕胜了郁天恒, 也不过是十二连胜, 加起来总积分十七个积分, 与他的五十六积分相差甚远, 如果今晚史莱克团战输了的话, 唐三的连胜将终止于十二连胜, 那他的十七个积分将会被扣掉一个积分, 变成十六个积分, 明天对方就还得连胜十场之后才能积分双倍, 举个例子, 今晚输了之后唐三十六积分, 明天再连胜十二场也不过是十七个积分, 十六加十七等于三十三积分, 而他叶峰今日就六十六个积分了, 明天哪怕最低打十场, 那就是二十七连胜, 前边十连胜十个积分, 后边十七连胜积分成二, 那就拿到了三百零六个积分, 加起来三百一十六个积分, 赢大师简直轻而易举, 半个史莱克学院更是手道琴来, 真是有些期待到时候大师的表情, 而信誓旦旦的他又怎么跟弗兰德交代, 好强啊, 战斗回归到二十号擂台, 经过与玉天恒交锋之后, 唐三无比震撼, 蓝银草本身是不倒电的, 但雷霆之怒所蕴含的能量实在是太过于庞大, 蓝银草根本支撑不住, 果然是自己老师的侄子, 强横无比, 蓝银草终究是野草罢了, 觉悟吧, 强势进攻, 是要一击取胜, 要胜了, 上边窦黄战队所在的包厢, 一个个露出一道惊喜的表情, 连胜十一局也不过如此嘛, 他们的老大终究是更胜一筹, 可怜的玩儿, 要惨了, 下边叶峰一边喝着服务员送过来的咖啡, 一边淡淡倒, 按照他对唐三的了解, 第一魂祭必定伴随着鬼藤种子, 搞不好现在已经覆盖了玉天恒全身, 第二魂祭, 鬼藤, 果然唐三第二个黄色浑环亮起, 第九十九章, 蓝殿霸王王家族的人, 绝不认输, 第四更, 什么东西, 忽然玉天恒猛逼了, 他身上竟然莫名长了草, 一根根蓝银草, 直接冒了出来, 鬼影迷踪, 另一旁唐三加速, 鬼影迷踪拥有魂力加持之后, 整个人像是急迟的剑, 直接对着玉天恒袭来, 找死, 玉天恒毕竟也是三十九级魂尊, 反应速度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 龙爪迅速对着唐三抓去, 咔咔, 唐三巧妙避开, 紧接着直接施展玄玉手, 直接重重击打在了玉天恒身上, 反正老师说过, 只要不打死就行, 其他的狠狠打, 啊, 玉天恒手骨骨折, 顿时一声吃痛惨叫, 天恒, 上方独孤燕趴在玻璃上, 眼中满是激动, 虽然两人没发生过什么, 但玉天恒也算是自己名义上的男友, 这个蓝衣服的小子简直不可饶恕, 第三魂技, 雷霆之怒, 玉天恒彻底的怒了, 此刻直接施展出雷霆之怒, 这一个魂技可以令蓝殿霸王龙魂尸暂时处于暴走状态, 威力非常巨大, 攻击力提升百分之百, 魂力提升百分之五十, 他现在已经由不得什么流体力到最后团战, 他现在只想狠狠地把这个用蓝蚓草的小子摁在地上摩擦, 狠狠地摩擦, 轻敌的代价, 如果一开始小心一点的话, 倒不至于这样, 叶峰悠哉悠哉地说道, 对于玉天恒动用第三魂技, 他倒是无所谓, 他在消耗, 唐三也一样在消耗, 再者, 团战顾名思义就是所有人的战斗, 又不只是玉天恒一个人, 但史莱克那边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是唐三一个人, 如果硬要王李嘉, 弹幕白也算一个, 但今晚他被自己做得挺惨, 最后的团战估计也发挥不了什么, 稳操胜券, 不好, 是耀眼的电光, 怒气质爆表的玉天恒直接撕裂了所有的蓝银草, 像是一只挣脱囚龙的猛虎, 似乎要将唐三也彻底撕碎, 确实来不及了, 第三魂技, 朱网束缚, 忽然, 唐三直接是放了自己的第三魂, 朱网束缚, 这是他猎杀一头两千多年修为的人面膜朱后所得的魂技, 一旦被朱网束缚后还会受到朱网上毒素的攻击, 一般来说, 比他魂力高十几以内的魂尸, 无法挣脱朱网束缚, 当然, 是血恶魔那个变态除外, 这是什么, 玉天恒满是怒气地冲过去, 忽然他发现, 对面竟然瞬间用魂力发射出了一张朱网, 瞬间将他笼罩, 最恶心的是, 这朱网不仅坚然还粘力, 而且他发现, 自己全身麻麻的, 有气无力, 反应也迟钝了不少, 好像有毒, 中了我的朱网, 束缚你就别想跑了, 认输吧, 其粘着力和韧性会让中招的魂尸很难挣脱, 高十几之内的魂尸通通受限, 可以说是极为变态, 而他一天之内也最多使用三次, 这是他第一次使用, 认输, 你这是在侮辱我玉天恒吗? 听到对方这居高临下的态度, 刹那玉天恒感觉自己的小宇宙彻底爆炸了, 整个擂台上充斥着前所未有的雷光, 滋滋滋的电流, 上面的主持人眼睛都要闪瞎了, 紫急魔童, 这电光确实让唐三出现了视力障碍, 不过他有紫急魔童, 居然还想挣脱, 紫急魔童施展出来之后, 他当即看清楚了玉天恒的动作, 包厢中, 傻侄儿, 你还是迟了, 想用雷光造成视觉障碍, 然后趁机挣脱, 倘若第三魂纪施展之后, 发现自己被困, 当即无缝衔接, 或许还有机会, 现在小三怎么可能不会发现, 上面的大师扬起了一副胜利者的笑容, 怎么, 想跑出去? 唐三快速冲入电光之中, 他动用自己的鬼影迷踪躲闪, 咔嚓, 咔嚓, 一道道声响, 玉天恒的双手直接骨折, 硬生生被唐三这么卸下, 反正他老实说只要不打死就行, 把他的手整骨折, 拖就着也说得过去不是, 你, 玉天恒痴痛大喊, 那一双眼眸中充斥着木火, 不服, 你现在是我的猎物, 蓝营草, 缠绕, 唐三迅速施展蓝营草缠绕, 如蟒蛇缠绕, 玉天恒疼得撕心裂肺, 手臂都勒出了血痕, 天恒, 熬大, 包厢中一个个都激动无比, 他们看到玉天恒被蓝营草送上十米高空, 身体被勒出了血痕, 蓝营草直接凹陷到了肉里边, 咳着玻璃都能感觉到疼, 好啊, 远处另一个包厢, 大师笑得很开心, 自己这个侦儿说了, 没有一丁点反抗能力, 顿时他觉得自己仿佛扬眉吐气一般, 心情十分畅快, 十万金币, 十万金币, 小高我们又有钱了, 弗兰德笑抽了, 下方擂台, 认输, 我放了你, 唐三冰冷地说道, 蓝店霸王王家族的人, 绝不认输, 即使蓝营草勒出的痕迹陷进了他的肉里, 玉天恒仍紧紧咬着牙, 我看你能支撑多久, 唐三手指微微移动, 刹那蓝营草又开始收缩了起来, 玉天恒整个人被憋红了脸, 呼吸苦难, 扑, 一口鲜血从他的嘴里喷洒出, 认输不认输, 唐三盯着玉天恒, 我, 我认输, 伴随着蓝营草越勒越紧, 玉天恒最终还是心理防线崩溃, 啊, 早点这样不就完了, 唐三将玉天恒一丢, 你, 玉天恒看着唐三离开的背景, 紧紧握着拳头, 双眼血腥, 今天这个仇, 这等屈辱, 他一定要抱, 更要让他感同身受, 只见他强行撑起身体, 两只已经脱臼骨折的手, 亮亮呛呛地离开了二十号擂台, 从未像今天这般屈辱, 他又要对不起教官了, 这个样子肯定没办法参加后边的团战, 唉, 看来这一次得提早上班了, 奢华的VIP等候是叶峰站起身, 将嗜血恶魔的面具收回, 玉天恒这双手肯定给接回来, 不然后边的团战谁打, 所以他决定提早上去, 另一边, 天恒, 你还记得我吗? 玉天恒还没走出赛区, 忽然一道声音响起, 他抬起头, 是一个身穿黑色服饰的男人, 第一百章, 玉某, 装X借祖师爷, 那人副手而立, 就这么背对着他, 你, 你是, 玉天恒整个一副疑惑脸, 你他压得背对着我, 还问我认不认识你, 就算亲妈背对着, 也很难认出来啊, 啊, 这么快就不记得我了吗? 大师转身过来, 那一双眼眸中多出了一道灵力之色, 叔, 眼前的人是谁, 顿时那一双眸子满是惊诧, 这不是当年被家里赶出去的叔叔吗? 他怎么在这儿? 过来, 我们单独聊聊吧, 玉小刚转身朝着一旁的偏僻处走去, 这是选手下场的通道, 难免人多, 叔叔您这是? 看着大师直接走到了旁边一个偏僻的走廊深处, 玉天恒很疑惑, 自己这叔叔找他有什么事? 天恒, 看样子你这些年过得很不错嘛, 都39级了, 玉小刚副手里看着走廊深处的窗外, 都没有, 一副长者架子十足, 逼格报表的姿态, 叔叔, 这些年您都在哪? 跟我回家吧, 其实爷爷他一直都在惦记着你, 爸爸也是, 玉天恒看着大师, 眼神颇为复杂, 不, 我暂时不会回去, 大师摇了摇头, 从被家族赶出来的那一刻开始, 他就发誓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 满身荣耀归去, 让父亲, 兄弟, 所有族人都看到他玉小刚不是废物, 数年前他能让五魂殿圣女随在他身旁, 现在他要培养出整个大陆最强的徒弟, 他要做神的老师, 大陆最至高荣耀的师尊, 为什么? 叔叔, 我曾经不止一次看到爷爷对着您的画像发呆, 他们都很想念你啊, 玉天恒看着自己叔叔说出这么一番话之后, 整个人一脸纳闷, 当初那些事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用不着执念这么深吧? 别说了, 天恒, 听到这话玉小刚摆手说道, 当初无情地把自己赶出来, 现在又一句想他了, 让他回去, 把他玉小刚当成什么了? 他回去继续造人笑话吗? 这, 玉天恒玉色, 他知道叔叔肯定是为当初爷爷说的话耿耿于怀, 但那都是过去了啊, 爷爷不止一次地承认自己后悔, 派人去找叔叔, 可是为什么自己这个叔叔还是这么的执着, 避而不见, 甚至不理会家里? 行了天恒, 今天我来找你不是说家里的事,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用为今天的失败而气馁, 失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能从失败中总结教训, 大师副手立地说道, 叔叔, 您刚刚也看了我在二十号擂台的战斗了, 哎, 我给家族丢脸了, 玉天恒心情很复杂, 他竟然输给了一个用蓝银草的三十二级魂尊, 简直就是耻辱, 你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了吗? 大师转过身来, 那一双眼眸子直勾勾地盯着玉天恒, 玉天恒低着头, 眼中更为复杂了数分, 你并不是输给了对手, 而是输给了你自己, 你之所以会落入对手接二连三的陷阱之中, 是因为你心中那一份属于蓝银霸王龙家族的骄傲, 大师语气冷淡地说教道, 骄傲? 玉天恒狐疑, 叔叔您放心, 下一次再有机会, 我绝不会再输给他, 玉天恒目光一鸣, 会有机会的, 因为我就是牵手修罗的老师, 他是我的清传弟子, 大师微微抬恶, 俯视着玉天恒, 什么? 玉天恒惊呆了, 自己叔叔竟然是那个小子的老师? 不用觉得很奇怪, 自从我离开蓝银霸王龙家族之后, 一直都在钻研各种理论, 他作为我的清传弟子, 也是我理论的践行者, 我自然教给了他很多东西, 其中包括打败你的方法。 大师语气很淡, 仿佛做了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一样, 但那话语中却莫名带着一股炫耀, 用粗俗的话来说, 就是在装暗逼, 叔叔, 他既然是你的弟子, 求求你也交交吧。 玉天恒听到这一句话, 顿时连忙上前一步, 天恒, 如果你真的想成为一名伟大的魂师, 那以后就以我的徒弟为目标吧, 如果你能追上他, 那么你必定站在整个大陆的顶端。 大师说完这句话, 转身准备离开, 不带走一片云彩, 他今晚就是来践踏蓝银霸王龙家族嫡系, 那所谓的骄傲。 龙又如何? 天才又怎么样? 不一样被他的亲传子弟打败。 叔叔, 为什么? 牵手修罗虽然很强, 但是我玉天恒也不差, 而且我猜那份资料一定有误, 看着叔叔从自己身旁擦肩而过, 天恒一脸认真的姿态问道, 甚至有些疯狂的在咆哮, 为什么自己这个叔叔宁愿教一个外人, 也不愿意教他这个亲侄子? 不, 他就是33级, 并没有隐藏自己的魂力, 而且除了他之外, 斗魂场的嗜血恶魔也是我的预备徒弟。 大师停住脚步, 头也不回地说道, 是? 什么? 嗜血? 嗜血恶魔也是你的预备徒弟? 玉天恒的眼睛瞪得跟个铃铛一样, 惊得差点下巴没掉在地上, 那可是连叶儿都被顽虐的存在啊, 竟然也是叔叔的徒弟? 嗯嗯, 替我跟你爷爷和父亲问好, 带我这两个徒弟登顶大陆之巅那一刻, 就是我玉小刚回去之时, 大师身上忽然一股莫名的亡八气侧漏, 叔叔, 您就教教我吧, 我以后跟您学了, 玉天恒急忙追了上来, 扯着大师的衣袖说道, 被那个用蓝银草的小子打败, 他现在一肚子都是火气, 既然自己叔叔那么厉害, 自己跟他学, 还怕虐不了那个33级的蓝银草, 学习得事先不及, 今晚你们斗黄战队团战分配到了跟我们史莱克战队, 而我是史莱克战队的领队, 大师开口道, 叔叔, 您是要我打败史莱克战队吗? 玉天恒连忙问道, 你打不败的, 我只是想告诉你先好好学习, 一下我所教战队的打法与技巧吧, 别说得太难看, 大师冷冷留下一句话, 随后静止离开, 为什么? 玉天恒呆愣在原地, 满脸不可置信, 因为, 算了, 以后你就会明白的, 大师欲言又止, 最终抛下一句有头无尾的话, 消失在了走廊前方,